第1251章 沉默 青龙不得不低头俯软 他天妖族需要依仗石炎生存强大 他们不能离开石炎 而石炎 离开他们天妖族则没有任何损失 一方需要求人 一方无羁绊 自然要求人的一方低头 从今以后 天妖山脉距领古镇不得继续开启 你们天妖族的领地在苍穹海域 按此误障你们有资格进入修炼 但绝非你们天妖族独属之地 别人也能进入修炼 你们天妖族不得干涉 石炎从虚空缝隙走出 重新在天妖山脉上方悬浮不动 俯瞰着底下众多天妖族族人 扬声低喝 一众天妖族的族人 都犯出悲哀无奈之感 却无人能反驳 苍云在妖族族人之中 恢复人形模样 他抬头看天 满脸苦涩 内心轻叹 神色落寞 郑寿青龙神情黯然 沉吟数秒 不由点头映成下来 我代表天妖族 同意此时安排 以后不会强行纳取周边海洋能量 希望不会再有下次 石炎寒着脸 狠力道 若有下次 你们天妖族 便从此地离开 以后这里将成为你们异族的禁区 所有天妖族的族人 这一刻都静若寒蝉 有心反抗 却浑身无力 以后万年 此地天地能量将攀上到极致 你们天妖族只要安然生活此地 你们身为此地孕育的最初种族 你们异族的整体实力必然能够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只要你们安分 你们异族的心旺我可以保证 石炎皱了皱眉头 看向一个个天妖族族人 最终视线停顿在苍云身上 苍兄 我不是针对你们天妖族 只是希望你能不要太自私 也给别人生存的权利 给别人一条活路 你们天妖族流浪在星海间 以一个个生命之星的能量枯竭令种族延续 保存的实力 我不希望你们将此地当成你们以往活动的生命之星 以损耗此地 以攫取别人利益为代价 强大你们一族 在荒中 苍云对他始终有帮助之恩 这个人情他领了 所以才会有这番话 苍云在他目光注视下 一脸苦笑 看了青龙一眼 最终没有多言 青龙已认清现实 内心只能叹息 心中也有了决定 也不再多说 见天妖族族人 全都沉默着 石炎也不想多言什么 便与抽身离开 青龙沉吟数秒 徒弟道 嗜血一脉 血罩已启动 在这大陆上嗜血一末的传承者 都受到血罩之力牵引 纷纷离开 此时 玄和菲列特政委托俱兰商会寻你 已经寻你许久 你若有心执掌 嗜血一脉 应当立即顺着血罩离开 食言神秦亦成 他玄机将神事放开 瞬间蔓延整个大陆 阳青帝气息消失 莉安娜生命磁场不在 费兰卡托也没有一丝动向 这说明圣受青龙所言不虚 他为不朽境界修为 又坐镇在这块大陆 那些特殊的能量波动 他能够察觉到 导也不出乎食言意外 倔兆 食言眼神迷惑 你们嗜血一脉特殊召唤方式 以传承者眉心印记为媒介 动用圣地神秘力量 将传承者直接带入圣地 只有嗜血一脉有大动作的时候 才会开启血罩 这次血罩的开启 和你登顶知识有关 青龙认清世时 终于清醒过来 知道天妖族未来的强盛 和食言脱不了干系 食言能存活 能不断地强大 神恩大陆才能保证 天地能量充盈 保持灵气远远不及 天妖族才能跟着受益 一旦他消亡 灵魂殒灭 那他和本源之间的联系 便会截断 他与之对应的神恩大陆 也会发生变化 不能维持天妖族 万年能量的充沛 因此 他不但不能对食言 有任何异心 还要尽力确保食言 不断地强悍下去 确保食言强大到 不怕任何人的击杀 悟透这一点 他便毫无保留的严明情况 你为嗜血传承者 你就算是什么都不做 神族都不会放过你 更何况 你还得到了始源果 神族肯定会一心诛杀你 以确保神族不会就此衰落 神情一名 青龙尘鹤道 据我所知 神族长老会以召唤四大天王 这意味着 神主可能苏醒了 四大天王 神主 持言恶然 神主 是万年前神族十二家公认的 族长 执掌长老会 他也是万年前得到始源国者 被称为神族促万年来最强悍一人 就是由他带领神族和各大心欲强者 将你们嗜血一脉清扫 也是他和众强为公 将嗜血殒灭 那一战 嗜血灵魂消散 肉身炸裂成无数块 消失在天地间 那一战 神主灵魂重创 肉身却淹灭 战后他便没了消息 应该和我一样处于沉寂状态 以此来慢慢恢复 四大天王为神主麾下的最忠心强悍的四人 在神族族内 他们只听命神主一人 这四人当年的战斗力和嗜血巴护从相当 当年神主肉身湮灭灵魂重创以后 四大天王继续围剿嗜血一脉 随着嗜血一脉隐溺渐渐潜藏 四大天王也逐渐没了踪迹 四大天王不受长老会约束 据说万年来流荡在星海各个星域 在许多神秘偏僻之地苦修 静候他们主人的苏醒 也只有他们的主人 才能召唤他们 如今神族长老会已再召唤四大天王 想必神主应该苏醒了 青龙细致地将神族的隐秘状态许说了一遍 玄疾认真建议 不论你如何逃避 神族都会对你下手 因为你为嗜血的继承者 你逃不掉 便只能迎战 以你个人之力 以你如今的境界 向和神族抗衡没任何可能 因此 你必须要依赖是血一脉的力量 你要将这股力量捏在手中 迅速强大 才有望和神族一战 如今神主刚刚苏醒 应该需要时间恢复 在此期间 你最好将是血一脉抓住 这样你才有机会 才有一丝主动权 青龙虽极为不爽他 但为了天妖族的未来 也不得不详细严明事实 为他分析厉害 给他指点迷惊 你想摆脱命运的话 便要将命运捏在自己手中 不想是血一脉安排你的人生 你就成为巴护从的主人 来安排别人的人生 青龙对他突然消失天地间 顿入虚空缝隙的那不甘心的想法 洞悉得清清楚楚 此时忍不住为他解惑 石炎愣在那人 揍着苦思 青龙也不打搅他 让那些天妖族族人也都晋升 等候着他自己想通 等候着他的决定 取久 石炎深吸一口气 道如何去试血圣地 青龙暗暗松了一口气 眼中显出一道亮光 道你为试血传承者 你想要去圣地很简单 你应该能找到方法 顿了下 他又道 顺便说一句 那物动心欲 莫特心欲的危机已经解除 在千焕宗 碎电天水宫的声音下 神族已经退兵 在千焕宗 碎电天水宫没有做出决定前 神族不会得罪他们 千焕宗 碎电天水宫代表着 除四大种族以外的星海散势力 这股势力虽散乱 却极为不凡 神族也会尽力拉拢 当年一战 正是因为有他们 神族才最终取胜 而你 若能登顶 也务必将那些散势力说服 就算是不能让他们助你 也最好让他们中立 他们如果继续和神族一道 此战 依然艰难 此言一出 食言神情又凝重起来 也别太担心 在这万年内 神族太过霸道强横 当年 他们要那些势力参战之前 曾给出种种优厚条件 然后 在嗜血一脉被清掉以后 神族并未履行沉默 双方的友谊早已破裂 在这万年 他们已经明争暗斗 神族要拉拢他们绝对不容易 相比较而言 他们应该会更加倾向嗜血一脉 你们一向跋扈嚣张 当初从不将任何势力放在眼里 一直独霸心河 几乎不和任何势力谈条件 但你们有点强过神族 你们很少承诺什么 但真承诺了 都会将其兑现 所以 你若能登顶 你更有机会得到那些散势力的青睐 青龙为了天妖族的未来 可谓是费尽口舌 将他能说的一切都说得透彻 最后甚至主动表态 从你得到始源国起 我天妖族 便主动会和你一道 这一战 我可以在此表态 天妖族肯定站在你这一方 我们没有选择 那些天妖族的族人 都神情苦涩 各个在心中哀声叹气 就算是石炎刚刚针对了他们 就算是他们有诸多不满 在关键时刻 他们还是需要和石炎一道 全力帮助石炎抗衡神族 就如青龙所言 他们根本没有选择 更早的来说 从石炎融合他们祖星本源那一刻起 他们就注定要和石炎站在同一阵营 这是他们的幸运 也是他们的悲哀 一切 都要看他们自己如何去做 如何去看待 你们天妖族若用心助我 战后 我会将黑水海域也化给你们 就当做你们出力的报酬 石炎看向那些天妖族族人 沉吟伴想 正色道 青龙眼睛为亮 深深看向他 道 孤谢 第1252章 踏入血海 无尽海 苍茫海洋深处 一块海中礁石上 石炎远跳前方 面色严肃 手指摸缩着血文戒 传话道 如何顿入嗜血圣地 何为登顶 离开天妖山脉 他深思熟虑许久 终于决定不再躲避 听圣兽青龙一言 不想被命运束缚 便将命运攥在掌心 成为八护丛之主 主宰嗜血一脉将来 由他 来操控别人命运 获取主动 他按下决心 要采取主动 为自身未来而战 荣登嗜血之主宝座 成为嗜血八护丛尊主 将嗜血八股势力捏在手心 把神族展落神坛 却闻界传来一阵激动 血色霓虹光芒照耀 一旦血照启动 只要有印记者 都能借助于印记进入圣地 血照处在圣殿内部 此时处于开放状态 你灵魂有印记 一旦激活 便能凝炼力量 横跨无数虚空 直达圣地血海 怎样开启激活 很简单 将精神意念集中在印记之中 就感应血照的召唤 我试试 持言立即准备尝试 稍等 一旦印记开启 你会立即被召唤 进入圣地血海 借灵阻止 我先和你说说何为登顶 持言眼神一鸣 沈圣道 请讲 当初 我记忆被分成三份 分别由烙罗 玄河 玄山保管 他们三人都有为主人挑选传承人的责任 烙罗去了神恩大陆 玄山去了神祖祖地 玄河则是去了古摩大陆 结果只有烙罗成功 将你灵魂由域外牵引而来 登顶之事 和这有关 有关 所谓登顶 是后来由巴护从确定下来 因为主人存活之时 以为自身永不会消允 从没曾想过为自己挑选继承人 后来主人丧生 巴护从群龙无首 才想起重定尊主 英烙罗 玄河 玄山持有我一份记忆 他们三人最有资格 我主人选择传承人 因为我和他们任何一个合作 借助古大陆本源之力 都能瞬间扭转天地规则 将主人的吞噬传承 似语传承者 借灵道 持炎默默点头 当年烙罗便是带着血文 借一份记忆 重返神恩 动用神恩大陆本源之力 篡改天地规则 将他灵魂从另外一个宇宙牵引而来 强行霸占另外一个食炎躯体 在那血池完成传承 玄河 玄山也有着同样使命 可惜 玄山胆大包天地去了 神族的祖星古神大陆 要以古神大陆本源来逆天行事 最终被神族重强联手击杀 玄河则是去了古魔大陆 可惜古魔大陆本源几乎已耗尽 不足以引来域外灵魂 玄河只能无奈放弃此事 只是保留着手中血文界记忆 在星海留下踪迹 期待着另外两人成功后 能让戒林重新融合 八大魁首约定 如果唠罗 玄河 玄山都能寻到传承者 就让三人相互厮杀互相吞噬 让我的三分记忆合一 这样也能造就一个最强者 这个人 才有资格登顶 成为嗜血一脉心的尊主 戒林继续解释 玄河 玄山都失败了 只剩我一个人 又要如何 持言摸了摸鼻子 在八大魁首眼中 要有一枪杀戮之心 能在三者中获胜者 才能带领他们 如有三个继承者 试杀吞噬后 成功者可直接登顶 当然 他们也想过如今这种场景 就是两者失败 只有一人成功获得传承 这种情况时候 此人必须获得八大魁首认可 让八大魁首至少五个魁首 认为此人意志 心性智慧境界种种 符合尊主的条件 有资格对他们发号施令 这么说 我要登顶 必须要得到八大魁首 中五个魁首的认可了 不错 但现在 八大魁首如今存活者 只有名号 玄河和菲列特 那要如何 八大奥义传承 当今最强者自动 积身新的魁首 这次血罩的出现 应该就是要确定 各系新的魁首 现阶段失去魁首的一系 修炼同种奥义者 都能获得竞争资格 一旦成功确定 第一人的力量 便为新任魁首 明白了 给介林如此详细言明 他是真的清楚 是写一墨的规则了 不像以前一头雾水了 他要登顶 必须要得到 现今八大魁首 中五人认可 因为玄山 玄河失败 他无法通过一战 来确定身份地位 只能依仗别人的承认 玄河 肥列特案中布置 应该会倾向于他 这样已经有两方魁首 站在他一边 只要再有三方倾向他 他就能成为 嗜血新尊主 但他知道此事 应该没那么简单 玉魂系的名号 维巴护丛之首 此人显然不会和他一路 这家伙化身万千 在嗜血一脉 势力最强 星海各个势力 内部都有此人的影子存在 要跨过此人登顶 绝对没那么容易 先进入圣地血海吧 想来 那玄河 肥列特会有安排 借灵传讯 驰言点头 海风徐徐 一口潮湿灵气入腹 他沉浸下来 端坐礁石不动 神师内敛 精神念头汇聚为一点 名为主魂眉心方位 那血色印记 由模糊忽然变得清晰 他将魂念集中 体悟印记内的波动 忽然心神移动 敏锐地发现一股召唤之力 似乎透过无尽虚空而来 仿佛母亲呼唤孩子回家 生生直达灵魂深处 让他轰然一阵 刹那间 他体内神力如电流 瞬间涌向天灵盖 在他本体眉心血色印记浮现 射出奇轨的血色光晕 那光晕一显现出来 在头顶虚无苍穹深处 便有一个血色乌旋诡异的凭空显现出来 并从中传来猛烈的吸引力 要将他带走 持言修炼空间奥义 只是看了头顶一眼 就知道那窝旋内部流动着空间之力 那空间波动极为精妙 就连达到使神医众天境界的他 都瞧不透其中奥妙 那漩涡如他脑海的黑洞一般 皆是无比神秘玄妙 难以言喻 他没有挣扎 顺势而起 化为一道血光 只冲入那血色漩涡 他消失以后 那漩涡猛地收缩 如巨大气球被瞬间抽掉空气 快速凝位一个血点 旋即不见 无垠血海 充斥着浓郁湿气波动的古岛上 菲列特施展奥义 张口吐出苍白云醋 那云醋树然飘走 不多时 在毁灭之岛的本尼 在腐蚀之岛的邦腾费兰 在黑暗之岛的托雷 丽安娜妇女 在混乱之岛的卡托 还有在绝望之岛的阳青帝 都忽然神情一争 旋即便发现一簇簇 苍白云团过来 直接将他们牵引带走 其中本尼 卡托 阳青帝境界略低 没有任何反击之力 只能顺着那云团而去 费兰达到使神境界 脸色惊变 准备出手应对 是肥列特大人的殷尸云 不用紧张 他应该换我们有事 同样修炼腐蚀傲益的邦腾 忽然道费兰亚然 肥列特大人为施力魁首 当年我和托雷便是 被他和玄和从幽影族 手中救下 玄和大人和肥列特大人 对我们有大恩 邦腾道费兰文言便不再乱动 同样的 托雷那边也在为里安娜解释 当年为父从烈焰心域 允神之地进入马爷心域 和你大伯在马爷心域活动 因施展黑暗 俯蚀傲益 被幽影族盯上 玄疾被禁锢 几乎被幽影族带入神族 好在玄和大人和肥列特大人察觉 由玄和大人亲自出手 才将我们救出 这些年来我们都在玄和大人 肥列特大人的安排下 密地苦修 里安娜轻轻点头 一簇簇因施云带着阳青帝 本尼卡托众人返回 落入失利之岛 肥列特见他们过来 灵魂移动 传讯玄和 本在死亡之岛的玄和 看着那一个葛背血雨滴中 各个面露狂喜修炼的麾下 咧嘴黑黑一笑 身影一动 便消失 下一刻 他出现在肥列特身旁 看向阳青帝 本尼卡托众人 道 你们谁知道 食言下落 阳青帝一脸茫然 皱眉摇头 审声道 你们找他作甚 全和笑容何许 他为是血传承者 将是我们未来的尊主 我们寻他 自然是荣登尊主之位 他旋即看向托雷和邦腾 询问道 怎样 却照将修炼黑暗 腐蚀奥义的传承人 都召唤而来 可有让你们觉得麻烦者 当年我将你们从幽影族手中救出 便是希望你们兄弟这次能荣登黑暗 腐蚀奥义魁首一职 为了造就你们 我和肥列特可是费尽心思 用了多少原始吉林要密保 你们应该心中清楚 此事 不容有失 突雷邦腾神情一正 宫声道 绝不负大人其望 有幸心美 全和咪眼一笑 必胜 突雷邦腾其声喝道 死亡 失利 黑暗 腐蚀 我们四系应该没问题 名号的御魂系肯定听他的 毁灭绝望 混乱这三系 新诞生的魁首 十有八九会是名号的人 还是有点麻烦 肥列特皱眉 全和点头 视线在本尼 卡托 杨清帝三人身上游荡着 看了许久 不由一探 本尼 卡托 杨清帝境界略低 怕是不足以执掌一戏 荣登星魁首一职 然后投给食言一票 第1253张狂热 黑暗深渊内部 一条狭长血光 从暗红色虚无中垂落 如血刀刺入血海 尽头为那一座唯一一座被封闭的古岛 刹那间 八座分别由欲魂 死亡 腐蚀 黑暗 混乱 毁灭绝望 失利能量波动的岛屿 仿若轰然一阵 上方诸多各方种族舞者 都震惊地抬头看天 一脸惊异 中央古岛为当年嗜血的修炼密地 常人绝不允许涉足 就连曾经的八大魁首 也只有得到嗜血首肯 方可进入其中 那座有着吞噬奥义波动的古岛 为血海中心 为圣地禁区 为嗜血一脉核心根本 自从嗜血灵魂陨灭 肉身粉碎消散 那岛屿始终被封闭着 八大魁首明里案里尝试多次 没有一人能够将其开启 进入嗜血当年苦修之地 时至今日 很多嗜血一末的传承者 都生出一种想法 认为那座岛屿 可能永不会被开启 这种念头处在他们灵魂深处 如烙印一般 让他们下意识地当成真实 然而 今天 这一刻 被封闭万年的境地 竟被一道血光穿透 每一个拥有八大奥义传承 每一个清楚境地奥妙者 都被惊得骇然失色 生出一种要扁天的大恐怖 玉魂之道 那明明皇族的族人 漆黑眼眸射出阴寒冰冷色泽 他从原地站起 冷眼看向前方 英立道 竟然主动过来了 哼 真以为得了尊主传承 就能成为新尊主 凌驾我们魁首之上啊 在他身旁 有诸多修炼玉魂傲义 伟岸灵族 优影族 民族的族人 这些人都以他马首是瞻 唯唯公身 精通欲魂傲义者 都是对灵魂傲义 有着精妙认识 擅长操控灵魂 玩弄心灵的好手 他们都有一种 鬼气森森的气息 如体内捆扶着 无数邪鬼英灵 眼神悠悠诡异 如能穿透人心 他们看向那明明皇族族人 冷言少语 没有人主动打话 魁首有安排 此人不配成为新尊主 此人眼睛一扫 环顾四周 冷声吩咐道 你们去别的岛屿 将魁首的意思传达下去 几名同样达到史神境界 修炼欲魂傲义的舞者 唯唯点头 他们本体依然遗留在欲魂之岛 他们灵魂则是化为一道幽光 曲折飞出 瞬息消失 同时 菲列特 悬河正向费兰 利安娜打听史炼下落 详细询问史炼可能逗留的角落 要尽快将史炼寻出 每次血罩开启 要耗费嗜血一脉巨大精力物力 每次血罩都代笔 嗜血一脉将会大事发生 此次血罩的启动 他们主要为了史炼 史炼迟迟寻不到 令悬河 菲列特级的简直要杀人 不知道 主人下落我们探寻不到 我在火雨星域 已经许久没有见过主人 主人不是去了巨蓝星吗 他没有回来啊 我也不知 卡托本尼费兰 杨清帝众人都摇头表示不清楚 全和菲列特一肚子恼火 他们辛苦筹划多年 就是为了这次血罩顺利举行 能将史炼推举上台 关键时刻 史炼没有知会他俩一生 突然断入域外缝隙 将他们计划彻底打乱 让他们急得简直要吐血了 在他们来看 他们所做一切虽为 是血一脉传承延续 却明明成全了史炼 他们认为 实炼一定会顺从他们 老老实实接受安排 在他们的帮助下 登上尊主之位 将是血一脉八方 势力凝结起来 立抗神族 实炼的突然叛逆 让他们极为不满 暗自恼怒 徒弟 一道血光穿透云层 就这么坠落下来 似在境地之道 因实炼消失怒火中烧的悬河 斐列特眼睛猛闭爆亮 他们同时看向那代表着尊主的岛屿 脸上满是惊喜 悬河斐列特忽视一眼 咧嘴哈哈大笑 卷起阳青币一众人 直朝着那吞噬古岛而去 实炼如血色电红 刺入血海内部岛屿中央 落在累累白骨上 岛屿由白骨堆砌而成 一眼看去全是数不尽的骨头残骸 没有花草树木 没有虫制鸟雀 甚至没有常规的天地能量 此地非常诡异奇特 浓稠血色烟云 环绕弥漫在岛屿周边 覆盖在天际 隐隐如血照将岛屿封闭 它降落之时 血纹界射出璀璨血红 刺破了那血色光照 它才能顺利落地 如今 它凝神体悟 释放神力穿透 脸色树地严峻起来 它使神医众天境界的神力 要比常人精纯浑厚许多 以它赴有空兼傲义的神通穿刺 竟不能将那血照给划破 这说明环绕岛屿外围的 避障极其的坚韧不破 或许 只有达到不朽境界的绝世强者 才有足够的力量轰破避障 进而冲入其中 它下意识地想 可惜 它并不知道从嗜血陨落后 八大魁首已尝试多次 为了进入此地费尽心思 从未成功一次 如今它落脚之地 万年来 从未有人踏入过 就连这一刻 玄和菲列特也被堵在血色光照避障外面 两人一路兴奋欣喜而来 本以为终于能踏入此中 又再次被避障阻拦 他们试图放开灵魂意识 要主动联系食言 以他们的境界层次 神是灵魂念头 都不能穿透避障 这一层由当年嗜血设立的避障 如天地的永恒隔界 能拦下任何渗透 不论是力量 意或者神是念头 都能被拒之门外 全和菲列特都为不朽境界 可他们也是无能为力 贝兰在外面无法进入 只能看着食言化身的血光一丝不胜 彻底融入嗜血境地 这 玄和看向菲列特 在他身旁有一团团血云 云中便是阳青帝 里安那众人 我们不能进入 就不能联系那小子 这该如何办 以当年持有血文界一份记忆 都不能进入 说明必须借灵记忆全部融合 才可入住 血文界为开启禁地的钥匙 他有血文界 就能随意进入其中 菲列特也是无奈 我们以前不能进去 现在也是一样 没办法 只能等他自己出来了 但其他几系魁首的争夺 已经是在必行 他如何不知情 会不会更有逆反心 这小子 不能以常理看待 头疼 权和苦笑 此事交给我即可 我会和他商谈 让他甘心登顶 徒弟 杨青帝插话 镇定自若道 他会主动过来 说明他已经认清现实 他来 就是为尊主之位而来 你们无需顾虑重重 此言一出 玄和菲列特不由同时 看向杨青帝 他们双谋起义 如要将杨青帝浑身 骨骼经脉都给看穿 半想 玄和菲列特谋中 显出一丝奇光 唯唯点头 竟是认可了杨青帝的这番话 杨青帝此时境界并不算精湛 按照道理而言 根本不该入玄和菲列特法眼 但玄和菲列特皆知 修炼绝望傲益者 真实力量绝对不能以境界高低衡量 在杨青帝的身上 他们觉察到一种灵力 一种能捅破天地的锋芒 这种锋芒威力无穷 也只有他们这种境界层次者 才能看得透彻 看清力量高低的本质 那就先安排争夺魁首此事 一边等候他主动出来 菲列特点头 他沉吟数秒 忽然看向杨青帝 道在绝望之岛 修炼绝望傲益者有数十人 浩渺心海间 能机缘恰巧获得主人一缕绝望意念 并且成功领悟绝望傲益者 仅仅只有促识人 那些人将会有一个成为新的绝望魁首 以想不想试试 全和眼神一阵 也突然盯紧杨青帝 心神惊骇 他和菲列特安排多年 邦腾和托雷是他们主要的两个后招 让他俩争夺腐蚀 黑暗两系魁首 然而 即便邦腾托雷成功 加上他和菲列特 也仅仅占有八大传承一半 至少再获得一个魁首支持 才能真正将他们的计划完满 杨青帝 让他们瞧见了几分希望 绝望傲益在八大传承中 一直都极为特殊 这种傲益不靠前辈的传承 只依仗自身领悟 也是如此 此时绝望之道的修炼者 境界都不算太过精湛 最强汉译人 才不过使神医众天而已 杨青帝虽然为虚神医众天 可同修医种力量傲益者 最看重的乃是对傲益的深刻理解 绝望傲益尤其如此 修炼这种傲益的舞者 从不缺少乐极挑战者 事实上 这种傲益一开始 便和乐极挑战挂钩 很多真正的绝世强者 从入门起 便在不断地挑战 比自身境界高深者 屈神对使神 在别的七戏或许天方夜谈 但对于绝望戏 还真有可能成功 击败那名达到使神的舞者 问鼎绝望魁首 杨青帝眼神骚然狂热 浮现出那种 只有极端偏执疯狂者 才有的兴奋是占光芒 他受血身子竟微微战斗 一股滔天战意 从他心灵祭台 最深处汹涌迸发 全和肥列特皆是眼睛一亮 那种对战斗的狂热极端癫狂 他们这一生 只在一人身上见过 绝望魁首森罗 杨青帝此时展现出来的气势锋利 那种入魔般的渴望 甚至比当年森罗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人 分明就是为绝望傲益而生 他即便这次不能问鼎魁首 以后也必然会是绝望傲益的真正灵魂人物 全和肥列特看着阳青帝 由人而生一种名物 普生敬意 在这一刻 他们仿佛已经看见阳青帝未来成为绝望魁首 甚至超过森罗的雄风 他们在看阳青帝之时 已经隐隐将他当成同等级别者对待 这是一种英雄习英雄的肯定 第1254章是写雕像 禁地之岛 石岩摩缩着血纹界 皱着眉头往岛屿腹地深入 岛上布满暗红色云醋 那些云中有着影响心神精神协力 让石岩内心滋生杀戮欲念 他摒弃内心凌乱 保持脑海清明 身影骚然一闪 直达古岛内部 他神情轰然一阵 顿时呆在那人 一脸惊骇 在古岛内部 坐落着八个雄阔天地的祭坛 八个祭坛高数千米 占地百亩 以一种奇特材料淬炼而成 非金非玉 暗红如血的颜色 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沉重可怕气息 八个祭坛分布八方 皆是高耸深入头顶暗云 祭坛和灵魂祭台形状有七成相似 却没有试海奥义 虚实界层 祭坛以奇特材料凝炼 不满和血纹界界面相式的奇妙繁琐花纹 如天地奥义的一种深刻表现 八个祭坛的上方 皆是扶着五朵血云 血云内滋生出奇妙气息 隐隐和祭坛内部波动呼应 八座祭坛分别对应着 欲魂 死亡 腐蚀 黑暗 混乱 毁灭绝望 失利八种奥义 有着浓郁的奥义气息 祭坛上方五朵血云 为是血一墨的核心印记 不知有着何种奇妙作用 万年无人过来 八座祭坛却一尘不染 洁境中微微透亮 似乎为传承员 只要进入其中 端座祭坛之上 便能传承对应的奥义 只有绝望祭坛稍显不同 那里有一缕特殊波动外泄 似乎流荡在天地各个尽头 主动寻找对应的传承者 而非被动地接受舞者进入 为舞者传承特殊奥义 祭坛上流动着奇妙波动 气息很分明 就是他过来之前 那八座岛屿的气息 这八座祭坛 仿佛为那八座岛屿的枢纽 能影响那八座岛屿 决定它们里面的能量气息动向 非常玄妙 然而 最让食言惊奇的 还并非这八座祭坛 八座祭坛中心 还有一个巨大魔神像 那魔神像比八座祭坛 还要雄阔高大 如维俄神山 巨人族的族人和他相比 简直就是小蚂蚁 不止一提 那魔神像雄伟威猛之极 已和祭坛同样材质打造而成 在暗红色天际的光线照耀下 一片血红 给人一种极为恐怖猙獰之感 魔神像面貌模糊 头上双脚 臀部有一条身满猙獰力刺的尾巴 背脊有宽阔翅膀 周身布满细密角质甲皱 天然而成 肤贴在身 远远看来 这魔神像霸道恐怖之极 仰天朝天 似乎在对天地发出怒吼咆哮 万米高的魔神像 在尾部 双肩 翅膀 腿部方位 分别缠绕着长长锁链 锁链和八个祭坛栓在一起 石眼只是看了一眼 便神情俱阵 生出一种极为奇妙的感觉 当年 他进入允神之地 曾发现神族以允神之地的奇妙阵法 利用西灵腰花 吸纳别的种族强者血肉精华 滋生神族重创受伤者 让他们涅槃重生 那允神之地的奇妙阵法 隐隐和如今所见相似 由十二条锁链连接石碑 通过石碑吸纳力量 他细看一眼 发现此地规模和层次 明显要远远超过那神族允神之地 他有种感觉 神族允神之地的奇特构造 可能是仿照此地建立 根本只是图具其形 未曾摸索到真正精妙 因为 这里的巴格祭坛 给他的感觉绝对不是为了束缚着魔神像 汲取魔神像的力量 相反 在他眼中 那巴格祭坛似乎仅仅只是魔神像的一种武器 好色他只要稍稍施展力量 便能将一个各数千米祭坛挥舞起来 熟练运用八种奥义 施展天地极致力量一般 那巴根连接祭坛的锁链 似乎由纳摩神像输送神奇力量 激发祭坛内的奇妙 在他眼中 纳摩神像才是主人 掌握着主动 巴格祭坛只是纳摩神像器皿一样 是他的一种神兵利器 他深深看着纳摩神像 默默思量着 许久 突然喝到 是血之主 他幡然醒悟过来 他记起许多年前 他尝试弄清楚血色印记之谜 曾在脑海中瞧见的虚幻场景 在一片苍茫虚无中 一个巨人无声咆哮 庞大身躯被条条锁链缠绕着 发出不屈的咆哮 如今 看着眼见场景 他忽然明白了过来 正是主人的雕像 借铃传来训练 下一刻 从借铃内部飞出一截嗜血手指 一截骨头 瞬间没入那巨大魔神雕像中央 刹那间 雄伟庞大的魔神像 如同先活过来 内部传来惊天动地的波动 那种波动 似乎一下子就能粉碎 七级生命之星 让人灵魂震战 让人心神畏惧 魔神像内部波动惊天 整个黑暗深渊的血海都 鼓鼓冒着血泡 如忽然间沸腾了 那魔神像依然顶天立地 模糊面容朝天怒吼 并没有任何特殊的举动 然而那连着他双肩 翅膀 尾部 腿部的一条条锁链 却泛出诡异的血光 锁链上的血色纹线 如血色肠舌蠕动着 发生着奇轨的变化 怎么回事 持颜面色凝重 从那魔神像传来的霸道 威猛气息 让他有种被亿万具 山压在肩上 要顶礼膜拜的感觉 在那股气息下 他形成不死之身 将血脉之力激发 依然承受不住 此时已瘫软在地 浑身汗如雨下 他骨骼传来卡卡脆响 如要被那魔神 向身上传来的威严 直接给击溃 粉碎灵魂和肉身 那压力 比天威还要可怕 他的精神意志 根本不能承受 可怕 他浑身站立着 不断呼唤血纹界 要清楚发生了什么 在他眼中 可见八条锁链血纹蠕动 渐渐衍生到八个祭坛上 八个祭坛诡异地 缓缓浮动起来 如要飘飞而去 然而 财富动醋米 那八座祭坛仿佛失去后继的力量 又轰然间落下 古岛暴震起来 血海掀起惊天巨浪 整个黑暗深渊都似乎摇晃起来 实言则是口吐鲜血 被那八座祭坛的落地 给震的五脏六腑似乎一味了 他神情猙獰地咬着牙 嘴角流出血迹 苦苦支撑 八座祭坛落地 那魔神像身上的恐怖威慑力 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时 他听到了血文界的念头 只有两块骨头 果然还远远不够 食言脸色阴厉 在心灵中怒吼 究竟怎么一回事 你到底想做什么 血文界沉默 取久 他传讯 从现在起 你将主人遗骨收集 每多获取一些遗骨 你就可以多获取一种奥益 都是来自于八户从的奥益 欲魂 死亡 腐蚀 黑暗 混乱 毁灭绝望 失利八种奥益 你仅仅获得死亡奥益 其余欲魂 腐蚀 黑暗 毁灭奥益 你都能修炼 你只要继续收集主人遗骨 就能将主人掌握的奥益 一一纳入 如何 持言一呆 持神境界的突破 需要各个奥益的完美体悟 我若是在这个境界 再次获得奥益传承 岂非永远没有突破的可能 他不解到 主人 主奥益为吞噬 欲魂 死亡 腐蚀 黑暗 混乱 毁灭绝望 失利八种奥益 融合一身 依然天下无敌 你所担心的事情 对一般人来说 可能是避障阻碍 但你无需在意 借灵停顿一下 你有主人吞噬奥益 对那八种心奥益 只需以吞噬奥益吞噬 便能融入自身 至于以后的境界突破 我自有办法助你 而你 只需荣登尊主之位 借助于嗜血一墨的力量 将主人以鼓全部聚集 便能将八大奥益融合一身 真正继承主人的全部力量传承 只要吞噬了 奥益便是我自己的了 池盐骇然 对欲魂 死亡 腐蚀 黑暗 混乱 毁灭绝望 失利这八种奥益 的确如此 只要激发这八座祭坛 将内部传承员激活 你已吞噬奥益 吞没融合 便相当于多了一种奥益在身 借灵解释 池盐彻底惊呆 他和黑格一战的时候 将黑格使界孕育出来的金之星球 直接吞入自身使界 成为自身使界一部分 当初 他隐隐有种感觉 吞噬奥益的精妙之处 绝对超出他想象极限 嗜血能依仗吞噬奥益横行天下 将这奥益当成主奥益修炼 说明这奥益一定极度诡异邪恶 如今 他终于肯定 他猜测没错 吞噬奥益果然为世间最为奇轨奥益 不愧是宇宙第一奥益 借灵将两截嗜血遗鼓投入那魔神像 似乎要激发启动某种神秘古阵 只是 因为遗鼓能量不够 并不足以将祭坛玄妙激活 阵法难以成功启动 很明显 借灵要聚集嗜血遗鼓 主要目的便是启动那奇阵 那针法究竟有何用途 借灵并不愿意告诉他 但借灵抛出了一个他难以拒绝的诱惑 将八大传承融入一身 他明知道借灵要通过他 达到他不知的某种秘密 也忍受不住八大奥益融合一身的诱惑 为了欲魂 腐蚀 黑暗 混乱 毁灭绝望 失利另外七种奥益 他仔细考究了一悔儿 一口硬承下来 我答应你 那我们就先取得尊主之位 借灵似乎也暗暗兴奋 第1255章有一种力量 境地之岛的巨大动静 令雪海沸腾 让所有过来的传承者都为之惊动 全和 菲列特一直处在那境地之岛周边 深刻感受到内部传来的恐怖动静 两人忽视一眼 都瞧出对方目中惊异 他们曾进入过内部 知晓里面有八座祭坛 分别对应着八大奥义 事实上 那八座祭坛还能掌控雪海内八座岛屿 改变上方能量波动 能似语传承 有诸多奥妙 关乎祭坛之事 他们多多少少知晓一点隐秘 然而 有关嗜邪雕像的神庙 他们就真的一点不知 如今 感受到那岛屿内部的巨大动静 玄和 菲列特都紧张不安起来 担心内部会有变故 杨清帝 邦腾 托雷三人 分别落向那三座对应着奥义的岛屿 玄和 菲列特已经着手准备 要杨清帝 邦腾 托雷夺取新一系魁首宝座 历见时言为新尊主 此时他们之所以没有离开 是因为那争夺魁首之味的时间味道 同时 在玉魂之岛的明皇族族人 也是悍然变色 远远看向禁地之岛的方向 他只是愣了数秒 立即双眸紧闭 以灵魂联系名号 将此地禁地的动向严明 着重说出那禁地的动荡 整个血海发生的变故 他神情极为严峻民众 将他的发现一字不漏说清楚 然后等候着决定 半想 他忽然看向一名民族族人 那人同样修炼欲魂傲益 境界并不高深 只是虚神境界 枯瘦如柴 模样极为普通 在他的注视下 那名民族族人一争 玄机谋中泛出挣扎之色 一脸痛苦 似乎瞬间被霸占灵魂 只是一煞 他神情便恢复正常 眼神悠悠 如彻底变了一人 恭迎魁首魂将 明皇族的族人 立即单膝着地 一手点在眉心 一手按在胸口 以视血一脉特殊礼仪对待 一脸虔诚敬畏 周边 诸多修炼欲魂傲益者 同时觉察到一股庞大威严 他们毫不迟疑同样跪地 以同样的礼仪叩拜下来 洗身喝道 恭迎魁首魂将 本不准备过来的 欲魂系魁首 因境地异常 他本体虽然没有 却降下灵魂意识 暂时夺舍一个灰下躯壳 出现在血海胜地 名号灵魂降临 眼瞳悠悠扫荡一圈 如一缕幽魂 忽然间消散 中央境地之岛 悬河 肥列特正宁神 看向中央岛屿 徒弟 一道血光从内穿透而来 悬河 肥列特神情一阵 下一刻 石炎从境地内走出 来到悬河 肥列特身前 几乎同时 一道鬼魅般身影裂空而来 瞬间在悬河身旁冒出来 他眼神冷忧 看了石炎一眼 旋即视线 宁在石炎手上血文戒 神色阴晴不定 道主人一物 果然才是开启境地的核心 悬河 肥列特脸色沉了下来 同时钉向他 冷横道 明号 明号化身万千 一缕幽魂能降临任何被他奴化者 只要他想 他可以一杀那间 以不同神式不同身份 出现在不同心域 在同一时刻变成无数人 那些人种族身份可能都不等 却都是由他的灵魂作证 这 便是御魂奥义的一种精妙表现 也是御魂系最为神秘可怕之处 全和 肥列特 好久不见了 你们辛辛苦苦筹化 便是要推举此人荣登尊主之位 明号声音阴柔冰寒 讲话间 似乎将丝丝缕缕阴寒魂力 悄悄渗透人心灵世海 以悄然不叫的方式 用心灵邪术掌控人心 明号讲话时 食言觉得魂身阴寒 灵魂祭台内如被瞧不见的魂力侵入 他竟有种极为享受明号声音的感觉 渐渐泛出希望明号一直讲话下去 明号便是他灵魂支柱的错觉 明号全和低喝 喝声如雷 啪啪啪 在食言是海内 骚然出现一条条血色闪电 那血色闪电一出 食言是海内种种书星奇妙的错觉 瞬间被迪当一空 条条血色闪电 蕴含着生命 死亡意境 生生不息 似乎能演化生死 暴妙无穷 闪电将明号意识入侵粉碎 净化为一股股浓郁生机 没入食言是海 让他是海的神势如被洗涤 变得洁净无垢 连我的声音都撑不住 他不配成为新尊主 明号淡淡道 全和肥列特并未搭理他 都深深看向食言 玄和露齿一笑 主动介绍道 我为死亡傲义魁首玄和 他是肥列特 那个鬼祟的以灵魂降临者 为明号 欲魂系魁首 我们八大传承罪 这些懦弱胆怯者 从不敢正面与人交战 只会偷偷躲在阴暗的角落 玩弄他的阴谋诡计 全和毫不客气 激风名号 一点不留情面 言语刻薄 不错 都说他为八护丛之首 但我们自己从未承认 一个丛不敢显露真身 永远只会奴役魂仆行事者 根本不配成为主人的护丛 我一直想不明白 八护丛当中为何有他一席之地 肥烈特咧嘴猖狂大笑 激风的语调并不逊色悬河 从嗜血渐在时 肥烈特悬河变和明号不对路 及早之时已经在明争暗斗 从不服明号 当年嗜血存活 能压制他们间的矛盾 让他们抱成一团 在嗜血殒灭后 再也无人能够约束他们 能缓和他们的冲突 因此 多年来 这三人只要一见面 便会相互口脚相冲 有时候大打出手也是正常 我今天过来 是要进入理念 明号看向前方血色光照 平静道 将主人血文戒交出 你没有资格持有他 等有一天 你能迈入不朽 能堂堂正正站在我面前 这戒指你才能持有 便是要交出血文戒 也不是交给你明号 全和邪校 当年我和玄山 唠罗分别保存一份戒灵记忆 就算是要有人保管 也是由我来 我不管你们之间的矛盾 石言首次出生 他一开口 出奇的 玄和肥列特 甚至明号全部晋升 都凝神看向他 极早极早之前 玄和肥列特 明号三人就知道他的存在 知道他继承了主人传承 执掌血文戒 他们都在默默关注石言 甚至石言许多战斗的细节 他们都能详细到来 然而 他们从未亲自现身和石言一见 没有和石言有过任何交流 今天 算是首次 首次见到主人的传承者 我来此地 是希望能够聚集他的遗骨 他遗骨流落在天地各个角落 流落在一些人手中 我身为他的传承人 有义务将他骨还合一 而你们 都是他的护从 你们是不是也有这个义务 石言低头看了一眼血文戒 他殒灭多年 至今骨还不全 你们身为护从 这些年来可曾为此努力过 你怎知我们不曾为此努力 名号声音冰寒英朗 你以为我们这么多年什么都没做 就只是苏在这里苟且偷生 你知道什么 主人的遗骨 神族一直在搜寻 千幻宗 碎殿 天水公也在搜寻 我们 也一直在搜寻着 你以为只有你有心 全和 肥烈特相识苦笑 主人遗骨分散在天地尽头 并且 极为特殊 绝没那么容易寻找 看不见 神使感知不到 这遗骨若要寻找 只能凭机缘 据我们所知 主人分散的遗骨 千幻宗 碎殿 天水公都持有一两根 巨蓝商会也有 神族 也有几根 那些 都是在战斗刚结束之时 主人骨还尚且没有变化 那些人费尽心思得道 至于变换成特殊物质的遗骨 这万年来只有巨蓝商会偶然得道过 全和摇了摇头 眼神黯然 也是无奈 巨蓝商会得道 也是极为偶然 有人拿着遗骨出售 看不见 神使不能探知 却能用手触摸 分明存在的稀罕之物 让巨蓝商会出动百名剑宝师 然后亲自交给 会长 才终于确定 那是主人遗骨 得道者 在星海中流浪 不慎被扯入虚空缝隙 无意中寻觅道 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便拿给巨蓝商会鉴定 斐列特详细解释其中缘由 他的遗骨 为何如此奇特 持言深深咒美 给玄和斐列特一解释 他隐隐明白过来 他也亲眼见识了那遗骨的奇妙 知道是些骨头 的确能奇异隐形 这种看不见灵魂不能触及的骨骸 又大多散在星海裂缝 想要寻找的确极难极难 为何如此奇特 玄和斐列特 名号皆是难难低语 眼神极为玄奇复杂 如沉溺在巨大的谜团中 你问的这个问题 这星海中意亿万无者 无数强大的存在 神族族长 千幻宗宗主 碎殿殿主 天水公公主 我 斐列特 明号 所有不朽境界强者 都想知道原因 主人云灭后 之后的万年时间 神族 族长 千幻宗宗主 碎殿殿主 天水公公主 都想了破其中精妙 想掌握那种力量 可惜至今没有一人成功 那种导致主人 一股特殊的力量 在主人丧生后 还是没人能领悟 全和淡淡道 迟言骇然 神情巨震 他想起戒灵的那番话 主人掌握了一种力量 那种能量 在世间无尽生灵中 仅仅只有主人一人理解并掌握 主人之所以消允 也和那种能量有关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第1256章三大首脑 千幻宗幻星 一处风景秀丽 和流如珠网遍布的郁郁林间 许多竹屋坐落着 林间天地能量浓郁 竟有着奇妙的清香味 灵气具有清香味的奇地 在浩渺星河间极其稀少罕见 此地 便是一个独特所在 也是千幻宗的腹地 林间深处 瀑布流水 矮山坐坐 宫殿停泄随处可见 各族舞者穿梭其间 吞吐天地能量 淬炼肉身 增强灵魂力量 千幻宗是个古老的势力 秉承倾向自然之力的原则 在唤星几乎乔不见战舰 战车 这里舞者不太喜欢依赖身外之物 都将开发自身当成修炼的根本 林间深处 沉浸湖泊内有一座小岛 岛上植满绿色 郁郁葱葱 岛边湖泊内 许多灵巧鱼儿欢快游异着 似乎永远都生活在安逸中 不知会有凶险 小岛上一个亭线内 一名俊逸的男子侧躺着 一身青衫 手捧一卷书 钻心研读着 半想 他皱了皱眉头 抬头看天 眼中闪现一丝惊异 道道奇光从他头顶闪烁出来 如流星药坠落 他眼神一鸣 抬手虚空一拉 苍穹如忽然被他一只手拽了下来 云层深处 猝到身影不被姐姐阻碍 纷纷垂落 在这岛屿上落定 来人有男有女 境界皆是高深莫测 碎店的行名 先幻宗的古莲 古灵 天水宫的莱纳 塞西里亚赫然都在其中 除此之外 还有一男一女 男的身高体阔 一头刺猬般的板寸根根树立 脸庞坚硬 这一身粗糙舞者服饰 衣衫上还有灰尘 明显不是个讲究的人 然而 在他身旁 碎店行名却是毕恭毕敬 行事小心谨慎 此人便是碎店店主西泽 由武痴之名 一生修炼武道 不尽女色 不喜身外之物 不拘小节 将生命中所有时间都用来体悟天地之力上 西泽为子成父业 他父亲当年变为碎店店主 此前点名他为碎店新主人 他虽继承碎店店主之位 却甚少关注碎店事物 碎店由一个葛碎小殿堂组成 他几乎从不过问碎店所事 除非碎店遇到危机 他才会不耐烦地出面解决 西泽虽然时常消极代工 不对碎店关注 可碎店各的殿堂的负责人 都对西泽敬畏有加 甚至比对当年西泽父亲还要恭敬 还要谨慎 因为西泽强大 因为他的武力为碎店威名的保障 西泽踏入不朽境界的时间 比他父亲当年短暂太多 个人战斗力也超过他父亲 成为碎店战斗力之强者 无人是他对手 而且他一直都在逐渐强大 只要足够强大 西泽便是对碎店不闻不问 依然会得到尊敬 绝不会有人胆敢有挑衅之意 过来者除了西泽外 还有一个女子 此女模样秀媚 身姿娇好 和莱娜有气氛相似 风韵成熟动人 她是莱娜的亲姐姐 天水公公主 洛林 林祥 你沉醉在山水美景多年 境界是否又有精进 洛林衣着并不华美雍贵 相反 还极为朴素淡雅 她落下后 淡然一笑 随意说道 一身青山的林祥 为千幻宗宗主 一身粗布麻衣的西泽 为碎店店主 衣着素雅的洛林 则是天水公公主 这三人都是权清一方的超强势力首领 皆是真正不朽境界强者 然而 他们或许境界层次达到极高境界 根本不着重衣着仪表 不将自己的身份地位放在心上 如达到了反扑归真的境地 心法自然 林祥悠然一笑 将书卷放下 道 哪有那么容易 这些年我放下力量苦修 孤身一人游走在星海尽头 季情与山水书画间 让灵魂保持清静明透 如此努力 境界也只是维持不变 没有退步而已 想精进一点 真是千难万难 碎店店主西泽点头 声音粗犷有力 审声道 达到我们的境界层次 单凭一味的苦修 依仗外力丹药灵草的帮助 明显已经不是正确方向 这些年 我散去力量 将灵魂祭台一一拆碎 华山凡人经历人世间种种心酸魔力 自觉境界稍有变化 但离突破 依然遥不可及 西泽叹息一声 颓丧看向浩渺星空 道 真不知他到底怎么修炼的 西泽一提起他 场内所有人皆是沉默不言 如被一座巨山鸭在心间 有种喘息都吃力的沉重 当年 我们都没有达到不朽 我们的师辈父辈有资格参与那一战 几乎全军覆没 无数强者为之葬身 事后 听师父说那一战惊天气地 那人 不愧是第一强者 他灵魂虽灭 肉身依然暴碎存在 天水宫的公主洛林悠悠叹息 众人都神情凝重 紧皱着眉头 沉溺在久远的回忆中 许久不言 当年 我们的师辈父辈 都有幸得到过他的海骨 将海骨传入我们手中 希望我们有朝一日能通过海骨 领悟那种未知力量 时隔万年 你们有没有收获 林响讲话的时候 掌心多了一个盒子 为天香安神域淬炼而成 和那具蓝商会 会长的盒子材料一致 希泽 若林文言 神色变得极其复杂 他们心灵一动 掌心也出现了两个盒子 同样为天香安神域的材质 若林苦涩地叹息一声 看了看身旁的莱娜 道 这些年来 我们姐妹使尽种种方法 试图勒破她骨骸奥妙 寻到获得那种力量的方法 可惜 全部失败了 有几次极为凶险 我姐妹差点重伤致死 她看向林祥 又看向希泽 道 你将一生时间用在修炼上 你可曾体悟到什么奥妙 那种力量 你是否感知到 希泽脸色沉重 粗长的眉头拧成一条线 摇头道 一无所获 我也一样 林祥深深皱眉 古莲 行明 莱娜三人 过来后便只是认真聆听 并未出言打搅 此时 莱娜缠音许久 终忍不住道 当年我们师辈父辈的来的骨骸 都属于那人 万年匆匆而过 如今神族独霸天地 是血一脉得到始云果 那人传承人也出现 将黑格击败 平静万年的星海 必将众仙占播 我们该有个选择 选择 林祥别过身子 看向远处 看向清澈湖底 看着一维维于二 为何要我们选择 为何 每次都是四大种族争夺天地 而我们 难道永远只能选择一方 就真正没有参战 没有夺取天地的资格 此言一出 希泽 若林 古莲 新明 莱纳众人 皆是神情巨震 林祥徒弟回首 眼神灵力如风刀 十万年了 始终为四大种族交替 雄霸天地 我们永远只能被动地 跟随一方脚步 能参战 却不能收获胜利果实 万年前 为了帮助神族击溃是血 我千换宗 你们遂殿 天水宫的先辈 纷纷葬身 我们元气大伤 可事后神族获胜 我们得到了什么 希泽 若林众人沉默不言 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 我们的血肉牺牲 换来了神族崛起 换来了神族的毒霸 我们造就了神族的强盛 自己的身份地位 根本没有太多变化 我们 依然只能固守在 自己的心域天地 只是没有被神族侵入而已 林祥尖锐尘喝 一改他身上 平和敬意的气息 变得锋芒毕露 希泽众人皆是神情动容 目显思索 皱眉沉默 这趟 我千唤宗不甘心 只做个参与者 这万载难逢的机会 我们先被一一错过 我林祥却不想错过 他低吼道 你想争亦争 希泽 若林起声问 林祥洒然一笑 道 你们这次过来 不是一样想不易博 嗜血一脉 如今势力减弱 神族强盛 而嗜血一脉 往往能展现奇迹 如果我们好好运作 并能有机会取代四大种族 独霸天地的醋万年格局 我只问一句 此事 巨蓝商会的那人 是什么看法 若林忽然道 和我想法一样 林祥微笑 若林 希泽忽视一眼 轻轻点头 谋中泛出狂热的光芒 在此之前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 巨蓝商会已送出 他的一节骨骸 我们反正多年不能三物其中奥妙 不妨也将骨骸送出 就算是恭贺那小子荣登尊主之位 林祥忽然道 他若是不能登顶了 若林 希泽一皱眉 那就选名号吧 不管谁做主 我们要的只是 嗜血一脉和神族的生死搏斗 最好他们两败俱伤 林祥笑道 若林点头 扭头看了一眼塞西利亚 玄吉对莱娜说道 最近你看紧这丫头 不要让她离开你左右 我有份寸来那点头 塞西利亚满脸苦意 从听到林祥的第一声林丽清喝起 他就知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怕是不能再见食言 他的自由会被限制 做了促万年配角的千幻宗 碎殿天水宫 甚至巨蓝商会 这次终于不甘心继续做配角 而是有心竞争主角 压下四大种族雄霸天地的势头 欲以他们联合的力量 取代四大种族 这次 星海的战斗 要复杂许多 第1257张灌顶 却海 明浩 玄河 菲列特 石岩浮在禁地之外 就是写遗骨之势 争执不下 没有得出定论 他的遗骨 借灵能感知 借灵得到的骨头越多 感知能力将越强 石岩表态 晃了晃手臂 道如今 有两节遗骨得到 那被迁幻宗 碎殿天水宫持有的遗骨 是否应该索要回来 等你登顶 便索要主人遗骨 此时应该问题不大 全和道 登顶 明浩眼瞳悠悠 阴森冷声道 我不同意 他凭什么登顶 只要五个魁首同意他成为尊主 他便是信任尊主 当年森罗 落罗 格鲁在的时候 我们已经确定此事 你也是参与者 你要不遵守当年约定 肥列特怒吼 神情争鸣看向明浩 我同意的事情 自然遵守 但如今只有三个魁首 别的魁首还没有选出 他能否登顶 就看天意了 明浩不欲多言 阴冷地横了一声 身影如烟 瞬间消散 他人虽离开 声音却遥遥传来 我们各自负责封岛安排 准备毁灭 黑暗绝望 腐蚀混乱舞蹈的魁首之血 我去安排 肥列特充实言为一点头 也玄机消失 全和淡然一笑 解释道 必须有五个魁首认可你 你才有资格获得尊主身份 我和肥列特自然会同意 托雷邦腾会争夺黑暗 腐蚀系魁首 他们都是始神二重天境界 想来问题不大 全和将他们当年定下来的规则 又仔细给食言讲解一遍 还说起阳亲帝 道 如果他能夺得绝望傲益魁首 此时便可以敲定 但修炼绝望傲益者 有依人达到始神境界 那人 并非我和肥列特的人 应该和名号一道 绝望傲益 食言眼睛绽放血目奇光 咧嘴道 去那座岛屿 我有办法助我太爷爷 夺得魁首一职 全和恶然 他深深看了食言一眼 点头道 好 两道奇光闪过 直接落向绝望之岛 在那岛屿上 顾零零分散招数十名修炼绝望傲益者 杨清帝便是其中一人 他在岛上一脚 平静看向远处一人 眸中显出狂热的战斗欲望 那人 为一名鬼闻族族人 全身皮肤都不满青色符纹 脸上也是如此 猛地一看 极为可怕阴厉 他为使神医众天境界 给人一种淡薄生机 绝望枯极的诡异感觉 他坐在岛屿的角落 周边白骨之地内 传来奇异凄厉笑声 似乎在发出绝望挣扎 他始终紧闭双眼 没有多看岛上一人 对杨清帝的注视无动于衷 沉溺在自己的意境中 杨清帝已将他当成主要对手 一过来便瞄准他 一身癫狂战斗气息 磨血如在熊熊燃烧 他虽然只有虚神医众天 但他体内流动着不死魔族的磨血 吸纳过血精时 肉身强悍程度非同寻常 和鬼闻族的那人相比 他神体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能够占据上风 只是力量因境界差距太多逊色对方 太爷爷 迟言轻呼一声 杨清帝轰然一阵 树帝抬头 经不住经喝 你和谁过来的 刚刚到 迟言笑了笑 神势一转 便将这绝望之岛覆盖 对岛上那些修炼绝望傲益者 有了详细的认知 很快进行夺魁之争 不准被参与者 离开此岛 去明昊 我菲列特的岛屿上战时等候 等分出结果了 你们才能返回 权和没有落下 而是悬浮在岛屿上方 扬声吆喝 以前的夺魁之争 生死不论 但如今形势不同 我们八大奥义传承者大大减弱 因此 在夺魁之时若自觉力量不足 只要主动脱离这座岛 便是座放弃 对手不能斩尽杀绝 当然 如果非要坚持一战 明知不敌也要求一丝希望 非要坚持作战 那死便死了 玄和默然讲解规则 他讲话之时 许多境界低违的舞者 纷纷主动脱身 往那死亡 欲魂 失利三岛而去 促使名修炼绝望傲益者 刹那间 走了绝大多数 玄和一番规则讲解结束 在岛上只剩五个人 五人中 杨清帝须神一中天 境界最低 三个须神三重天 最后一个则是 那名鬼文族族人 使神一中天境界 那三个须神巅峰境界者 准备以绝望傲益的奇妙 越即将那人击败 争夺魁首之位 他们对自身有些信心 又听杨清帝详述了规则 觉得若真事不敌 便提前离开 不会陷入性命之为 随着一个个舞者离开 岛屿一角 石言也在着手行动 他和杨清帝稍稍叙旧后 便让杨清帝端坐下来 放开心灵 接受来自于森罗的力量傲益 杨清帝毫不迟疑 按照他的所言形式 他刚刚坐下 借灵内便传来奇妙波动 被借灵收走聚集的 森罗傲益力量精妙 化为一条能量泉水 直接灌入杨清帝天灵盖 进入他灵魂祭台内部 杨清帝抬头看向悬河 朝着悬河打了一个眼色 示意悬河稍等一会儿 权河微微点头 他也惊讶地看向底下 看向杨清帝的头顶方位 目录思索之意 半想 权河眼中显出一丝黯然 暗暗叹息 他从那能量泉水中 感觉到了森罗的气息 森罗当年为绝望魁首 虽然性格孤僻极端 却和他颇有交情 那气息来自森罗 如此精粹奇妙 只能证明一件事 森罗已经彻底消亡 虽然他早就知道森罗应该丧生了 可一直没有真正确定 如今 见着森罗使借 傲益绝望之力的柔和能量权 他呼声悲凉 便在此时 名号声音响起 何时开始 声音落下 他便在悬河身旁站定 道 混乱毁灭那两座岛 在我安排下 已经准备就绪 只等你我三人一声令下 便能进行夺魁之争 斐列特也安排了黑暗腐蚀两岛 就差你这边了 见过恩人 徒弟 那名始终闭目不严的鬼闻族族人 在名号过来后站起来恭敬一礼 诚恳地说道 名号咪着眼 唯唯点头 道 全力争夺魁首之位 就是还我恩情 你好好努力 罢库定不辜负恩人期望 那人毕恭毕敬道 全和低头看向那人 哼了一声 旋即说道 一悔而就好 你果然早有安排 看来绝望魁首一职 你是准备让巴库夺得了 名号神色不动 你不是也和斐列特安排了邦腾 突雷争夺腐蚀 黑暗魁首 你能安排 我自然也可以 就看我们谁安排得好 安排得妙了 他冷眼扫了一眼食言 眼眸中浮现一丝不明的色彩 又看了看那雪文界 身影一晃 又从此地消失 底下 阳青帝周身传来强烈绝望波动 如沉溺在无边绝望海洋 神情猙獰的 以负苦苦挣扎的痛苦模样 似乎要从将灵魂从某个地方摆脱出来 石岩在一旁站着 默默守护着 冷眼看向周边修炼绝望傲益的四人 那四人 除了八酷神色不变外 其余三个虚神巅峰强者 都露出金融 深深看向阳青帝 隐隐有一丝忌惮 他们在阳青帝身上 察觉到了绝望傲益最为今生可怕的波动 那种波动 将他们心神都给揪着 让他们的绝望傲益都为之处处受制 这像是一种等阶上的察觉 令他们暗暗惊惧不安 三人闭目感应 脸色渐渐苍白 心神骇然 已悄悄下定决心 一悔而夺魁开始 尽量不要先主动招热杨青帝 全和睦显奇光 暗暗点头 看向杨青帝的表情 充满一丝敬意 半想 杨青帝发出一声凶受咆哮的吼声 他浑身磨血沸腾 突然间行转过来 双眸显出一抹心红 他深吸一口气 慢慢冷静镇定下来 充实言道 可以了 持言看了他一眼 发现他依然只是虚神医众天境界 只是 身上波动极为玄妙 如再逐渐的攀升 神力似乎在进行着奇妙融合 每一刻都在变得强大 要不要 再给你点时间 持言道 不用 杨青帝摇头 咧嘴傲然道 再给我时间 那战斗起来没有难度 就会变得很无趣 这时候境界力量没有全部融合 我依然处于劣势 这样战斗起来才痛快 才更能让我满足 持言亚然 然后笑道 好 他抽身重返天际 和弦合并肩而战 说道 可以开始了 跳远远处 他发现黑暗 毁灭 混乱 腐蚀死岛的岛屿上 也有夺魁者静候着 一个个兄弟气息冲天 随时准备出手 为魁首之位抛下鲜血 费兰 利安娜两人 分别在腐蚀 黑暗岛屿一旁 神色忧心 紧紧盯着岛屿内部 里面 有他们所关心的人 名号 肥列特 可以开始了 全和忽然长生一笑 笑声穿透血云 如雷鸣 响彻在血海各个岛屿 远处 名号 肥列特同样以笑声回应 在龙吟虎啸的响声中 血海掀起惊涛巨浪 天上许多漩涡径转动起来 他们的笑声 似乎开启了什么奇妙阵法 让血海发生巨大变故 第1258章夺魁之争 去海沸腾 促促暗红色云团从天垂落 如棉布裹在那五座参与夺魁的古岛 绝望 毁灭 黑暗 腐蚀混乱五座古岛 被那些云团裹住以后 生成一层暗红色的魔 将古岛完全封闭 那层魔流动着极其湍急的能量波动 如游血海内部的呼啸引动 食言凝神去看 魔中露出惊异之色 那暗红色的魔 也不知何种材质 像是种奇特结界 又稍有不同 仿佛切实存在 而非仅仅只是力量的凝结 那是黑甲角龙的魔 魔上凝结着特殊力量 形成防御奇阵 黑甲角龙为古天妖族的强大生灵 他们的肉魔非常坚韧 是最适合捐科正法的材料 当年是血一脉强悍之时 曾收集天下最珍惜材料 这黑甲角龙的肉魔 还是天妖族的族人主动奉上的 全合见他好奇 洒然一笑 为他解释其中奥妙 别小看这层肉魔 当年我们八大魁首 全部刻印着奥义体悟在里面 那些肉魔本在境地外围 是为了防止圣地被神族攻击 而布下的弊障 除非达到不朽二三重天境界 否则修想撕裂这层肉魔 不朽二三重天 持颜谋中奇光闪烁 他深深看了玄河一样 到你和菲列特名号 都处于何种境界 在如今星河中 还有多少不朽存在 不朽为他目前所知境界力量极致 达到不朽 意味着处于巅峰之境 在浩渺星海众多星域中 能突破这一层境界者 依然极其稀少 至今 他仅见圣兽青龙 玄河等人迈入不朽 至于神族星火 明皇族的吉拉达 天水公的莱纳等人 都只是使神大圆满 为不朽而已 我和菲列特为不朽二重天境界 明号 或许在不朽二重天 也可能已经达到不朽三重天 明号本体潜藏多年 就连灵魂都极少显现 这趟若非禁必出现变故 他或许也不会灵魂降临 不能见本体和主魂 我就不能确定他真正境界修为 全河看向下方 认真解释 神族那边 神主当年便是不朽三重天 他为了将主人殒灭 肉身粉碎 灵魂也遭受重创 甚至就连融合的本源 都被打散 神主多年没有出现 应该重伤没有恢复 此时境界究竟在何种阶层 还真不清楚 但神主麾下的四大天王 境界始终和我们相当 如今 也在不朽二重天 天妖族的圣兽青龙 也仅仅只是不朽二重天 但你获得始源果 令神恩大陆发生变化 他可能会借机迈入不朽三重天 明皇族那边 他讲话时 底下绝望 毁灭黑暗 混乱 腐蚀舞蹈关于魁首的争夺 正式开始 为了争抢魁首一职 那些是写八大戏的传承者 都已经放出虚戒 使戒 形成奥义磁场 有黑甲角龙肉魔形成的奇妙结界 被玄和三人动了手脚 笼罩住各个岛屿 令其中争夺舞者只能出 不能进 一旦出来便意味着放弃 最后一个留在岛上者 为最后的获胜者 为新的魁首 明皇族那边 怎么一个情况 持颜扬眉 亚然道 全和说到明皇族的时候 忽然停了下来 满脸尴尬 含糊其词来 如今明皇族的 组长 是个女的 叫做阿黛拉 那女的是明浩的亲妹妹 当年 我和这女的 有过一段纠纷 阿黛丽是她女儿 是她后来和别人所生 那人只是明皇族普通贵族 不值一提 但这阿黛拉境界不弱 为不朽二重天 在明皇族族内 应该还有两名达到不朽一众天境界者 若算上名号 明皇族倒是让人不容小事 全和犹豫了一下 甘笑着解释 持言神情忽然古怪起来 全和说得吞吞吐吐 但他从玄和的表情态度 一眼便看出玄和和阿黛拉之间 当年肯定有过不浅的渊源 很明显 玄和应该是舍弃了和阿黛拉的感情 以至于阿黛拉含恨下与另外一个名皇族普通贵族结合 或许 玄和和名号之间的矛盾 也和此事有关 玄和支支吾吾 说明有愧于心 他深深看向玄和 暗暗点头 笑道 前辈当年定然也是个风流人物 玄和模样旗鼓 气质俊逸协议 年轻时必然极为招女子喜爱 加上他早年变得适 为死亡魁首 这一生怕是极为精彩 身边从不缺少美女 阿黛拉当年为名皇族公主 必然也是心高气傲的人物 他被玄和拨弄了心扉 与玄和有过一段疑你深情 自然不会允许玄和继续乱来 怕是希望玄和一心一意对他 玄和又浪荡惯了 天性风流 或许受不了阿黛拉的约束 便直接舍弃阿黛拉这座浇花 选择拥抱整个花丛 一个念头在脑海中掠过 时言视线仿佛穿过时间长河 瞧见了真实 笑容欲发变得怪异起来 全和亲和一生 善笑道 当年 那得我的确 放浪行孩了一些 因为此事处处结仇 若非主人传我死亡傲益 我怕是早被人追杀致死了 前辈厉害 持言由衷赞叹 你也不差 全和潇洒一笑 洒然说道 我暗中观察你多年 你这方面的形式作风 颇有我当年风范 只是你心中有情 不能做到片花不沾身 境界比我自视不如 当年我身边从不缺及美女子 并且从不固定 我玄和之明 那个时期在各族女子心目中 有着独一无二的意义 嘿嘿 他甜不知耻地咧嘴笑着 这一多年 神情傲然 前辈的确厉害 因为秦始被四处追杀 差点就此隐灭 小则的确钦佩 持言眼神怪异 可可 全和老脸一红 一挥手 道 不谈此事 继续刚才话题 除了我们这边 神族 天妖族 明皇族外 千幻宗 碎殿 天水公如今的掌权者 也达到了不朽 但他们是最近万年突破的 境界略低 只有不朽一众天境界 除此之外 便是剧蓝商会 会长了 这家伙来历神秘 隐藏得很深 必然为不朽境界 至于何种级别层次 我也不能肯定 全和景皱眉头 道 大体就是如此 浩渺星海中 能突破不朽者 都是一等一的强者 他看向下方绝望之导 看向阳青帝 眼睛幽亮 道 你太爷爷 很有突破不朽的前职 他应该能当之不愧为绝望魁首 在某些方面 他和森罗极其相似 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话到此处 玄和顿了顿 心生一叹 你在何处发现的森罗遗骨 食言早知他看出来了 也不隐瞒 在虚空乱流中 果然 玄和点头 当年他执意要去虚空缝隙内 找寻主人遗骨 从此一去不返 我就猜到他有可能葬身内部 他奥义就算强悍精妙 可他修炼的并非空间奥义 哀 玄和忽然沉默 持言锤头不语 深深看向脚下绝望之导 此时 另外三名达到虚神三重天境界者 在八库手中没有讨到便宜 以相继离开绝望之导 杨青帝没参战 始终在一脚眯眼眺望远处 他在等候人主动过来 可那三名修炼到虚神三重天境界者 一开始目标都锁定了八库 之前又觉察到他身上奇轨波动 都没有招惹他 如今 那三人相继离开 岛上只剩他和八库两人 他端坐原地不动 八库吸着刚刚逼走三名虚神巅峰强者的锐气 头顶使戒化为灰蒙蒙乌云 静止往杨青帝这边而来 那灰蒙蒙的乌云中 满是枯极绝望的苍凉意味 灰云深处 如流转着一颗冰冷死即的绝望之星 让人感应不到丝毫存活的希望和坚持 只想要迅速坠入无尽凄惨之地 毕竟在时间内翻腾涌动着 滔滔滚来 将杨青帝淹没 食言眼神一鸣 深深看向底下 目显惊异 滚滚灰云中 杨青帝双眸爆出星红雪光 雪光如雪木鸿芒 穿透层层灰云 同样为绝望傲益 在杨青帝的意境遇场内 绝望之中带着一缕求生的希望 那在绝望中坚持不灭的希望 如无尽夜火 竟将八库涌来的灰云给烧成灰烬 化成漫天雾气消散 杨青帝绝望之中 蹦射的求生希望之火 并不是极为汹涌 却蕴藏着无穷力量 似乎永不会熄灭一般 持续焚烧跳跃着 权和谋中金光展放 暗暗点头 真心赞叹 你这太爷爷体悟的绝望傲益 才是真正的绝望傲益 那八库的绝望傲益 只有绝望枯极荒凉 这无尽绝望并非傲益的真谛 绝望傲益最精妙可怕的一点 便是绝望中坚持不灭的一丝希望 那一缕希望 才是绝望傲益最为可怕强悍之处 是绝望傲益能跃及挑战的核心 八库在绝望傲益意图上已步入歧途 他绝非你太爷爷敌手 嗯 看出来了 八库心中没有希望 只有绝望 压根不能将傲益精妙展现 即便神力精纯浑厚许多 但因为同修一种境界 他在傲益层次上逊色太多 必然落败 持言也下了定义 他能觉察到 杨卿帝的绝望傲益和力量 因森罗的精魄灌注 时刻都在攀升着 和八库的一战 杨卿帝傲益和力量都如被铁锤催炼着 境界明显在蜕变中 八库和他交战 除非瞬间将他击杀 不然 一旦拖下去 八库必败无疑 第1259章经变 绝望古岛 一道道雪光中蕴含生命希望 雪光如富有生灵意念 化为不灭夜火 焚烧灰暗 杨卿帝神情冷峻 嘴角擒着冰寒 星红眼眸中 一满不屈信念 那是无数战斗积累的必胜之心 是狂热的战斗之血 在他头顶 绝望如漆黑天幕 南瓜苍穹 然而 内部却有一缕希望如圣火熊熊 激烈焚烧 汹涌滚烫 绝望傲益瞬间升华 他周身犯出狂暴能量波动 全身骨还如暴竹炸裂 肉精都充益了滚滚力量 极短时间内 他战斗力又再次攀升一筹 全和目显奇光 赞道 他突破了 食言惊骇之极 凝神一望 赫然发现阳青帝灵魂祭台骤然浮现 那祭台剔透明镜 如一块完整白水晶 试海傲益 虚界 主魂缩成一层层 处在干净祭台每一层 相互兼备天地能量凝结的电芒连接 祭台如被淬炼 发出妖眼的光辉 光辉炫目 杨青帝神体骤然一变 激发魔血 化为不死魔体 浑身树地布满甲肘尖刺 猙獰 猙獰可怕 刹那间 杨青帝力量境界攀升全新天地 脱胎换骨 愈发强悍恐怖 他绝望意境中滋生的那一履希望 更加的具有可怕力量 渐渐地 那一履希望如驱散他的绝望 有希望凝聚的不灭火焰 以更为凶猛的炎热 将八酷的绝望挥云给焚烧掉 八酷谋中占出经济 似乎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满脸烦躁暴怒 在他眼瞳深处 一丝巨异逐渐浮现 此人锐气已失 这一战胜负已分 全合摸了摸下巴 洒然笑道 看来 你这趟能轻易获得尊主一位 嗯 也是你自身幸运 竟给你寻到了森罗的力量傲益精魄 持颜眉头并未舒展 遥遥看向远处 道 那几处胜负没有分出呢 托雷邦腾都是始神二重天 为了栽培他们 我和肥列特煞费苦心 将许多原始级材料 用来给你们淬炼体魄 增强境界体悟 他们不会败 全合轻松道 全合一挥手 一条血合从他掌心延伸出来 直通向前方腐蚀之导 他笑着在前舵步 一脚落下 那血合骤然收拢 一人处腐蚀之导为方向 血合奇妙收缩 将它直接带向那腐蚀之导 持颜神式微动 深深看向那血合 暗暗惊奇震撼 那血合如由悬合灵魂力量凝炼而成 他用心体味 竟发现血合内不如有悬合肉身骨骸形成 若闭上眼睛 他会觉得那血合就是悬合 血合内的生命磁场 气息 灵魂波动 和悬合神体的感觉并没有区别 血合 仿佛就是悬合的另外一具躯体 如同一具化身 传言不死魔族的族人 达到极深的境界高度 一滴鲜血就会化为一具肉身 就算是全身坟灭 只要还有一滴魔血存在 依然能凭借魔血重链躯体 只要力量充盈 可以极短时间恢复原样 看着那条血合 食言悚然动容 如瞧见无数悬合 仿佛 那血合便是由无数悬合的肉身骨骸 灵魂凝聚而成 怀着心中揣测 他全身星光如雨 成一条星芒 一闪落向腐蚀之岛上方 和那悬合并肩而立 此时 那条由悬合放出的血合 瞬间成为数百条血盲 顺着他袖口钻入 一闪而逝 这条血合 食言看向他 全合一愣 旋即反应过来 咧嘴笑道 这条血合是用不死魔血凝炼而成 我修炼多年 凝炼了太多不死魔血 身体已容纳不了 便索性炼化 变成我手中的一样力气 这血合有我精神 意志血脉印记 如同一具身外化身 如果有一天我消亡了 只要血合逃离存在 我依然能很快恢复如初 此言一出 食言震惊之极 他也及早完成换血 如今血管经脉流动着的也是不死魔血 然而 他体内的不死魔血 血膜 杨青帝三人魔血加起来 怕是也不及纳血合的百分之一 如果纳血合全部由魔血凝聚而成 玄合能够动用的魔血该是多么恐怖的 随着境界提升 力量的增强 魔血会不断凝炼 蕴含的生命能量会愈发的充盈浓郁 他未使神医中天 他体内的不死魔血和玄合 血魔 杨青帝的魔血都不一样 玄合的一滴不死魔血 可能比血魔摆壁魔血蕴含的能量都有可怕 这一条以魔血聚集的血合 按这点来看 纳血和蕴含的力量 堪称惊天动地 等你能达到不朽境界 拥有恒久的生命 有无尽的岁月修炼 你也能凝炼出如此多的魔血 权和笑笑 拍了拍他肩膀 道 你为主人的传承者 若你突破不朽 你将来的高度肯定超过我 你所需的仅仅只是一点时间而已 食言漠然 不错 他修炼吞噬傲益 能化敌人灵魂祭台 死亡精气为自身强大的力量 他尚且年轻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他早晚有一天能达到玄合的层次 甚至超出玄合 成为真正能比肩是血的无敌存在 以徒弟 玄合神情惊动 猛地看向黑暗之岛的方向 脸色忽然阴沉下来 顺着他的目光 食言远远看去 也是紧皱眉头 那边 有利安娜的父亲托雷 托雷为肥列特 玄合安排的人 要力争黑暗魁首一职 根据玄和肥列特的消息 黑暗系数他境界最高 为使神二重天 在玄合眼中托雷获胜是十拿九稳的 然而 此时情况显然有点不对劲 黑暗之岛 伸手不见食指的黑暗之地 只剩两股生命磁场跳动着 一个自然为托雷 另外一人则是争夺魁首者 名叫兰多夫 那人使神一重天境界 唯一处偏远心欲的舞者 以前都没有听过名号 连玄和肥列特都不知此人消息 兰多夫受血罩的牵引 从天辟心欲进入嗜血圣地 玄和肥列特见他只是使神一重天 当他不会给托雷造成威胁 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现在浓郁的黑暗中 纳兰多夫生命磁场的狂暴汹涌程度 竟然大大超出拖雷 全和肥列特都觉察到诡异 此时已经出现黑暗之岛上方 里安娜始终在那里暗暗端详 此时里安娜猙獰的脸颊疤痕战动 令他显得愈发凶利害人 他极其着急 剑旋和肥列特到来 略意攻身 即到战斗出席 岛屿没有被黑暗笼罩 我父亲和纳兰多夫交战起 两人黑暗傲义同时施展 就将岛屿给遮住 不见一丝光亮 那个人不太对劲 他是指兰多夫 他看得非常仔细 他发现兰多夫与别人交战的时候 都乃正常使神一重天境界的实力 没有出奇之处 然而 当宿明参与夺魁者 一一被他父亲突雷击败 从黑暗之岛顿离 当岛上只剩兰多夫和他父亲突雷时 那兰多夫在刹那间 骚然凝聚众多黑暗能量 一袭间就将岛屿用黑暗封锁 全集 那兰多夫生命磁场变得极为澎湃强力 在众人视线受阻时 兰多夫如催发某种不明力量 瞬间实力暴涨 他迸发出来的实力能量 竟然一举超过始神二重天的突雷 在那黑暗中 压着突雷狂轰烂炸 他反而处在压倒性的上风 丽安娜解释的时候 食言又行了过来 放开灵魂神势 你也默默感应了一会儿 他说道 那兰多夫以激发生命潜力为代价 突然攀升力量 这和神族查特里斯家族的炼狱燃烧非常相似 不对 这就是炼狱燃烧 是查特里斯家族独有的奥义 这兰多夫为神族族人 能得到炼狱燃烧奥义传承 在查特里斯家族应该不会默默无名 话到后来 食言突然惊叫起来 哈森就是神族查特里斯家族族人 极为疯狂可怕 从某些方面来看 哈森比黑格还要厉害 这种燃烧血肉灵魂强大力量的战斗方式 最是令人心寒 此时 那兰多夫施展的秘术 分明就是查特里斯家族独有的炼狱燃烧 和哈森如出一车的疯狂奥义 很奇怪吗 护帝 欲魂魁首名号如鬼魅现身 眼中不满机窍 英冷道 当年的混乱魁首格鲁 不也是神族查特里斯家族族人 我是写一脉西纳的成员 从来不分种族 就连现在神族内部 依然有人一心为我做事 神族族人难道就不能参与魁首一争 明号看向被黑暗笼罩的岛屿 漠然道 格鲁能成为混乱魁首 他兰多夫莫难不成不可以 实话告诉你们 这兰多夫 本就是格鲁的后代 格鲁当年没跟随主人前 就是查特里斯家族的天才 兰多夫身为格鲁后代 懂得那查特里斯家族的奥义 一点不稀奇 砰 一束乌黑 则然从底下岛屿穿刺而出 乌黑散去 显出突雷的狼狈身躯 突雷满身血迹 精神萎靡 然而 才一被轰击出来 他想也不想 又一头冲向黑暗之岛 可惜 这岛只能出不能进 他一头撞去 浑身立即劈开肉裂 肉身挤欲崩溃 突雷露出不甘的狂躁神情 咬着牙 又要去撞击臂杖 丽安娜脸上疤痕蠕动着 攥紧拳头 尖利的指甲将手掌心刺的鲜血淋漓 他死死看向玄河 肥列特 无声地要求着 玄河 肥列特无动于衷 眼神阴寒无情 似乎认为失败的突雷 火生生撞死 本来就是理所当然 第1260章 你不是他 明号能一言 道明兰多夫的来历 事情已经很明显 这兰多夫必然和他一道 是被他暗中安排的 食言看向那明号 又看了玄河 肥列特一眼 心神为阵 据玄河所言 他们只安排了突雷帮腾两人 认为突雷帮腾能夺得黑暗 腐蚀魁首 加上他俩 能保证一半人支持他荣登尊主宝座 然而 从现在来看 那明号显然要记高一筹 如果没有杨清帝这个变故 没有他纳得自森罗的奥义惊破 绝望魁首会被巴库夺得 毁灭混乱心魁首十有八九也听命明号 再加上这取代突雷的兰多夫 事实上玄河 肥列特已经失败 这一刻 食言脸色凝重 深深看向明号 他终于意识到巴护丛之手的明号 果然不愧是巴护丛之手 不论玄河 肥列特承认不承认 明号在嗜血淫脉中的能力和手腕 分明要高他们一截 从这次夺魁之争 他已看的分明 这个不将他放在眼里 不想令他登顶的名号 绝对不会让他顺利地成为新尊主 他下意识地回头 看向阳亲帝的方向 又看了修炼腐蚀的邦腾那边 只能暗暗期待 期待邦腾能夺得胜利 因为阳亲帝必胜无疑 如邦腾也获胜 加上玄河 肥列特他至少获得半数支持 还有回旋于帝 如若邦腾再败 五大魁首反对他登顶 那么他将会失去继承 嗜血血文戒的资格 按当年八户从的协议 他要交出血文戒 甚至连吞噬传承都会被回收 那将意味着他会被斩杀 砰 在他面色沉重苦思时 突雷又是一头撞击在下方 黑甲角龙的肉魔上 那肉魔上 颓刻着众多繁琐奇妙文献 文献已被激活 立即爆出如浪潮般的反击力量 被那力量一冲 突雷浑身骨骼啪啪脆响 如骨头要炸裂粉碎 突雷以血肉模糊 不成人样 可玄和肥列特没有表态 他依然恨不畏死撞击肉魔 试图冲入避障 再湛蓝多夫 食言听玄和说过 除非境界高深的不朽境界强者 不然根本撕毁不了那肉魔 因为那是他们为了对付神族 冲击准备的 都声明肉魔防御力量的强弱 看着突雷的撞击 看着那肉魔的反正力量 所有人都知道突雷肯定不可能成功 明昊没有继续讲话 他眼神悠悠望着下面 嘴角勾出刻薄冷漠的角度 旁边也有促十名嗜血八大传承者 散在外围远远端详 他们无人讲话 都沉默看向突雷 看向突雷渐渐耗尽力量 却依然冲击纳臂障 丽安娜手心被他指甲辞得鲜血淋漓 他脸颊疤痕如怪蛇蠕动着 骇人之急 死死看向玄河 肥列特 他呼吸渐重 眼中传来的光芒非常可怕 如一座被压抑的火山 即将要爆发出来 全和肥列特无动于衷 根本不将利安娜的目光看在眼底 这两人万年前双手不知沾满多少血腥 两颗心冰冷无情之极 喜会有人词之心 他们为了栽培突雷 耗费了众多精力和天才地宝 就指望突雷取胜 夺取黑暗魁首职位 如今突雷战败 他们极为暴怒 在心中他们已经宣判了突雷死刑 就准备眼睁睁看着突雷惨死当场 丽安娜内心压抑的狂怒暴躁 继续到极致 终于爆发出来 他根本不管此地为何处 不管是玄河 肥列特默认突雷去死 一生如鬼气的笑声后 他如妖魔附身 只冲向突雷 不 突雷涂地别头 满嘴鲜血地抱吼 额头清晶都战裂 他恐惧吼道 请两位大人饶恕小女 我辜负两位大人对我的希望 这便去死 请两位大人看在他天赋其家的份上 给他一条活路 突雷跟随玄河 肥列特有一段时日 他深知玄河 肥列特在对待敌人的时候 有何等残忍试杀 一见李安娜违逆两人心意 突雷恐惧到了极点 他一句话快速讲完 立即闭幕 灵魂计台传来不正常的震荡 神体如皮球充气 迅速鼓胀起来 李安娜眼睛几欲低血 他知道突雷欲自爆而亡 可恨他此时欲动 全身却被束缚 他已被玄河瞬间禁锢住 他看向突雷 那双眼睛流溢出来的绝望悲凉 让人心神颤抖 在众人视线下 突雷肉身膨胀 灵魂计台传来剧烈波动 随时要自毁而亡 此时 玄河肥列特 名号都默然不理 周边那些修炼八大傲益者 和突雷无亲无故 也是冷眼旁观 沉默不言 羞羞羞 在突雷要自毁瞬间 徒弟 亿万星光如雨坠落 纷纷没入突雷身躯 他那不断膨胀的肉身 在星光的润泽下 奇迹般地重新收缩正常 一刹那间 突雷全身流转着无数星辰光点 神体血污都被干净星光洗去 在突雷头顶方向 一颗分明为真实星辰的璀璨光团 散发着明镜温和气息 滋润着他的祭台 护着他主魂不会覆灭 丽安娜本来目自尽视 眼瞳几欲爆裂 此刻却豁然争助 一阵恍惚 明昊眼中冰冷光泽一闪 阴沉看向石炎 冷恒一生 妇人之人 全和肥烈特也皱眉 看向走到突雷身旁的石炎 面色不悦 不满他擅自干涉 将突雷的自我毁灭给阻止下来 丽安娜早年就皈依于我 她的事情我不能坐视不理 我之所以迟迟不出手 是想看看你们到底能够多无情 现在 我瞧见了 石炎来到突雷身旁 左手指尖站出 猪笛不死磨穴 那磨穴蕴含澎湃生机 瞬间没入突雷体内 帮助突雷稳住伤势 不至于神体粉碎 令这具肉身报废 她讲话时 名号玄和 菲列特都神色阴沉 冷冷看着她 石炎忽然满脸计较的笑了起来 摇头道 今天的做法 可能是你们当年的作风 是当年它存在时 你们内部的正常形式方针 但当年你们雄霸天地 实力凌然各族各方心欲 你们可以这么玩 但现在 这一脉还有多少传承者 达到使神的又有多少 如果你们还坚持当年的作风 或许根本不用等到和神族交战 自己人就先死光了 她是真的心灰意冷了 从古连 行明 莱娜的言辞 从圣受清隆的口中 她已经猜测当年巴户从相互有冲突 始终在明争暗斗 但她以为过了万年 这一脉已经削弱太多 理该团结一致 不会和当年一样内斗不休了 她错了 从来到此地起 名号玄和 菲列特就在争斗 各大魁首的争夺 也是厮杀 如今 因突雷另悬河 菲列特失望 他们就理所当然认为突雷不该继续存活下去 就该自毁来让他们的不满消掉 让他有点不敢置信 他终于明白古连 行明 莱娜当时为何搪塞他 认为他难以登上尊主一位了 因为他们知道就连当年是血存活着的时候 那八人都在争斗 至今 从未消停过 本就是残余势力 当年的巴户从只剩三人 可这三人依然内斗 对自己培养出来的人也能随意抛弃舍掉 即便突雷是一名史神二重天强者 他觉得就算是登顶 成为了信任尊主 也根本没有一丝希望抗衡神族 他真的看不见一点希望 如果名号 玄和 菲列特这三大魁首的观念不变 如果这一方势力如果依旧内斗 如果到现在还不能团结 那么 他就没有继续留下的必要 你们继续吧 说我不再奉陪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我根本就不该来这里 他一手提着拖雷 看了利安娜一眼 道 我主动放弃尊主职位 这枚血纹戒 本属于你们的主人 如今我完毕归照 不 血纹戒的戒灵 传来猛烈灵魂波动 他从没有这一刻如此主动过 可惜 石言根本没有理睬他 直接将戒指退下 抬手抛给名号 你之前在黑铁城不是要抢夺这枚戒指吗 现在我让你的偿所愿 你是八护丛之手 这戒指现在给你了 不 别让他碰触我 求你了 戒灵的呼唤声声直达石言脑海 从未有过的恐惧急躁 他似乎极其害怕名号 疯狂地叫嚷着 以只有石言听到的方式 反正你不准备侍奉我为主 我就成全你 让你回归你主人最强麾下的手中 你可以与他交易 他比我强大太多 他和你有同样的目标 你们可以将那人遗鼓全部聚集 我相信 你给我的条件 他一定非常有兴趣 石言冷笑地回应 我认你为主 我甘愿认你为主 求你将戒体拿回来 千万别让他碰我 戒灵狂躁地吆喝 竟恐惧到了极点 石言眼中忽然闪烁着奇异光泽 他听着戒灵的声声灵魂呼喊 忽然觉得极为不对劲 当初 戒灵初见试血那一根手指的时候 便主动截断和他的联系 事后表态要和他割掉关系 不愿意继续侍奉他为主人 还大意凛然地说他只有一个主人 可现在 他为了不让明浩碰触他 竟口口声声地吆喝着 要重新认他为主 为了重返他手中 这戒灵似乎能推翻之前所有的义正言辞 这戒灵 让他觉得有点奇怪 前方明浩眼瞳悠悠 神情诡异之极 一道幽魂在他眼中忽明忽暗 阵阵精纯玄妙的灵魂能量 忽然在他身上迅速攀上 他已经锁定血文界 任凭血文界如何挣扎 都不能摆脱掉 他将分散域外的散魂一一聚集而来 一把将血文界钻住 全集 他双眸中的幽魂 竟然直接钻了出来 忽然没入血文界内部 果然如此 明浩突然冷笑 阴森道 你根本就不是他 第1261章戒灵 你根本不是他 明浩捏着血文界 神情阴森诡异 他双眸悠悠 立生冷喝 一缕缕默黑魂烟 忽然从那界面飞翼出来 明浩独有的阴森冰冷魂念 极其明显 他以灵魂侵入戒指 在戒指内部查探 似乎在和内部戒灵争斗 来确认心中猜测 明浩这一开口 众人纷纷神情惊变 树然看向他 全和菲列特交换了一个眼神 表情也凝重起来 他们并没有出手阻止明浩动作 而是皱眉深深看向那戒指 实言听明浩这么一说 心神俱阵 脑海中如鸡射一道雷霆闪电 将层层迷雾给撕裂粉碎 明浩灵魂一入戒指 戒灵和他之间的联系被瞬间斩断 他不知道戒指内此时发生的什么 却知道戒灵怕是不对劲 他仔细回想 想他后面获得两份戒灵记忆的情况 第一次在碎星域 那一份记忆由玄和留下 被融入戒指 玄和留下的戒灵记忆应该没有问题 融合后戒灵和往常一样 没有任何反常 第二份记忆 在古大陆荒德道 来自于查特里斯家族翠炼国的玄山古骸 那一次记忆融合后 戒灵沉疾许久许久 之后戒灵就变得不太对劲 许多事情含糊其词 不愿意向他说明事情 支支吾吾的 似乎已有了自己的想法 渐渐和他疏远 在巨栏商会的黑铁城 戒灵初见试血一截手指 忽然发生巨变 竟和他立即切断联系 还大意凛然地说只有一个主人 从此戒灵如变了一个人 在和他的对话中逐渐地占据主动 让他去找寻嗜血一谷 和他谈种种条件 仔细回想起来 他意识到从玄山古骸得来的戒灵记忆 融合后 戒灵就变了 变得越来越陌生 和以前根本不一样 以前戒灵只是一个气灵 没有太多复杂的想法 然后 他融合了玄山那一份记忆 戒灵就像是变成一个高等级智慧 变得有贪欲 有自己的想法 会蛊惑人 会谈条件和交易 吸了一口寒气 他看向名号 和弦和 肥列特众人一样 等候着名号给出一个合理解释 黑暗之岛黑暗消散 那名和拖雷交战的获胜者 来自于神族查特里斯家族的兰多夫 从那岛上走出 他相貌和哈森有几分相似之处 却要年老不少 身形消瘦 神情慕然 似乎很难接近 兰多夫只有使神医中天 但他精通炼月燃烧傲益 所以他获胜了 走出黑暗之岛 他没看玄和 肥列特 食言 只是默默站到名号身后 一脸敬畏 似在暗暗守护着 全和冷恒一生 谋中显现一丝阴寒 对那兰多夫极为不喜 以玄和性格 只要带着机会 他绝对会让兰多夫好看 取久 名号眼瞳幽魂游清淡渐凝视 然相貌依然模糊不清 他眼珠滚动了几下 保持着和戒指内的魂线不断 抬头看向玄和 冷声解释 当年 你和老罗 玄山三人 分别持有一份 借灵记忆为主人选择传承者 老罗在神恩大陆成功 却付出自身殒灭的代价 你在古魔大陆 未能借用古大陆本源之力 因此失败了 话到这儿 明号稍稍停顿一下 神情变得很是怪异 玄山没有选择去 我明皇族的神泽大陆 而是去了神族腹地 古神大陆 你们所有人都以为玄山疯了 以为他失去理智 以为他受我蛊惑 明号低横 对玄河道 你弟弟玄山并非一戏魁首 但在我心中 玄山比我们其中任何人都不差 一直以来 我都较为欣赏玄山 我和玄山私交也极好 你们以为玄山没有去神泽大陆 要么是被我指使 要么是玄山给我面子 尤其是你玄河 一直以为是我害死了玄山 认为是因我存在 玄山才没去神泽大陆 而是去古神大陆送死 难道不是 玄河冷笑 当年我弟弟最为钦佩你 就是因为你 他才没有去神泽大陆 他要是去了神泽大陆 绝不会行神俱灭 这一刻 玄河的邪义淡漠忽然消失无踪 变得阴冷尖锐 如徒弟变了一个人 我知道这是你玄河的心结 一直都是 你始终以为玄山是被我害死 也是如此 你可以伤害我妹阿代拉 将你们这段情缘冷酷斩断 让阿代拉因你悲苦数千年 至今 阿代拉都不肯原谅我 认为是我导致你们的有缘无分 明浩声音低忧 轻叹一声 全和脸色忽然变得极为难看 他又是一声冷哼 没有解释什么 显然 那明浩所说都是事实 在他眼中 却闪过一种刻骨的悲痛 那种悲痛 万年来 始终折磨着他 让他寝食难安 在无数孤己的夜里 腐蚀着他的心灵 肥烈特看了他一眼 摇头暗叹 为这个好友难过 他和玄河相交多年 知道玄河一声风流 不知糟蹋过多少个族美女 但肥烈特却知道 如今的明皇族 族长 名号的亲妹妹阿代拉 却是玄河一声的梦魇 他是玄河这一生唯一真正爱过 是玄河准备携手共度以后 无尽岁月的人选 可惜造化弄人 当玄河知道 玄山没有去神泽大陆 而是去了古神大陆最终惨死 他将责任全部归咎在明昊身上 他认为明昊害死了他弟弟 他对明昊恨之入骨 可明昊化身万千 又从不与他正面相见 加上玄山之死 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 为明昊所为 所以他并不能拿明昊如何 但他再也不能接受阿代拉 因为弟弟玄山的惨死 他将仇恨报复在他最爱的人身上 他刻意伤害了阿代拉 将他一生唯一真正爱过的女人 伤得体无万夫 他并没有因此得到快感 相反 在以后的万年 阿代拉每每悲痛伤心之时 玄河的痛苦时被与阿代拉 肥列特还记得 当玄河知道奥黛利 随便选择了一个名皇族的贵族结婚后 玄河当时安莫大于心死的悲怅凄凉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他这老友 这万年来是如何艰难度过的 有时候肥特列甚至觉得 他宁愿被封印在黑暗中 也好过玄河日日煎熬的生活 在他眼中 玄河国的那种日子 才叫真正的暗无天日 李玄河永远不知 当年玄山要去古神大陆之时 我曾极力劝阻 请他去神则大陆 为了他 我甚至放下颜面 暗中和我妹联系 让阿戴拉悄悄放水 明昊吸了一口气 叹道 玄山当时一口答应 事后却悄悄去了古神大陆 因为他和我们一样 也想为主人报仇 而玄山想得很透彻 他并不傻 因为当时神主肉身灰飞烟灭 灵魂沉寂 四大天王则是分散星海各角 搜寻我们的圣地踪迹 当时的古神大陆并没有真正的强者 我弟弟还是死了 全和尖锐道 他的死 并不是真正由神族造成的 而是因为那葛剑林 明昊眼睛一寒 低头看向学文界 审声道 当初我们所有人都当玄山失败了 从没有人想过他其实成功了 他到取了一份古神大陆本源 以剑林内部奇妙 成功牵引而来一个域外灵魂 可中途似乎出了一点意外 具体什么意外我也不知道 中间过程至今不明 但结果就是那个域外灵魂 吞掉了玄山持有的三分之一戒灵 融合记忆 烙印在玄山惨死后的古海上 那戒灵也造就了哈森 此言一出 玄和菲列特 食言全部骇然失色 以我的能量暗中追查这么多年 也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但我依然不敢肯定 直到食言在古大陆江玄山谷海内的灵魂融合血文界 然后依然没有重返圣地 对许多事情依然不明起 我才隐隐有了猜测 黑铁城时 我让巨蓝商会 会长给出一截主人手骨 是要最终确认 当我发现他如此迫切要持有主人手骨 和食言灵魂联系变得为妙 我就愈发肯定了 当时我魂灵木为白夜风驱海上 欲夺取戒指一看 最终的确定 可却被肥列特的失妖暗中破坏 明昊继续解释 巨蓝商会 会长给出的那一根手骨 是被你安排的 既然如此 他怎么又会允许我失妖过去 肥列特审声道 他是商人 明昊道 你继续 肥列特想了一下便点头 当时我没持有血文戒 就无法最终肯定 不过我依然暗中观察 等这小子一来到圣地 进入那吞噬之岛 立即将那股镇开启 出来后 又嚷嚷着要聚集主人遗骨 那时我其实已经心中有数了 明昊这次看向了食言 哼了一声 道 我那时几乎肯定原来的戒灵 已经不存在 但我对你也有怀疑 我甚至不肯定你 还是不是你自己 我怀疑你已经死亡 神体被他夺取 要么 被他给将灵魂束缚住 一切听他命令 在我来看 不论何种情况 都绝不允许你成为尊主 我能猜测他的目的 他将戒灵三分记忆全部融合 他知道一切 甚至连我们八户从 都不知道的秘密 他要聚集主人遗骨 要以他的灵魂融入主人躯体 变成 我们新的主人 食言 玄和 菲列特惊骇欲绝 此时 他们对明昊的话 已经有了八成相信 都惊惧不安地看向那戒指 第1262章封印 按明昊所说 玄山竟然在神族祖星 成功盗取本源 并召来域外灵魂 可惜中间出现变故 那域外灵魂吞没戒灵记忆 将玄山都给害死 众人在看血文界的时候 脸色都变得阴寒起来 暗暗惊惧 全和听明昊这般解释 神情稍有松动 皱着眉头沉默不语 明昊瞥了一眼身侧 同中幽魂悄然荡漾灵魂波动 在许多人是海内响起一个声音 闲杂人等 都给我从此地离开 莉安娜身上束缚解除 他先感激地对石炎公身行礼 旋即看向托雷 石炎知道明昊下面要说的一番话 可能更加是观众大 点了点头 暗运一程心力托服着托雷 将托雷带到莉安娜身旁 莉安娜和托雷旋即离开 同时 兰多夫也在明昊市一下走开 他临走前悄然瞄了一眼石炎 似乎好奇石炎身份地位 因为石炎没有动 很快 周边各系舞者纷纷散开远离 明昊眼睛一眨 一道灵魂渗透向下方封闭的岛屿 那岛屿的肉膜臂杖忽然撤消一脚 他静止穿过 进入底下岛屿 全和肥列特 石炎三人也不客气降落 玄节那岛屿的肉膜臂杖再次封闭 将他们四人和外界隔离 容我将他暂时封印 明昊忽然坐下 他身旁挨挨摆骨如领海被风吹动 传来奇异的笑声 石炎 玄和 肥列特都沉默看着他 树地 一条条模糊幽魂 从无尽虚无闪现出来 穿过漆黑臂杖 直接落向明昊头顶 石炎骇然变色 心神震动 露出金句之色 那一条条模糊幽魂 仿佛化身明昊的诡异魂魄 都有着明昊的生命磁场和傲益波动 核弦和凝炼的血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那一条条幽魂简直簇之不尽 怕是有一万之巨 条条幽魂阴寒冰朗 都有着自主生命意识 一条条将黑暗之道天际填满 极为壮观 每一个幽魂都是一个明昊 是他的一个化身精魄 都有着欲魂精妙傲益 亿万幽魂聚集而来 这天带地 传来的滔天灵魂波动 如酒幽明欲深处 如吸那生灵魂魄的神秘境地 亿万幽魂条条汇聚 逐渐演变明练 堆砌成一座灵魂祭台 那具被明昊霸占的肉身 此时反而气息削弱到了极点 只相当于明昊的传话筒 为他发出声音而已 明昊由亿万幽魂堆砌的祭台 快速成形 一股浩渺深邃的灵魂海洋气息 从他那祭台内泥漫出来 他那祭台 如星海灵魂的最终归宿 极为玄妙奇特 对灵魂有着浓烈的吸引力 他祭台浑然一体 略显模糊 和他主魂一样令人瞧不清晰 徒弟 从他祭台中飘逸出 无数由灵魂凝结的玄妙符号 那些符号如不规则魂线 隐隐会成各种繁琐细致的天帝奇图 蕴含奥义终极真帝 竟让食言有种置身奥义源头的错觉 一个个天帝奇图 含有名号生命灵魂气息 如纯粹由名号意识编织而成 奥妙无穷 那些奇图皆是若像血纹界 像无数细密的网 将那血纹界层层裹扶住 灵神去看 会发现在血纹界的界面上 血纹诡异蠕动着 形成一张猙獰模糊的小脸 那小脸就是借灵明变幻化而成 他觉察到了名号的封印 无声咆哮着 激烈挣扎着 试图从血纹界内挣脱出来 要和名号一战 那猙獰模糊小脸 由一条条血纹蠕动而成 极其诡异邪恶 只是瞄了一眼 食言变心神为振 有种毛骨悚然的不安 仿佛 那小脸为一种极端邪恶生灵 要摧毁吞掉世间一切 名号灵魂祭台荡漾出阵阵玄妙波动 层层歧途飘逸而来 裹在血纹界上 让那戒灵明变得小脸 挣扎逐渐无力 持续了半个时辰的封印 逐渐结束 名号一共施加醋万种 不同的歧途封印 照在血纹界上面 才让那戒灵被死死束缚住 再也不能动弹一丝 戒灵和时言间一丝微弱的联系 彻底断掉 他再也不能感知到 一丝一好的戒灵存在气息 名号施加醋万封印结界 灵魂祭台明显缩小几分 那祭台略移变幻 如被飓风吹散的黑云 忽然分成无数黑烟 又重新消散掉 返回不同的星域 暗中主宰各大星域的势力 被他暂时夺取肉身的舞者 忽然重新恢复生机 眼瞳内还是有幽魂存在 名号并未就此离开 这个被悬山牵引而来的灵魂 不知从何而来 他害死了悬山 造就了查特里斯家族的哈森 他本来应该准备夺取哈森神体 他一直在暗暗准备着 直到在慌的时候 他被食言融合血纹戒 他将原来的戒灵继续吞掉 取代了戒灵 他发现食言已经被传成了吞噬奥义 便舍弃了哈森 将食言当成新的目标 他显然是个欲望无止境的家伙 在他暗暗观察 准备某一天将食言夺舍时 他又见着主人一截手骨 他将戒灵彻底融合 他对主人的许多秘密比我们还要清楚 他再生新的想法 他想要聚集主人遗骨 直接入住主人躯体 省却中间漫长过程 直接达到一种可怕的高度 明浩重新叙说 你为何不满足他 他吞掉戒灵记忆 如果能成功借嗜血遗骨真正以实体存在 以他对嗜血秘密奥义的了解认知 他会是一个极好的继承者 这么看来 玄山真的成功了 他成功给嗜血寻到一个极佳的继承者 这继承者吞噬戒灵 害死玄山 要夺我肉身 又想夺取嗜血遗骨 他这个继承者 好像比我还要合适 你难道不这么认为 持言神情为动 顺着明浩的话说下去 眼神怪异 如果他没有害死玄山 没有吞掉袁戒灵 而是直接取代哈森 我会让他以我们之前的安排 通过和你的一战来确定尊主之位 但现在 绝不可能 明浩赫道 他看向玄河 肥列特 忽然道 玄山是我之友 主人戒指内那原来的戒灵 更是我名皇族先辈所化 我岂能容他为所欲为 玄河 肥列特眼神一变 起声道 你的先辈 持言也呆住 持万年前 天妖族不死魔族 明皇族 神族最初一代的强者 曾并肩进入荒 这一点 你们大体也都知晓 我明皇族的先辈 也在荒内葬身 如今荒外围的冰蓝色光照 就是我先辈使界 灵魂祭台演变而成 明浩道 那光照 不是你们明皇族先辈 所有灵魂凝结 那个 那家伙是这么对我说的 他还说 神山便是不死魔族 先辈骨骸形成 这血剑 为那不死魔族 先被脊椎淬炼而成 持言忽然插话 明浩看向他 道 我先被使界 灵魂祭台化为光照 但主魂却失去记忆 化为气灵 融入血文界 那座神山 那血剑 他没有说谎 的确为不死魔族 先被骨骸变化而成 全和 肥列特 持言皆是神情凝重之极 话题到了这一步 一个令他们困扰多年的事 变到了不得不说的关键口 嗜血究竟来自何处 他持有血剑 持有血文界 血剑为不死魔族 先被骨骸淬炼 血文界内部的剑灵 又是名皇族先辈的主魂形成 从此可看出 嗜血去过荒 应该还在荒内有重大收获 只是 荒每个万年才会开启 每次开启都有四大种族族人前往 四族密点记录招数次荒的开启详情 但却都没有提起过嗜血 这意味着 每次万年的开启 嗜血都不在当中 那他如何进入荒 如何在荒内得到不死魔族先被遗骨 并且将名皇族先被主魂炼掉 成为血文界的气灵 这是个不解之谜 主人殒灭后的万年 我动用我能动用的力量 一直暗中查探此事 想知晓主人的来历 如今 我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名号悠悠道 持言三人神情一阵 集中所有注意力 全身心倾听着 嗜血的来历和身份 万年来 困扰着各大种族的方式力 至今无人能给出何理解是 如今存在的强者 都对这个不解之谜 有着狂热的好奇 没人能例外 什么惊人的发现 什么推测 见名号整理 思绪而迟迟不言 肥列特按捺不住 忍不住喝道 万年前 我们一一皈依在主人麾下 除了主人本身神秘强悍 给了我们奇鬼奥义传承外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点 那就是 我们都从主人的身上 觉察到让我们很亲切的气息 那气息无法言语 我询问过神族的格鲁 天妖族的加多 还有你玄和本人 你们都曾说过和我有过同样的感觉 你可还记得 名号看向玄和 玄和点头 我记得 我的确问过我这件事 当时我和玄山还沟通过 都肯定从主人的身上 觉察到亲切的气息 那气息 让我们很自然而然地走向他 心敬他 认为他不会害我们 让我们觉得可以信赖 那感觉 难以言喻 他回忆往昔 肯定了名号这番话 第1263章 今天猜测 我怎么从没这种感觉 肥列特挠头道 这就是关键 名号迪赫 为何只有神族 明皇族 天妖族 不死魔族的传承者 才能从主人身上 觉察到这股气息 你们不觉得奇怪 达到我们今天这个层次 应该很容易想到一点 只有他身上有着我们先辈的血脉 我们才能全部觉得亲切 全和肥列特 食言脑海轰然一震 全部傻眼了 你们想的没错 主人的血脉 融合了神族 明皇族 天妖族 不死魔族 先辈精血 也是如此 他传承的奥义 我们四族族人修炼起来 会事倍功半 他一开始挑选的人 也正是我们四大种族的族人 因为他很清楚 我们血脉的优势特点 他知道我们四族族人 才能更好地将他的奥义 发扬光大 名号顿了一下 一字一顿道 因为主人 就是由十万年前 进入荒内的四大种族 先被血脉融合而成 就得出这个结论 是不是太过武断了一点 他其实内心已信了大半 因为他了解明号 知道明号若非百分百肯定一事 绝对不会拿出来乱说 这些年来 其实他也在暗暗探究 是写身份之谜 他心中也有类似的猜测 只是极为模糊 如今给明号一说 种种不明之处 忽然变得清晰起来 为求证此事 我亲自找过天妖族圣兽青龙 他是如今年岁最为久远的艺人 他和当年的圣兽白虎一同诞生神恩大陆 青龙存活十万年之久 我将我的猜测说明以后 青龙告诉我 他见过主人 他在主人的身上 觉察到了一丝白虎的特殊气息 他和白虎同时其出生 同为天妖族始祖 是真正对白虎熟悉者 他这么说 几乎就可以肯定此事 当然 你们知道我的性格 我依然在求证此事 就在前段时间 青龙主动联系我 让我见了一个人 这个人 食言比较熟悉 明号看向他 是谁 食言恶然 他叫鬼聊 明号道 食言心神为阵 经义道 怎么说 鬼聊为天鬼 聊龙混种而成 天鬼其实为我们明皇族的 独特名兽 但却没有多少人知道 其实天鬼有我们明皇族的血脉 至于为何如此 关乎明皇族秘星 我不便多言 但我可以告诉你们天鬼的血脉 和我们明皇族族人血脉相差不多 而聊龙 是生活在魔狱的妖兽 有天妖族血脉 并且我听青龙所言 聊龙还吞吃过一些不死魔族的族人 将其血脉奇特融入自身 天鬼和聊龙混种结合 诞生鬼聊 这是一个有明皇族 天妖族 不死魔族血脉的奇鬼生灵 它能存在天地本就是奇迹 如果明皇族 天妖族 不死魔族 鲜血融合能出现鬼聊 那么 也能出现主人这种 集合四族鲜血者 我在青龙的联系下 去见了鬼聊 取了一滴鬼聊体内的鲜血 这鲜血 被青龙称为 接近完美之血的鲜血 青龙说过主人的鲜血 才是完美之血 是融合我们四族 鲜被鲜血的完美之血 鬼聊的鲜血 离完美只差一线 现在 你们看看这滴鲜血 你们仔细瞧清楚 它这滴鲜血和主人的鲜血 是不是很像 明昊一番话结束 在它原先的祭台方向 涂地冒出一滴鲜血 那滴鲜血极为奇特 如剔透的绿色晶体 血液本是液态 但那鲜血似乎介于固态和液态之间 似乎在不断变换着 极为妖艺奇特 让人目眩神迷 全和 斐烈特只是看了那滴鲜血一眼 便浑身俱阵 哑然无声 实言想也不想 就猜测出了事实 嗜血当年的鲜血 肯定和鬼聊得极为相似 明昊当真神通广大 不但能知晓戒灵不是原戒灵 还能勒颇嗜血之谜 将他融合四大种族 先被血脉的身份查明 这家伙不愧是八户从之手 与他相比 玄和 斐烈特确实要逊色两分 你们信了 明昊悠悠道 全和 斐烈特点头 真相并没有那么简单 主人肉身为当年四大种族 先被精血融合而成 可主人的灵魂 你们可想过来自于何处 明昊又说 实言 玄和 斐烈特又是一呆 同时沉默摇头 我也不知 明昊摇了摇头 我用了万年时间 也只是勒破主人血脉之谜 至于主人的灵魂 还有 他后来掌握的那种禁忌之力 我就真的猜不透了明昊的每一句话 都让玄和 斐烈特 斐烈三人陷入苦思之境 最后明昊关乎是血灵魂的说法 更是令三人眉头紧锁 有种一直处于重重迷雾 始终不能穿破的感觉 斐烈和 斐烈特 斐烈特处在封闭的黑暗之岛 听着明昊关于借铃 试血的万年查探结论 都受益匪浅 对明昊有了全新认识 在他们讲话的时候 黑暗之岛边沿各个区域 聚集了各方奥义的传承者 都默默看向黑暗之岛 等候着下方的进一步指示 明昊抬头 突然道 都有结果了 全和 斐烈特暗议感应 都微微点头 心中有数 邦腾和阳亲帝分别夺得腐蚀 绝望魁首 加你们俩个 算是有四大魁首支持他成为新尊主 明昊看向时言 眼中阴森冷力不在 毁灭混乱两岛的新魁首会听我的 加上兰多夫 我也有一半的决定权 当年我们曾约定 除非五名魁首同意 不然不能登顶 可是如此 斐烈特愣了一下 道 那个暗中搞鬼的灵魂 已经被你封印在戒指内 你也能看出食言没有被夺取灵魂 他是唯一继承主人奥义者 如今一切明了 你难道还要阻止 全和脸色也重新冷了下来 他只有使神医众天境界 还不够资格让我名号听命 我不再反对他成为新尊主 但除非他某天能战胜我 否则 我绝不会换他尊主 名号撇了撇嘴 不反对就行 他现在登顶成为新尊主 也只是让我们八方有个鲜明棋子 自然不可能真正全部放权给他 全和也点头 黑黑邪笑 不客气地说道 食言 你什么时候能达到不朽 能击败我 我才会诚心换你尊主 在我们这里 一切都看力量讲话 这是主人当年定下的规矩 我们万年不变 以后一万年依然不会变 肥列特哈哈大笑 拍拍他肩膀 豪迈道 小子争气点 只要你能干翻我们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以三百年时间不到 能达到今天的境界层次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要干掉我们并不会太久 你要是着急 就加把镜 嘿嘿 我们及格 可都超过一万岁了 别让我们再等万年才好 神主已经苏醒 四大天王已经被召唤回去护法 神主会在最近恢复力量 我得到消息 最近许多陨神之地的神奴都被运输向古神大陆 看来神主要借助于那些神奴生生将力量攀升 明号道 此战不容乐观 全和皱美 全和 不知我今天的一番话 有没有解开你万年的心结 如果解开 你要能去明皇族和阿代拉好好谈谈 认可错 或许 明皇族就不会是中立 而会选择和我们一道 明号认真建议 全和冷恒一生 并未就此问题答话 当年不死魔族就和我们走了最近 如今不死魔族分散在星海的族人 也和你悬河关系密切 那些人虽然不修炼八大奥义 可战斗力极其强大 十万年来 他们一直都是神族的劲敌 他们也只能由你悬河来搞定 明号继续道 他又看向食言 道 因为你和神恩大陆本源 是原果的缘故 天妖族这趟根本没有选择 他们只能与我们并肩作战 如此一来 如果玄和能将我那妹妹说服 四大种族三方与我们一到 此战就会轻松许多 你以嗜血尊主身份 去见千唤宗 碎殿天水公如今主人 如果能将他们也说服 此战 我们就处处主动了 从食言将血文借寒怒丢向明号 本来极为被动局面 竟奇迹地扭转过来 这个在他心中本来应该是最大阻碍的明号 此时已经不再对他处处阻扰 因为从一开始 明号就并非针对他 而是针对那戒指 戒灵已被我封印 这枚戒指代表尊主身份 依然由你持有佩戴 但你要无比谨慎 千万别破掉封印 也万万不能遗失戒指 因为他融合的记忆 有太多我们一末的未知秘密 我不能将他直接灭杀 不然有关主人关乎境地 许多秘密将会永远蒙蔽着 我会想办法对付他 在我没把握之前 你好好保管他 明号慎重兵主 第1264章光明天王 神族祖星 天神风的山风腹部 夺舍黑格肉身的神主 端坐在夺多乳白色云团中 那些云团灵气浓烈之极 富有生命精华 能直接融入神体来增进力量 神主身下 为一条黄色河流 河流上摇曳着众多喜鬼的 名誉妖花 那些妖花都有数米高 根筋粗壮 每一株名誉妖花内部都裹住 醋具肉身 那些肉身来自于不同种族 但境界最低都是须神医重天 黄色河流内 名誉妖花有数千株 裹服着近万名各族境界精湛舞者 那些被名誉妖花裹住的舞者 肉身每一秒都被汲取着生命能量 他们一个个面容枯皎 身体干瘪 消瘦得如竹竿 就像是一具骷髅披了一层人皮 简直惨不忍睹 深陷的眼眶内 全部都是绝望痛苦 脸色呆滞茫然 名誉妖花的花骨朵裹住着他们 时刻吸收他们的生命净化 化为缕缕乳乳白色雾气冉冉升起 聚集在神主身下的云朵中 被神主吸纳着生命精华 河流的边缘 神族长老会的聪明长老 神情恭敬再逼声吩咐着外围的族人 此时在这天神风周边 以停泊招数十艘神族的天神战舰 许多水晶冷行战车呼啸着 战车内押韵着更多来自于别的心欲的强者 将他们输送到天神风内部 供神主恢复神力精神 几乎每个月都有数百名达到虚神境界的强者 通过神族的七大玉还转移而来 万年来神族征伐的脚步从不停歇 在许多中高级的心欲深处 都有神族的允神之地 里面都禁锢着不服从神族的各族强者 如今收到长老会的命令 他们都将这些人弄了过来 专攻神主一人修炼 山峰腹部 神主紧闭双眼 天人合一 灵魂意识和这个星球达成奇妙呼应 他的一呼一息 都如古神大陆轻轻陡颤 古神大陆的脉动和他奇妙一致 周边那些长老会的长老 看向神主 都露出敬畏之色 在他们眼中 神主如今俨然成为古大陆之星 那种和古大陆水乳交融的神奇 绝非原先的黑格可比 每一天 他们都能觉察到神主力量在稳步提升 大长老封爵感觉最为深刻 他境界比星火高出一线 是真正达到不朽的强者 然而 当他以不朽的境界意识 试图去捕捉神主和天地脉动的时候 都会心神俱阵 有种面对星海天威的恐惧 那种等街上的巨大差距 根本不是力量多少可以衡量 封爵原先滋生的一丝不轨念头 此时已被他斩断 那旅记忆都被他以法力坟灭掉 令其不存脑海 他惧怕神主会察觉 大长老 那四大天王 会不会已经殒灭在天地间 已已经带神主传唤 然而 至今 尚且没有一人返回 是不是真有了意外 一名史神三重天境界的新境长老 在山腹偏僻角落发出迷惑 紧皱着眉头 他没有经历过当年的那个时代 只听说过四大天王的威名 却他从未见过四大天王 这些年来 很多长老会的长老都怀疑 四大天王在悠长的岁月中 是否还存活着 和他一样心存迷惑的环游几人 他们都看向风爵 露出征寻的神色 风爵眯着眼 扫了一眼星火 到 星火也数千年没有返回 不一样活得好好的 连境界没有迈入不朽的星火 都能活个几千年 你们以为四大天王的不朽 是假的不成 星火在角落端坐着 此时冷恒一生 冷冷看向那发言者 四大天王称霸天地之时 我才只有使神一众天境界 当年 他们便达到不朽一众天 时隔万年 除非他们活逆了自毁 谁能将他们击杀 那些疑惑者 听星火这么一说 都相继沉默 神主 他如今的力量 似乎不如传言那般厉害啊 风爵长老 您 又有一人轻声您难 风爵脸色俱变 某中一满身身恐惧不安 他不敢去看神主的方向 只是立鹤道 闭嘴 不知为何 此时 风爵心灵传来强烈经济不安 他为不朽一众天境界者 对灵魂波动 契机牵引有着神妙的感知 这种感知只有不朽境界者 才能隐隐触及 玄妙非常 那种经济不安 万年来从未出现 差点让风爵怀疑是否真实 然而 只是一刹那 他就知道那感觉因何而来了 他骇然看向一处洞口 看着一个闲庭信部搬走来的魁梧大汉 身子经不住轻颤起来 那大汉满脸唠腮糊 相貌粗犷坚毅 脸上线条如大理石雕琢而成 棱角分明 他一手拧着个火红色巨大酒壶 酒壶上有日月星辰闪烁 他阔步而来 眼睛浑浊 如沉醉在美酒中没有清醒 大汉穿着和神族如今 华贵服饰明显不同的麻衣 衣角并不修整 肘部膝盖部还有破洞 给人一种不修蝙蝠的邋遢感 他跺步时还不忘好影 横着带有浓重香土味气息的曲调 曲子粗野 粗俗 粗鄙 满是乌言晦语 和自诩高贵优雅的高等神族族人 有着极大的反差 山腹内 那些新进的神族长老 衣着都极尽奢华 手上佩戴着许多精美戒指 每一枚戒指内部都堆砌 招数不尽的财富 他们享受了万年的尊贵 被神族十二大家族供奉着 可谓是宇宙间权利 财富最顶尖的人物 他们看向走来的大汉 神情一阵错愕 有种恍惚怪异感 因为那大汉的相貌 衣着和气质气息 都和他们格格不入 如神族征伐下低等级心欲 那些卑微粗鄙的贱民 而他们从那大汉身上 也觉察不到一丝强大的力量波动 之前和风爵讲话 对神族有所质疑者 脸色一沉 喝道 这贱民怎么进来的 他如果留意到此时风爵 星火等老一辈长老的神态 一定不会这么说 因为此时 风爵 星火都一脸金句恭敬 以默默站起 略略弯着腰 做出一副要叩拜的架势 这一代的新长老令我失望 大汉走近 贴了那发化者一眼 他没有拿酒壶的那只手 摇摇一抓 掌心一颗璀璨太阳光芒夺目 绽放出灼热光明 净化时间的光辉如瀑布喷发 瞬间将那名对神主心声 质疑者照住 在三个呼吸间 那长老肉身分裂 爆炸成飞灰消散掉 就连灵魂祭台都被净化掉 不留一丝痕迹 没多看一眼 他又喝了一口烈酒 复比得狠狠吐了一口 吐沫在地 冲锋绝 星火到 星吸收的长老 如果都是这种资质 不如给主人做恢复神力的肉丹 免得给我足丢人现眼 周边众多星进的长老 顿时浑身僵硬 待在那人动都不敢动一下 眼神惊惧到了极点 风爵 星火和众多老长老 这时候都恭敬站着 苦笑着点头 不敢反驳一句 大汉看向远方 伏在乳白色云团中的神主 单膝着地 恭敬道 光明参见主人 神主紧闭双眼裂开一条缝隙 凝视着大汉 默然点头 逍遥自在 神武三人何在 他们三个都在返程路上 武力祖星最近 先一步回来面见主人 光明天王垂头道 我力量没有恢复 不能横跨星域为他们传达命令 你通知自在 让他不必立即回来 先让他去一趟明皇族 找阿代拉弄清楚明皇族的决定 通知逍遥 让他确定千幻宗 碎殿天水宫的选择 让神武去巨栏商会找那 会长 我们需要巨栏商会的消息 有关嗜血一脉和天妖族不死魔族动向的消息 神主吩咐道 光明天王点头首肯 树地 三个光明天王的灵魂 如三颗流星飞出 瞬间消灭天地间 一闪而逝 光明天王神体抖动三次 头顶浮现璀璨光幕 囊挂了苍穹一般 蕴含无尽奇妙 数秒时间 三颗流星去而复返 重新落入光明天王的后颈 在他体内消失不见 他保持姿势不动 弓声道 自在逍遥 神武三人 已经转道 他们让我替他们向主人问好 祝贺主人苏醒重现天地 神主微微点头 光明天王缠吟一下 道 主人 我寻到了嗜血头骨 请你见证 一团刺目强光 大如墨盘 包裹着某物如星球滚动向神主 众多神族长老 听光明天王如此一说 全部轰然俱阵 惊骇之极看向那催促光团 眼神激动狂喜 他们以万年时间追查 也没有能够将嗜血以鼓寻到几根 如今光明天王返回 竟然带着嗜血的头骨而来 令他们兴奋之极 嗜血以鼓中 最核心的有两样 一个为心脏 一个为头骨 这是嗜血神体最为关键的部位 足以让任何顶尖强者为之疯狂 端坐云端的神主 眼睛一动 看了风绝一样 风绝身子一颤 毕恭毕敬道 这是我足保存的五节嗜血骨头 请过目 无得以天香安神御淬炼的玉盒 纷纷从风绝袖口飞出 全部异象神族方位 和那团炫目强光一样 同时处在神主的眼前 有待神主慢慢观摩勘察 破解其中奥妙 给逍遥带句话 让他将千唤宗 碎殿 天水宫的嗜血遗骨 都讨要回来 一节骨头 可以给他们三方一个心欲为代价 就当是让他们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前期报仇 陈主看着那死敌遗骨 眼神复杂 陈吟了一悔儿 吩咐光明天王 光明天王宫声称是 继续给我运输肉丹 我要尽快恢复过来 神主低喝 风诀 星火连连点头 第1265章幻域 灰蒙蒙幽暗天河 七艘运输战舰成缩形 在千唤星域飞持着 方向直朝唤星 这是巨蓝商会的运输战舰 有巨蓝商会独有标志 七艘战舰上都驻扎着巨蓝商会舞者 境界最高一人 达到始神一众天境界 巨蓝商会为新海间最大的贸易商 穿梭往来在各个不同星域 给各大星域势力输送着预定的修炼物资 千唤宗和巨蓝商会乃是长期合作方 巨蓝商会的运输战舰 经常性给千唤宗带来种种稀缺修炼材料 这七艘战舰 便是往换星飞去 中间那一艘战舰的负责人 便是唯一达到始神境界者 此人名叫班玉 修炼火焰奥义 本身也是一名练气师 在练气造诣上境界高深 班玉负责这趟换星物资运输 坐镇那一艘最重要的战舰 这艘战舰有换星预定的三种原始及材料 促使种神及其花异草 及其珍惜贵重 他并不担心行程中会有什么意外 已是因为巨蓝商会在新海间的名气 另外一点则是因为此时 他们已到达千换星域 此地已经是千换宗的势力范畴 他们运输的又是千换宗的所求 他自然不需担心会有异常 班玉看向前方 微微皱着眉头 目露思索目光 前方便是换星外围要地 有星海渗楼之称换玉 那是一处其地 任何事物进入换玉 都会滋生的幻象 栩栩如生 让人简直分不清真价 千换宗的主星变在其中 换星能闻名天下 自然有独特之处 因为那换星会滋生无数幻象 并不在换玉各个角落 没有得到换星认可的失利战舰 在里面根本摸不清 哪一个星成为真正的换星 会陷入重重迷雾中 传言中 当年千换宗曾被劲敌攻打 对方直接冲入换玉 然而 在换玉中 那数百艘战舰竟不能确定 换星方位 却被自己战舰幻象迷惑 一个隔禁鬼迷心窍的相互厮杀 全数丧生在换玉 换星和换玉的威名 也是因为那次事件才最终闻名天地间 眼见换玉越来越接近 班玉暗暗警惕起来 下意识看向身后一处紧闭巫舍 徒弟 那巫舍大门敞开 一名冷峻青年从中走出 目视换玉边沿地带 谋中泛出淡淡心泽 班玉皱眉看向青年 神态凝重 原则上千换宗不会允许陌生人进入换星 按照巨栏商会和千换宗的协议 他们不准携带不明身份人等进入换星周边 他们也不能直接登入换星 只能在换星外围停滞 由换星商务者将修炼材料运入换星 这是为了保证换星的奥妙 不会被陌生人探测 是巨栏商会和千换宗的多年协议 但这趟巨栏商会明显单方面违反了协议 让班玉很是费解 那青年 是由巨栏商会喊铁城的城主传讯班玉 让班玉顺路捎带的 韩铁城城主和千换宗关系紧密 又是班玉的上司 他明知这么做已经违反协议 也只能首肯 青年在中途过来 境界不明 身份不明 给班玉的感觉神秘莫测 他猜出那青年的目的地为换星 乘坐他们的商船是为了防止被千换宗及早盯上 进而提前干涉 他不清楚青年和韩铁城城主的关系 不知道青年为何要去换星 但他却暗暗防备着 怕给巨栏商会招来麻烦 所以 一路上班玉始终小心留意着青年 想要探明青年的目的 小友是要去换星吧 班玉沉吟着 忽然露齿一笑 指着前方解释 前方就是换玉了 一旦进入换玉 我们的战舰都会变换许多艘出来 非常玄妙 你可以留意留意 极为有趣的 我的确是去换星 青年淡然道 青年正式食言 静地雪海中他和名号 玄河 肥列特一番交谈 虽未能得到三大魁首的尊敬 却也算是顺利荣登尊主宝座 他也清楚 以他如今的境界修为 根本不足以让达到不朽二 三重天境界的玄河 肥列特 名号三人真正幸福 他需要证明自己 需要更强的力量境界来积累 只有一步步攀升 超越名号三人 他才能真正得到魁首们的拥拜 名号 玄河 肥列特三人合计后 安排他来千换宗的换星 找林祥 希泽 陆林来商榷联手一事 随便讨要嗜血一股 根据明号的消息 希泽 陆林两人此时都在换星 而换星处在千换宗的换域深处 千换宗的人信赖自身力量傲益 虽也有传送阵 却只对内部核心人士开放 因此 他不能通过传送阵直达换星 明号和巨栏商会联系了一下 安排他通过巨栏商会的运输战舰 顺路进入换星 去见林祥 对此他没有意义 我们的商船只能停泊在换星边缘 没有资格深入换星 到时候会有千换宗的人过来将修炼材料带走 没办法直接将你送人换星 伴玉耸了耸肩 一脸无奈 示意他只能做到这样 食言扯了扯嘴角 皮笑若不笑 没事 我自有方法进入 修炼空间傲益的他 如果到了换星边缘 却不能深入其中 那么这多年的傲益岂非白修 事实上 他若是现在离开 也能顺利进入换星 只是可能会在中途滋生一点麻烦 换玉对一般人来说可能迷惑重重 种种如海市蜃楼的幻象的确让人麻烦 找不到真实 会被虚幻弄得心理憔悴 可对他来说 这换玉还真不成问题 因为在他来看 这换玉根本就是因为空间的奇异重叠导致的 因不同的空间同时在一处区域混合 才出现宛如真实的幻星 只要能勒破空间奥妙 对他来说虚幻和真实的区分简直轻而易举 他之所以不急着冲入其中 而是依然坐在巨栏商会的商船 就是能有更多精力好好端详着幻域 弄清楚虚空重叠的更深精妙 将其融合在他的空间奥益 小友这么有信心 半玉暗精 眼神诧异 愈发谨慎 持颜看向越来越近的幻域 并未答话 他灵魂计台略一旋动 种种旋傲神势瞬间一出 已经在那幻域内穿梭游荡 再以神势探测空间重叠的精妙 半玉见他没有答话 哼了一声 也不再套话 冷冰冰道 那就预祝小友行程顺利 不多时 七艘商船相继行入幻域 一入幻域 七艘商船立即发生奇轨变化 在这七艘商船周边 一一浮现许多一模一样的商船 都七艘为一行列 朝着不同的方向行进 一些初次进入幻域的舞者 在各个战舰上惊呼起来 赞叹此场景的奇特 他们发现在那些虚幻出来的商船 也有许多舞者跳江出来 和他们一样惊呼欢叫 那些人 和他们模样一致 就连精神灵魂波动 都似乎没有什么不同 就像是他们照镜子 镜子将他们一个个映照出来 只是镜子里的人 似乎忽然活了过来 有着生命一般 这是一种很玄妙奇特的经历 半玉也暗暗惊奇 不由看向石炎 想看看石炎会否为此精益赞叹 可惜 他从石炎脸上 没有瞧见一丝的震惊 他发现石炎平静之极 如类似的场面见过无数次 早已麻木一般 他并不知道 此时的石炎 神是如意道道看不见的雷电 在焕育各个不同空间穿梭 灵魂计台旋动的厉害 释放出许多空间精妙 重叠的空间 在他脑海中如被苏小映照出来 画成一面面明晃晃的镜子 清晰地在他脑海内旋动 折射出许多堪比真实的虚幻景象人物 那些虚幻景象人物都在活动着 如处在不同空间 和真实人物一样在生活着 带给石炎一种全新体悟 他忽然闭上眼 一缕缕精纯的灵魂意识 从他祭台内飘逸出来 瞬间落向一个各不同空间 进入一个各他自身形成的幻象中 在他灵魂意识进入那些幻象的刹那 他忽然生出一种感觉 仿佛 那些幻象都突然先活过来 成了他的一句化身 和他心灵呼应 仿佛 那些人就是他自己 那些处在重叠空间的幻象 一旦拥有他的灵魂意识 就像是真的变成他自己 他如同化身促食人 分别生活在不同的空间 在不同的空间同时思考 同时观看周围幻象 怀疑谁是真 谁是假 屈时并非永恒 只要境界精湛 屈时可随意转化 化身 也能成真实 他心神俱阵 猛地睁开眼 看向身侧促食 可他自身幻象 脸上泛出奇妙的神采 暗暗注意他的搬誉 此时 涂地脸色惊变 眼中全部都是不敢置信 他发现 身旁食言针开眼之时 那些更多的食言 竟然和食言真身并不一致 那些促食可食言 有的依然闭目 有的则是哈哈大笑 有的则是手舞足道 各个形态动作不一 食言的幻象 就像是获得了真正的生命 由虚幻 变成了真实 促食可幻象 如先活过来 成了促食可不同的食言 在做着不同的动作 流露出明显不一样的神色 但身上的气息和灵魂波动 分明依然为一个人 班遇眼神呆滞 满脸匪夷所思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来过患愈许多次 却从未见过如此场面 他徒弟心神不安 看了一眼身旁食言 内心泛出了毛骨悚然的巨异 第1266章开辟空间 食言并不知道班遇的精神不住 而是专心沉溺在境界领悟的奥妙中 浑然不知身外动向 他认知到空间奥义的一种新的变化 那变化 连使神二重天的被落都没有掌握 那种重合多重空间 令空间如镜子折射诸多幻象的奇妙 是空间的一种精妙运用 主身紧闭双眼 灵魂计台奇妙玄动 那一句句处在重合空间的他 则是千奇百怪 或是欢笑 或是摇头晃老 或是垂头思考 如一句句身外化身 拥有他生命意识烙印 为真实存在 咦 古怪 这 这是什么情况 终于 别的舞者也发现异常 忍不住惊叫起来 纷纷看向家在中间的战舰 看向紧闭双眼的石岩 附近不同空间内 一个个石岩形态各异 和他们滋生的幻象明显不同 让他们全部心神俱阵 心灵有种毛骨悚然的诡异感 都给我闭嘴 半遇冷恒一生 那些人眼神一变 纷纷静默 可依然好奇看向石岩 在他们眼中 石岩无比的神秘诡异 像是能任意穿梭空间一般 令他们暗暗惊惧 过了一会儿 诡辩在此发生 那些分散在不同空间的 促使葛石岩 如受到心神召唤 竟一一从旁边飞翼过来 要么咧嘴大笑 要么神情平静 要么摸着下巴沉思 模样各异 却都纷纷涌向石岩主身 那些人 竟穿过了重叠虚空地帐 如从不同空间 一一聚集而来 半遇骇然失色 更多舞者张着嘴 震惊莫名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个拥有生命意识的石岩 从不同空间穿透而来 全部在石岩主身引没掉 那些放出去的精神魂魄 重归石岩主身 突然间 那些促使葛石岩消失 众人仔细凝望周边 发现能滋生无数幻象的幻域 竟然在没有一具幻象属于石岩 旁边依然有一形形战舰 排列成飞缩形态 在战舰上 有许多舞者满脸惊骇 和他们此时一模一样的 看向一个方向 只是 那个方向空无一人 并没有该存在的一个影机 石岩根本不在那场景中 就好比他们处在一个 许多树立的大镜子区间 周边镜子内将他们都显现出来 可和他们并肩站立的石岩 并未在镜子内出现 这场景自然极为诡异 原来是这样 战舰上 石岩睁开眼 谋中流出明雾奇光 啪 他手指佩戴的一枚幻空戒 突然爆裂反碎 那戒指内许多属于 他的戾气密宝神经 一抖之下 忽然涌向他眉心 在他体内消失 灵魂祭台内部 灿若星河的始界内 他重新开辟一个空间 将那些本来盛放在 幻空界内的材料物资 一一聚集过来 洞悉重叠空间奥妙 他在自己始界格空置一处 专门为了盛放物资 以后 他的始界 就是他的幻空界 能容纳万物 心念一动 一枚金石在他掌心浮现 那金石被他从始界内 直接牵引而来 念头再次变化 那金石又重新没入始界 他淡然一笑 知道随着空间奥义的一种新的体悟 他能开辟联通真实 虚幻的世界 自成能容纳亿万材料的新幻空界 闭目仔细感受了许久 他朝着班玉点了点头 没有继续对幻玉有更多好奇心 重返班玉为他安排的巫舍 在里面好好感受 他忽然觉得离突破始神二重天境界 似乎已经接近了许多 他需要一段时间好好体会葛中真谛 巨蓝商会的战舰在幻玉内朝着一个方向航行 班玉来过多次 对幻玉很熟悉 然而 即便如此他还是需要暗中联系千幻宗 让千幻宗不断给出新的方向 他们也随之调整 不断地变换着方位 在你们前方半个时辰后 会有几人也来换新 你们顺路捎带一程 他们是碎店的人 受我们千幻宗邀请而来 途中遇到点麻烦 战舰粉碎了 幻玉中他们穿梭不便 有你们帮一下 这天 班玉和千幻宗一人联系 因时内对方重新给出新方向后 忽然抛出这么一番话来 班玉并不奇怪 当即就点头答应了下来 表示一定会将那几人顺路带上 他前往幻星多次 类似的场面也有遇到 一些初次进入幻玉者 如果没有熟识此避者带路 往往会迷失心境 会做出粉碎自身战舰 和自己幻象争斗的茫然举动 有时候 千幻宗也会吩咐他们 让他们将那些和幻星达成联系带上 将他们顺路接入幻星 这样就不用千幻宗派人 从幻星出来了 杜留意一下 一会儿接几人上来 半个时辰后会出现 班玉传令道 那些别的战舰舞者 文言都点了点头 可他们还都是悄悄看向班玉这边 看向石岩所在的紧闭房屋 内心嘖嘖称奇 还在思量着石岩究竟怎么做到的 对于莫名出现的石岩 他们一直很好奇 因为班玉出了名的固执 认死理 烧带不被换新允许者 分明就是破坏协议 这些年来巨兰商会有很多发财的机会 都被班玉给拒绝 就是因为他这人不懂变通 可这趟 班玉居然违反和谦幻宗的协议 将一个不明身份者戴上 让他们很是费解 半个时辰后 前方重重幻境中 一行三名舞者被幻域映照出许多虚幻 如处在一面面镜子 两名岁殿年老的舞者 带着一名蒙着面纱的女子 在前方默默等候着 巨兰商会的舞者 远远瞥了一眼 便都眼睛一亮 都不由看向那女子 那女子虽蒙着面纱 却依然让他们有种惊艳感 女子一身素白衣裙 裙脚坠满星辰 月亮饰品 明晃晃得如小星星闪烁 她雪白皓腕上 套着一种黑青色枷锁 那枷锁上缠绕着道道闪电 有雷霆轰鸣声音响彻 女子明显是被碎电禁锢了 一块雪白面纱覆盖脸颊 只露出一双浩月般明镜眼睛 望一眼 便令人心神迷醉 两个碎电的老者 分别为始神医二重天境界 严加看护着那女子 神情凝重 待到她们发现巨兰商会战舰显现出来 才扭头看向这边 这边才是真的 其中那始神医重天境界的舞者吆喝 挥挥手招呼 然而 随着她的声音动作 周边传来无数重合声音 那些幻象也都在招手 和她形态神韵全然一致 反而让人更加分布出真实虚幻 班玉皱眉 深深看向前方三人 她眼瞳中站出悠悠清光 手心一块特殊的晶体传来 奇妙波动 那晶体为千幻宗炼制 专门交给巨兰商会 令他们能够在幻域中确定方向 分出真假 捏着那晶体确认了一下 班玉指向一处 到那边 商船朝着那个方向飞去 三分钟后 商船在那三人前方停下 班玉神情一正 扬声道 按照千幻宗的嘱托 我们顺路将你们带向幻星 请速速登船 两名碎殿老者忽视一眼 点了点头 带着那女子飞了过来 往班玉这艘商船而来 班玉皱眉 悄悄瞥了食言那紧闭屋舍一眼 连忙道 你们在前方第一艘商船落足便可 我这艘运输着千幻宗的众多材料 怕是腾不出位置给你们 你那里明明有人存在 怎会腾不出位置出来 少来胡弄我们 碎叠那名史神医众天境界老者 哼了一声 不顾班玉的反对 硬生生冲了过来 就在班玉身旁落足 他看向食言所在的乌舍 皱眉道 那旁边还有两间空房 我们选一间即可 不需要你们多招待 话罢 两个碎店老者带着那一身素白的女子 便往其中一间空房映场 我要亲近 徒弟 那有人的房间内 传来一个冷硬的声音 碎店的两名老者脸色一朗 都看向班玉 其中那名达到始神二重天的老者 飞飞笑了起来 那人 应该不是你们巨蓝商会的吧 当初 我们碎店和千换宗 天水公都与你们巨蓝商会有协议 我可知道你们和千换宗的协议 绝不允许带陌生人进入唤星 你们这么做 违反协议了吧 他一过来的时候 就发现班玉这里的房间有人体悟傲益 此人知晓巨蓝商会的许多隐秘规矩 立即猜测出食言不是商会的人 便应要过来查探明白 经他这么一说 班玉脸色难看 冷恒道 我巨蓝商会的事情 轮不到别人过问 碎店也不行 两名碎店老者 见班玉态度强横 也都紧皱眉头 觉得有点麻烦 他们深知巨蓝商会的神秘强大 连神族都对这商会都忌惮非常 他们碎店自然也不敢真正随意和商会交物 他们本来是想给点班玉难堪 一见班玉如此强硬 反而有点拿捏不下了 他们并没有注意到 随着巫舍内食言的一声冷硬和声 被他们禁锢着身体 言语的那女子 明镜澄清的一双眼眸 骤然射出极为奇异的光泽 咦 同时 巫舍内的食言也低呼一声 似乎发现了什么古怪 下一刻 那巫舍紧闭的房门 便树地被打开 第一千二百六十七张不够格 食言坐在屋内冰冷的石床上方 你也明视前方 看向门前碎店被那两名史神老者禁锢的女子 望着面纱的女子 身姿不能动弹分毫 一双昊月般明镜的眼瞳 却占出动人的神泽 班玉站在一旁 应沉道 两位碎店的朋友 我们巨栏商会的事情 不允许外人插手 这一艘商船 没有经过我们韩铁城城主允许 外人不可落足 还请你们速速离开 巨栏商会在茫茫星河才是强大 连神族都要给三分薄面 碎店虽强 也一样在某些方面需要依赖这商会 碎店的两人听班玉如此一说 眉头紧皱 内心也有点犹豫 他明显不是你们商会的人 他怎么可以在这一艘商船 你们商会竟然违反协议 不怕千换宗自问 使神医仲天境界者色力内忍的呵斥 这是我巨栏商会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们碎店来过问 我刚刚已经说清楚 没有我们韩铁城城主允许 外人不可落足 他能落足 自然是得到了我们城主大人的首肯 而你们二位则不在此列 请离开 半玉神情一宁 抬头看向别的几艘商船 几艘战车突然飞翼过来 促十名巨栏商会的武者都露出不善 两名碎店老者 一个叫卫云 一个叫行上 卫云为使神医仲天 那行上达到使神二重天境界 是行明的堂弟 在碎店中颇有恶名 对行明是忠心耿耿 碎店由散碎的一个葛殿堂形成 行明是西泽父亲当年的忠心麾下 负责管理那些散碎殿堂 贯连他们将碎店残碎的势力拧为异股 在西泽父亲掌权的时期 行明权力不大 许多事情都由西泽父亲做主 然而 等到了西泽接管店主职位 因西泽常年苦修 不过问碎店大小事物 导致那些散碎殿堂种种事物都由行明做主 行明权势渐渐滔天 几乎成为碎店实质的掌权者 各方散碎殿堂的殿主堂主 事事都指向行明回报 行明利用自身权势 为他自己的家族谋福利 将许多碎店的珍惜材料用在行家 令行家出了很多强者 隐隐中 行家成为碎店最强一股势力 甚至有逐渐取代西泽家族的趋势 行上 便是行明堂弟 是行家的一份子 他只对行明恭敬有礼 在碎店中也横行惯了 但行上也知道碎店虽然势力不弱 却也不能真正将巨兰商会得罪透了 因此 见搬玉态度强硬 他已经行转过来 准备收敛自己多年养出来的凶艳 要服软从这艘商船退走了 行上瞪了身旁魏云一样 暗则魏云乱出艘主意 害他难堪 横道 我们走 就换一艘商船便是 他示意魏云将那女子带着离开 吃拉 涂地蒙在那女子脸上的面纱 树地诡异撕裂 化为碎砂片如树叶飞落 一张精致绝美的脸颊 忽然显现出来 玉直般的白皙肌肤 散发着萌萌月华之光 心里不可放物 令人沉醉 那些巨兰商会的舞者 乘坐着战车 本在暗暗防备着 此时一见那女子面纱消掉 纷纷神情痴迷 全部看向那女子 将正常男人见着角色美女的模样展现得淋漓尽致 果然是你 实言恶然 那女子 赫然便是欧阳洛双 修炼月华之力 为当年三神交的月神 在天允成允时内封闭千年 以月光净化灵魂 境界极为玄妙高深 他初一落入这商船 实言心灵斑饭出一种熟悉感 因为欧阳洛双修炼了月华神力 本来就和他的星辰奥义如出一彻 为数万年前神族流传出的奇奥法诀 相互间气息很是相近 此时 欧阳洛双竟然达到始神医仲天 给人一种圣洁无瑕的感觉 很明显 他的境界应该更为精炼玄奥了 实言暗暗惊奇 他自身修炼速度快捷是因为吞噬奥义 这欧阳洛双虽然只专修一种奥义 理应修炼不慢 可他能这时候就达到始神医仲天 依然令实言为之惊讶 他明白 欧阳洛双这些年肯定又有奇遇 否则按照正常修炼的速度 是没那么迅猛的 你想干什么 魏云见欧阳洛双面纱被粉碎 他谋中闪过一丝隐藏很好的淫秽之意 玄机徒弟横了一声 阴冷地瞪着实言 小伙子 我碎店的事情 你最好别多管 若非见实言处在这艘商船 可能颇有点身份地位 魏云直接便会下手 小友 我只接到送你一程的命令 可不负责你的安慰 搬玉皱眉提醒 情上脸色阴沉 冷冷看着实言 又看了看身旁搬玉 眼中凶光溢溢 却没有立即表态 实言对那三人的言语根本不搭理 只是深深看向欧阳洛双 看向他好万上的枷锁 这女子和他并没有特殊深厚的交情 但他能修炼星辰傲益 确实因为欧阳洛双的先辈 从这一点来说 他多少算欠欧阳家点人情 而且欧阳洛双是神恩大陆的人 他和神恩大陆本源融合以后 下意识将神恩大陆的舞者生灵 都当成自己人 见欧阳洛双被禁锢住 他思量要不要动手搭救 欧阳洛双眼眸清澈 只是静静看向他 眼中并没有哀求之意 然而 在这种目光下 食言自己有点不好意思 轻壳一声 道 他是我朋友 你们将他交给我 这是我会向希泽交代一声 这番话他说的自然而然 希泽虽为碎殿殿主 星海间闻名天地的人物 但他如今的身份地位 与希泽相比只高不低 就算在境界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可光凭他誓写尊主的资格 就足以弥补一切 他是觉得理所当然 可别人却不这么看 不这么认为 魏云 行上这两名碎殿舞者 听他这么一说 都神情阴朗 眼神中不满冰寒 希泽为碎殿殿主 虽并不插手碎殿内部各种事物 但希泽却是碎殿主心骨 在碎殿颇受尊敬 甚至比他当年的父亲威望还高 就连行上在碎殿横行无忌 知道他堂哥行名全是滔天 可他对希泽 依然有难言的敬畏 因为希泽为不朽 浩瀚心海间 寥寥及格的不朽强者 希泽是碎殿的根本 是碎殿的骄傲 在这里 一个不知名的青年 竟然轻描淡写地 只称他们殿主本名 还说得那么漫不经意 以赴希泽并不算什么的态势 这让魏云 行上觉得受到了侮辱 这是对他们整个碎殿的侮辱 巨蓝商会的搬玉 也面色古怪 眼中有着不加掩饰的计较 希泽 碎殿店主 星海间最为著名的舞痴 不朽的修为 这称霸天地一方的人物 连真正的强者 都怕是没机会见上一面 这来历不明的青年 竟然如此口出狂言 那态度 显然没有将希泽 当成前辈高人看待 不知天高地后 半御暗暗给时言下了定义 我遂殿店主之名 也是你能随便呼喊的 除非巨蓝商会 会长 先唤宗宗主 天水宫的公主 才有资格直呼我店主本名 你一黄口小儿 也配直呼我店主大名 如此的不知天高地后 那就别怪我替你的长辈 教训教训你 魏云冷恒一声 直接便欲出手 行上冷笑着 道 别杀了他 断手断脚即可 太过分了可不好 别在我商船上交战 半御一见形势不妙 经不住高鹤一声 那就请住拖向外面 行上对巨蓝商会心有忌惮 闻言 冲那魏云点头 示意他给巨蓝商会面子 也引发没必要的冲突 周边巨蓝商会的舞者 目中露出惊异之色 看着碎店的两名强者 又看向石炎 最终您是向班玉 想等班玉发话 给他们一个指示 班玉神情不动 默许了碎店对石炎的教训 因为班玉认为石炎自己多管闲事 不该将那人家情下的女子面纱撕裂 不该对希泽口出不尽 觉得行上魏云出手教训一下 也算是让那青年知道人世间的险恶 他当石炎为初出茅庐的小辈 不知心海间的凶险 不知有些势力不能随便得罪 教训我 持炎咧嘴 眼神静泛出悠寒森森冷光 他别头看向身旁 看向那重叠空间内魏云 形上的虚幻之身 转动灵魂祭台 肉身如泛出波澜 瞬间迪荡出去 刹那间 那些重叠空间内的魏云和形上 如骚然被注入一股澎湃生机 拥有了生命 纷纷挣脱空间避障 从众和空间默然而出 诡异直扑向魏云 形上如镜子里的自己 突然间成了要个杀真身的妖魔 魏云 形上神情一将 惊惧地尖叫起来 心神阵战 他俩在幻玉逗留了许久 深知幻玉的诡诀奇特 也知道千幻宗能借助于幻象形成攻击 眼见他们自身幻象裂开虚空而来 两人竟下意识地怀疑是千幻宗的人出手 在他们惊骇之时 食眼眼睛一眯 五条星辰锁链从他眼帘内延伸出去 瞬间扣紧欧阳洛霜 将其直接扯入屋内 他则是静止走了出来 冷笑道 教训我 别说你们了 就连希泽也不够格 第1268张戏耍 形上 魏云人在幻育 自然而然被幻育折射出促 十个真身幻象 那些幻象本来只是虚影 不会有任何攻击力量 然而 这一刻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促十个他们自身形成的幻象 如获得生命意识 被注入澎湃生机力量 竟然破戒而出 反而对他们真身进行狂轰猛急 形上修炼雷电奥义 魏云则是修炼一种罕见的云之奥义 形上灵魂一动 使界骤然间浮现出来 有道道雷霆闪电在他使界内爆炸着 连接天地 声势惊天 持界的数千道具蛇般粗掌的闪电 已被形上注入神力 骤然间由虚转时 在他眼前凝练 化为一条宽阔的雷电长河 那长河中电闪雷鸣 见射出药木火光 传出毁灭般的滔滔凶艳 促使葛形上的幻象 尚且没有靠近他 便被那雷电汇聚的长河淹没掉 魏云两手结印 硬绝一起 掌心飞一出 複促万朵无彩的云团 绝红色 暗黑色 蓝色 灰色 绿色 缤纷云团如大气球缭绕在他身旁 每一团云层都有魏云的精神力量 附有他生命印记 那促使葛他魏云的幻象 都被他放出来的云团给束缚着 像是被黏糊液体粘住 动也动不了 行尚和魏云都是使神境界 修为精湛 境界高深 一见那幻象突然发生变故 就当千换宗的某些人对他们下手 立即释放使戒 催动奥义精药抵御 生怕会因为拖大陷入被动 可他们明显高估了那促使葛幻象的深浅 全身力量凝炼 使戒浮现 奥义催发 该施展的力量纷纷施展出来 却发现那些幻象 真的就是幻象 那些幻象被他们雷电长河 被他们漫天云团直接消散粉碎 一丝痕迹都没了 再看身旁 在那些重叠空间内 他们的幻象又重新浮现出来 和之前相比根本没有明显的不同 他们有种浑身力量轰击在虚无的挫败感 两人头顶雷电长河 五彩云团气势宏大 可他们脸色却一僵 愣在那人神情怪异 半玉则是瞥了一眼石炎 眼神惊异 周边巨蓝商会的舞者 也都瞧向石炎 暗暗偷笑 他们心中雪亮 知道肯定是石炎暗中搞鬼 因为他们见过石炎的奇妙 可可 半玉轻咳一声 皱着眉头 瞄了一眼四周 愣在那儿的卫云 形上顺势一看 又瞥了一眼石炎 树地反应过来 石炎并无幻象在重合空间 两人立即意识到石炎 对这幻域有着独到的认识 能施展金药来影响幻象 联系起石炎先前狂妄的那一番话 形上 魏云总算是意识到 刚刚那些声势害人 却没有一丝威力的幻象 分明是被石炎捣鼓出来的 形上 魏云暴怒 他们已经看出石炎在耍他们 是在刻意地斗他们玩 没有比这更加羞辱人了 石炎深厚 屋舍内的欧阳洛双眉眸 占出惊奇神光 脸颊如玉石闪烁 芳心暗惊 他和石炎已多年未见 这趟重逢纯属意外 他初见石炎的那一刻 本来心生希望 然而亦发现石炎境界只有使神 立即打消念头 知道怕是脱身不易 也是如此 他看向石炎的时候 眼中没有强烈的祈求 他并不想石炎因他出手 因为他认为石炎不是形上 魏云对手 就算是强行动手 也只会自讨苦吃 将自己也给搭上 只是 后来石炎境狂妄地称呼 希泽本名 还说会给希泽交代此事 后来竟然又说连希泽都不够资格教训他 这让欧阳洛双欲发惊讶 和班玉一样 他并不认为石炎言之有据 因为他知道碎殿意味着什么 他知道在浩渺星海中 胆敢合遂殿为敌者 真的屈指可数 他也只当石炎狂妄自大 然后 石炎以空间傲益精妙 细耍行上魏云 令那两人小题大做的施展 全部精妙傲益 让他又是好笑又是后怕 他怕石炎会承受不住 行上魏云的怒火 芳心暗急 此时 他的担心发生了 那行上魏云矛头一转 已经将目标对向石炎 那条已倒到雷电凝炼的长河 还有那五彩缤纷的朵朵云团 在行上魏云的主魂欲洞下 如虚空坠落 以雷霆万钧之势 轰然压下 完了 欧阳洛双忍不住闭眼 心中暗叹一声 觉得有点愧疚 因自身的事情连带着石炎遭殃 有些过意不去 咦 他听到搬玉的一声惊叫 压然睁眼 玄机猛低一睁 美眸绽放炫目奇光 雷电长河落下 无数云团降落 却诡异失踪 如骚然消失 一点痕迹不存 一并消失的环有石炎 和他一样 行上魏云搬玉 还有那些巨蓝商会的舞者 此时都神情错愕 茫然看向那幻玉周边 下意识地寻找着什么 他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怎会这样 搬玉难难低语 他瞧得清楚 在行上魏云的雷电长河 云团下坠那一煞 身为攻击目标的石炎 忽然咧嘴凝笑 两手随意一拉 那一拉 简直化腐朽为神奇 如篡改了天地规则 将虚空给凝结 亦或者撕裂 班玉不懂空间傲益真地 也不知石炎那一拉有何神秘 但他却知道 在那一拉下 行上魏云的恐怖攻击 诡异消失 如被一层无形空间给直接吞没掉 如被封印在不知名的神秘之地 而石炎 也随着那一拉 失去了踪迹 快看 徒弟 一名巨蓝商会舞者大声尖叫 手指轻颤地点向一个方向 众人顺势望去 应该在一处重合空间内 那里面有七艘商船 有班玉 有行上 也有魏云 有他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除此外 还多出一人 多出两样奇观 石炎也在里面 在商船上似乎从未动过 他头顶雷电长河凝滞 无数五彩云团停滞 如被他定格 那里面 他们所有人都保持先前的姿势 一动不动 只有其中的石炎 朝着他们的方向黑黑冷笑 诡异之极 每一个都犯出毛骨悚然的感觉 有种见鬼的恐惧 心灵强烈不安 就连班玉 行上 魏云都不例外 他们使神境界的修为 这时候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都不知道如何应对 在他们眼中 石炎如能禁锢空间 穿梭空间 篡改空间 抹掉空间 简直无所不能 在这幻域内 石炎太过可怕神秘 让他们生出难以立敌的感觉 行上 魏云呆愣数秒 脸色一沉 同时看向那乌舍内的欧阳落霜 他们很清楚一点 他们此时置身之地才是真实 而眼中所见的石炎那空间 或许仅仅只是他们这里的反照 只要将真实世界的欧阳落霜给继续禁锢 带入幻星 他们任务就算是完成 这趟幻域和石炎一战的小插曲 他们会选择遗忘 不会和人提起 我说了 这件事 我会和希泽交代 就在此时 石炎冷漠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如有数十个石炎一并呼喊嚷嚷 静震的搬玉 形上耳膜都轰隆隆的 如炸雷暴碎掉 啪啪啪 如镜子破碎 那无数常人瞧不见的重合空间 轰然崩塌粉碎 虚空碎片如刀子击射 见出亿万碎盲 在刹那间 这片幻域如成了绞肉机 能碾碎一切生灵魂魄 搬玉骇然失色 猛地尖叫 也 此事与我巨蓝商会无关 那些巨蓝商会的舞者 纷纷露出恐惧金融 驱动着战车四处逃窜 要尽量躲避那些碎盲的冲击 生怕会被形神俱灭 形上 魏云都是使神境界强者 深知那虚空崩塌形成的碎片 乃世间最为锋利之物 眼见亿万碎盲来袭 他们忽视一眼 都恐惧地顿走 化为电光云团 不知冲向何处 他们没管欧阳落霜 没管巨蓝商会 没管任何人 只想保全自身性命 班玉和巨蓝商会舞者 眼见那亿万虚空碎片见识而来 都露出绝望之色 暗暗懊悔 懊悔不该将来力不明的石言带上来 也不该进入幻域 他们看明白了 石言分明就是一个 境界精湛的空间奥义强者 这类人在星海中活动 乃是最令人惧怕的存在 那粉碎的亿万虚空碎片 如果激设的方向是换星 甚至可能将换星都给绞碎 巨蓝商会也有精湛的空间奥义者 他们深知空间奥义释放到极致 会形成何等变态的威力 殒灭生命之星 在空间奥义顶尖强者眼底 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一念间 天地变不复存在 星辰毁灭只看心情喜恶 在那些亿万空间碎片铃声那一煞 班玉众人都闭上眼睛等死 暗叹倒霉 都生不出反抗心思 一秒 两秒 三秒 本该出现的大毁灭并未发生 班玉猛闭睁开眼 旋即浑身一僵 脸皮子抖颤不已 在他身旁 石言静静站在 还是刚刚那个位置 似乎根本不曾动过 至于那永过来亿万空间碎片 早已无稽可循 仿佛只是他凭空一想出来的 半遇呆愣半想 徒弟拱手苦笑 小有神通广大 就别戏弄我们了 老朽年岁不小了 真的吃不消啊 拜托你 在接下来的行程中 务必让我们一路顺利 别再吓我们可好 看心情 石言洒然笑道 第1269张原审索 商船上 石言和欧阳洛双同处一室 房门紧闭 拒绝了和班玉的交谈 班玉见识了他空间傲益的精妙 意识到他怕是来历不凡 原先的冷漠抛下 主动热情要套话 想增进关系 石言并没有搭理他 房内 玉石穹顶照明保住名要 欧阳洛双肌肤如雪 眼睛清澈 静静看着他 我帮你看看 看看能否将枷锁解掉 石言皱着眉头 这番话落下 也不管欧阳洛双有没有反应 他直接伸手抓住欧阳洛双的修长玉手 他并没有注意到欧阳洛双美眸犯出一丝惊慌 欧阳洛双玉手很美 修长洁白 根根手指如青葱 竟似乎隐隐透明 连细小经脉都能瞧见 只是此时 一个黑青色夹锁将他号腕禁锢着 将家人身姿 言语 活动能力都给封住了 石言捏着他的玉手 眼神一凝 双眼星光流逸着 一丝丝星辰之力汇聚 渗透向他玉手 顺着他的手心掌纹 朝着那枷锁冲去 痴痴痴 那枷锁上缠绕着的闪电 如被涂地激活 瞬间将他灌住的星辰之力 垫得支离破碎 而乌阳洛双的一双玉手 也倾刻间变得森寒 如被寒力渗透 一丝丝电芒 小然在他经脉内击射 他身躯经不住陡颤 美眸泛出痛楚 石言脸色为变 急忙将渗透的星辰之力收回 并且松开他的玉手 丝丝寒气从欧阳洛双玉手 如白雾飞出 他玉手重新拥有了一丝体温 那在他经脉内游动的雷电 也渐渐收拢向枷锁 重新没入枷锁内部 那枷锁明显不是繁雾 一旦意识到被人破解 会自发地以特殊手段应对 以伤害被禁锢者的方式 让破解者不敢鲁莽乱来 深吸一口气 石言静心凝神 没有去触碰他的手臂 眼瞳中起光悠悠 一股蕴含勃勃生机的灵魂气息 从他寄台内流转出来 如烟如现 往欧阳洛双体内渗透 他准备以灵魂探索的方式 弄清楚欧阳洛双身躯的异常 然后再行下手 他富有生命傲益的灵魂 如暖洋洋的海洋 将欧阳洛双裹住 在他可以映照的生命海洋中 欧阳洛双脸颊泛出一丝红润 某中泛出一丝窃异 像是此刻极为舒适 体内的压力被缓解 石言的灵魂意识 趁此时机没入他体内 要进入他 是海济台内深层的进行破解 徒弟 一阵强烈的灵魂挣扎 从欧阳洛双手腕枷锁传来 那灵魂挣扎很激烈 引起了枷锁上的雷电反击 瞬间令欧阳洛双手臂闪电滋生 朝着他全身进行蔓延 吃吃吃 刺刺闪电击射出来 让这巫蛇许多区域都变得焦糊 令石言也骇然失色 急忙将渗透的神势收回 出奇的 他的灵魂意识刚从欧阳洛双体内撤出 那枷锁的禁忌之力瞬间消失 欧阳洛双眼眼神一松 露出疲惫神色 静静看向石言 清澈的眼瞳 蒙上一层苦涩无奈 小友 小友 半御在外面轻患 诚恳地说道 你千万别胡乱破解 更不要强行粉碎那枷锁 这样只会害死你的朋友 石言脸一沉 看了一眼房门 那房门骤然敞开 半御顺势进来 神情凝重地说道 我原先就想和你说说枷锁的事情 你没给我机会 现在我想你应该会允许我好好说说了 你说 这枷锁如何破解 石言冷声道 没法破解 半御苦笑 见石言谋中凶光一闪 他心中一惊 急忙补充 有钥匙 每一副枷锁 原神锁都有一把配套的钥匙 只要用专门的钥匙开启 立即便能解掉 原神锁 石言皱眉 这所有什么说法 这原神锁很奇特 那锁内有这位姑娘的灵散魂魄 枷锁已经和她魂魄宁为一体 枷锁破裂 她的灵散魂魄也会粉碎 主魂将会爆碎 原神锁不但能禁锢神体 神力 更主要的便是对灵魂的束缚 你刚刚灵魂意识侵入之时 是不是觉察到这位姑娘的灵魂在枷锁内挣扎 半遇到 石言点头 刚刚的确如此 她准备以精神意识渗透欧阳洛霜灵魂失海的时候 那枷锁突然雷电击射 从那枷锁内部传来欧阳洛霜的灵魂挣扎 就是因为她发现不对劲 才赶紧将灵魂意识退出 不然那枷锁内欧阳洛霜的灵魂可能被雷电给坟灭掉 进而导致主魂崩溃 直接就惨死了 你怎么对这元神索这么熟悉 她冷声道 半遇满脸尴尬 善善笑道 因为这元神索 正是由我们巨蓝商会的炼器师发明并且炼制 也是我们巨蓝商会最为昂贵之物 一副元神索只配一把钥匙 没有钥匙解开枷锁 强行破除只会让被禁锢着主魂陨灭 这元神索 炼制起来极为不易 每一幅都价值连城 也只有碎殿 千幻宗 天水宫这些失利才够财力购买 这女的被元神索禁锢 怕是身份也不简单 半遇眼神闪烁 仔细盯着她 想观察出她的反应 迟言没让她失望 反应极其强烈 直接破口大骂 你们巨蓝商会真是无耻缺的卑鄙之极 发明和炼制出这元神索的炼器师 该爵子爵森 若是让我见到这家伙 我会将他封锁在空间中 然后将空间直接崩碎掉 让他尝尝肉身 灵魂瞬间被分裂在无数虚空的滋味 半遇脸色忽然苍白起来 持言神情一朗 斜了他一眼 宁笑道 那人不会恰恰便是你吧 不是不是 半遇连连摇头 愈发金句不安 连汗水都出来了 甘笑道 我 我还没这个炼器境界 我要是有这个手段 也不会出现此地了 那名发明出元神索 并且将其炼制出来的人 虽然不是半遇 却是他的家内长辈 他半遇能加入巨蓝商会 担任一支商船的首领 还多亏了那长辈的栽培 他提起此事本想抬高自己 眼见食言反应太激烈 半遇立即按骂自己嘴见 以肚子郁闷 不是你最好 食言冷笑 玄疾喝道 除了钥匙外 真没有别的方法 真没有 半遇摇头 不过只是一煞 他忽然想了起来 道 还有办法 据说达到不朽境界的强者 能在不破坏枷锁的情况下 将内部分离的灵魂 直接抽离出来 然后以大法力粉碎枷锁即可 他深深看向食言 略略攻身 试探问道 以小友的身份地位 寻一个不朽强者帮他解掉枷锁 应该不太困难吧 食言和卫云 行上交战前 曾口出狂言 不将希泽放在眼里 那时候班遇当时言不知天高地厚 然而 何卫云 行上一战后 确定食言空间傲益者的身份 班遇的看法不由发生了变化 他开始怀疑食言可能身份极为尊贵 可能所言的确属实 真的有和希泽当面交谈的资格 因此 他才想刻意和食言交好 弄清楚食言身份 如果食言真是这一类人物 他巴结都来不及 他唯恐错过 主动放低了姿态 食言看向班遇 暗中冷笑 一眼看穿此人心思 我可不认识什么不朽强者 那刚刚你说起希泽的时候 班遇亚然 你一把岁数了 还那么天真啊 我当然是吓唬那两个岁电舞者的 这你都看不出来 食言讥笑 班遇脸色铁青 冷恒了一声 眼中全是失望 头也不回的就走开了 被原神锁禁过了手腕 不能动不能说 但能听能看的欧阳洛霜 全程看着听着他们的交谈 和班遇一样 他也眼神失望 本以为食言能认识不朽境界者 能帮助他将原神锁解掉 听食言那么一表态 欧阳洛霜心中刚刚升起了希望 背影生生斩断了 心中一满安然无奈 你什么眼神 食言横了一声 也瞧出了他的失望 皱眉道 别担心 我会帮你解掉那什么原神锁 找不到不朽强者 找到那把钥匙就行了 你那眼神搞得我欺骗你一样 什么玩意啊 欧阳洛霜双岸探一声 眼中失望神色依然不曾消失 他听行上 魏云说过 禁过他的原神锁的钥匙 在行明身上 而行明则是使神三重天境界 主宰碎殿大权 在碎殿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强横人物 要从他手中讨回钥匙 简直就是阳入虎口 他压根不信食言能从行明手中拿回钥匙 心中暗暗焦急 想劝说他不要去 可惜口不能言 眼神焦虑重重 欧阳洛霜双灵魂都被禁锢 连对他灵魂传讯都不能 食言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忽然觉得索然无趣 也便不再多言什么 就在他身旁坐下 眯着眼睛皱眉思量着 还没有进入幻星 他已经将碎殿得罪了 这趟要得到千幻宗 碎殿天水公的支持 从三方首领手中将嗜血以鼓要道 又增添了不少难度 他也有些头疼 想着等到了幻星 应该如何去应付那三名达到不朽的老怪 第1270章守株带兔 幻星 临间湖中 新色竹屋简陋坐落着 清晨湖水冉冉升起 蕴含浓浓浓灵气的烟雾 令此地仙气缭绕 极富有诗情画意 林祥 希泽 洛林都在湖中小岛 他们谈论奥义精妙 互通多年来的境界理解 追溯着天地奥义的真谛 希望能借助对方的认识 来提升自己的境界修为 在此期间 三人集思广义 试图勒泼那嗜血骨骸的秘密 可惜 每次都弄得自己疲惫不堪 狼狈之极 这次也不例外 三人端坐竹屋三角 在他们眼前摆放着 三个天香安神域盒子 盒子被打开 里面是血骨骸隐形 肉眼神势皆是不能见 林祥 希泽 洛林分别伸出一只手 点在其中一个盒子内 点在一根手指能触摸的骨头 三人同时释放力量 冲击那骨头 想破解其中奥妙 却被内部传来的一股莫名力量反击 一个个心神俱正 他们不得不抽手 眼中满是不加掩饰的沮丧 摇头叹息 那力量 至今不能触及一点神庙 真不知道那人如何领悟 林祥手指为颤 轻轻扣及着河盖 无奈道 迟隔多年 也不知道神主有没有意会出奥妙 如果说真的有人能够在嗜血后领悟那种力量 可能也只有神主啊 洛林思索着 面色沉重 神主当年也遭受重创 肉身粉碎 灵魂大伤 不得不以沉寂的方式恢复 他并没有多少时间从嗜血谷 还领悟那种禁忌之力 若不然 我们不可能万年无忧 心欲不受侵害 希泽冷恒一声 林祥 若林听他这么一说 暗暗点头 心道谁说希泽为武痴 不知人情是故 不够智慧 他分明巧地透彻之极 以神主当年霸道的手段气魄 如果他境界力量没有被重重削弱受挫 他早已将千焕宗 碎殿 天水宫都势力都给收拢 将其成为神族的附属领地 就是因为他自身无法动手 因为星海间是血八大魁首并未死绝 四大天王还有压力存在 所以神族万年来虽然雄霸天帝 却依然算是收敛 对巨蓝商会 明皇族 千焕宗 碎殿 天水宫等 能够给神族造成威胁的势力 他们没有大张旗鼓的侵犯 听巨蓝商会那边传来的消息 名号 玄和 菲列特联合声明 已经承认那小子的尊主身份 那边说 他会近期来换星 找我们三人洽谈 你们如此看待此事 天水宫的公主洛林道 林祥早有准备 西泽眯着眼 洛林看向林祥 巨蓝商会那边 是怎么一个说法他能登顶 按照之前的约定 我们自然遵守规则 和他们并肩作战 新尊主登顶 该给的面子我们还是要给的 不然名号 玄和 菲列特等人 会说我们不是抬举 林祥眼神狡黠 悠然说道 定然要让他们和神族交战 我们麻 就和当年帮助神族一样加入其中 只是这次我们不能太傻 不能将力量消耗进去 若林 西泽同时点头 林祥看向面前三个盒子 道 这东西我们万年不能悟透奥妙 就当做投名状交给他 最好他们能借此勒迫那种力量 奥以真谛 我们 或许也能借此沾光 同意 同意 若林 西泽表态 幻星云霄深处 一行促人凝至虚空 在他们前方便是幻域深处 有无促和他们身下的幻星 一样的幻象浮现出来 当前一个水绿色裙子的女子 凤木戴煞 脸色冰朗 再默默等候着什么 放心吧行银小姐 我们千换宗已经安排人接影 应该很快过来 一个模样俊秀的青年 何许笑着 彬彬有礼道 他炙热的目光 放肆地在行银丰满被囤杵游溢着 暗暗吞咽着口水 眼神淫邪 一想起昨夜此女的狂野放荡 他便浑身燥热 恨不得将他衣衫撕裂 狠狠地再次压上去 好疯大哥 真的没问题吧 行银回头 脸上冰冷消失无踪 笑颜如花 如忽然换了一张脸 焦滴滴地说道 周边碎店促名舞者 对着女子的便脸早习以为常 见怪不怪 一个葛目不斜事 肯定没问题 此是我亲自安排的 我之前就让那具蓝商会的搬誉 将他们顺路扫来 若非中间出了点意外 我也不会有心的麻烦 放心吧 我安排好了 亲自派出我们千幻宗的幻蝶小队过去接应了 他们应该快到了 千幻宗青年拍胸保证 好风大哥真有办法 行银抛了一个眉眼 好风黑黑邪笑 眼神放光 盯着他那沉甸甸甸的双风狠狠刮了一眼 行银为穗殿行银之女 在千幻宗穗殿天水公三方势力中 行银和古灵塞西利亚并称为三朵娇花 是千幻宗穗殿天水公众多青年才俊梦寐以求的佳人 和古灵塞西利亚的洁身字号不同 行银在三方势力中出了名的放荡 和许多英俊的才俊有染 千幻宗穗殿天水公三方势力青年 都以能够以清行银方则为荣 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此殊荣 只有三方势力那些英俊潇洒并且境界高深之辈 才能得到行银青睐 有机会体会他的美妙 好风垂涎行银身姿多年 这趟恰逢行银来他们唤星 又恰恰有求与他 终于有机会异常滋味 此时还在回味无穷 在好风还沉溺在昨日美妙之时 前方出现极止偏然的鲜艳彩蝶 彩蝶有战车大小 星银优雅 上方有千幻宗武者坐着 其中一只幻蝶上坐着的赫然便是行上 卫云两人 当时行上 卫云在石岩营造的亿万虚空碎片下 狼狈逃窜走 事后联系行银得到好风安排 被幻蝶小队进入幻域街道 反而比巨蓝商会商船还要先一步到来 通过幻蝶小队千幻宗人的说法 他们已经意识到当时那亿万虚空随便恐怕又是虚幻 因为千幻宗的人告诉他们 巨蓝商会的商船还在航行着 没有一丝损耗 得知此事 行上卫云憋屈之急 一路上横得咬牙切齿 一直思量着如何报复 尤其是 他们还弄丢了欧阳落霜 这女人乃行名所要的 被他们搞砸了 让他们愈发不敢松懈 唐淑 行银抬头 看着行上 卫云乘坐换蝶过来 不客气地讥讽说道 听说你又给我寻了一个后妈 这个后妈人呢 锁着原神锁都能被你弄丢 你可真有本事 还要让我安排人接引 真是让侄女敬佩啊 行上脸色难看 她深知这侄女的厉害 虽一肚子恼火 但也不敢反驳 你来说说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行银见她不讲话 冷恒一声 看向了卫云 卫云垂头苦笑 可不敢隐瞒 一五一时说出情况 道那小子不知什么来历 但肯定不是巨蓝商会的人 他们巨蓝商会违反协议 竟然带着陌生人过来 我们和千换宗多年交情 想替千换宗责问责问 哪里知道弄出这么多事情 你说什么 她连我们店主都不放在眼里 还要和我们店主亲自交代 秦银听到一半 便立声尖叫 凤眼全身狂怒 她是什么东西 就凭她竟敢称呼我们店主本名 真不知天高地厚 我们也是这么想 卫云连连点头 赶紧加快语速 将情况到明 真厉害 你们真厉害 秦银拍手鼓掌 冷冷看向他俩 两个使神竟然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子戏耍两次 真给我们碎店长脸啊 佩服佩服 秦上 未云神色殷勤不定 被讥讽的满心苦水 也只能垂头听着 秦银盯着他俩身身看了一会儿 冷和一声 然后忽然变脸 笑盈盈看向身旁的青年 娇声询问 浩峰大哥 那巨蓝商会的商船 大概何时能到 应该快了 浩峰皱着眉头 从行上 未云的一番话 他知道了巨蓝商会违反了协议 竟然要将陌生人带入幻星附近 严查幻星外围的异常 本来就是他们家族的任务 此时浩峰内心一动 也暗自谨慎起来 你们肯定那人不是巨蓝商会 的他询问魏云 此事通过搬誉确定了 肯定不是巨蓝商会的人 我们可以保证 魏云道 套峰点了点头 看了行银一眼 微笑道 银小姐 我和你一并在此等候 等那巨蓝商会的商船过来 陪你一起过去看看 如果情况属实 那名被你们原神所禁锢的女子 依然由你们带走 至于那陌生人 我们谦唤宗药请助审问 等问清楚了 银小姐可以随意处置 如何 行银艳脸堆笑 魅眼闪闪 一切都听浩峰大哥的 浩峰骚骚一笑 颇有些倜傥不凡的架势 巨蓝商会的商船上 班玉冷着脸 来到那警闭的巫舍门前 沉吟了一下 横道 快要到达幻星 你最好准备一下 碎店的人不会善罢甘休 不想死的话 你最好趁早离开 他没有说浩峰联系他 要打听石言身份的事 石言由韩铁城城主安排而来 班玉对韩铁城城主颇为尊敬 有自己的底线 有些话不会胡说 但他也没有提醒石言 那千焕宗 碎店的人 就在幻星外面守株待兔 不劳你费心 到地方了我自然会离开 巫舍内石言漠然道 班玉碰了一鼻子灰 冷然一笑 心到等到了地方 面对千焕宗 碎店的双重压力 我倒要看看你 还能不能如此的坦然 紧闭的巫舍内 石言睁开眼 看着身旁眼眸明镜的欧阳洛霜 欧阳洛霜也静静看着他 这段时间 两人经常这样对视 都隐隐能从对视中 瞧出对付的想法念头 颇有点心有灵犀 一点通的微妙 第1271章装枪做事 多年不见 欧阳洛霜身上多了一种 圣洁无瑕的气质 应该是修炼那乐华傲 已经要慢慢引起 欧阳洛霜本来气质幽朗 巨人千里之外 冷漠冷淡 但多了那种圣洁气质后 吸引力似乎瞬间攀升了一个阶层 他之所以被禽住 或许就是因为他精美的脸庞 和动人的气质 那圣洁无瑕的气质 对很多男人来说都如同毒药一般 让人难以抗拒 班玉原先为了接近食言 也说过行明此人因妻子早丧 极为放浪行孩 借着他在碎殿的权势 经常掳情各族貌美的女子囚禁 起来玩弄 这些年来行明因为突破不朽无望 渐渐转移注意力 开始自意享受人生 班玉猜测这欧阳洛霜 应该就是行明看重的 然后受益形上 未云挟持 其目的还是为了自己的享乐 看着被原神所禁锢的欧阳洛霜 感受着他身上的独特气质 食言暗暗点头 两人凝视许久 食言沉吟了一下 伸手点向他洁白额头 一道星光颤出 在那原神所做出反应前立即收手 皱眉沉吟着 食言眼神奇异 默默思索着 欧阳洛霜身上那圣洁无瑕的气息 一直让他有种熟悉感 似乎他认识的某人身上 也有类似的气息 他凝神仔细搜寻着 不断在脑海回想 好伴想 他神情一争 忽然呆愣住 他想了起来 当初在古大陆荒内 他进入一个奇异湖泊 到了那名神族先辈的使界 那使界内有日月星辰 理念就流转着一种神圣气息 那神圣之气 在黑格动用光明贸易 释放力量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闪现 默着下巴 深深看向欧阳洛霜 时言若有所思 三神交的日月星辰三种力量 追溯根源 就是神族当年流传下来的 是光明奥义的神奇演变 欧阳洛霜身为三神交的月神 苦修悦之奥义多年 他在神恩大陆 还曾经融合一个阴寒使界 然后进入浩渺星河 境界愈发精湛 应该又有新的体悟理解 他一步步突破增进力量 渐渐地 奥义似乎有了回归 本来面目的架势 时言猜测他如今的圣洁气息 就是因为境界达到一定高度 慢慢地反扑归真 将光明奥义的某种真谛 给显现了出来 当然 这仅仅只是他的猜测 或许在欧阳洛霜的身上 有别的奇遇 导致他的奥义 逐渐接近光明奥义的精妙 拥有那神奇的圣洁气息 快到换星了 等到了地方 我会将原神所的钥匙给你寻来 放心 会给你自由 不会让你一直被禁锢着 时言忽然道 欧阳洛霜静静看着他 眼眸中闪过一丝无奈 像是不想他去换星 怕时言会带着他一并送死 半御眺望前方 看着逐渐清晰的换星 神情凝重 换星外围环绕着一圈圈银白色光环 那些光环如能量河流 有着极为可怕的静致 是千换宗用来阻止战舰接近的 千换宗这个宗派势力 甚少依赖身外之物 这也是灵祥定下的规则 作为千换宗的主星 换星上很少能瞧见战车战舰来往 千换宗更倾向于换域活动的种种换兽 将换兽当成交通工具 换叠就是其中一种以灵巧著称的换兽 此时在那外围白色光环处 许多换叠轻盈游异着 每一只换叠都和战车大小相当 有千换宗的舞者端坐着 以往几次 商船都会停在光环外 然后由千换宗的舞者乘坐换兽 将他们从巨栏商会预定的材料运输向换星 但今天明显有点反常 换叠上千换宗的舞者 并没有停留在应该停留的位置 而是一件商船出现 便忽然分散开来 隐隐将商船围住了 才不急不缓地接近 大人 千换宗正在包围我们 怎办 前方商船上 一名商会舞者脸色一沉 谋中显出怒火 班玉心中冷哼 并不惧怕 因为巨栏商会有足够的底气应对千换宗 继续前行 让他们包围过来 放心吧 借给千换宗一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对我们商会下手 他回头瞥了一眼深厚 心中雪亮 知道千换宗换叠的到来 主要目的乃是屋内那神秘青年 因为在那换叠身上 行上魏云两人赫然在列 商船上的商会舞者 都是皱着眉头 神情不明地看向身后 他们也都清楚千换宗因何而来 按照他们所想 无论食言什么身份 这时候应该趁早离开 不需要继续在商船停留 如果他要去换星 也该早早下船 换一个方向 悄悄入换星 因为他们商船的航线和停泊方位是固定的 对方要寻来太简单了 譬如现在 他想要脱身就会增添许多困难 我乃千换宗换叠小队的 队长浩峰 请商会的朋友立即停船 好风轻悦不凡的喝声 事实响起 他远远看向班玉 唯唯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班玉皱着眉头 冷然遗憨 尚且未到约定的位置 继续行进 商船的舞者 一言而行 根本不管千换宗好风的呵斥 在千换宗即止换叠的尖利笑声中 商船强行刺破包围圈 继续往换星开赋 在那白色光环旁边才停下来 这里才是他们以往停泊的方位 好风之所以勒令他们早早停船 是不想他们离幻星太近 不然一旦交战弄出太大动静 会引起幻星上强者主意 可能影响好风对行营的沉默 班玉并没有给他这个面子 好风脸色阴朗 却不敢立即对班玉发作 他不断吆喝 让幻蝶飞旋着 重新将七艘商船团团围住 玄机自身从幻蝶身上飞离 潇洒落在班玉的商船上 视线直接就落在那间紧闭的巫舍 同时 行营带着行上 魏云 还有十来名碎殿的虚神进舞者 也和好风一并到了班玉的商船上 听说这趟你们商会违反协议 带了一名陌生人商船 你们将不明身份的人物的送往换星 这么做 可知道会引发什么后果 好风冷笑 巨蓝商会行走新海间 幸运最为令人津津乐道 这也是大家信赖你们商会的原因 这次你们主动撕毁协议 不知道该对大家如何交代 行营凤木含着阴丽之光 内态收敛 脸庞显得尖酸刻薄 一身阴冷的气息 如一条生活在幽暗潮湿处的剧毒美女蛇 班玉对食言暗声不满 但他同样对好风行营的嘴脸厌恶 冷恒一声 道这是我喊铁城城主下达的命令 此时由不得我做主 你们若是有疑惑 让你们的大人去找我们城主洽谈 我只是负责捎待一人 他根本不买账 看来巨蓝商会生意做大了 开始强买强卖了 此时我会和我父亲说明 道要看看你们城主如何解释 行营眼神忧冷 西听尊便 班玉耸肩不理睬他 转身看向身后紧闭乌舍 陈寅一下 道按照城主吩咐 我只负责将你捎待到此地 后面的事情我就管不了了 他这么一说 好风行营行上 为云众人皆是一愣 眼神哑然 他们见班玉态度强硬 还当班玉要力保食言 班玉毕竟为巨蓝商会的人 真要铁了心保全食言 说这是巨蓝商会上面的意思 他们还真会头疼 会小心慎重对待此事 那料到班玉强硬过后 忽然撇开了和食言间的关系 这突兀的转变 反而让他们惊诧了 都生出莫名其妙的感觉 倒是猜不出班玉和食言究竟什么关系了 朋友 你还要躲到何时 该出来见见了吧 好风愣了半想 率先反应过来 冷笑着喝道 在他来看 既然班玉主动撇开关系 那就是和商会无关 没了巨蓝商会这层阻碍 在这换星周边 在他管辖的势力范围内 食言能折腾出什么来 还不是任由他揉捏 好风暗自激动 想趁早将食言情注问清情况 交给行淫处置 然后趁机再和行淫欢好欢好 品尝行淫那狂野虎辣的美妙滋味 想到妙处 好风谋中欲望都不自禁留 不露出来 已有点迫不及待了 千焕宗 碎殿 天水宫过来迎接我的 就是你们这些角色 食言冷硬的声音 从紧闭屋舍传来 下一刻 屋门洞开 他雄伟如山的身躯 在屋内石床直接显现 行淫 好风眼睛同时已亮 行淫看向食言 好风看向欧阳洛霜 都眼睛泛出奇光 精神一震 在行淫眼中 体魄雄伟 模样冷酷 气势强硬的食言 简直便是男人中的极品 比和他好过的太多 所谓青年才俊都要有男性魅力 让他有点心痒难耐 同样的 欧阳洛霜没有戴面纱后 那精美的脸蛋 圣洁无瑕的气质 也深深吸引着好风 这一对肩夫淫妇 在那屋门敞开后 竟短暂的都呆愣住 盯着屋内食言 欧阳洛霜双不放 差点忘记过来的目的了 在他们呆愣之时 食言阔步走出 冷声道 就算林祥 希泽 洛霖不亲自相迎 至少也该让古莲 行明 来那出来迎接我 千换宗 碎殿 天水 公太不懂规矩 竟只是弄些小辈 迎接本尊 本尊导真要向林祥 希泽 洛霖亲自讨个说法了 第1272章霸道 此言一出 行迎 好风骚然行转过来 眼神都古怪起来 半御暗痕一声 心中冷笑 继续装 看你还能装多久 欧阳洛霜则是一探 暗自苦笑不迭 明谋犯出一丝无奈 心想你还真以为 能护住所有人啊 行上 魏云已经上当过 莫不成还会连续上当 不成 跟过来的碎殿 千唤宗武者 脸色骚然阴寒彻骨 冷冷看向他 杀气凛然 原神所的钥匙 在何人手中 迟眼走出 宁神看向行上 傲然道 他和我关系匪浅 将钥匙拿来 此事我会和希泽亲自谈 行上神色难堪之极 终于忍不住 立笑道 住嘴 别在我伤传动手 半御插话 深深皱着眉头 损坏了商会的商船 你们都要赔偿 要打要斗 请你们换个地方 我受千唤宗 碎殿 天水宫邀请而来 这就是你们的代客之道 持炎横的一声 冷烈道 也罢 看来要去你们换星 找负责人 好好谈谈了 他伸手扯着欧阳 落双一脚 避免肢体直接接触 怕引起原神所的异动 就这么拧着欧阳 落双一脚 他静止从班域商船走出 仿佛瞧不见周围 虎视眈眈的千唤宗 碎殿舞者 便要抬脚冲向换星 行上 魏云身是一动 堵在他前行之路 同时 碎殿千唤宗的舞者 在行营 浩峰点头示意下 也乘坐着幻碟 将他前路截住 大人 巨蓝商会商船上的舞者 忍不住询问 班域摇了摇头 示意他们不要多管闲事 说道 我们只是负责运输 千唤宗预定的修炼材料 其余事不便多管 就冷眼旁观吧 那些舞者垂头不语 千唤宗明显要擎住食言 将其禁锢了 才会运输商船上的材料 所以班域他们也不能离开 只能静候事情有个结果出来 班域和那些商会舞者 皆是看着食言被团团包围 宁神注目着事态发展 食言冷漠前行 仿佛根本不怕千唤宗 碎殿下手 如不知死活的愣头青 行上阴森森冷笑 张口吐出一枚优蓝色雷球 雷球由亿万闪电交汇而成 痴痴冒着碎殿盲 附有行上一股精纯的灵魂意识 那雷球如朔大拳头 充满霸道狂烈气势 朝食言胸口轰去 我要活的 行淫突然倾笑 媚眼泛出波光 嘴角含着不明的春情 行上脸一僵 安骂一声见人 不得不中途转变傲益 那硕大雷球骚然绚丽变幻 成一张编织紧密的雷电珠袄 绵绵照相食言 要将其束缚住 他深知他这侄女和他堂哥行明一个的性 对男女知识尤为热衷 他此次有错在先 不敢得罪行淫 只能顺着行淫的心思 要给他擒住食言饮碗 行上一肚子苦水 郁闷非常 他先是为行明去擒那欧阳落霜 如今又要为行淫服务 去擒拿食言 这让身为始神二重天境界 在碎店也算是一号人物的他 给予吐血 但他还不得不为 这可是你们碎店主动出手在先 一会儿希泽来了 也怪不得我出手毒辣 食言徒弟冷笑起来 半玉远远看着 沉着脸摇了摇头 心到都死到零头了 还口出狂妄 真以为随便胡弄两句 和希泽扯点关系 就能让碎店的行上惧怕 不知死活 有同样想法的 环有欧阳落霜 他早看出食言分明 乃使神一重天境界 逊色那行上一筹 他也知道行上并不弱 不然他也不会法力增进到始神后 失守被此人情拿住 所以他见食言依然装模作样 欲发觉的瞧不见希望 就在众人冷眼旁观 要看食言出丑之时 食言动了 他伸出空着的一只手 遥遥去抓那行上的脖颈 对那缠绕而来的雷电珠网 根本视而不见 诡异之极的场景 徒弟出现 他那只手 明明离行上有一截很长很长的距离 然而 当他伸手之时 他和行上之间的空间 如徒弟收缩拉近 众人眼睛没眨一下 却发现那行上如少了一般 主动将脖颈凑上来 让他去抓 极其诡异 层层空间波纹 在他手臂伸出时 在他手指前方浮现 他那只手如穿破空间 竟然在行上雷电珠网 没有铃声他前 便直接无比怪异地 直接扣住行上脖颈 呜呜呜呜呜 行上瞬间满脸长红 眼睛暴突 一脸极度恐惧痛楚模样 那即将落相食言的雷电珠网 在食言眼神静静看向行上之时 被行上主动撤掉 刹那间 气势汹汹的行上 使神二重天境界的强者 竟然被食言扣住脖颈 被人挟持着 憋屈地将功绩都给消掉 班玉 行淫 浩峰 欧阳落双众人 都一脸错愕 生出白日见鬼的不真实感 那些巨蓝商会的舞者 许多都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 还当自己刚刚眼花了 然而在看之时 发现场面依旧没变 行上还是被食言挟持着 眼中一满惊惧不安 行上两只手不断地拉扯挣扎 想要将食言扣在他脖颈的 那只手松掉 却似乎怎么也不能成功 他两只脚晃荡着 如一条带宰的肉猪被腾空 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 脸面早丢光了 但行上却没功夫去管颜面问题 此时的他 心中一满恐惧不安 因为他体内一身力量 血肉惊喜 灵魂惊魄 在食言扣住他脖颈的那一煞 竟然在一点点的流逝 一点点的从他体内被剥离 那是一种不可恢复的流逝 他心里清清楚楚 他内心全是恐惧 这种逐渐被抽离力量 将一点点削弱的感觉 让他挤欲崩溃 他深知为了今天的境界力量 他付出了多少苦难 为了获得行明手中珍贵修炼材料的帮助 他甘愿作践自己 为行明擒拿美丽女子 在侄女行淫面前也唯唯诺诺 为了强大的力量 他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 他恐惧没有力量的日子 他知道一旦他境界败退 他在碎殿就会没有地位 就算是有行明照顾他也没有用 他害怕 极其害怕此事发生 因为他就是依靠力量一步步走到今天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一旦失去赖以生存的强大力量 他将什么都不适 原神索的钥匙在你手中 持颜盯着行上 漫步惊心问道 似乎不知行上的恐惧 也瞧不见周边众人的惊惧诧异 行上痛苦地误咽着 脸色长红得如要滴出鲜血 挣扎着连连摇头 他已经在尝试着将灵魂计台飞离 然而 他灵魂才动 便发现意识恍惚 被无数凶利绝望魂念侵入 灵魂顿时俱阵 生出要湮灭的恐惧 赶紧打住了 在你身上 持颜恶然 回头看向魏云 魏云也赶紧摇头 满脸惊惧不安 不在我身上 真的不在我身上 朋友 你敢在我千换宗洞粗 当真不给我们千换宗面子 那就休怪我们千换宗不客气了 好风讲话间 悄悄后退 不断地对一名千换宗使神打眼色 那人面色凝重 道 非常喜傲的空间傲益 小友应该是巨蓝商会的隐秘高手 也只有如巨蓝商会这般势力雄厚者 才能造就小友这般境界精湛的空间傲益者 还请给千换宗一个薄面 将形上放掉 此时我们千换宗会认真对待 大人 他是我们的人 文言 巨蓝商会的舞者不由看向班玉 班玉皱着眉头 神情错愕 也有点估摸不准了 浩渺心海间 修为精湛的空间傲益强者 极大部分被商会招募了 石言虽然没有承认他是商会的人 但班玉如今一想 韩铁城城主亲自下令他将石言带入换星 而石言年纪轻轻却空间傲益精湛 种种迹象表明 石言或许还真是商会的人 班玉苦苦想着 想了破石言身份 半想 他豁然一阵 想起一个人 脸色微微一变 你是笛卡罗大人的孩子吧 班玉突然大喝 玄机他自己率先点头 肯定道 原来如此 笛卡罗大人身为商会的大供奉 为商会布置了众多空间奇震 这些年说要培养儿孙才离开商会 定然是因为要全力栽培你对不对 他在讲起笛卡罗的时候 神情恭敬 愈发肯定事实就是这样 笛卡罗在巨兰商会身份超然 连会长对他都极为客气有礼 他在新海间名气极大 被尊称为空间奥义第一人 巨兰星众多的繁琐空间传送阵 都是出自笛卡罗之手 在班玉来看 如果食言为迪卡罗的儿孙 导师真的不怕千幻宗 碎殿天水公 因为据说迪卡罗和神秘的嗜血都有来往 明皇族天妖族的许多空间奇震 也是出于迪卡罗之手 这是一个在新海间能量巨大的先贤 身份超然 班玉这么一吆喝 千幻宗的号风和那名史神 碎殿那边形形众人 也都脸色一变 他们在看食言之时 神色都明显不同 似乎极为顾忌那迪卡罗 忽然都有点束手束脚了 迪卡罗大人为我们商会大供奉 他虽然不承认为我们商会的人 但在我们商会内部 都当迪卡罗大人为自己人 大人的家人 自然也是我们商会的人 大家知道怎么做吧 班玉突然清喝 商会的舞者齐声一喝 乘坐着战车便围了过来 准备参与此战 第一千二百七十三张 《我的女人》 巨蓝商会舞者的参与 令千幻宗 碎殿之人愈发被动 看着将刑上擒注的食言 他们都觉得束手束脚 班玉肯定食言为迪卡罗后辈 给食言增添了一层极重的身份 迪卡罗和神秘的嗜血 明皇族 天妖族关系匪浅 这意味着千幻宗 碎殿怕是得罪不起 刑上还被挟持着 这要如何来应对 秦颖 好风都头疼起来 食言却心中恶然 他没有听过迪卡罗死人 剑班玉认定他为迪卡罗的后代 导师愣住了 不过他导师没有解释什么 依然扣紧行上 冷声道 拿缘绳索的钥匙换他 欧阳洛双衣脚被星辰柔光拴着 和他并肩站立 虽然不能动弹 不能出声 但他那圣洁清丽的气质 却极为吸引人 那双清澈无暇的眼眸 更是令人迷醉 他明眸泛出波光 芳心也是暗暗吃惊 这些年来 他孤身一人在星海间游荡着 老也见识不凡 听过巨蓝商会第一 供奉的迪卡罗大明 知道此人为空间奥义一代大师 对空间力量的认知 堪称如今星河第一人 食言是迪卡罗的后辈 欧阳洛双心神惊讶 暗暗怀疑 因他知道食言来自于神恩大陆 而他在故乡的时候 却根本没有听过迪卡罗的名号 他悄悄留意食言 见食言也显现一丝错愕 欧阳洛双立即明白过来 班玉怕是搞错了 食言又是在装腔做事 他哭笑不得 但他心中却也勃发了一丝希望 因为他虽然猜测出了真实情况 可谦幻宗 碎殿并不知晓 班玉更加不清楚真相 借助于迪卡罗的威名和被挟持的行上 说不定他还真有一丝解脱的可能 原神所的钥匙 并不在我们手中 没办法给你 行迎方兴为阵 暗暗斟酌着 柔声温和道 要不这样 我们先进入唤星 我找我父亲拿钥匙 你稍等我一些时间 食言耸奸 随意道 可以 话罢 他以星辰之力扯着欧阳洛双 一手扣着行上 便欲踏入唤星本土 那行上 此时脸色如猪肝 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他不断向行迎挤眉弄眼 希望行迎想办法 尽快令他脱身 行迎视而不见 靠风和谦幻宗的舞者 应班玉肯定食言为迪卡罗后代身份 也不敢轻举妄动 此时都沉默着 冷眼旁观 他是我们大供奉的后人 我们本来不该登入唤星 但这次说不得也只能破例 等事情有了结果后 我们才会离开 班玉态度强硬 对商会舞者使了个眼色 那些人纷纷乘坐着战车 跟在食言后面 也向唤星而去 等一下 此事重大 容我禀报一声 大名和浩峰一道过来的千唤宗使神 到了这一刻 意识到情况不妙了 他不再准备任由浩峰为所欲为 终于认真对待此事 要尽到千唤宗外层护卫的真正责任 可以 班玉点头 众人看向食言 食言咧嘴 露出一个极其怪异的笑容 扬声道 你最好直接向林响禀报此事 不然 还是很难解决 那人脸色惊变 越发觉得事情大有蹊跷 隐隐犯出不对劲的直觉 食言实在太过镇定 从始至终 被千唤宗 随便重重包围之时 都没有露出一丝京剧不安 从容的有点邪乎 这表现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此人傻得可怜 要么 便是有耻无恐 从他对食言的暗中观察 他知道食言一点不傻 那就只有后面一种可能了 食言根本不怕千唤宗 碎店任何一人 这个结论 让那人极为震惊 本来还准备和浩峰的长辈联系的他 沉吟一下 改变了主意 他决定直接请示千唤宗宗主 请稍等 他突然脸色恭敬 微微举身 然后被朝着食言后撤一截距离 以密法勾连灵响 浩峰 行淫 搬誉众人 都露出惊异不明之色 尤其是浩峰 更是惊奇 因为他深知此人在千唤宗身份不低 除非面对莱娜 行淫这个级别的盟友 不然此人态度不会如此的小心谨慎 此人这么对待食言 只说明一点 他认为食言身份 地位等同于莱娜 行淫 靠风暗暗震惊 生出一种这趟怕是踩到铁板的感觉 暗自懊悔 行淫也艳脸殷勤不定 冷眼瞪了卫云一下 你们做的好事 搬誉最为自在 轻松地等候着 看向食言的时候 又挤出笑容 浩峰 行淫 班宇三人 都认为食言就是迪卡罗的后人 在他们来看 也只有如此 食言才不惧千唤宗 碎殿天水公 不担心会被惩罚 就在他们各怀心思之时 那联系林祥的使神一句话 令他们彻底蒙了 那人回头 一脸惊骇地说 宗主有令 让我们在此等候 他会和希泽店主 洛林公主一同而来 这番话落下 他自己都是震撼欲绝 匪夷所思看向食言 班宇 浩峰 行淫 未云众人 直接就傻眼了 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以林祥 希泽 洛林的身份地位 别说食言 仅仅只是迪卡罗的后人 便是迪卡罗亲自过来 他们三人也无需亲自相迎啊 更何况 还是三人一同过来 浩渺心海间 有谁够资格让这三人同时相迎 陈族 族长 明皇族 族长 秦淫 未云众人脸色发白 泛出强烈的不安 浩峰也是一脸苦涩 后悔到了极点 欧阳洛双则是生出一种作梦般的感觉 他静静看向食言 内心掀起猛烈波浪 他发现 他又一次低估了食言 低估了这家伙的神秘 那班裕 也同样傻了 摸着下巴脸色怪异 也猜不出所以然来 他知道 就算是他们居然商会的 会长亲自过来 也不见得就能够让林祥 希泽 洛林三人亲自迎接 在所有人惊骇不明之时 林祥 希泽 洛林三人连妹而来 除此之外 还有古莲 行名 莱纳 千换宗 碎点 天水公 十指掌权者 竟然齐聚一堂 哈哈 哈哈 林祥一闪现出来 艳阳声轻略长笑 笑声充满了欢乐高兴 尊主当真给我面子 树一登顶便亲自来我换星 当真让我换星 彭必生辉 只是尊主来之前 并未通知一生具体时间 我们也不能确定 未能早点安排 带满了尊主 真是心有不安 林祥他们早先便商量过 这趟要给足石岩面子 好打消他的提防 将事情办妥 因此 这三人才会同时而来 就是希望赢得石岩好感 趁早将之前商榷的事情敲定 在他们眼中 石岩还太年轻 只要他们稍稍认真对待 给足他面子 并会将石岩笼络住 班玉 浩峰 行淫 魏云 欧阳落双众人 自然不知林祥三人打算 不知道他们亲自出来迎接 其实另有深意 所以那林祥一番话落下 幻星外层千幻宗 碎殿 巨蓝商会的舞者 全部变得鸦雀无声 所有目光齐聚有人 都凝视在石岩身上 全部呆住了 每一个人心中 都生起巨大的问号 那问号填满了他们的脑海 占据了他们所有主体意识 这人到底是谁 呜呜呜呜呜 行上痛苦不已 此时也被境界道 急忙挣扎着发出声音 吸引众人注意 这事 希泽皱眉 审声道 我这殿内的麾下 怎得罪了尊主 石岩扫了一眼班玉 道 你来说明此事 班玉一呆 此时沉溺在巨大迷惑中 他在希泽 石岩目光下愣了一会儿 唯唯弯腰 一五一一时将情况严明 希泽冷恒一声 瞥了一眼身后的行明 眸中显出一丝灵力 行明局伸垂头 额头隐隐渗出汗水 连反驳都不敢 希泽虽不管碎殿各类事物 但行明却深知希泽的可怕 以不朽境界的修为和殿主身份 希泽真想杀他 他再是狐假虎威都没用 因为 他依赖的虎威 就是希泽本人 我遂殿请拿一两个人 不需要得到尊主首肯吧 如果此人为尊主的至深朋友 那此事算我们错 但听班玉所言 你们之间 希泽皱眉 他一句话尚且没有讲完 徒弟神情一争 向来以坚韧冷峻之称的武痴希泽 一脸错愕 周边众多围观者 也一脸亚然 表情怪异 因为此时 食言突然放开行上 竟随手将欧阳洛双拉过来搂住 抱着他那完美比例的铜体 凑在他风泽嘴唇便是一吻 吻得极为粗暴用力 让众人瞧得清晰之极 吻吧 他看也没看欧阳洛双眸中的羞恼愤闷 只是冲希泽一点头 道 她是我的女人 这话霸道狂傲之极 却让周边一众女性纷纷恶然 许多怀春少女全部露出迷醉之色 围着一刻的食言神魂颠倒 形影更是浑身燥热 觉得两腿间都潮湿了 就连兰娜若灵意争下 都脸色为红 眼眸不由异样起来 此事 算我碎殿不对 我这殿主很抱歉 是我对麾下管教无方 让尊主麻烦了 希泽也是一方豪雄 果断揽下 玄机立色看向行明 冷恒一声 要我教你怎么做吗 第1274章 她到底是谁 不敢 行明垂着头 连连鞠躬 将原神所的配套钥匙抛出 诚恳充实言拱手 真不知道这位小姐是您的女人 妄尊主海涵 此事 我堂弟弄错了 我们会给你一个交代 她看向行上 沉吟一下 道 自断一臂吧 行上脸色煞白 嘴皮子颤抖着 欲哭无泪 行明眼神阴朗 给出一个眼色 行上心神一颤 咬着牙 取出一柄利刃 将左手直接斩断 痛得浑身痙攣 尊主可满意 行明看向食言 所有人都看向食言 班裕 浩风 行淫一众人 都脸色为白 那行上自断一臂的举动 如将利刃斩在他们身上 不知为何 他们都心神一颈 觉得身有刺痛感 你稍等 我问问清楚 食言神情不变 似乎压根没有注意到 行上的自断手臂 接过钥匙 按照那班裕 原先说过的方法 他去解纳原神索 原神索有一个凹槽 就是钥匙口 钥匙移入 激发一丝神力 只听卡达一声 原神索突然松开 被拴在所内的欧阳洛霜的 分裂灵魂 如瞧不见的灵蛇 瞬间没入欧阳洛霜的脑海中 和他主魂融合五剑 他神体的种种束缚之力 也在顷刻间被撤掉 解除束缚后 欧阳洛霜先是暗恨地瞪了食言一眼 然后依然和他站在一块儿 神态轻逆 他知道他能够获得自由 知道那希泽给面子 行上断臂 都是因为食言的一句话 她是我的女人 要想保持这一切 要想自由地重新生活 他还需要继续地演下去 所以 他只能紧紧贴着食言身子 精美的脸蛋上 还露出娇羞之色 虽然内心暗恨食言趁机轻薄 但他也只能顺着食言来 双人 你觉得呢 食言柔声道 他这番话一出 便明显感觉到欧阳洛霜贴着他的身子 猛递一将 心中暗笑 他依旧神情认真 语气温柔 双人 如果不够 再断他一臂也可以 他扫了行上一眼 行上浑身冰寒 经脉都在颤抖 欧阳洛霜看向行上 又看向行明 也谋冰寒 淡淡道 剩下的事情 你就别多管了 我只要能活动 就能联系我师父 后面 他会为我出头 持言一呆 西泽众人也是为愣 旋即便洒然一笑 并未将欧阳洛霜这番话当一回事 请尊主一驾唤星 林祥见识情解决 唯唯一笑 然后冲那名传话他的使神点头 说道 浩峰不适合换蝶 队长一职 你和他家长辈说一声吧 那人点头 恭敬地映成下来 远处 浩峰面如土色 眼中全是绝望无奈 他知道 林祥的这句话相当于判了他死刑 以后他在千唤宗将用无出头之日 他远远看着食言的背影 心中一满痛苦悔恨 他知道他终其一生怕事也不能报复食言 这个能让他们宗主亲自相迎的人物 他和他的家人只能仰望 如果敢有举动 他们家人都会从千唤宗除名 他只能吞下苦果 选择将此事永远遗忘 和他不同 形影则是眼睛放光 满脸痴迷 他深深看向食言的背影 春星波荡不休 在他眼中冷酷雄伟的食言 简直就是世间最为完美的男人 如果能够和这种男子有依系之欢 就是死也值得了 至于昨日还和他欢愉的好风 则是被他直接遗忘 他看也没看好风的沮丧绝望 连安慰一句话的欲望都没有 直接便扭腰摆囤离去 到了他父亲行名那边 却从始至终没有回头扫一眼 对他来说 好风已经是个过去式了 我也是从巨栏商会 会长那边 知道你会过来 也是如此 希泽洛林都在我这里等候 只是不能肯定你何时过来 也就没法迎接 真是抱歉 没想到中途还有了点小麻烦 林翔一路轻笑着 随意从容地在前方引路 不时地说着抱歉的话 希泽洛林 莱娜在一旁陪着 一行人一路跨过那幻星外围光圈 直接落向幻星本土 秦明古莲 班玉一众人 则是处在后面 没有马上走开 班玉 这趟你们旅途劳累 就一并再换新些些 商船上的物资 我会派人安排 你们也来吧 千换宗的古莲 得到林翔暗示 主动邀请 班玉对食言身份好奇到了极点 古莲此言正合他意 立即就同意下来 扬声道 那就唠叨唠叨了 你们预定的物品都在商船上 和以往排列一样 请你们收获吧 好 我会安排 古莲笑着 带着班玉和聪明境界高深的商会舞者 也在林翔 食言欧阳落双之后 网唤新而入 好风垂着头 一言不发 乘坐幻蝶悄然离开 身影落寞萧色 秦明根本没留意到他的离开 只是假惺惺的冲行上道 唐叔 这件事怪不得我爹 店主发话了 我爹也没办法啊 你好好休息 不过只是断一条手臂 等事情缓过去了 我保证令你恢复原样 此事辛苦你了 我会记着 我会亏待你 行明没有离开 就是为了安抚行上 言辞切切 保证会让行上恢复 免得寒了人心 他没有希泽强悍的武力 他很有自知之明 知道他要在碎殿位置稳固 离不开强悍手下的班底 他能在碎殿拥有今天 和他善于拉拢人 也有很大的干系 我只想知道 他到底是谁 行上断壁血止住了 甚至却一颤一颤的 脸色苍白询问 此言一出 行淫未云和别的碎殿舞者 也都全部凝神 皆是好奇的看向行明 这是他们所有人心中的迷惑 持言 到底是谁 嗜血心尊主 这一次使缘果的得道者 如果没意外的话 未来万年的星海 此人会是真正霸主 行明清探 玄疾宽慰行上道 此时我们认栽了 不过他已经不管了 你不会有事 嗯 他刚刚荣登尊主之位 殿主他们自然要给面子 因为他如果能够存活下去 继承当年那人一波力量 未来 他真的会令所有人恐惧 行淫 行上 魏云仪众人 都是惊骇欲绝 面色殷勤不定 原来是他 难怪了 行上苦涩道 嗜血这股当年还要凌驾神族之上的势力 文明天地每一个角落 时隔万年 嗜血一脉要乘势而起 继续执掌天地的说法 从石言得道始源国起 就开始在星河间流传开来 所有星海势力 都认为浩渺星海中 也只有嗜血一脉能够和神族比肩 能取代神族 成为以后万年的主角 他们净倒霉地招惹了未来的星河霸主 又岂能讨到了便宜 行上 魏云只能干认倒霉 行影眼瞳内却星光闪烁 在他心中 是原本就惊人的魅力 因这一层身份存在 又再次攀升一大劫 这种男人 并要寻一切机会赚注 绝不能错过了 他暗自下定了决心 幻域外围 一处有六块陨石组成的碎乱之地 力量磁场极为奇特 如六条河流汇聚一点 一块明镜浩劫的月亮金河 从极远处穿射而来 如月亮坠落 画向那六块陨石地 金河上 一个神情慵懒男子 喝着唇香美酒 吃着金银水果 缓缓降落 他眼睛细长 脸上线条如女子柔和 细致阴柔如水 很是奇特 此人一身随处可见的宽袍 袖口极阔 似乎藏着无尽神庙一般 他身下月之金河 为明月之金破 是他最近才练画一颗月星形成的 是准备给他徒人修炼所用 这块区域 就是他和徒人约定之地 落下后 他脸上慵懒渐渐收敛 眼中浮现出神圣的光芒 照耀四周 如细致入围的僵簇月前的场景 重新映照在世海 他默默看着身旁 脸色渐渐变得阴厉 许久 他冷恒一声 碎电的人 连我徒儿都敢挟持 真不知道天高地厚 话罢 他轻点一下月之金河 骤然间 亿万月光如银针暴射 灵力之极 啪啪啪啪 一眨眼间 那六块巨大陨石纷纷爆碎 陨石碎片如炮弹 汹涌冲入幻域 在幻域内形成狂烈风暴 肆虐周边 取多在幻域内活动的千幻宗武者 都遭了殃 被贪污火形成的鱼扑角的天翻地覆 许多虚神境界者都惨死了 幻域一场风暴由此而成 从外围开始 慢慢席卷内部 直接涌向幻星 最终被幻星外围那一圈圈光环给挡住 而此人 则是乘坐月之金河 英立的一路横冲直撞 将沿途许多幻兽一级袭杀 虽库拉朽般直向千幻宗主星即冲 静地雪海中 赤利之岛上 明号一缕灵魂树然显现出来 直入肥列特寝宫 肥列特 悬河正商榷要是 见他幽魂落来 都是面色不悦 明号灵魂晃悠着 明众道 事情有变 我收到消息 逍遥去了幻星 此言一出 悬河肥列特神情巨变 猛地站起 逍遥之名 悬河肥列特深有体会 一听他去了幻星 当即变了脸色 着手准备重新安排 第1275章不清不白 幻星湖伯中央小岛 林祥将食言一路带来 落在岛上 笑道 多年来我一直在此地苦修 寂情山水天地美景 都快遗忘力量真谛了 希泽 洛林 来那三人 都暗中留一时言 想看他如何来回应 天地煎熬意 遍布每一方寸 有星者能瞧见真实 愚顿者人在宝山 也看不见宝在何处 食言在一座座逐楼间 深吸一口气 脸上犯出奇彩 赞道 此地为唤星灵魂 这星辰最精妙之处 便在这儿了 果然神奇 其在何处 林祥讽笑道 无处不齐 食言看向周边 这山水湖泊 逐楼停歇 由于灵兽 我都不能瞧出真假 林祥 希泽 洛林交换了一个眼神 暗暗点头 此地当真便是 幻星灵魂之地 幻星之所以有幻字 就和此地有关 甚至连幻域的形成奇特 也和这儿有关 这山水风景由于灵兽 都切实存在着 却又能随时变幻 无比怪异 这山水风景 与二灵兽 应该是宗主使戒之物 挪移而出 收发存活取决你一念间 这里因为空间层层叠叠叠 并非你使戒 但和你使戒贯穿 你使戒 便在其中一层空间 可是如此 食言涂地一阵 猛地反应过来 惊恶看向灵响 此言一出 灵响三人悚然动容 暗暗惊奇 食言能瞧出 这里为星辰指灵魂 山水风景为虚 这一点已经极为不凡 没想到他宁神体悟一煞 还说出这山水 风景竟然来自于灵响使戒 说灵响使戒 为重叠空间的其中一层 这就不是一般人能看出的了 就连当年来那 行明两人出灵此地 也只能看出第一层 未能如食言一般 将第二种深意说出 不愧是信任尊主 使神境界的修为 竟然能瞧得如此透彻 希泽点了点头 由衷赞道 的确眼力不凡 看来神族这趟真有麻烦了 洛林淡然笑道 食言身旁的欧阳洛双 一路静静跟随 一言不发 此时他明眸转动间 同人内月光如水倾泻出来 洒落他脚下 奇妙的变化作然出现 他谋中流出的月光 如腐蚀粒可怕的硫酸斑 将这宁静山水给消融掉 迅速改变着这个世界 由重重幻象构成的世界 在他谋中能瞧见 真实的月华照耀下 竟然支离破碎 不多时 一个真实的世界重现天地 周围重山峻岭 古墓成林 他们处在一座座雄伟宫殿之间 那些宫殿以巨石堆砌而成 厚重朴实 自有一股令人敬畏的威严 这才是真实 他谋中月光 将虚幻撕裂 将真实显现出来 林祥 希泽 洛林众人 都脸色怪异 都深深看向欧阳洛双 似乎发现了什么神庙一般 小姑娘 你师父是谁 洛林忽然想起 欧阳洛双之前所言 说他师父会帮他报仇 当时洛林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现在洛林隐约有点不安 欧阳洛双施展的奇妙月华 让他有种熟悉感 好像在什么人身上听过 那人 应该极为古老了 令他记忆都有点模糊 如果他没有感觉错误 那欧阳洛双的师父 应该是一位极其可怕的人物 可能和他的师父为同一时代的人 林祥 希泽也愣住了 目入思索 盯着欧阳洛双深深看着 从欧阳洛双的力量变换中 他们也觉察到了神奇 欧阳洛双身上圣洁无瑕的气息 也让他们觉得有些熟悉 只是一时间 还真的想不起来 两位路途中也遇到了不少烦心事 今日你们暂且歇息歇息 等明天我们再行谈论要事吧 林祥没有确定欧阳洛双的身份来历 准备先缓一缓 也好和希泽陆林能够再谈谈 通过今日和石岩的解除 来慎重对待此事 石岩导师无所谓 道 也好 小林二 你来安排贵客 林祥淡然一笑 扬声喝道 从后方愁迷林间 忽然飞来鼓林 他眼睛灵动异常 过来后板着脸 似乎不太高兴 道 你们跟我来吧 林二是我干女儿 林二的父亲 是我把子兄弟 可惜因年早逝了 林祥解释一句 眼中有着一丝黯然 石岩唯唯点头 古林则是小脸一寒 哼了一声 在前方引路 静止往一处雄阔宫殿而去 石岩看了一眼欧阳洛双 欧阳洛双神情从容 主动凑向他 与他一道往古林的方向行去 你们怎么看他 待到石岩欧阳洛双离开 林祥回头 眼神出神地询问 颇为不凡 眼光独到 境界此时虽然弱 但以誓血尊主的奇特 怕是能提升迅猛 路林回答 没那么简单的 誓血尊主的那可怕傲益 不用担心神力不够 但是境界的体悟 还是需要步步积累 莱纳摇了摇头 我在使神三重天大圆满 离不朽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可这一步 已经困了我两千年了 境界体悟不够 力量精纯也不足以突破 希泽 你怎么看 林祥道 他能战胜哈森 能战胜黑格 已经足以证明他修炼天赋 比那两人只高不低 再加上嗜血一脉 独到的奥义 我想他的未来 会非常宽阔 希泽道 我和希泽看法一样 这小子如果能不死 未来绝对是个可怕的人物 林祥点头 他身边那女子流动的气息 有没有一种熟悉感 若林忽然发话 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 林祥神情一宁 总觉得在什么人身上看过 可惜一时间想不起来 所以我才先安排他们休息 我们都礼一礼 嗯 我也觉得有点熟悉 似乎听谁说过 希泽道 几人疑惑着 皱眉苦思 暗暗惊喜 另外一边 古林没有一点好脸色 将食言欧阳洛霜 引入一处宫殿 冷着小脸 道 这是我们千唤宗 招待贵客的地方 你们进去吧 有什么需要 自己叫人来 话罢 古林便是一脸厌恶 暗骂男人 没有一个好东西 轻横着便抽身离开 他和塞西利亚关系极好 这趟塞西利亚 贝莱纳暂时禁锢着 为食言知识不能脱身 食言从患愈过来 却带着一个陌生女子 还严明为她的女人 古林暗暗为塞西利亚不值 对她自然没有好脸色 等一下 上次我见你和塞西利亚一道人 这趟 她没有和她师傅来纳一起过来 食言轻呼一声 询问道 你问塞西利亚作甚 有了新欢 难道还惦记着旧爱 男人真是靠不住 古林是现在 在她和欧阳洛双间游异着 明摆着讥讽她 塞西利亚到底再不在这里 食言皱着眉头 不知道 古林冷和一声 含着小脸掉头就走 持隔多年 你依然如此风流 无论人在何处 身旁从来少不了家里陪伴 果然是本性难移 欧阳洛双声音清朗 在古林走开后 突然插话 她神是念头一转 便发现周边无人存在 所以不再刻意地靠近食言 主动拉开一截距离 神情为冷 食言站在门口 看向店内古仆的楼层结构 文言回头 眼睛在她同体上流转一圈 忽然说道 那么你 算不算我身边家里之一 楼也搂了 心也轻了 怎么说也算是吧 她不爽欧阳洛双的态度 出言反击 欧阳洛双玉之般的白皙脸蛋 骤然显出一丝动人烟红 银牙轻咬 无耻 随你怎么说 但有些事实却无法改变 而且在这换星 你还必须承认为我的女人 持言耸肩 潇洒道 等我师父过来 你我肩就清白了 那小丫头也不会瞧你不满了 欧阳洛双吸了一口气 便恢复淡然 她在心性修养上面的功夫 要比很多人精湛得多 我很好奇 你的师父到底是谁 持言咪着眼 欧阳洛双身上的气息 和她知晓的神族强者很相似 她之前就在猜疑 后来听说欧阳洛双还有师父 她当时就很想知道是谁 现在欧阳洛双主动提起 她顺话询问 是谁 欧阳洛双露出一丝迷惑 犹豫一下 才到 我也不知她的身份来历 不过她的境界修为 应该极为精湛 她这趟来换星有事 让我在外围等她过来 我在等候的时候 和形上 为云发生冲突 失手背情 顿了下 欧阳洛双名谋柔和 小声道 还是谢谢你 我没想到你这种冷漠的人 会出手救我 持言摸了摸鼻子 我本不想搭救你 但想起当年的你 总觉得让你被行名这角色糟蹋了 当真天理难容 当年的我 欧阳洛双亚然 持言点了点头 目光奇特 追忆道 那年 我境界低违之极 在那天陨成你 破掉天外陨石而出 如月神灵世 风华绝代 那时我曾想 如你这般的女子 或许只该存在男人的梦境之中 而非真实出现 那年的她 缠若如蝼蚁 而欧阳洛双则为月之女神 天未尽的修为 双方之间如有永远不能跨过的鸿沟 天差地别 第一千二百七十六张深层体悟 千换宗安排的宫殿宽阔雄旗 有独特的修炼密室 有施展奥义的练功场地 宫殿有七层 每层高百米 房间近百 这宫殿足够容纳数百人 此时 却全部归石岩欧阳洛双两人占据 宫殿有许多阳台窗户 夜里 天上有三轮换月悬浮天际 成品自行 那换月 为极远之地三颗月星的映照体 并非真实存在 却能给换星带来光明 当夜 石岩和欧阳洛双同处一个石台 眺望朦胧皱渺星海 都生出境遇无比奇妙之感 他们同为神恩大陆上的舞者 却远离亿万距离 在这幻星象剧 一并看着苍穹 回想当年一幕幕 如梦境闪烁变幻 当年我从那陨石走出 也曾隐隐觉察到你的气息 只是我心系三神教之事 并未留心查探 欧阳洛双眼睛明镜 淡然说道 真没有想到 当年的小舞者 竟然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世事难料 石岩洒然 道 我也没有想到 当年在我眼中如神之般的你 现在会和我并肩谈论往昔 更没想到还能一清方泽 能不提这件事吗 欧阳洛双脸一冷 石岩黑黑怪笑 你真是那嗜血的新尊主 欧阳洛双徒弟问道 你也听过嗜血的名号 石岩亚然 当然听过 我在星海间游荡多年 也经历过许多事情 自然知道许多隐秘 欧阳洛双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好奇询问 听说嗜血一脉万年前便是心和毒瘤 人见人聚 八大魁首更是血腥残忍 江星海弄得支离破碎 人人喊打 可谓是罪恶之源头 他说起嗜血一脉时 竟是没有一句好话 全部都是负面的乐言 石岩亚尔 亚然道 你都是听谁所说 大家都是这么说 他自然道 以前 我也不知道这一脉究竟如何 但以后 我会令其发生变化 石岩沉吟着 道 神族夺得天地 也没有给这星海带来太多变化 他们许多做法甚至更加极端 因神族崛起 星海间一些曾经的种族 都消失了 他们并不高尚 欧阳洛双微微点头 我师父也这么说 咦 石岩愣了 心中疑惑 他说当年神主因重创沉睡 将大权交给长老慧 长老慧将神族脚的乌烟瘴气 的确有许多问题 他解释 石岩心中迷惑更甚 皱着眉头没有多眼 暗暗怀疑 嗯 他心神一动 徒弟看向一个方向 眯着眼 皱眉道 他来做什么 谁 欧阳洛双问 行名的女儿 石岩摸着下巴 眼神怪异 欧阳洛双冷恒一声 我被擒住的时候 听行上 魏云书起过这女人 这女人面手无数 一双玉壁当真是千人整过 他眼神厌恶 石岩亚然 点了点头 说道 那可真葬 葬得我都不想多看一眼 他起身 略显鲜瘦的身姿一晃 忽然消失 不多时 那行影从远处款款而来 扭腰摆臀 风姿曼妙 一张胶炎如桃花烟红 明显认真湿了粉袋 他笑盈盈的 眼眸波光流荡 胶声道 我是代表碎店 亲自过来登门道歉 我堂熟知识 我和我父亲很是抱歉 专程带了点东西过来 来补偿补偿 他的东西 我不要 欧阳洛双的声音 心声在石岩耳边响起 这女人 我也不想见 石岩淡然一笑 在高台上俯瞰着下面的行影 道 就算是要道歉 也不是你来 行影亲自过来身份还稍显不够 至于你麻 还不够格 他眼神一明 树地 无数星光化成明亮蛟龙 从虚无内钻出 将行影丰满身姿裹住 直接远远抛开 就这么给驱逐掉 一道月光闪过 欧阳洛双重新现身 他看向行影消失的方向 带眉为动 道 他因你而来 这女人春星荡漾 是来投怀送抱的 石岩笑而不语 我以为你会笑纳 他虽然急躁 但模样还算是出众 你这种家伙 怎会将他拒之门外 欧阳洛双清丽眼眸闪烁 这里已经有你了 多一人便不美了 你也说了 他太脏了 我这人向来洁身自好 石岩潇洒到 洁身自好 欧阳洛双嘴角勾起古怪的弧度 似强忍着激笑 请别侮辱这个词可好 石岩脸一黑 扑痴 欧阳洛双中忍俊不惊的轻笑出声 如一朵冰霜花绽放 美的惊心动魄 石岩则是看得蒸蒸出神 你笑起来真好看 他真心赞道 你应该多笑笑 这样会更有亲和力一点 我喜欢你的笑 欧阳洛双立即收敛笑容 哼了一声 道 你又不是我的男人 据我所知 你被封在陨石千年 应该没有经历过情感吧 我先前亲吻你的时候 你惊慌失措 嘿嘿 应该是首次被男人侵犯吧 石岩咧嘴 一脸得意 欧阳洛双则是翘脸声寒 就算是我救你的酬劳吧 石岩耸奸 沉吟了一下 说道 你将实界显现出来 给我瞧瞧奥妙 我总觉得你修炼的力量傲益 似曾相识 为什么要给你看 欧阳洛双青横 但却真的将他实界展现出来 他实界很奇特 一轮轮明月高悬着 明月下面为一红无际寒潭 潭水清澈深幽 将明月映照出来 他实界内的月华 也冷冽之极 似乎被寒潭内寒气影响 他将月之精傲和冰寒之力融合 形成如此奇特实界 那实界一出 石岩如被冰天雪地给笼罩 身心泛寒 果然有点熟悉 石岩深深看向他实界 心神一动 自己的实界也浮现出来 如苍穹被一副风景画遮掩 日月星辰一一浮现 颗颗生命之星缓缓旋动着 无影的虚空 宽阔的天地 他的实界如南瓜星海 广袤无际 那曾经融合神族先辈的一颗颗月星 流转着圣洁无瑕的气息 和欧阳洛双使界的月亮波动非常相似 还要更加神秘一点 比这使界 怎的和浩和星海一样 我从未见过如此奇特 欧阳洛双惊讶之极 他凝神去看 神情为振 那月星 让我觉得很是亲切 你将你自己的使界收敛 你进入我的世界 到那月星上感受一下 石岩怂恿到 欧阳洛双一呆 眼神犹豫 进入别人的使界 意味着生死就由对方掌握了 一般来说 境界相差不大的舞者 都不敢轻易这么做 除非关系至轻 才敢尝试 每个人在自己的使界中 便是唯一的神知 能将天地奥妙真神奇之处展现 在别人的使界中 是最为被动不过的 相当于将性命交给对方 别磨蹭 我要害你 你还能这么自由 对你来说 我的使界是个机缘 能否把握 就看你自己了 石岩皱眉 欧阳洛双咬着牙 想了一会儿 果然将自己使界收掉 偏然移动 钻入他的使界中 他和石岩同时 泛出一股奇妙感 他如同进入全新空间 在星海内游荡着 在这空间内 到处都是石岩的气息 他有种来到 石岩神体灵魂深处的感觉 像进入石岩的内心 石岩的感觉同样奇妙 欧阳洛双一进来 就瞬间灵魂为阵 生出一种能洞悉 欧阳洛双心灵所有秘密的感觉 那感觉他有体悟 神恩大陆上的众多生灵 他复魂都能感知喜怒 能深层次进入对方心灵梦境 如神一般轻易 此时 他就是这感觉 在他使界内 他是神明 欧阳洛双是他的臣民 能主宰生灵生死 灵神细想 他的一缕意识从四面八方涌来 渗透向欧阳洛双的心田 是海祭台 甚至使界之中 那欧阳洛双的使界 如一个小空间 在他使界中 他用心神感应 似乎能通过自己的使界 勒破欧阳洛双使界的奥妙 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奇妙感 他有种感觉 如果他此时突然施展吞噬奥义 他能将欧阳洛双使界吞没 将欧阳洛双的使界 化成他使界的一部分 不觉间 他闭上眼 用心体悟着奇妙 体悟别人进入他使界的感觉 同样的 欧阳洛双也在他使界内的月星上落足 踏入那月星的仪煞 欧阳洛双生出一种感觉 那月星 为他修炼奥义的一种极致 一颗颗月亮中 蕴含着最惊傲的力量真谛 他灵魂颤抖着 极为震惊 全身心地投入起来 去体悟那月亮内的奇妙 那一颗颗月亮 为神族先辈的使界演变而成 拥有光明奥义的真谛 对修炼月之奥义的他来说 简直是无界归宝 两人 保持着奇异的近况 都在体悟当中奥妙 却找寻对自己有益的美景 他们的灵魂 在这个过程中如慢慢升华 对境界奥义的认知 逐渐地提升着 他们暂时遗忘了时间 沉溺在无比的奇妙中 以心灵的碰撞 纷纷进行感悟 对奥义深层次真谛 进行着追寻 第1277张洞察危机 一株百米古树从夜中 一道艳丽身影狼狈地倒旋着 条条晶莹蛟龙拴在他身上 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消失 扑通 形影跌落在地 浑身酸痛 娇艳的脸上不满恨意愤怒 从小到大 他还没有遭受过如此大的羞辱 放弃子尊的主动投怀送抱 不但被拒绝了 还被丢死狗一样丢得远远的 这时形影一声莫大耻辱 他虚神三重天境界的修为 被那星辰蛟龙束缚的时候 没有一点还手余力 这让他又恼又惊 待到那蛟龙扑里 他恢复了行动力 远远看向那宫殿的方向 咬了咬牙 竟然不知死活又凑了回去 不多时 他重新来到之前站立的方向 欲向食言讨葛说法 然而他抬头凝神一望 却忽然呆住 宫殿一处途出来的石台上 食言使界如灿烂星河 星辰如钻流转 那欧阳落双则如一缕月之精华 在他使界月星上走动着 食言本人 也紧闭着双眼 一副沉溺在境界体悟的奇妙中 他看了一眼 就心神为振 谋中犯出一丝狠利 他对使界和境界的奇妙 有着不浅的认知 他心里面很清楚 食言使界为欧阳落双开放之时 不能受外界打搅 如果这时候出手报复 行淫眯着眼 在斟酌犹豫着 一时间不能下定决心 食言很明显不将他放在眼底 对他没什么兴趣 不然不会如此无情 连让他接近的机会都不给 刚刚才遭受羞辱 按照他的性格 肯定是要报复的 只是那人可是嗜血尊主 万一 行淫也不敢轻举妄动 你最好趁早离开 就在此时 古灵如灵间精灵 悄然闪现出来 眼睛冷冷看向他 行淫眉一条 贴了一眼古灵 讥讽道 怎么 你也对他有兴趣 古灵小脸一寒 冷笑道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般 见到男人如见到烂热的苍蝇 非要盯上几口 常常滋味才甘心 他和塞西利亚关系交好 一直瞧行淫不顺眼 话语当真毫不客气 你知道我想做什么 行淫脸色一变 谋中闪现一道立光 不论你想对食言做什么 我都劝你收起念头 他不是你能得罪的 也给你付清 给碎店 给我们三方热麻烦 否则的话 谁也保不住你 古灵冷哼 趁着他还没有苏醒 你最好早点离开 不然让他知道你心怀不轨 你就不会只像刚刚一样 被直接丢死狗搬丢走 我怕你会真的变得一条死狗 古灵年纪不大 可真要刻薄起来 还真是令人头皮发麻 行淫艳丽的脸蛋变得极为难看 他知道这里是千换宗的地盘 也知道古灵为灵祥干女儿 在这里招惹不起 沉吟了一下 行淫一言不发 只是狠狠瞪了古灵一样 含着脸退走 带到行淫离开 古灵才抬头凝视石炎的方向 明眸泛出惊奇之色 他知道此时石炎开放了使戒 让那敖阳落霜进入 双方正以一种极为奇特的方式 同时去体悟傲益精妙 石炎那如星河深邃浩妙的使戒 深深吸引了他 他见过许多使神的使戒 然而 从来没有一人的使戒 如石炎的这般神秘精妙 这般深邃无垠 看着那使戒 他有种仰望星空的渺小 仿佛那使戒 便将天地星海吞没了 好神奇的使戒 能在里面体悟傲益精妙 肯定能有大收获 不知道塞西利亚有没有福气 在他使戒内修炼过 哼 花心的男人 见一个爱一个 败类 古灵先生喃喃低语 话到后来 小脸一寒 经不住骂了起来 幻星一处封闭的偏僻区 几间清脆的竹屋 被浓郁的白雾层层覆盖 那白雾很奇特 能隔绝灵魂意识 隔绝视线声音 为一种强烈结界 一间竹屋内 天水攻得来 那皱着眉头 在他眼前悬浮一滴巨大水珠 那水珠中场景清晰 赫然便是石炎 欧阳洛双共同体悟 境界傲益的景色 塞西利亚神情低落 在屋内静坐着 深深看着那水滴内的场景 咬着下唇不讲话 他途中和巨蓝商会商传一道 然后因为这个女人和碎店发生冲突 说这是他的女人 逼得希泽都不得不致歉 本来我们都以为 这女人和她没什么关系 或许只是普通朋友 她是因为要救那女子 才刻意那么说 那么做 来那看向塞西利亚 发现塞西利亚眼神酸楚无奈 心中一叹 继续说 但现在来看 她和这女子可能还真有点什么 若不然 那女子不会没有任何防备 就这么轻巧冲动进入她使界 而她 开放使界出来 好像也是为那女子体悟某种精妙 若说两人之间真的没有一点关系 我还真不幸 塞西利亚垂着头 并未答话 不值得 我真的觉得不值得 我打听过她的一些事情 此人性情浮夸 她走过的足迹 身旁从不缺少女子陪伴 你 只是她生命中一个小小的过客 对她来说 你和那些女子没任何区别 而你 如果将她当成身心寄托 可能会凄苦一生 来那劝慰 塞西利亚抿着嘴 沉吟许久 抬头 美谋犯出一丝痛楚无奈 我初认识她之时 就知道她是怎么一个人 但我这一生 却在没有见过比她更加出众更令我动心的人 要么舍弃懊悔 要么深入事后痛苦 但后者至少算经历过 有值得回忆的东西 而前者便是错过 可能少许多痛苦 但也少了人生中一段风景 师父 你说我应该如何选择 莱娜亚然 她深深看向塞西利亚 许久才摇头叹息 看来我只能继续让你留在这儿了 师父 公主她们为何要那样做 塞西利亚思索着问话 迟万年来 茫茫星河始终由四大种族称霸天地 他们交替崛起称雄 将星海角的始终动荡不休 有许多势力 许多种族 甚至许多心欲 都因他们的交战永远地消失 这四大势力就是星海的罪恶源头 莱娜看向她 无奈到可惜他们太过强大 别的势力在他们间的争斗中 往往只能成为配角 无奈地陪着他们折腾 没有选择 迟至今日 我们不甘心永远任由他们乱来 我们和那些不是四大种族的势力 想让这四大种族安分安分 由我们来维持星河的平稳过渡 说的直白点 就是千换宗 岁殿天水宫经过多年积累 觉得也有争霸天地的实力了 想真正尝试尝试 对吧 塞西利亚一言中的 莱娜恶然 微微一笑 道可以这么说 这趟 他们准备怎么办 塞西利亚又问 将那是血一股给食言 同意和他们联合 带他离开唤星 便散播消息传递此事 神族自然会派遣强者过来击杀他 是血一脉也会知晓此事 会安排人进行保护 可能一出千换星域 双方就会正式交锋 拼格尼死我活 莱娜道 明白了 食言是点燃战火的一枚棋子 我们要在他们没有准备好之前 就促动他们狂暴相斗 然后关局势 选弱者支持 塞西利亚道 不愧是我图人 思路非常清晰 说的一点不差 莱娜赞道 在食言的使戒中 时间空间似乎停滞 一切由他掌控做主 他若刻意放缓时间流逝 时间便能慢下来 欧阳若霜在他使戒内 在一颗颗月星上流连忘返 去体会那神族先辈的奥义精妙 浑然不知时间的流逝 食言沉溺在自己的使戒 在空间 星辰奥义上摸索着 追寻着真谛 不知过了多久 他幡然行转过来 凝神意感应 他微微皱眉 心神意转 使戒中 欧阳若霜如被神之巨 手握着腰肢 如从一面湖泊内被扯了出来 重新在真实世界内出现 食言深深看向欧阳若霜 眼神极为复杂 通过对欧阳若霜使戒 力量奥义的解析 他得出一个结论 欧阳若霜的师父 一定是神族一名强者 能精通神族先祖奥义 并且能传授使神意中天的 欧阳若霜 让他真心钦佩认可者 绝对非同小可 而听欧阳若霜所言 此人还会来换心 来办点事情 食言生出一种不妙的感觉 隐隐中 觉得有一个巨大的危机 正一点点的靠拢过来 他深深看向欧阳若霜 晨音许久 突然到 后面的时候 如果形式很不妙 我可能会做出一些让你痛恨的事情 先提前和你打声招呼 放心 我不会真的对你如何 但是要先知会你一生 他这番话说得极为含糊 至少欧阳若霜没有听懂 追问道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可能需要利用你 帮我达成目的 食言眼神怪异 利用我 我有什么让你利用的价值 他宁静的眼眸 写满的不解 他并不知道他师父的真实身份 只知道对方很强大 他没有将食言和他师父之间联系起来 自然不可能猜出食言的想法 总之 你提前有数就行了 等到了时候 你自然知道我这番话的真正意思 第1278章逍遥 缓星 幻胡小岛中 林祥 希泽 若林一起商谈明日将如何应对食言之事 说那嗜血骨骸的交出 要不要设置下关卡 不然直接给出 会不会显得自己太直接 他境界略显低违 设置关卡的话 怕他应付不来 东西反正肯定要给他 还不能让他觉得我们太随意 还真是麻烦 若林苦笑道 嗯 使神一众天的境界 的确不值一提 若非他为新尊主 根本不会被重视 但我们要是直接就将嗜血骨骸给他 也太过轻松了 他会不会怀疑我们 怀疑我们有什么诡计 林祥道 这种事情你们拿手 别看我 我不擅长阴谋诡计 希泽白首道 希泽此言一出 林祥 若林脸色一僵 略显尴尬 徒弟 林祥神情微动 袖口中一卷古书浮现出来 他一点 书页翻动 那纸张上犯出奇妙波动 隐隐浮现出幻星外围那圈圈光环 他似乎通过着书卷 能洞悉幻星外围种种变化 同时 一道灵魂音讯 也从那书卷内转来 直达林祥是海 希泽 若林都没有作声 都皱眉看向林祥的动作 暗暗等候 他们知道那古书名为林祥手中其宝 名为千换万遍书 能连通换遇神庙 能滋生万千其变 奥妙无穷 他们都看向林祥 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他们明白林祥与他们交谈的时候 已经吩咐过 除非极大的麻烦事 否则不准别人打搅 如今他们还在商谈要事 却有人不合时宜联系林祥 足以证明事情不小 果然 林祥将那千换万遍书收入袖口 脸色为变 幻域内涂生陨石碎片风暴 亿万块陨石碎片如利剑涌向唤星 被外层光环防御柱 但我千换宗有很多幻兽和弟子 都被那碎石风暴冲击 死了一些人 是谁敢如此大胆 陆林脸色凝重 这里为千换宗主星 而千换宗又是新海间极为著名的强大势力 敢和千换宗教版的势力 天下屈指可数 除了四大种族的狂人 怕是眉不开眼的敢在我幻域放肆 林祥俊一脸上布满一丝阴寒 我听他们说了 见过一人乘坐月之惊破 一路横冲直撞 正朝着我们唤星带来 那人什么模样 陆林心神一动 觉得隐隐把握到了点神吗 据说模样懒散 途中还不时喝酒吃着水果 他根本没有将我们放在眼里 林祥寒声道 懒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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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林神情巨震 一道电光在脑海中闪过 惊叫道 逍遥 是逍遥 此言一出 林祥 希泽同时惊变 露出骇然之色 定然是他 实言身旁小姑娘口中所谓的师父 就是逍遥 我早该猜出来 洛林喝道 林祥 希泽一听逍遥之名 脸色都变得出去凝重 脑海念头一转 联系起之前困惑他们的那种熟悉感 也都反映过来 知道洛林猜测不差 来人应该便是逍遥 神族四大天王的逍遥天王 上个时代就名声赫赫的超绝人物 此人 已消失万年 久远到希泽 林祥 洛林都迟迟想不出来 在逍遥强势之时 林祥 希泽 洛林都只是小辈 还跟在师父后面 只是使神境界 逍遥当年的手段他们都很清楚 一听过来者竟然是他 都变了脸色 轰轰轰 就在此时 幻星猛地剧烈摇晃起来 如被巨手冲击 幻星上大地巨震 许多山风崩塌 河水泛滥 宁静了无数年的幻星 如要迎来末日 所有千幻宗的舞者都心神经巨 千幻宗主何在 还不敞开门户 难道要我破门而入不成 一个音绵绵的声音 在幻星云层深处传来 响彻在幻星每一个角落 震战着所有舞者的心灵 那声音一出 仿佛天威压迫在幻星苍穹 朕的人喘不过气来 果然来了 西泽宁神低喝 他真能轰开来 还是让他进来吧 洛林苦笑 林响点了点头 玄机突然将手中 天香安神玉盒子拿出来 匆忙交给洛林 道 你速去找食言 将这盒子给他 让他拿着立即离开 西泽心神一动 也将自己的天香安神玉盒子交出 立即抛给洛林 让那小子赶紧走 他要死在幻星上 我们都有麻烦 洛林二话不说 拿着盒子便没了踪迹 同时 更加狂暴的震动 从那苍穹传来 那音绵绵的声音载起 千换宗链至层层结界不易 损坏了太过可惜 我只数到三 下面的人自己斟酌 一 林响暗叹一声 扬声道 逍遥前辈大驾光临 晚辈千换宗这代宗主林响 恭迎前辈到来 他手指拨弄着千换万遍书 将外层的防御给撤销了 容逍遥长驱止入 一个阴柔俊美的男子 忽然乘坐月之精华 划破苍穹而来 直接落向幻星中央腹地 幻星上众多舞者 纷纷闻声聚集而来 那林响西泽所在的幻胡 骚然一变 直接场景变幻 化成茂密的山林 形成雄伟宫殿群 周边宫殿内 班育 行明 行上 卫云 古连仪众人等 一一显现出来 惊骇地看向来人 他们中很多人 尚且不知来人身份 只是由衷地觉得惧怕 因为来人从天而降的气势 竟然让他们生出一种要跪拜的感觉 是谁在碎乱之地 对我徒人出手 怦然一声俱响 逍遥身下月之旗时 将促作宫殿摧毁 他则是顺势下来 懒洋洋地巡视四周 他一眼瞧见行上 抿嘴一笑 行上简直魂飞魄散 过来 逍遥身手一招 行上 卫云如被攥住脖子的小鸡 腾空飞起 瞬间落向逍遥面前 逍遥张口一吐 两道月光浮现 顺着行上 卫云眼瞳深入他们脑海 在他们试海 记忆中大四活动 在众人的注目下 行上 卫云露出恐惧之极的神色 嘴角 眼角 耳朵 鼻孔不自禁地流出污血 眼中光泽迅速暗淡 皮肤如风干的枯木 失去了生机神采 每一个都泛出毛骨悚然的感觉 心神惊惧不安 他们看得出来 这逍遥已搜魂之术 直接去剥离行上 卫云的记忆 以摧毁他们惊魂 生命为代价 来获取他需要的记忆 秦明浑身冰寒 这一刻 觉得如被寒厉冰冻了 经不住战斗 他谋中泛出森森恐惧 祈求地看向希泽 咬着牙道 店主 看在老奴侍奉你们父子两代的份上 请给老奴一条活路 他这句话落下 行上 未云生命气息彻底消敏 而逍遥也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逍遥笑容阴寒 看向了他 道 原来主谋是你 店主 行明突然大叫起来 叫喊中他跪伏在地 一个静地朝着希泽磕头 头上鲜血淋漓 旁边的行淫 只是愣了一下 也猛地跪下 哭得稀里哗啦 朝着希泽连连磕头 也不顾脸上的血污 不顾身体的痛楚 只是不断叫喊 请店主救我爹爹 这一刻 他们父女俩都知道 只有希泽出手 行明才有一线生机 因为行上 未云死的没有一丝换手之力 因为他们知道逍遥乃不朽强者 这种级别的人物 要杀他们简直就是举手之间 不费吹灰之力 武痴希泽脸色沉如水 他看着行明 行淫妇女磕头不止 忽然道 逍遥前辈 我岁殿已经死了两人 此事就此作罢吧 作罢 逍遥亚然 饶有兴趣看向希泽 道 你是西蒙的儿子吧 嘿嘿 就算是你爹 当年也要称呼我一生逍遥兄 你碎店的人 胆敢挟持我徒人 此事要作罢很简单 参与者全部死绝 自然作罢 他抬手去抓行明 你着眼 神情阴寒 过来吧 不 行明尖叫 我父亲给你面子 不代表我也要给 希泽徒弟咆哮 粗布麻衣如鼓仗着浓烈雷刚 他一步走向逍遥 仰手便是一拳 极为简单粗暴的一拳 通隆隆 逍遥身旁空间 瞬间发生连绵不绝的大爆炸 亿万雷刚启动 将天地都要给炸成亿万窟窿 希泽修炼雷之奥义 一般人修炼之光奥义还会兼修电 认为雷电同修更加强悍 譬如希泽父亲西蒙 便是雷电齐修 但希泽并不是如此 他只修雷 万年的岁月中 他只沉溺着单一的雷之世界 将生命一切美好奉献 他不喜女色 不管殿内要事 不贪图享乐 如苦行僧一般封闭自己 一生寻道 一生修雷 从没有一日懈怠 这一拳 明练他一生对雷的痴迷追求 雷破天地 动乾坤八级 震天雷轰爆出 深深雷响如希泽的怒吼 那吼声不满狂烈霸道 有着万年的孤独 就连上一个时代的逍遥 在亿万闷雷的爆炸中 都脸色凝重 谋中泛出奇光 逍遥双瞳开合间 眼睛成月牙 唤星苍穹深处的三个换月 忽然间滚动宁为真实 围绕着逍遥游动 却连连粉碎爆炸 形成蔑视般的波动 希泽轰出一拳便停了下来 然而 在希泽和逍遥之间 却是漫天拳印 每个拳印都仿佛九天雷轰 自成一个雷之世界 第1279章不得不畏 希泽并没动弹一丝 可那一个个拳印 却如一个个雷之天地 形成无尽其妙 将逍遥锁在空间堵食 比比你复兴出众 你们三人之中 你最为接近不朽二重天 雷之急 你已经悟到精妙 可惜灵魂没有能完全蛻变 逍遥深深看向希泽 一脸赞叹 但还是不够阻止我 我毕竟高出你一个境界 为了这个境界的突破 我用了七千年时间 所以你只能看着我杀他 逍遥看向行明 唯唯一笑 行明胸口 一个月牙图案浮现出来 那图案刺破他心脏 粉碎他肉身 如电射入行明祭台 将其粉碎掉 逍遥一点头顶 一轮明月皎洁浮现 明月纯净无瑕 唯一万神力凝结 那明月略移变幻 便滋生无尽其妙 将希泽轰来的权印都给消掉 他和希泽动手之际 竟早已分心及杀行明 希泽的权益雷刚 除非让他一丝精力分不出 否则便不能阻止他击杀行明 很明显 希泽尚且没有足够的境界力量 让逍遥分身无数 所以行明死了 行淫满脸部满污垢血水 他停止了对希泽的磕头 脸色灰暗 眼神苍白看向父亲生命波动停滞 如湿了魂 希泽 林祥突然低喝一声 脸色坚毅 准备不顾一切出手的希泽 闻眼眼神微微战动 似乎在极力挣扎着什么 希泽 林祥再次低喝 希泽紧绷的神经 骚然一松 眼神变换了一会儿 重新恢复正常 娇妖露出赞赏 阴柔眼睛一动 忽然道 我来这里 是和你们千幻宗 碎殿 天水宫谈谈事情 你们手中的嗜血遗骨 我们神族以一个心欲兑换 并且立即就能做错 林祥已经猜出他过来的目的 文言 哑然苦笑 那遗骨 我们已经交给世血新尊主了 驾马已经谈妥 骄摇眼睛一眯 旋即才发现洛林不在 他同仁中月华流转 半想心中一动 轻笑道 幻星不愧是幻星 连我都能被迷惑以煞 他举步移动 身影寸寸消失 希泽 林祥忽视一眼 心神暗惊 也纷纷消失 往食言方位而去 古连 班遇众人 也都急忙走动着 朝着那个幻星安排贵宾的宫殿聚集 另一边 逍遥来了 这三个是血遗骨的盒子 你拿着 速速离开幻星 我和希泽 林祥沟通过 一旦你们和神族开战 我们三方会响应 洛林突然冒出来 二话不说 将三个天香安神域的盒子交给食言 急忙催促他快些离开 逍遥 神族的逍遥天王 食言镇定询问 快点走 这幻星的层层幻象 怕是不能迷惑他几秒 你不是修炼空间奥义吗 你最好破开空间 立即返回本源大陆 洛林催促 食言抬头看天 心神围动 脸色骤然变得极为难看 以他和神恩大陆的联系 连在空间乱流中央 都能以最好一丝力量返回 但现在 当他尝试的时候 发现空间变得沉重万钧 如被无数山乱压着 根本不能撬动分毫 他立即意识到来不及了 那逍遥 已经盯上他了 逍遥已经来了 我走不掉了 食言看向洛林 皱了皱眉头 旋即忽然转身 一把抱住了欧阳洛霜 一只手按在欧阳洛霜后心 力量暗动 凑在他耳盘说 抱歉了 欧阳洛霜此时正沉溺 在巨大惊讶中 惊讶着洛林所言 因为他师父便自称逍遥 而食言和洛林所谈的人 为逍遥天王 神族的巅峰存在 他正在理清思绪 他没有防备到食言忽然下手 等意识过来后 已经来不及了 被食言给瞬间禁过了深思 他内心一寒 逼喝道 你干什么 之前我说过 我可能要利用你 现在 就是时刻了 食言苦笑抱歉 双眸泛出奇光 将洛林抛出的三个 天香安神域盒子 扯入使界开辟的空间内 玄机脸色渐渐冷然 浑身杀气缭绕不散 一副冷酷森寒的气息 道对不住了 也是这时候 逍遥破空而来 在他身前站定 师父 欧阳洛双眼神一宁 惊呼一声 逍遥眯着眼 看着他 又看了看食言 道 你就是嗜血的传承者 食言点头 只有使神一众天的修为 境界太低伪了 我要杀你轻而易举 嗯 将那嗜血一鼓拿出来 放了我徒人 我让你离开 我说话算话 逍遥淡然道 我想要轻松离开 而且我还要带着 嗜血一鼓 你说怎么办 食言冷声道 那你就是找死 逍遥摇了摇头 这时候 林祥 希泽也都过来 古连 班玉也在极远处站立 都是眼神复杂 看向这一块儿 他们都没有料到 过来后所见的场景 竟然会是这样 一个个都先错愕了起来 逍遥没来前 食言说 欧阳洛霜是他的女人 逼迫的希泽裴不适 让那行上自断一臂 但现在 他竟然挟持着欧阳洛霜 一副要击杀欧阳洛霜和逍遥讨价还价的冷酷模样 这男人要多么冷酷无情 才能如此翻脸不认人 关键时候 连自己的女人都可以拿来牺牲 这人该多狠辣卑鄙 很多人露出不齿神色 暗暗鄙遗 都觉得之前看错了他 觉得他太令人失望 只有希泽 林祥 洛林 古连少数几人暗暗点头 他们看出来了 知道食言如今的做法 是他唯一能够和逍遥对话的方式 对食言突然的机制狠辣 他们都颇为欣赏 觉得也只有这类人物 或许才真正能够和神族争锋 我有双魂 这一点你清楚 你急杀我这的灵魂 我依然存在 但你这图人 恐怕就不能复活了 嗯 我也不知道你有多重视你这图人 或许你根本不在意他的死活 食言看向逍遥 道如果那样 我就只能认栽了 我从形上 未云的灵魂中 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 你和我图人虽然不是情侣 但你们算得上朋友 若不然你不会救他 看在你救他这一点上 你交出嗜血遗骨 自己离开 我说的可清楚 逍遥眉眼道 我要拿着遗骨走 持言坚持 我相信你不会对朋友下毒手 所以你的威胁 在我来看显得可笑 逍遥悠然 是吗 食言言一寒 一根骨刺 骚然在他手中出现 他手腕一抖 那骨刺直接插入欧阳洛霜腹部 欧阳洛霜顿时浑身一僵 明眸惊颤 他也没料到食言真会对他下杀手 感受着腹部刺痛 他恨得牙痒痒 暗自诅咒 想着一旦脱身 必让食言好看 此时 他已经知道之前那番怪话的真正含义 弄懂了食言所谓的利用 就是这么一回事 食言当时虽保证了 不会真实杀他 可这神体的伤害 确实实实在在 他暗恨食言冷酷很辣 竟然真的能对他下得了毒手 食言感受到欧阳洛霜的僵直 两人紧贴身子 欧阳洛霜的暗恨 甚至心神的活动 他都能体悟到 可能和欧阳洛霜刚刚进入过他使界有关 双方心灵间的微妙联系 似乎还没有彻底斩断 但他没办法 明知道欧阳洛霜事后定然会和他闹一场 也只能硬着头皮来 因为这里空间被封闭 逍遥又是不朽二重天 他唯一脱身的办法便是欧阳洛霜 这是他保全自己的最后一手 好在他猜测出欧阳洛霜师父为神族大拿的时候 就有了决定 这才能毫不犹豫地下杀手 周边班裕 古连古灵一众人 都是一脸惊惧 呆呆看向欧阳洛霜腹部的血迹 他们没想到石炎真敢下手 逍遥也没想到他敢 在欧阳洛霜腹部血迹站出的那一煞 他便犹豫了 他猜测出石炎可能不会真下杀手 或许此时的做法已经是极致了 不会继续乱来 但这仅仅只是他从形上为云记忆的来的推测 不能真正肯定 说白了 还是因为他不熟悉石炎 不熟悉这一代嗜血的传承者是怎么一个人 而欧阳洛霜则是他万年来 唯一一个见过修炼之路无比契合者 也是如此 欧阳洛霜明明不是神族族人 他也铁了心要传授奥义 将其当成唯一的真传弟子培养 他为欧阳洛霜去炼化月亮 给其增进修为 便说明他极为爱惜重视这个老年所受的徒弟 他不想失去这个徒人 所以他就不敢赌 等我确定安全了 他会得到自由 持言瞧出他的犹豫 不等他做出决定 抱着欧阳洛霜双便冲天而起 往患心外面冲去 逍遥进过了空间 不能撕裂瞬移 但常规的飞翔并没有阻碍 他准备脱离这一块范围 一找到逍遥没有封闭影响的空间 便直接打开通道返回神恩大陆 只要返回了神恩大陆 在他自己的世界中 就算是逍遥寻来 他也敢放手一战 他与青龙斗过 深知在神恩大陆上 他就算是不敌 也能从容离开 逍遥看着他抱着欧阳洛霜 脸色极为凝重阴厉 在极力压抑着暴怒 他没有在幻星多逗留一刻 也冲了出去 尾随在石炎身后 继续封闭空间 暗暗观察着 只要一确定石炎不是真要杀欧阳洛霜 他便会暴起发难 第1280张生命升华 石炎逍遥相继离开 幻星重新恢复平静 但林祥 希泽 洛林三人脸色都不好看 逍遥的突然到来 打破了他们的规划 逼得他们不得不早早将 是血一股交给石炎 就连商榷和是血一脉 联手的细节都没来得及 草草就结束了 林祥 希泽 洛林都是不朽一众天境界 迈入这个境界后 他们都有了野心 要争霸天地 然而 今天逍遥的到来 却如同一记炸雷轰下 震得他们心神不住 逍遥达到了不朽二重天 那其余神族三大天王 应该也迈入这个境界 再加上神主 这可真是不容小事 洛林探道 没想到他会突然到来 不过现在来看 结果也算是不错 和我们预计的虽然有出入 但也相差不大 林祥沉吟着 说道 此事要立即通传 让巨蓝商会那边知道 如果石炎再千唤新欲出事 我们都很难交代清楚 这小子真够狠的 竟然翻脸无情 以那女子为讨价还价的条件 他还真能下得了手 希泽赞道 我看他没那么容易死 洛林点了点头 和神族的战斗 我们 绝对不能走到前面 神族太强 林祥轻声道 希泽 洛林暗暗点头 都深以为然 今天逍遥的到来 让他们意识到 神族能称雄万年 绝对非同小可 幻星外眼 石炎抱住欧阳洛霜 一路急驰着 如一道星光 他脸色凝重 眼中神光溢溢 不断地打亮着周边 没有一刻敢放松 因为如影随形的压力 始终存在着 他瞧不见逍遥 但却知道逍遥就在附近 在跟着他 他已经冲出幻星 可周边空间依然被封闭着 他根本不能撬开一条缝隙 瞬间顿入神恩大陆 层层叠叠的空间 如被锯手攥紧了 除非能让那只手松动 不然他就无法穿透空间 那沉重的压力 如浪潮般涌来 让他在幻域内的飞行 及持都困难重重 每一刻 每一秒 他都在耗费着体内的神力 正常的行程 因为那逍遥的压力 他要付出猝背的力量 真正和达到这个层次的存在交战 他才体悟到什么叫做无力 他心诚傲益 空间傲益 生死傲益 因为境界本身的差距 如忽然失效 种种手段都起不到预期的效果 若非他还挟持着欧阳落双 怕是早就被逍遥击杀 他终于意识到了一个无奈的事实 相比那些万年据消而言 他的境界 还是太低微 他深刻感觉到 以他如今使神境界的修为 根本不足以应付将来的局势 他必须要尽快突破 快速迈入新的天地 最好 能踏入不朽 他发现不朽和使神之间 有着天差地别的距离 真正不朽强者的手段力量 远非使神大圆满的为不朽可比 你带我去何处 欧阳落双小腹鲜血止住 他神体力量被禁锢着 但能讲话 你准备封我多久 食言脸色一朗 喝到住嘴 话罢 他手心星光如河 汇入欧阳落双体内 将他讲话的能力都给束缚着 弄完这一切 他还谨慎看向周边 仿佛在暗处 有一双眼睛一直悠悠看向他 他知道逍遥就在身旁 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只要他有稍稍的放松 迎来的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如果让逍遥从欧阳落双的话语中 猜测出他不会真正下杀手 那么他命运便会注定 将惨死在逍遥之手 所以他只能让欧阳落双臂嘴 出道至今 从没有一刻如如今艰难 那种生死被人捏着的感觉 令他如梗在喉 浑身极为不舒服 因逍遥的压力 他在患御内前行变得极为耗费力量 几乎每穿梭一段距离 都会令他神力消耗一劫 他还要集中精神 小心防备逍遥出手 做出能够随时击杀欧阳落双的架势 让逍遥不敢乱来 这是一种煎熬 在他身旁不远处 逍遥的确乘坐着月之惊魄 如一个极有耐心的猎人 默默瞧着猎物 他不断释放力量 影响空间 让食言不能撕裂一道缝隙返回神恩大陆 只要食言不能脱离他的视线 他就能寻到机会 一旦食言有一丝松懈 他便能够趁势出手 将徒人解救 把食言急杀掉 他在等机会 和食言比拼耐心 他有自信 相信最终获胜者 一定会是他 逍遥为嗜血时代的聚消霸者 天地间最为巅峰可怕的存在 有着万年的寿灵 经历了太多浮华谋难 在奥义的境界体悟中 他静默了无数日月 他的心境早已牟利得几乎没有破绽 在他眼中 年纪轻轻的食言 敢和他对峙 根本就是一场笑话 他暗中还是释放压力 增进食言飞驰的难度 消耗着食言的神力精神 他暗暗冷笑 等待着食言消耗掉一身力量 等他精神意志崩溃时 一级得手 食言也在等待 他很无奈 他知道逍遥怀着什么想法 但他却没办法 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他相信逍遥到来一世 希泽等人应该已经通知了 玄和 肥列特 名号 他相信玄和 肥列特 名号不会眼睁睁看他受死 因为如今他为嗜血新尊主 代表着嗜血一末的景气 而且 血纹借此时也佩戴在他手上 他必须往外面冲 明知道逍遥在消耗着他 等他承受不住的那一刻 也只能竭力 因为他也需要时间 需要给玄和肥列特过来的时间 他相信拖到某一刻 一定会有转机出现 这一点他深信不疑 他继续消耗着神力 在幻域内前行 就这样 一个跑 一个暗中追随 两人在幻域内展开漫长消耗 闻消耗 食言自然远远不是逍遥对手 因此 他很快不知 体内神力如要渐渐流光 逍遥如桥见希望 但此时食言开始催动新的力量 血肉精气 血窍内的负面力量 星辰力量等等品尝隐藏的能量 来逐渐取代神力 化为他前行的动力 在逍遥的压力下 他彻底释放自己 在生死的威胁下 他消耗着力量 磨砺着精神意志 对天地奥义的认知和灵魂的淬炼 如被升华 以一种难以言喻的方式 暗暗地提升着 生命磁场的升华 小子资质不凡 不愧是那人的继承者 暗处幽隐处 逍遥神情为动 难难低语 谋中泛出一丝亚然 生命磁场为灵魂印记核心 是高智慧种族优胜低等级种族的关键 譬如四大种族的生命磁场等级 便要比普通种族高上一层 属于更加接近完美的优势方 生命磁场可以升华 可以随着灵魂印记一并进化 达到生灵的新高度 但这种生命磁场的升华进化 却并非人人都有机会触碰 只有那些融合本源大陆者 才有进化生命磁场的可能 而且还要足够的资质和机缘 很是玄妙莫测 逍遥为神主麾下 所以他知道生命磁场的升华奥妙 因为神主曾经便经历过 输那是一种玄之又玄的体悟 比境界奥义的突破还要非同小可 最主要的 生命磁场的升华进化 往往处在当事人不知的状况中 不会失去意识 会始终清醒 而且会非常清醒 并非像境界体悟那般 浑浑噩噩的 如坠入梦幻 也是如此 逍遥没有感情举妄动 依然只是暗暗观看着 心中惊奇 食言并不知道生命磁场升华的奥妙 他在逍遥的压力下 发觉灵魂明镜 空间生死 形成三种奥义 在灵魂祭台内交替闪现 许多尖色不明之地 没来有的好像贯通了 就像是一个很愚笨的人 如喝了开启智慧的神药 忽然间就聪明了 这是灵魂的蜕变 就像是低智慧的妖兽 达到一定级别 心智顿开一般 他隐隐觉察到 这种令他灵魂祭台 全部变化的喜傲 来自于他融合的本源 来自于使原果 神恩大陆的深层次融合 这并非境界体悟 而是灵魂印记的蜕变 他依然在逍遥的压力中 可他内心的恐惧不安 却仿佛被卸下了 他依然带着欧阳洛霜 不断地飞持着 中途 他灵魂祭台的是 海平静无波 空间 星辰 生死三种傲益许多不通之处 如被开了天窗 一下子明亮了 他很放松 很悠然 但他却知道逍遥在旁边 本能地知道该如何应对 所以他紧扣着欧阳洛霜 持续释放着他的压力 告诉逍遥 他一直在提防着他 就如同在山林中存活 无数年的野兽 在面对危机时 会滋生本能 能提前预知 能以最完美的状态来防备 他以这种状态 竟然真出了幻域 来到了千幻星域的星河间 在走出幻域的那一煞 他心中涂生一种名物 仿佛觉得逃脱升天了 会马上出现什么转机 转机真的出现了 一点幽光在他前方闪现 幽光瞬间胀大 如一张口 直接将他吞没其中 旋即幽光急速收缩 在那逍遥过来之前 诡异地消失掉 逍遥冒头时 他已经没了踪迹 没了一丝气息 如不存天地间 第1281章笛卡罗 幻域外层 逍遥端坐在月之金石上 眼睛阴森冷立 他放开灵魂意识游荡 转瞬间 他的意识便飘荡 在千幻星域广袤星海 在一颗颗生命之星内 搜寻起来 一无所获 逍遥立即得出一个结论 石岩是撕裂虚空盾走 这个结论令他冷静下来 他知道以他封闭的空间 石岩没有能力裂开 那怕一脚 他马上肯定有人暗中出手 将石岩扯走 能从他封印的空间内 将人送走 对方的境界层次 必须不逊色他 并且还必须是 精通空间奥义的强者 一个人物呼之欲出 他冷着脸 看向虚无星河 音声道 比卡罗 你竟敢坏我之事 一声音效 数百万奇光爆射 在这空间内穿梭着 将虚空切割的支离破碎 一到狭长空间缝隙内 一名满脸皱褶 穿一件连体白袍的老者 坐在一块巨大的空幻睛上 忽然浮现出来 他在空间缝隙口 一脸无奈 道 逍遥 好久不见了 我真不想看到你 你一见我 变坏我大事 自然不敢见我 逍遥谋终身忧 冷冷道 比卡罗 我神族万年来 从未主动找你麻烦 你如今跳江起来坏我的事情 莫非是准备和我族对立 不敢不敢 老者苦笑 脸色凄苦 如欠了人家无数人情般 道 我这是没办法 欠人家的东西总要害 我如今现身 是告诉你一声 你图人肯定没事 放心 我会看着 那个 你最好通知一下 波拉的利家族 我将那小子送入了 他们家族掌控的 附属心域雷霄心域 波拉的利家族 在那雷霄心域助手的舞者 可能会遭殃 是商会 会长的嘱托 还是名号的恳请 逍遥晨喝 你就别问了 反正我是无奈 唉 越是不想参合 越是被追着 停静了千年 还是被盯上 真是命苦 笛卡罗摇着头 他所在的空间 一点点的愈合 被逍遥角的 天翻地覆的苍穹 也重新被他 罗顺 恢复原貌 笛卡罗为 星海间被尊称 第一的空间奥义者 是让四大种族 都觉头疼的人物 这个穿梭在各个空间 无人能够束缚 留住的老者 一直都是个 大势力力争的对象 可至今 他也没有表态 要加入任何势力 就连对巨蓝商会内 他也不承认成员身份 但巨蓝商会的舞者 都对他极为尊敬 觉得他是仅次于商会 会长的存在 在幻星外面 班域就认为 石炎为迪卡罗的后代 以至于突然转变态度 令纳行上 号风众人也顾虑重重 不敢对他下手 都是因为 迪卡罗的名声太强 如今 这个被班域 他们认定和石炎 有关的存在 竟然真的出现 在逍遥的封锁下 将石炎送入了 雷霄星域 还真是有缘分了 雷霄星域 逍遥皱着眉头 神念一动 立即寻到最近的传颂阵 急速呼啸而去 雷霄星域 这是神族 波拉的利家族的 附属星域 以前这星域 属于一个名为 雷霄蒙的势力 被波拉的利家族入侵后 这个势力彻底被消灭 原先雷霄星域的 种种势力 只有两条路可选 要么归顺神族 成为附属的势力 要么被灭掉 大多数的 雷霄星域本土势力 都选了第一条路 侍奉波拉的利家族为主 为他们开采矿产 给他们采摘 争取的修炼材料 不肯归顺者 要么和雷霄蒙一样消失 要么早早被井离乡 顿离了雷霄星域 如今的雷霄星域 是由波拉的利家族 强者助手 由这里本土势力 安排的星域 星域之主 为波拉的利家族 黑格的堂熟 一名史神二重天 境界者 叫莱特卡 莱特卡在雷霄星域 据为明智时归的霸主 统领本土星域各大势力 在雷霄星域 最为富饶的雷霄天池内坐镇 圈养着许多种族的美丽女子 让她们如兽犬般 脖颈带着银环 贵符在地上爬行 成为她独有美人犬 莱特卡时常以此向神族朋友炫耀 雷霄天池有几条星空天河汇聚而成 天池之水明镜无尘 天池内有数个陨石浮动着 那些陨石灵气逼人 种植着奇花异草 悲弃招数不尽的物资 许多神族的战舰 就在雷霄天池来往 要么运输从这里本土势力收缴的材料 或是从此地收集带入古神星域 弄入波拉的利家族 这天 莱特卡在天池寝宫内正寻欢作乐 忽然发现密室的神之境内转来波动 脸色一变 他一脚将醋明美人犬踹开 神色围巾地冲入密室 很快地 他从密室的神之境内 知道嗜血新尊主被人送入他心 莱特卡旋即下令各方 让整个星海都动起来 搜寻嗜血新尊主的踪迹 心欲避障处 石炎和欧阳洛霜双闪现出来 这是雷霄心欲的心欲万言 有重重雷电滋生 其中许多雷电都如拥有生命 他仔细去瞧 才发现那些雷电似曾相识 和他所知晓的天妖族太古雷龙极为相似 太古雷龙为天妖族的妖族之一 很早前便殒灭了 不过听说太古雷龙覆灭后 灵魂分散 化为迢迢游荡在天地间 天妖族还曾经为此去寻找过 希望能够将太古雷龙的分魂一一聚集 尝试着复活太古雷龙 可惜 天妖族寻觅多年 也没有找到太古雷龙分裂的魂魄 那将太古雷龙重新聚集复活一世 自然就无限地搁置了 他融合神恩大陆本源 对这大陆上的天妖族许多密室都有点猝 所以知道有关太古雷龙的事情 如今 他在这雷霄心欲的避障处 看着那心欲边缘滋生的雷电 凝神细细观望 神情为之动容 他隐隐觉得这雷霄心欲边缘滋生的一条条雷电 应该就是那太古雷龙的分散魂魄 将他带入此地者 应该也知道此事 肯定颇有深意 他当然知道那将他裹住 送入这雷霄心欲的人 为一个精湛之极的空间奥义强者 知道对方境界层次可能和逍遥同一层次 不然不可能达成这一步 如今 他要返回神恩大陆 已经可以一念间达成 但他没有急迫 他知道那人将他弄来 刻意带到雷霄心欲边缘 让他这个知晓太古雷龙秘密的人 见识到这些雷电 绝对是有想法的 他是想让我重聚太古雷龙 持言思量着 皱着眉头 渐渐有了方向 只是下一刻 他忽然间精神一颤 如忽然从某种奇妙状态恢复 他愣了一下 明神仔细感悟 脸色泛出极为精彩的表情 他赫然发现困扰他突破 始神二重天的境界体悟 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 以前有关生死 星辰 空间奥义的尖色不明处 忽然变得清晰 他有种感觉 只要有足够的神力 他能顺势突破下去 他很快意识到可能和在 幻域内莫名其妙的灵魂 一场有联系 但他还是不敢肯定 他知道在他身上一定发生什么神奇之事 因为他觉得灵魂 觉得生命磁场 有着微妙的变化 那变化他也悟不透 说不清楚 却知道切实发生了 他忽然看向欧阳洛双 旋即神情一动 露出苦笑 欧阳洛双凝视着他 清冷的毛子内 满是冰朗 他终于意识到欧阳洛双 还被他禁锢着 不能讲话 不能动弹 和被原神所捆住也差不了多少 他赶紧将他的束缚解掉 旋即不等欧阳洛双发难 暗暗运转生命傲益 将一缕生命精华提炼出来 汇入欧阳洛双体内 令欧阳洛双小腹恢复原状 和没有被他刺穿一样 甚至坚韧性更佳 一缕生命精华消失 他脸色略显苍白 贪手苦涩道 好吧 的确是我不对 你看着办吧 欧阳洛双解脱后 并没有动手 也没有立即咒骂 只是冷冷看着他 然而 在这种目光下 食言却极为理亏不好意思 都不敢去看他 微微垂着头 一副乖巧的认错模样 欧阳洛双只是这么看着他 看了许久许久 看得他都要心神崩溃了 才冷声问 我只问一句 如果我师父真的对你下手 你会不会将我击杀 这是他一路上始终在想的问题 也是他最为关心的问题 这 食言抬头 眼中闪过一丝茫然 他忽然沉默 许久 才低声道 我真的不知道 食言 你到底是怎么一个人 欧阳洛双轻叹一声 眼神复杂 你现在可以离开了 以后 我们还是不要见得好 你是逍遥天王徒弟 我是嗜血尊主 我们之间很难再如现在这般相处 食言看着他 心中也是微叹 我是逍遥的徒弟 你为何还要放我走 你不怕我以后对付你 欧阳洛双一争 方心暗动 李是你 他是他 在我眼中并不一样 食言道 我是我 他是他 对呀 那你怕什么 就算是以后我们再见 我还是欧阳洛双 不是神族的人 你也只是食言 不是什么嗜血尊主 你担心什么 欧阳洛双亚然道 食言一愣 玄机意识到他话里的意味 点头同意道 如此才好 第1282章成家 欧阳洛双没有离开 因为食言此时经历不济 途中损耗了太多神力 食言也没逼着他走 觉得这时候身边有一人护着 倒也不错 他的确力量损耗太大 雷霄心欲避障处 他凝神看着那避障处的闪电 眼神惊异 到了这时候 他已经可以肯定那些闪电 都是由太古雷龙的残魂所化 只是要如何将太古雷龙复活 他还真没有主意 他很迷惑 知晓着太古雷龙分魂者 要想复活太古雷龙 应该将此事通知天妖族的族人 让圣守青龙知晓啊 为何寻上他 将他给弄过来 他有点想不明白 太古雷龙为天妖族始祖之一 虽不像四圣兽那般在天妖族 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 但也相差不太远 他融合本源 也融合了白虎朱雀这两个的战斗技艺 获知了天妖族的秘心 他知道朱雀和太古雷龙曾斗过 也未能将太古雷龙击败 太古时代的天妖族妖族 如果能存活现在 一定为不朽的存在 这太古雷龙残魂一旦重聚 一旦恢复过来 天妖族便会天一名不朽 而天妖族又铁定会和他走在一块儿 他忽然明悟过来 这头太古雷龙 说不定就是给他专门准备的 就是某些人留着 专门由他来复活的 太古雷龙为太古时代诞生的生灵 在神恩大陆孕育 消耗神恩大陆本源 本源的构成 有天火的形式 天火 天火 灭是雷炎 太古雷龙 本源 他皱着眉头苦思 找寻着将太古雷龙复活的方法 隐隐像是把握住了关键 眼睛渐渐明亮起来 附近有人在靠近 忽然 欧阳洛霜淡眉一皱 轻呼一声 不用管食言随意道 欧阳洛霜旋即不言 就在他身旁停着 默默看着他 明眸泛出奇色 呼呼呼 三艘如甲虫的金色战车 在附近游荡着 忽然间速度加快 迅速往这边冲来 战车上 有十二名舞者 每一艘上面有四人 其中有一个虚神境界者 剩余三人都仅仅只是元神 他们为雷霄新域的一股本土势力 就在这新域避障附近活动 因为收到莱特卡的命令加紧巡逻 被要求巡查自己的领地 他们手中持有石炎的画像 此时 一看到那处在星域避障的石炎 他们皆是神情伪动 三艘战车迅速聚集在一块儿 另外两名战车上虚神一重天境界者 同时看向十二人当中境界最高者 一名虚神二重天境界的强者 那人一头金色碎发 为一名干练的妇人 体态娇好 眼睛睿智 但脸颊上却有一道争鸣伤痕 那伤痕从他左眼眼角 一直延伸到他右嘴唇 破坏了他那本该娇媚的容貌 令其显得颇为丑陋 他远远看向石炎欧阳洛霜的方向 眼睛沉重 蕾大人 那个人 就是画像的那位 揽身肥肉的陈德桥 脸色一变 压低声音寝室 被他称呼为蕾大人的女子 名叫陈蕾 他们是蕾潇心域这一处偏僻地陈家的族人 他们生活的生命之心只是四级 灵气很一般 但周围却有很多矿星 物产极为丰富 布拉的利家族的族人 为此专门派遣了一个小队 在他们生命之心上 母艺陈家人为他们开采矿石 不劳而获 陈蕾是陈家家主的妹妹 虚神二重天境界修为 仅次于他哥哥陈戎 陈蕾常年都驻守在那些矿星 这趟因为莱特卡的命令 才从矿星离开 带招数名陈家族人 去此处极为偏僻的避障处巡视 他只是抱着应付的态度过来的 准备晃荡一圈就回去了 没想到真给他中标了 竟发现了莱特卡要找之人 雷肖心域自从被布拉的利家族攻下 这心域和外界几乎就断了联系 陈家又生活在心域偏僻之地 更不知如今星海的动荡 不知是血一脉和神族的较劲 但陈蕾却不傻 他知道被莱特卡点名要搜寻之人 绝不是他们能够得罪的 因此 明明乔见的要找的人 他也不敢动 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轻呼道 和乔 别讲话 别乱说 也别转讯 陈的乔点点头 对他的话为命是从 手中紧握着的音时 慢慢放松 陈家的族人 都看向陈蕾 等候着他的决定 在众人注视下 陈蕾深吸一口气 神情忽然变得无比恭敬 他孤身从战车走出 漫游游往食言的方向而去 道 雷消心域四级生命之星 天消心陈家陈蕾 见过两位 莱特卡只是给出画像 没有给出名号 所以他虽然认出食言 却叫不出名字来 欧阳洛双眼睛清朗 他早就发现了陈蕾等人 还询问了食言如何办 食言让他自己看着办 他刚刚还思量着 要不要将那些人全部杀光 他早非单纯不懂事故的少女 多年的星海旅程 他见识了太多险恶 知道在特定的环境下 应该如何来保全自己不受伤害 杀人 有时候只是为了自己能够好好活下去 在这点上 他并没有任何抵触心 觉得理所当然 他已经适应了这个疯狂的世界 你们最好别妄动英时 不然就一个别想活下去 他冷立的眸子 描向陈的乔苏在袖口中的手 都将英时给收起来 陈蕾心神为政 急忙下达命令 陈家的族人 文言连忙照办 也都露出惊骇之色 相隔这么远 欧阳洛双一眼瞧出他们手捏英时 让他们惊疑不定 犯出不妙的感觉 这时候 他们暗暗庆幸陈蕾的睿智 若是按照他们当时的想法 一见到人就传讯不拉的立家族 或许 他们已经全部成了尸体 陈蕾更加惊讶 他需神二重天的修为 但来到欧阳洛双身旁后 却突觉压力巨大 如面对一座重山峻岭 生出不能力敌的颓败 他愣了愣 立即肯定下来 这清冷的女子竟然为使神 这个发现让他更加小心不安 让他们过来 问问什么一个情况 我们连到了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倒也麻烦 持炎摸着下颚 皱着眉头道 你们都过来 欧阳洛双清喝 陈蕾率先到来 在那些陈家麾下没来之前 并果断地严明情况 刚刚我说了 这里是雷霄心域 我们是附近的陈家人 我们 收到莱特卡大人的命令 来巡视这一块 帮他 帮他找人 我看到你们刚才拿出的画像了 你们要找的人就是我 现在说说谁是莱特卡 说说这雷霄心域的情况 迟言淡然道 他修炼空间奥义 便是力量大损 要瞧清楚陈蕾这些境界低违者的举动 也是轻而易举 然而 听到他一眼说明他们的小动作 陈蕾众人都是心神经聚 纳臣的乔急忙解释 我们没传讯 我们真的没有 我知道 不然你们已经死了 迟言一脸不耐 看向陈蕾 道 你来解释 我们雷霄心域在三千年前 被神族波拉的利家族攻下 成为他们的附属心域 如今波拉的利家族的莱特卡 作证我们心域 统帅我们心域 莱特卡使神二重天境界修为 他这个人 陈蕾详细透彻地说明雷霄心域的动向 一字不漏 着重说明莱特卡的恶行 贪得无厌 圈养美人犬等等烂事 讲话的时候 他小心留意着石炎的表情 想通过细微来知晓更多的事情 石炎皱着眉头 听他详细说完 微微点头 大人 你们因何前来我们雷霄心域 莱特卡要搜寻你们 是不是因为你们和神族对立 陈蕾试探询问 在神族没来前 陈家生活的环算是富裕 依靠着偏僻地的丰富矿产 他们日子很安逸 等波拉的利家族入侵了 陈家的末日也到了 陈蕾和陈荣的长辈 都在和神族的战斗中被杀 陈蕾陈荣自知不敌 为了家人的延续 只能在神族的隐微下苟延残喘 这些年来 陈荣陈蕾被神族剥削得愈发艰难 如今连修炼的神经数额都不能保证 眼见每年开采的矿材 远远不绝地都带走 而他们却得不到一丝 他们日夜都想着报仇 可惜 他们自身的力量不足 远非神族之敌 只能继续忍受 陈蕾一见欧阳洛双使神境界的修为 立即就有了念头 想依赖他们做点什么事情 所以才会如此配合 这雷消心欲的避障处 可曾发生过什么惊变 你们陈家一直生活在附近 应该知道点什么吧 迟言没回答陈蕾的话 周美询问 他如今可以肯定这避障处游离的雷电 其中很多都是太古雷龙的残魂 但太古雷龙的尸骸如今在何处 他却不能把握 若想要复活太古雷龙 除了将灵魂重聚外 尸骸也必不可少 如果能找到尸骸 以他刚刚想到的方法 要复活太古雷龙 他至少有七成把握 晶变 的确有很多晶变 不知道你指那些 陈蕾道 和雷电有关的晶变 有没有什么山川 忽然间充斥着雷电 多出许多雷属性的矿石 持颜直奔主题 陈蕾眼睛一亮 一脸惊奇 道 大人问得真准 的确有你说的怪事发生 我祖上曾有记载 第1283章土路 陈蕾娓娓道来 陈家祖上就生活在这一块 有数万年历史能追寻 传言中在极早的时候 天霄星附近并没有什么矿星 只有一颗颗死星 和许多巨大的陨石 令星海航线都被堵塞 以前陈家如封闭着 在天霄星修炼 甚少外出 只有需要交换修炼材料的时候 才会去雷霄星域的市场 根据陈家的祖先记载 万年前的某一天 附近星域避障 发生巨大变动 电闪雷鸣 如末日来袭一般 陈家先辈极为金句 过去观探后 发现一处虚空避障 整个炸裂开来 有刺目电光暴射而出 很多过去的陈家先辈都因此而死 幸运存活下来的 都以最快的速度逃了回来 再也不敢多看 事后 陈家的天霄星附近星海内 堵塞的陨石死星上 一直传来毁天灭地的波动 电闪雷鸣不休 但陈家再也没人敢过去观看 直到那些恐怖波动消失 过了几年后 陈家先辈才敢过去一探究竟 然后他们就发现以前堵塞 他们航行的许多陨石 分裂成众多碎块 星海间充斥着暴力雷电风暴 一些死星彻底爆炸消失了 还有的也变换了位置 仿佛经历了一场巨变 之后数百年时间 在那片区域始终缭绕着强烈电流 又过了许久 那些雷电狂流慢慢消失 然后陈家人过去 发现许多死星发生了变化 充斥着电芒 那些星辰的山川内部 渐渐凝结出风雷石 风雷石内蕴含雷能 对修炼雷电之力的武者来说 可以当成神经来汲取力量 尚算是珍贵 死星变成矿星 大量的风雷石被开采出来 渐渐富裕了陈家 陈家也是依赖那些风雷石矿脉 逐渐地强盛起来 至今 神族之所以派遣一个小辈在天宵星 也是看中了那些丰富的风雷石 奴役着陈家人开采出来 由神族的战舰运输走 风雷石 石言心中一动 暗暗点头 已经把握住了脉络 通过陈雷的讲述 他可以肯定那些风雷石的形成 石有八九和太古雷龙的遗骨有关 或许在那些矿星内部 便沉寂着太古雷龙的腰身 太古雷龙为不朽存在 骨骸蕴含恐怖雷电 在地底时间久了 自然能让山川发生变故 进而形成风雷石 带我去那矿区 他对陈雷吩咐 陈雷露出为难色 嗯 石言一皱眉 不是不可以 只是 那些矿区内有神族的人看护 你们的身份相貌一旦曝露了 怕是 会很麻烦 陈雷解释 那些看护矿区者 都是什么境界修为 最高的一个 石言问 和我们差不多 但同等境界者 神族肯定比我们厉害许多 最高境界者 唯一名须神二重天 比我强大 陈雷回答 太弱了 还不够我恢复一成力量 石言嘀咕了一句 玄疾道 带我们过去 神族的事情你们不用多管 我们会处理 陈雷眼睛一亮 欣然点头 道 那最好不过 他从看出欧阳若双使神境界修为后 就暗中有了想法 想要借助于石言两人的力量 改变陈家现今的窘迫 见石言主动要对神族下手 自然正合他意 陈雷吩咐着 心自带着石言 欧阳洛霜上了一艘战车 往他们陈家助手的矿星而去 石言站在战车上 看向那有太古雷龙残魂的虚空避障 暗中留下一道神念为记号 在他们离开后不多久 比卡罗从那心欲弊障的缝隙内闪烁出来 他一脸伤感 看着那太古雷龙的残魂 叹息道 老朋友 委屈了你这么多年 是非我本愿 你的复活必须要通过孕育你的本源 我就算是再着急也没有办法 但这趟如果一切顺利 你不但能复活 还能有一场不小的造化 因为 那个获得你祖地本源的幸运人 如今还得到了始源果 这也算是你的运道来了 比卡罗山深看向那一条条雷电 微微一笑 等你复活了 你我在把酒言欢 我等着你 他远远偏向石言消失的方向 喃喃嘀咕了一句 旋即收缩为一个光点 骤然消失 金甲虫占车速度骤然放缓 陈雷指向前方 宁重道 前面 就是我们陈家助手的矿星 有十几个地方 你仔细看 那些矿星向互连接 如被什么东西黏在一般 是不是很奇特 以前并不是这样的 在那变化发生以后 才出现的 石言顺势望去 也露出惊讶色 前方有一颗颗矿星 那些矿星上没有植物草木 没有花朵 只有一座坐高低起伏的山川 陈磊说那些矿星是由死星转化而成 如今一看 倒也真像是那么一回事 几个矿星骑形怪状 有椭圆形 有尖锥形 有如铁球般的模样 那些矿星本来应该是单独存在 此事却如被强行粘住 一个矿星柔成一团 显得极为丑陋奇怪 在那如毒瘤般的巨大矿星周围 还有许多零碎的陨石 陨石上有降落的房屋 也有稍显滑贵的 都有生灵进出活动 他必着眼镜一扫 立即发现在那巨大矿星上 有许多境界低违的舞者存在 应该就是陈家人 天外矿星的矿石开采 只能是舞者 凡人离不开呼吸 没有足够的力量 不能胜任 因此陈家的舞者 都在神族的胁迫下 自然而然成了矿舞 陈家的族人 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矿星内部 为神族开采矿石 将其弄出来 布拉德利家族的神族族人 则是分散在矿星外围的陨石上 那些简陋的房舍便是他们的 他们不需要做苦力 每天只要修炼 饮酒作乐 看着陈家人便可 陈磊看向那矿星外面的巫舍 看着那些略显模糊的神族族人 那张有着伤痕的脸庞 显得刻骨的恨意 双眸燃烧着怒火 你很恨他们 欧阳若霜淡淡道 此言一出 三艘金甲站车上的陈家族人 全部咬牙切齿 竟同时点头 他们当中境界最高者 不过仅仅需神二重天 与你一样 为什么不敢动手 欧阳若霜问 陈磊脸上泛出一丝痛苦 道 试过惨败了 被关了三年 若非他们需要人开采矿时 会对我们进行大清洗 将我陈家直接灭掉 我们存在的意义 就是给他们开矿 将风雷石弄出来 由他们输送到外界换取财富 供他们在古神星域的族人 享受着无微不至的修炼照顾 和他们相比 我们只是卑微的奴仆 陈磊咬着牙 眼眸中满是悲凉无奈 我们可以杀光他们 甚至可以杀掉你们天 潇心上他们的人 但你不怕他们事后报复 欧阳若霜再问 听说他们现在自顾不暇了 因为前段时间有很多他们的战舰 从我们雷潇心欲离开了 好像在外面有战斗发生 我们想趁着这个时机 脱离他们的束缚 找寻离开的机会 这里真的不想继续待下去了 因为我们现在连修炼的最基本保证都没了 境界开始倒退了 陈磊满脸苦涩 你如果能全心全意帮我 我答应你 可以给你陈家一条活路 送你们去另外心欲生活 慈言突然道 此言一出 陈磊和那些陈家的族人 都是眼睛大亮 激动地看向他 其声道 此言当真 此事对我轻而易举 慈言笑道 陈家众人兴奋不已 陈磊更是表态 我们定当全力配合你 慈言咧嘴一笑 点了点头 旋即化为一道星光 骤然冲向前方 沉默人 大胆 咦 是那人 死来特卡大人找的人 那巨大旷星旁边的陨石上 许多神族族人骤然惊动 纷纷立喝起来 脸色暴怒 但下一刻 一场腥风血雨便淹没了他们 慈言如一柄巨大血刃 狠狠刺入血肉之中 在血光中 只见一名名神族族人肉身暴碎 瞬间惨死 就算神力损耗巨大 但对付这些最高境界 只是虚神二重天境界的舞者 对他来说依然无比轻松 他暗自施展吞噬傲益 一旦走过一人身旁 浑身血翘力量涌动 便见一个个神族族人血肉精气 骤然流失 在极短时间被变成干瘪尸首 那名达到虚神二重天的神族族人 则是被他靠近 伸手按在头顶 在陈磊和陈家人的注视下 那名神族族人浑身血肉精华被抽离 神体内生机迅速流失 只是猝十秒功夫 那人竟然成为飞灰消散 连骨头渣都没了 石岩一点眉头 黑洞骤然浮现 在那些陨石上游荡一圈 将一个个灵魂祭台吞没掉 短短促分钟时间 35名神族族人 全部被击杀 陈家人惊骇欲绝 就连欧阳洛霜也微微变了脸色 开始怀疑和石岩走到一块儿 到底是不是明智之举 一切发生得实在太快 等陈家人和欧阳洛霜反应过来 神族族人已经全部死绝 并且都是被抽取掉生命气息 模样极为凄惨 第1284章听了 石岩觉得酣畅淋漓 这么多年来 他与人交战对决之时 都不敢真正施展吞噬奥义 也不敢直接以吞噬奥义 将灵魂祭台吞没 因为他知道这奥义的邪恶可怕 也被玄河等人叮嘱过 没有突破使神 没有确定嗜血尊主身份之前 最后别曝鲁出来 免得被神族盯上扼杀掉 所以他一直束手束脚 但现在他再也不能藏头露尾 他可以将他内心邪恶释放 将吞噬奥义真正展现出来 今天这次杀戮 是他最没有束缚的一战 虽然只是单方面的屠戮 可依然令他大为满意 他微微眯着眼 感受着神体状况 他发现这35名神族族人的死亡 只是补充了他很少一部分力量 别说突破使神二重天了 离他原先的力量都有极大差距 他知道这肯定不行 以他如今的神体状况 就算是肯定太古雷龙的骨骸 就在那矿星内部 也很难去探测清楚 将其挪移出来 更别提将太古雷龙残魂聚集 将他给复活了 他需要更多的力量 要尽快地恢复 最好能迈上一层境界 达到使神二重天 这样才能更有保障 带我去天消星 帮你陈家将神族族人清理干净了 持言瞧向陈磊 陈磊心神经济不安 文言下意识地点头 好 好 好 他内心极为惊恐 他本来以为欧阳洛双才是两人的强者 因为食言神力的损耗 他并没有从食言身上觉察到多么恐怖的波动 但现在 食言如恶狼如羊群 以极为暴力凶残手段 将逼迫的他们气苦多年的神族族人 在极短时间击杀干净 这深深震撼了他 他刚刚眼睛都没眨 他看得出来食言以一种极为邪恶的傲义 将神族族人力量吞没 将灵魂祭台都给吸收 他从未见过如此邪恶的傲义 他有点惊慌失措 也开始怀疑他的决定是否正确了 因为食言的表现 实在太超出他意料 太过凶残 去天消心 食言又喝了一声 陈磊心神惊变 旋即不敢多言什么 连声吆喝 去天消心 三艘精甲重战车呼啸而来 赶紧将食言欧阳落双带上 而这个时候 在那矿星上 却有众多陈家的族人 一个个瘦骨灵循的从矿洞内走出 模样憔悴 脸色茫然的看向这边 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啊 他们死了 他们全部都死了 老天 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些人很快发现了神族族人尸体 纷纷尖叫起来 他们远远的看向陈磊 露出狂喜 以为是陈磊洞的手 陈磊苦笑 道 你们留在这里 哪儿都别去 好好待着 那些人连连点头 金甲虫战车飞走前 食言在这矿星的方向 也留下了记号 一会儿等天 消息事情结束了 可以随时过来 他的空间傲益 虽然不能随时时刻地撕裂不同星域的空间 但在同一个星域的瞬移 却是轻而易举 待到他和陈磊等人离开 纳迪卡罗在暗处又重新浮现出来 他摸了摸满头白发 嘀咕道 正经事不做 瞎晃荡搁什么镜 他看向那巨大矿星 道 老朋友别着急 快了 很快我们就能重建 天消星 这是一个四级的生命之星 星辰不算大 因为位置偏僻 自然称不上繁华 甚少有外来者出现 星辰上只有一个武者势力 就是陈家 他们有数万人之多 但大多处境界低微 只有百节 人为这种层次 达到神王境界的已经极少 在天消星的一座雄伟山峰上 修建着华美的宫殿 这宫殿本是陈家的圣地 此时 却被神族族人霸占 陈家现任家主陈荣 和陈家的那些武者们 反而生活在那山峰的山脚下 只能悲催地仰视着自己的祖地 家主 那反而也只是虚神三重天境界 和您一样 如果我们全力出手 联合起来 能否将他击杀 山脚下 一名陈家长老 仰视着陈家圣地 眼中满是刻骨仇恨 他的小女人 在三年前被阿凡儿 以传授奥义为名 给掳到了山峰上 他三年不曾见到 就在前些天 一名陈家儿郎在旁边山谷中 瞧见了他女儿的尸体 那尸体一山破破烂烂 满身边痕 让人不忍目睹 他将女儿尸身接回来后 一个人关在房间 嘶吼到声音沙哑 今天出来后 便找上陈戎 咬着牙 嘴角都有了一丝血迹 提议要不顾一切的反击 陈戎看向他 眼神悲哀 道 言歌 我们全力出手 也只有一半的成功可能 但就算是胜了又如何 陈族会派出更强者过来 以莱特卡的狠毒残忍 我们陈家会遭受什么后果 你可曾好好想过 那难道就这么算了 陈妍眼中不满血腥子 牙齿咬得隔绷直响 神情猙獰如要疯狂的野兽 言歌 我也恨 你的感受我也有过 我们的父辈如何死的 我记得很清楚 陈戎看向他 叹道 我及早就提醒过你 让你将小男人面貌稍稍破坏 你非不听 要多残忍 才能将自己女儿漂亮的一张脸回去 我怕他恨我一辈子 我做不到 陈妍吼道 此言一出 陈妍捂着胸口 一脸痛楚难受 陈妍一愣 顿时反应过来 垂头道 对不起家主 我不是故意的 陈妍喘着气败白手 痛苦道 和你没关系 和你没关系 您是对的 如果我能如你一般 小男儿也不会 别说了 陈妍抱呵 陈妍旋即垂头 暗叹一声 救命 爹爹 救我啊 徒弟 在山林间传来一个少女淒厉叫声 陈妍 陈妍脸色一变 迅速飞略而动 朝着那声音传来的方向冲去 他们很快赶到目标 那是陈家儿郎修炼的一个湖泊 此时 一名双十年华的少女 被两个神族青年禁锢着 要往那山峰坡 少女模样只能算清秀 身材显得很消瘦 只有百结境界修位 他来这湖泊处只是为了采集邻果 被路过的两个神族青年见到 突然就有了想法 嬉嬉笑着 说要给他一场造化 带他去那陈家祖地山峰修炼 传授神族不传的秘术 少女从很多家人和朋友口中 已经知道被那些神族族人传授奥义的女子 都落得咯什么咯下场 自然不从 大喊救命 陈戎 陈炎也闻讯而来 陈炎一见那两个神族青年 干着和阿凡尔一样的事情 当即目自尽是 一枪怒火爆发出来 他不顾陈戎的阻拦 顿时爆合一声 寒怒出手 以虚神二重天的境界修为 直接催动目之力量 只见山林间一株株古树的枝干突然活了 瞬间将两名只有神王境界的神族青年困住 然后那枝干如巨莽了井 生生将那两名神族青年肉身搅碎掉 搅得那两个神族青年血肉模糊 血水流了一地 吓得那名少女都脸色惨白 陈炎的寒恨出手 让陈戎顿时呆住 眸中满是惊慌不安 完了 完了 陈戎苦叹 知道陈炎的这寒怒出手 怕是惹了大祸 也不知道多少陈家人将会遭殃 惨死在阿凡尔手中 家主 我 我 那名少女低气着 已经傻眼 陈戎无力地挥挥手 陈炎了一下 道 和你没关 你立即离开 他思量着要如何应付接下来的事情 就在他们陈炎之时 他并没有发现那两个神族青年搏颈的两块玉石 在他们死亡之后 同时报岁 不多时 一个狂怒的声音 从他陈家的圣地山峰传来 陈戎脸色一白 陈炎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脸色一狠 喝道 我和他拼了 陈戎苦笑 你只有虚神二重天 你根本不是他对手 这趟 真是糟透了 家主 陈炎一愣 拼了 陈戎深吸一口气 道 宁愿承受灭族之灾 也要力搏一次 我也忍够了 这次要么伯格希望 要么我就和陈家一起去死 那你就和陈家一并去死吧 一名英俊的神族中年男子 从天降临 浑身电光闪烁 双眸中一满狂傲冰朗 在他眼中 陈家的人如同悲剑的牲畜 就是他圈养的 随时可以杀掉 随时能滋养玩弄 他也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他是高贵的布拉的利家族族人 是神族十二家之手的精锐 不能在故乡享受拥有的一切 只能坐镇这偏僻枯竭之地 他如果还不能拿这些奴仆寻点乐子 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阿凡尔冷酷而来 一身强烈电流 他伸手一扯 一条条巨大电龙浮现出来 一共十二条电龙尾巴连接他虚解 汹涌狂暴袭来 要将那陈戎和陈炎都给一并击杀 在那十二条电龙的恐怖能量波动下 陈戎陈炎都浑身俱阵 脸色泛出惊骇之色 同为虚神三重天 陈戎忽然意识到 他和阿凡尔的差距极大极大 在力量的浑厚精炼上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他痛苦地认识到 四大种族在同级舞者中 果然有着先天的优势 陈戎泛出悲凉之感 第1285章一路血星 阿凡尔从天而降 十二条电龙呼啸而出 昨日闪电将陈戎 陈炎都给赵柱 在那狂暴的电流中 陈炎浑身为颤 他以目之奥义改变周边 让一株株古树相互靠拢 将其团团裹住 陈戎修炼风之奥义 他凝神看着阿凡尔 双眸中奥义旋动 天消心虚空 骚然出现数百万锋刃 那些锋刃如匕首 扑天盖地袭来 要将阿凡尔粉碎 可惜 阿凡尔一身神族精美甲咒 那甲咒内流转着澎湃光芒 硬是形成一层层膜 将陈戎的风之利刃挡住 阿凡尔为波拉的利家族武者 一身强悍的神兵利器 波拉的利家族 蒸伐星海的来的庞大物资 都炼制成许多质宝 分发给族内武者 阿凡尔虽然只有虚神三重天境界 但一身的秘宝却极为珍贵 绝非陈戎可以比拟 他身上甲咒将陈戎攻击全部抵消 由他释放的十二条电龙 却顺势冲下 将陈炎形成的木海 给电得纷纷炸裂 在古木爆炸中 陈炎口吐鲜血 浑身冒着烟 从木头碎屑中显现 脸色苍白 某中却是刻骨仇恨 厉声道 阿凡尔 我就算是变成厉鬼 也不会放过你 阿凡尔冷笑 道 那我让你连成鬼的机会都没有 他讲话之时 陈炎身上风之壁杖被电龙冲击 也忽然炸裂 陈炎也浑身劈开肉裂 一脸惊惧 同为虚神三重天境界 他发现阿凡尔处处胜他一筹 不论是境界奥义体悟 神力的魂厚精炼 亦或者密宝的等级 他都全面处于弱势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莱特卡只是派遣和他境界一致的阿凡尔驻扎天宵星了 因为莱特卡很清楚单凭阿凡尔一人 便足够压得他陈家没有丝毫反击之力 当他可悲地意识到这个事实 他便知道迟了 陈家覆灭的命运将会很快发生 真以为离开你们陈家 我们就找不到矿奴采矿了 阿凡尔冷笑 老实告诉你们 我们波拉的利家族近期又攻陷了一个心域 到时候会有大批矿奴过来 你陈家不老实 那就只能消失 和那雷肖蒙一样 活该被灭绝 我先将天宵星写洗了 一会儿传讯 让你们旷新的人也全部死绝 陈荣一脸绝望 陈妍也傻眼了 这时候才意识到没有力量的冲动 会给家族带来何等可怕的后果 可惜 世上并没有后悔要 他知道他和陈家都要完了 救我哥哥 快点救我哥哥 一个绝不该出现的声音 忽然从天外传来 焦急如焚 陈荣一呆 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养声抱吼 陈磊 走 快点走 对这个妹妹 她一直心生愧疚 在家族覆灭之际 听到妹妹的声音 她不但高兴不起来 反而如坠入黑暗深渊 浑身冰冷 就我哥哥 陈磊的声音在起 这时候金甲虫战车 已经从云层显现出来 正好杀干净 也省得我继续传讯了 阿凡尔黑黑一笑 眼睛在陈磊身上游荡一圈 旋即神情一致 她看向陈磊后面金甲虫战车上的欧阳落霜 眼睛爆出极为炙热的光昂 这也是她眼睛的最后放光 下一刻石炎便落了下来 如一柄尖锐利剑 直接刺在她头顶 是真的刺在她头顶 石炎一只手 刺破她脑壳 直接落入她脑浆中 玄疾暗自施展吞噬傲益 然后便见阿凡尔的神体 如被抽水泵抽掉血肉 以一种极为恐怖的方式 迅速干瘪 迅速失去精血 在短短时间 只剩一张皮 一具骨骸 然后当石炎将手抽出来 那阿凡尔的皮囊骨骸如粉尘 忽然散落掉 陈戎 陈炎丹如木鸡 金甲虫战车上的陈家人 也露出恐惧表情 被挤冰凉 石炎则是露出意犹未尽的神情 舔了舔嘴角 难难道 原来这样也行 以前太惧怕被发现 畏畏缩缩 倒是没有洞悉吞噬的各种精妙 他放开神室游荡一圈 一眼看向陈家的圣地山峰 咧嘴一笑 一步踏出 身影忽然消失 欧阳若霜都懒得跟随 看都没看那方向一眼 他 他是 陈戎愣了下 突然惊到 画像上的那个人 陈蕾点头 也在此时 在他们陈家圣地山峰上 传来凄厉的惨叫声 只见一个个让陈家恨得咬牙切齿的神族族人 此时如见到厉鬼 拼了命的要逃离那山峰 陈戎他们扭头去看的时候 发现那山峰被一层血色裹住了 只能听到恐怖的叫声 瞧不见里面真容 这 这是 陈戎结巴巴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 我们过来的时候 先去了矿星那边 那里 已经没一个神族族人了 陈蕾解释 陈戎 沉颜骇然 醋五分钟后 石颜换了一件黑衣 摇晃着手指悠然而来 他两手呈暗红色 那是血迹的色彩 他来到陈磊 陈戎身旁 到天霄星可还有神族族人 陈戎摇头 石颜皱眉 又问道 最近的神族族人聚集在何处 大概什么规模 可有使神在 有 附近的天峰星上 就有一名神族使神强者助手 陈戎急忙道 方位 东边 很好 石颜看向欧阳洛霜 沉吟了一下 说道 我力量恢复了不少 不用你跟随了 你如果有事 可以自发离开 我不知玉海在何处 欧阳洛霜淡然道 可曾想过回神恩大陆 你可能并不知道 如今的神恩大陆已经不一样 足以媲美任何高等级的生命之星 石颜沉默了一下 道 欧阳洛霜眼眸泛出一丝一色 他眉头动了动 然后说道肯定会回去 那是我的家乡 不过不是现在 我师父待我不薄 我至少要见他 有什么事情也要说得明白 那你现在 不着急 等你给我寻着玉海 送我直接过去 这样可以省我许多事情 那好 你去那旷星等我 等我一段时间 好 你直接过去吧 石颜张开手 掌心星光凝炼 勾勒出奇妙的虚空图阵 以自身神力为脉络 会渴出星空之门 那门的另外一边 就是陈家的矿星 欧阳洛霜毫不怀疑他 一步踏入 直接就过去了 石颜星重一晚 冲尘雷道 我不会返回天宵星 但会去那矿星 这扇门会存在一天 你们要离开的 在一天时间内准备准备 从这扇门去那矿星 化罢 他化为一道星光 向东方而去 一场震惊雷消心欲的杀神之旅 便由此展开 他什么来历 为什么帮我们 带到石颜离开 陈戎看向陈磊 满脸迷惑 我也不知道 陈磊摇头 磊大人做了一件最正确的决定 他阻止我们传讯莱特卡 反而主动接近这两人 给我们陈家迎来了一道希望曙光 陈德乔赞叹一声 将事情经过简单描述一遍 莱特卡传讯整个星海 让所有依附他们的势力寻找这个人 可见此人极其不凡 或许 我们陈家的苦日子真的熬到头了 陈戎眼睛一亮 玄机表态道 让家族族人都准备一下 我们离开此地 以后 就换个环境生活吧 好 雷消心欲的云雷星 这是一个心欲内最为出名的交易星 各方势力的舞者都来此地交易 人员复杂 听说了吗 听说了吗 听说了 有葛杀星来了 专杀神族的人 听说很多神族人被击杀 我们附近的神族据典的神族族人 已经一个不见了 有三个神族使神境界者被击杀 虚神 原神死了数百葛了 布拉的利家族的那些据典 此人所过后 都全部消失了 在云雷星的街道上 茶楼中 许多密室内 类似的对话始终在发生 雷消心欲的许多本土势力 已经通过自己的途径 知晓了如今星海的大事 一个外来的青年 此时在雷消心欲大开杀戒 对母义他们的神族进行着屠戮着 几乎每一天 他们都能收到消息 说有神族族人被灭杀 每一天都有此人杀神般的消息 云雷星一间密室 促名老者神情名重的作者 密室周边设立了重重臂障 连一只苍蝇都不能飞出去 他们都是雷消心欲本土势力的代表 是神族的附庸 已经臣服布拉的利家族 淫威多年的事项者 如今他们因为一个人 一同聚集在这儿 你们怎么看其中最为苍老的一个人 大拉卓眼皮子询问 雷老此时你的态度才是关键 当年在雷消盟你可是副盟主 我们都听你的 其余人纷纷表示 眼神闪烁着 别提当年雷消盟已经没了 我现在不是雷薄 而是雷动 你们应该也通过各自的途径 知道那人的身份了 是血心尊主 真正能够和神族抗衡的未来霸主 布拉的利家族与他相比 真是不值一提 如果得到他的认可 我们雷消心欲就有希望了 自称雷动的老者 由始神二重天修为 修雷 在雷消盟覆灭后 改头换面的隐秘起来 不敢正面和莱特卡冲突 指谁暗中活动 我们都受够了 如果有希望的话 愿意一试 我也是这个意思 好 第一千二百八十六张人头盛宴 云雷星南边一颗荒极的死心上 灰褐色的冰冷石地 突然粉碎炸裂 一道雄伟身影骤然穿出 双眸神光如电 食言看向云雷星的方向 微微皱眉 从天消心离开后 他一路血心 将沿途神族族人一一击杀 三名使神一众天者 虚神 元神 神王数百 这些人的惨死 令他在幻育因消耗损耗的力量不但恢复 好隐隐有些增进 通过这次畅快淋漓的大沙特沙 他对吞噬奥义的精妙 有了愈发深刻的认识 他终于知道吞噬奥义并非只是在武者死后 将死亡精气吞没 吞噬奥义真正吞噬的是力量 一切富有力量的生灵 都能直接吞噬吸纳 融合化为精纯力量 血肉之躯有力量 星辰五行冰封种种武者奥义形成的力量 他都能吞噬 在对方生龙活虎的时候 吞噬奥义便可以运用 根本无需等待对方死亡 死亡后力量会有流失 在对方力量最旺盛时吞噬 能够转化的力量更多 那黑洞 则是吞噬力量的另外一种运用 为吞魂 专门吞噬灵魂祭台 形成灵魂精神力 淬炼祭台 令祭台朝着某种奇妙方向渐渐蜕变 应该和明皇族专门淬炼祭台的方式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或许还会更加出众厉害一点 这次雷消心欲之旅 他放开自我狂杀 倒是真的将吞噬奥义的精妙给发现 只是 他如今尚未迈入始神二重天 他还欠缺完成神力古术重新生长的力量蜕变 他还需要更多的力量 那三名始神 数百虚神 元神 神王转化的力量 仅仅只是令他损耗的力量恢复 没到令他突破到始神二重天的程度 一路杀下来 他发现那些雷消心欲本土势力的人物 都和陈家一样极其配合他 每次都给他指明神族族人聚集之地 详细说明对方的境界和人数 让他能够心中有数 从容不至 通过这次经历 他意识到布拉的力家族在雷消心欲极为不得人心 那些人虽然臣服了 却并非真心 一发现有偷偷给神族冷剑的机会 竟然比他还要兴奋激动 就是因为那些人的配合 他才能够如此顺利 如今 他将目标方向了雷消天使 准备以莱特卡的向上人头来助自己突破道使神二重天 但他不肯定如今的雷消天使上 是否逍遥已经过来 所以没有敢轻举妄动 准备先在云雷星落脚 问问情况 心念一动 他便往云雷星的方向落去 不多时 他便在云雷星出现 在那雷城城中央站定 他闭上眼 神势游荡 没有发现一名神族族人 云雷星本来也有神族族人驻扎 但因他的疯狂屠路 莱特卡已经传令让那些人返回 就是因为他近日已经找不到神族族人动手 才想到改变思路 要杀入神族在雷消心域的大本营 去纳雷消天使 这雷城内 许多雷消心域各方生命之星的人来往 许多商户街道人满为患 他凝神一听 发现几乎各个人都在谈论他 称呼他为杀神 杀星 神族筷子手等等称呼 那些人提起他的时候一个个眉飞色舞 一点不掩饰脸上的惊喜 和对神族的幸灾乐祸 迟言暗暗点头 这一路上 他已经知道布拉的利家族的莱特卡 在这心域上做了多少 令人恨不得觉了他祖坟的乐事 莱特卡能活到现在 都是因为神族的威名 不然他可能已经先一步被人击杀 因为他从一些人口中 知道雷霄心域内走出的人 也有达到始神三重天的 那些人如今并不在雷霄心域 因为顾忌神族的强大 才没有返回 将这心域的莱特卡清理掉 雷城人影川流不息 各个街道商户茶楼内 都在谈论着他 他沉吟许久 微微一笑 在雷城一处广场内坐下 心念一动 时间内一处空间一样样 雷城飞翼出来 在他头顶排列整齐 瞬间 在广场周边传来一个个尖利的叫声 和一个个倒吸冷气的恐惧声 许多广场周边的舞者 皆是经济看向他 神情激动 在他头顶 悬浮着一个个人头 神族族人的人头 其中很多人 在雷霄心域都是凶名赫赫 坐镇一方 也为恶一方 令人痛恨之极 尤其是三个神族使神人头 这里的舞者几乎人人见过 见到那三个人的人头悬浮在天 众多商铺 街道上的舞者 纷纷欢声叫了起来 如过年一般 骚动瞬间蔓延全城 雷城所有的舞者 这一刻 纷纷闻讯而来 放下所做的一切 都朝着这个广场聚集 天上 聚集着密密麻麻的人群 如蝗虫一般 以食言为中心 各族族人舞者层层叠叠 将食言围住 纷纷指着食言尖叫 表情夸张 满脸笑容 数百个神族族人人头 都悬浮在食言头顶 每一个人都如一红青拳 落入众人心间 压抑他们多年的怨气 在瞧见那一颗颗人头后 似乎一下子有了宣泄口 很多人女人老人开始哭泣 看着那些人头 哭得稀里哗啦 如同多年的仇恨被人抹掉 因为太过高兴 而喜不自禁 进而痛哭 雷成的巨大骚动 惊动了地底密实地交谈着 雷动眯着眼 听着一个麾下的禀报 眼睛渐渐明亮起来 他忽然站起 道 那人来了 他将那么多神族族人人头放出来 是表明身份 他来云雷星 来雷成 应该是找我们 雷老 你怎么做 其余人纷纷询问 他这么看得起我们 我们也不能一直太胆怯 嗯 我以神事传讯他 让他过来一续 雷动表态 众人相继点头 雷动旋即咪着眼 放出神事 以使神二重天的境界灵魂 往食言的方向飞去 在促万雷消心欲舞者的包围中 食言咪着眼 垂着头不言 他也在等 等真正敢和神族抗衡者的邀请 那一颗颗神族强者的人头 就是他的见面里 果然 他眼中神光一闪 骤然消失 同时 那一颗颗悬浮在天际的神族强者人头 全部爆炸开来 化为股粉消散 在整个雷城内飘荡 所有雷消心欲的舞者 都发出过年般的欢呼声 举臂高喝 相拥庆祝 雷城密室内 食言突然浮现 在那雷洞身旁坐下 眯着眼 道 是你唤我 雷洞一惊 玄机猛地站起 恭恭敬敬道 雷洞见过是血新尊主 那几格本来端坐着 一见雷洞行此大礼 愣了愣 也都纷纷站了起来 和雷洞一样行礼 恭声道 见过是血新尊主 食言一挥手 神情随意道 客气了 都坐下吧 众人这才坐下 你叫雷宝吧 我听人说过你 你以前是雷宵盟的副盟主 因为雷宵盟覆灭 而你又没有力量和神族抗衡 才隐姓埋名至今 可是如此 食言淡然问道 雷洞点头 道 我现在叫雷洞了 没想到尊主竟听过老朽之名 老朽被感荣幸 嗯 叫什么无所谓 只要你没有忘记以前就行了 食言咧嘴 说道 你唤我过来 应该不是告诉我你的更名吧 说说吧 你怎么想的 尊主来云雷星 应该就是找老朽的 不知道尊主有何吩咐 只要我雷洞可以做到的 我定然竭尽全力 我只要尊主答应我一件事 雷洞深深看向他 答应我在将来 把神族族人驱除我们雷霄心域 只要尊主答应 老朽可以为尊主赴死 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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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其余几人脸色惊变 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 纷纷出声喝道 雷洞挥挥手 道 为了雷霄心域的未来 我可以付出一切 我之所以苟言残喘 并非怕死 而是要给雷霄心域等一个将来 今天只要尊主答应我 雷霄心域便有了将来 我随时可以交出性命来 此言一出 那些之前还犹豫的其余视力头目 纷纷神情为振 内心某样东西被激发 满脸感动 眼神也都坚毅起来 食言眼神惊诧 深深看向雷洞 暗暗点头 道 我答应你 过来前 他没有想过雷洞会有这么大的决心 因为在他来看一个不敢正面抗衡神族 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的老鬼 已经奸华如老鼠了 应该不会敢真正的热血站出来 他发现他错了 雷洞的激烈反应 令他一阵恍惚 也暗声感动 尊主现在有什么吩咐 尽管告诉我 我雷洞能帮你的 一定全力以赴 即便是死 也会给你将事情弄妥 雷洞斩钉截铁道 我不是要你死 我要的很简单 我要知道如今雷霄天池那里神族都有什么人 近期 有没有神族心的强者过去 我要知道这点 持言解释 不 这个简单 近期有神族强者到来 来了两个使神二重天境界者 我们雷潇心欲的玉海近期出现了问题 在那两人到来后 忽然间扭曲混乱了 纷纷失笑 后续的 应该不会有神族族人到来了 听说莱特卡正头疼着 说一个超越使神的强者要过来 却被堵在外面 无法穿破而来 雷洞一脸奇怪地说 持言眼睛皱然一亮 玄节黑黑笑了起来 他知道 有人在暗中帮他 帮他解除了后顾之忧 第1287张长虎穴 古神星欲 其大玉海其中一处 逍遥眼睛阴力看向一处虚空通道 逍遥身旁 风绝星火两名长老垂首站立着 神色无奈 逍遥看向的通道 能直接连接雷潇心欲 一直以来 神族的波拉的利家族 都是通过这条通道进入雷潇心欲 从雷潇心欲收获堪称庞大的物资 这条通道便是贯穿雷潇心欲的窗口 在迁换心欲中 迪卡罗现身说明将食言送去的方向后 逍遥立即传讯长老会 告诉长老会食言行踪 长老会立即安排 派遣两名使神二重天境界者 先一步去雷潇心欲稳定局势 然后等逍遥过来 然而逍遥过来时 忽然发现此处通道封闭了 根本无法进入雷潇心欲 不但如此 经过逍遥的查探 他发现所有进入雷潇心欲的入口 传颂阵 已经全部失效了 整个雷潇心欲如被一只手封闭了的门 怎么也打不开 怎么也进入不了 逍遥很清楚 在是兼有此大能力者寥寥无几 能将一个心欲彻底封闭者 更是罕见稀少 迪卡罗逍遥看向那一个 葛幽暗深邃的虚空通道 阴冷的低喝一声 眼睛中一满目火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一手拧着火红色酒壶 不顾一态的好饮了一口 脸上烙腮壶上沾满晶莹酒水 逍遥 你被迪卡罗愚弄了 那家伙通知你那小子的去向 分明是刻意算计你 来人正是光明天王 逍遥瞥了他一眼 道 你我虽然不休空间傲益 但我们若是联手 倒有将雷潇心欲封印撕裂的机会 光明天王连连摇头 白手道不妥 一旦失败了 会令雷潇心欲被虚空乱流吞没掉 所有生灵都将瞬间惨死 李何时变得在意他人生死了 逍遥瞇眼道 李自然不会在意 光明天王横了一生 雷潇心欲上有波拉的利家族的族人 而我出生于波拉的利家族 我不会让后代子孙因我出手纷纷灭亡 我族族人本就不如别的种族繁多 牺牲一个便少一个 为了你的徒人 牺牲那么多我家族族人 划不来 也许这时候 那小子便在雷潇心欲屠露 你波拉的利家族族人 等雷潇心欲重新解开后 说不定你家族族人都死光了 逍遥冷笑 他不过使神医众天境界 在雷潇心欲内 如今有我波拉的利家族三名史神二重天 近千名神经百战武者 我不认为他能蹦打得那么欢快 光明天王咧嘴黑黑大笑 逍遥 你还是为你徒人多多想想吧 你太小看他了 此子为那人传承者 你会因为判断错误后悔 逍遥沉喝 光明天王摇头失笑 他不过只是掌握吞噬傲益 又不是掌握那种力量 怕他作甚 如果他真能拥有那种力量 别说破开雷潇心欲避障了 就是回几个心欲杀他也是值得 但现在麻 不值得大动干戈 我说了你会后悔 你就等着吧 逍遥冷着脸 摇了摇头 不再多说什么 光明天王满不在乎 道 莫谈他 我们也许久没见了 如今重聚阻地 并要一罪方休 话罢 他硬扯着逍遥 看也不看旁边的风爵 星火等长老 虚空踏步 身影寸寸消失 雷潇心欲 有一处奇异之地 为数条星河的交汇处 此地位之雷潇天池 天地能量极为浓郁 有寒星冰寒之意 有雷电孕育其间 对修炼一些特殊傲益者来说 这雷潇天池简直就是圣地 莱特卡修炼雷电之力 他的宫殿便坐落在那天池的陨石上 宫殿修建的华贵雄伟之极 雕琢着神族的众多神秘图腾 以无数神经浴石堆砌而成 远远看来那宫殿闪烁着彩色霓虹光晕 美轮美奂 坐坐宫殿中间 便是神秘的天池 此时莱特卡和两名神族族人 身子浸泡在天池内 神情惬意 数百名各族或清纯或妖娆或静力或性感的女子 身着透明纱衣 妙处入影若现 紧搏套着奴环 脸上带着谄媚的笑容 围着三名池子内神族强者极尽讨好 他们端着果盘 池着美酒 小心翼翼侍奉着 天池旁边的宫殿哨台上 一名名神族舞者神情肃穆 静止地守护着 剑奴 身上不够洁净 简直给我丢人 池中 莱特卡看向一名鬼文族女子 一脸暴力 涂地目吼 那名鬼文族女子雪白的身上 不满细腻的紫色花纹 异常妖媚 别有一番神秘韵味 当年莱特卡便是看中她那满身紫色花纹 然后才将其强行掳来 如今心情不佳 又觉得那花纹碍眼 便没事找事 主人 奴人来前已认真清洗过三次 那子文是奴人出生便有的 望主人息怒 那名鬼文族女子眼神恐惧 当即跪扶下来 可怜兮兮地哀求 还敢反驳 果然不知死活 莱特卡暴躁地低吼一声 旋即一团雷电从她口中喷出 将那女子裹住 刹那间 那女子妖娆的身子变化为飞灰 连灵魂都被电得湮灭 周边那些美人奴皆是心底冰寒 一眼中不满京剧不安 一个葛玉发小心谨慎 生怕被莱特卡看不顺眼 随手给击杀了 最近一段时间 莫名死在莱特卡手中的人 已经有数十葛了 几乎每天都有几人突然被灭掉 让他们一个个惶恐不安 另外两名神族族人 从头到尾看着莱特卡发怒杀人 只是嬉嬉笑着满不在意 在他们眼中 除了和他们同族的族人 其余种族人等 一概被他们当成卑劣的贱民看待 就如同人不会在乎虫子死活一般 这是一种天性上的高傲漠视 根深蒂固地存在他们的价值观中 兄弟 是不是又有不好的消息了 库克吃了一串金银果子 随意问道 那是血腥尊主 不过只是被推举出来的一个傀儡罢了 还不是任由那三大傀手拿捏 你担忧什么 杰里米奇道 我刚收到消息 他去了云雷星 在雷城将我麾下头颅一一排列出来 这是对我的挑衅 不可忍受 莱特卡木道 库克亚然 摇了摇头 说道 这一代是血腥尊主 还真是年少气盛 不过做这种事情根本就是无济于事 雷消心欲的那些人 难道真该和我们神族对抗 他眼睛作然意寒 冷笑道 这些年 他们难道还没被杀怕不成 最近家族刚打下一个新心欲 那心欲资源枯竭 但是有不少舞者可用 如果雷消心欲的舞者真敢反抗 可以再来一次大清洗 清洗过后 我想他们会老实很多 杰里米道 我现在只想找到那小子 杀掉他 莱特卡恒道 在一个新欲找一人 可没那么容易 我们又不是族内那些老怪 可以神是灵魂覆盖整整一个新欲 库克摇了摇头 说来也奇怪 我们俩到来后 这里的通道就封闭了 天王大人本该过来 现在迟迟未出现 或许也是因为通道的古怪 三人谈论着 在天池内继续饮酒作乐 只有莱特卡满夫心机 一肚子恼火 徒弟在三人头顶神秘星空处 一条狭长明线忽然显现出来 那根线忽闪忽闪着 传来强烈的空间波动 莱特卡库克和杰里米三人 抬头看着那线 脸色树地凝重起来 三人身影一动 骤然从池水内浮出来 旋即三件精美的甲咒 便披在身上 完美贴身 衬托得他们各个威猛神武不凡 来者和人 莱特卡抱贺一声 那鸣线扭曲变换着 渐渐如缝隙裂开 旋即促到身影从中走出 在莱特卡库克杰里米头顶浮现 莱特卡宁笑起来 雷洞季风 哈蒙 你们是不是活腻了 竟敢在没得到我的允许下 擅闯我的领地 雷洞季风 哈蒙三人 便是食言在雷城地底 密室所见的几位 此时 那雷洞笑着点了点头 眼中透露着坚决 道不错 我们的确活腻了 今天来 便是准备赴死的 他回头看向食言 道尊主 我给你的消息没有错吧 食言微微点头 他没有料到雷洞 季风 哈蒙这几人非要坚持过来 三人中只有雷洞达到始神二重天 可堪一战 季风 哈蒙只有始神一重天 过来和神族交战 能起到的作用有限 但他们还是过来了 怀着他难以理解的某种执念 来此之前 他们甚至都安排好了后事 摆明了做好最坏打算 尊主 莱特卡愣了一下 玄机骚然狂笑起来 你便是那小子吧 哈哈 太好了 我寻你多时 没想到你竟然主动送上门来 库克和杰里尼也都神情一朗 纷纷将视线从雷洞 季风 哈蒙身上移开 全部瞧向石言 从今天起 雷潇心欲将一主 我会用你们三人的死 来让这心欲重获新生 石言看向他们 默然说道 第1288章一战二 让雷潇心欲一主 哈哈哈哈 你以为你是玄河还是名号 李珍当你是嗜血心尊主了 莱特卡咧嘴凝笑 左右两手一盏 道道闪电雷霆凝结出来 化为一条数千米雷电巨蟒 轰然朝着石言啃食而来 尊主 请让我来 雷洞忽然沉喝 上前一步 他袖口一抖 数千银色源球 携带着雷钢急电 滚滚迎向那条雷电巨蟒 两者一碰 漫天闪电击射 雷霆狂震 虚空如同塌陷了一般 雷洞曾为雷肖蒙副盟主 野修雷 和莱特卡境界也是一致 这些年来他之所以隐姓埋名 并非惧怕莱特卡 他怕是的莱特卡身后的 布拉的利家族 怕的乃是整个神族 怕的是雷肖蒙和雷肖心欲 真正被消灭 如今 得到石言雪末后 他斩断了心中的巨异 终于敢真正站出来 敢喊出自己的真名 莱特卡 我今天告诉你 你一直要找的雷薄 正是老朽 原来 你就是那个落网之鱼 莱特卡一阵后 咧嘴道 如此甚好 只要你死了 雷肖蒙便真正 没有一点灯火了 这雷肖心欲也会彻底安分了 我这就送你上路 季风 哈蒙一听莱特卡这么说 心一横 便欲站出来动手 里面的对手 是那些人 石言走过来 挡在他们前面 指了指身旁的那些宫殿 哨台上神族侍卫 季风 哈蒙满脸愕然 他们是怀着赴死之心过来的 是准备和莱特卡和那两个使神二重天强者交战的 是准备为石言牺牲 以灵魂计台爆裂为代价 要替石言先重创莱特卡三人的 在关键时刻 石言忽然这么一说 让他们全愣住了 有心就够了 石言笑了笑 拍了拍他们的肩膀 或不走向库克杰里米 他一点眉心 使界终飞出两束雪光 化为一剑一顿 皆是心红如血 他一手持剑 一手持盾 看向库克杰里米 眼眸骚然渐渐赤红 一腔冲天煞气 浓郁得如滚滚血海淹没而来 那穴剑上一只只眼睛 徒弟纷纷睁开 都对向库克杰里米 刹那间 库克杰里米如被无尽血海淹没 如乔剑累累尸骨 如被血海骨扇给定住了灵魂 心神轰然一阵 这是直达灵魂深处的邪恶冲击 达到始神二重天的库克和杰里米 竟然瞬间精神恍惚 内心躁动不安 血液如烈火焚烧 一向的镇定弹幕立即失守 斩心乱 库克同仁忽然变成暗青色 猛递力喝 旋即一束冰光从天外渗透而来 将他心肩邪念瞬间斩断 他眼神立即恢复清明冷静 眉心一点寒芒浮现 徒弟无限胀大 变成一座森寒金银冰封 那冰封万丈高 占地百亩 闪烁着明晃晃的寒光 蕴含冰之傲益真地 滴溜溜地转动着 折射出百万冰光 如冰雨蓬蓬落相食言 杰里米在库克恢复冷静的那一煞 肉身被一丝寒意惊醒 额头忽然多了一个燃烧的火焰符号 那符号如太阳般散发着恐怖的热量 在顷刻间 杰里米身影被那火焰符号淹没 它变成一个巨大的火焰团 释放着滔天炙热 和库克的冰寒奇妙的气和无间 一同给食言施加压力 冰火炼狱 库克杰里米同时低吼 那那座森寒经营的冰封 骚然坐落在滔天火焰上方 在那火焰冰封间 冰寒酷热双重力量交替闪现 令人如置身炼狱中 忍受无尽痛苦折磨 季风寒蒙和食言相隔不远 在那极寒极热交替的冲击鱼泊中 脸色忽白忽红 忽浑身炙热 忽冰寒撤骨 神力彻底乱套 灵魂祭台都变得极其不稳定 库克杰里米的联手 将极寒极热奥义以特殊仿佛融合 形成极其可怕的威力 竟然能影响神力和灵魂祭台 让对手处处受制 根本不能将真正的力量释放出来 只有使神依众天境界的季风 汉蒙 在两个二重天使神的冰火联手下 神情狼狈 不住后退 眼神骇然 这一刻 他们才意识到境界上的察觉 果然如难以逾越的篝祸 他们生出一种无力感 全集他们心神一阵 忽然想起他们并非库克杰里米的真正目标 只是受波及者罢了 他们齐齐看向食言 季风 汉蒙呼地一呆 在他们的注视下 食言如万年磐石般稳健 在百万冰光的冲击下 身影毅力不动 那些冰光如雨剑极射而来 全部落向它 却被一念血盾尽数挡下 出其地 那些冰光并未粉碎 而是消融在那血盾中央血色云团印记中 至于那极寒 极热的冰火炼狱的蔓延 食言仿佛压根不受影响 一只手持着血剑 身体快速变化 化为不死魔族的不死之身形态 身上的能量波动 以一种恐怖的方式迅速攀升 很快地 季风 汉蒙便发现食言身上的力量波动 已经超过它和季风 汉蒙 竟然丝毫不逊色 库克杰里米两人 不愧是是血星尊主 非我们能够测度 季风赞了一声 便放下心来 对汉蒙道 或许我们应该听它的建议 帮它料理外围的角色 那应查便交给它来处理即可 我也这么看 它蒙点头 两人马上转移目标 分散开来 冲那些神族侍卫下手 一时间 这雷霄天池鸡飞狗跳 众多薄警带着项圈的美人犬狼狈而逃 一脸欺然地要尽快脱身 因为雷霄天池此时发生的战斗 根本不是它们能够稍稍忍受的 任何力量于波冲击过来 都能瞬间将它们化成飞灰 极寒极热两种力量交替而来 如层叠的浪涛 狠狠拍打在石炎身上 石炎毅然不动 在那空间缝隙内 它通过戒林知晓血剑 血顿的真正奥妙 从那时起 它实力便攀升一筹 经过这段时间的杀戮牟利 它对血剑 血顿的运用愈发熟练 加上三种奥义的精妙 不同力量的瞬间爆发力 它才明知这里有三个使神二重天者 也敢过来求战 因为它自信可以急杀那三人 今天 并借你们三人的力量躯壳 来助我攀升新的高度 石炎双眸如血 心念变幻 那血顿化为夺夺血色云团 一一覆盖在它身上 和它不死之身完美的融合 让它体内磨血沸腾 如被彻底激活了 浑身顿时滋身无尽大力 一点额头 一条璀璨星河从眉心穿了出来 那星河夺目耀眼 却有星红的血线在其中蠕动着 如那星河有着人的经脉 极为诡异 星河冲出 往库克杰里米飞去 渐渐变成虚幻 如忽然消失在空间内 让库克杰里米灵魂不能锁定 徒弟 星河变得无比清晰 这次清晰之时 星河已经冲入那库克凝炼出来的极寒冰封 如伊丙利刃 狠狠刺入冰封之中 竟负有空尖切割的风锐 卡卡卡卡 那座极为庞大壮阔的冰封 在那骚然锋利的星河冲击之下 竟然快快粉碎炸裂 化为数千万大小不等的冰块 一一消失在库克体内 李怎会拥有如此强悍力量 库克的神族不灭体身上的甲咒 如粉碎的冰封 片片的裂开 他身上多了许多细腻的血痕 如被很多剪刀划过 模样极为狼狈 若非有此力量 岂敢过来寻你们三人一战 石炎凝笑着一步踏出 化为一束流星 忽然落向那杰利尼史界喷涌出来的炙热火团 你难道不知我融合了古大陆本源 竟然还敢在我眼前玩火 石炎张口一吐 一束束不同色彩的火团汹涌而出 如一格格燃烧灯笼的悬在他身旁 那些火团一出 天火独有的气息立即扩散 那杰利尼释放的火焰则是急速收缩 如低等级的生灵遇到高等级的生物 本能的想要躲避 冰火无间 库克杰利尼神色大变 忽视一眼后 同时起喝 那些被库克吸收的冰块 如炮弹从他体内喷射出来 全部落入杰利尼的火球中 那火球被冰块填充后 并没有熄灭 反而滋生一种莫名的力量 那波动极为的可怕 却非常不稳定 库克杰利尼施展出这联手奥义后 也是一脸惊惧不安 似乎也担心会出什么麻烦 这种融合奥义 他们显然也没有完全掌握 若非迫不得己 也不会轻易施展 被冰块填充的火球 忽然急剧膨胀 如一个将要炸裂的气球 内部涂生恐怖的波动 如一颗星球将要爆裂 食言脸色首次一变 赞道 冰火本不能相容 你们能达到这一步也算是奇才了 可惜 尚且不够完美 融合速度太慢 你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驾驭 他立即转动计台 奥义即变 那条星河诡异的化为空间缝隙 去影响那急速膨胀的火球 徒弟 一种不属于他的空间之力 诡异渗透而来 将他的星河转变 在那星河内 悄然出现一个虚空通道 那通道竟然还拥有着牵引之力 和他的想法完全契合 那要迅速爆开的火球 猛地被收入星河 被那通道不知转移向了何处 库克 杰里米立即失去了感知联系 体内神力因此流失大半 两人面如土色 心生恐惧 这一刻 他们自己都清楚 他们怕是凶多吉少了 第1289章一人足矣 库克 杰里米因为神力的极具损耗 灵魂计台变得颇为衰竭虚弱 两人辛苦凝炼的一击 被扯入虚空消失 简直是对他们心灵的重创 他们忽然收手 眼神都变得闪烁起来 显然有了新的思考 他们都是布拉德利家族的族人 在家族内身份尊贵 这趟前来雷消心欲 只是为了配合莱特卡 帮莱特卡稳定局势 他们一见形势不妙 便准备舍弃莱特卡 要脱离是非之地 两人眼神闪烁着 不由悄悄瞥了一眼莱特卡 莱特卡和雷动皆是修炼雷电奥义 但神族在肉身强度 血肉精气 修炼天赋上有着得天独后的优势 莱特卡以神族不灭体应对 将种种雷电奥义的精妙释放出来 明显要胜过那雷动一筹 同为使神二重天 雷动节节败退 竟然被自己的雷电反噬 浑身被雷蛇给纠缠着 模样狼狈 库克捷离米见莱特卡占据上风 心念一动 忽然由库克齐声道 莱特卡 这小子棘手 你先来应付一会儿 那人 我们帮你扛下 说话的时候 库克捷离米便要和莱特卡变换对手 要将食言这烫手山芋交给莱特卡 莱特卡一愣 转身一看 脸色猛地阴沉起来 你们俩联手 竟然吃不住他 你们是不是对家族的嘱咐没听明白 他以为库克捷离米没有尽全力 库克捷离米内心苦笑 化为一缕火光 一缕冰光 已到了莱特卡身旁 出其地 食言并未出手阻拦 他灵力在天池上方 谋中站出一道神光 睁睁看向那逐渐愈合的虚空缝隙 他知道刚刚有人暗中出手 影响了他释放的虚空缝隙 将那库克捷离米的冰火融合光球导引向别的空间了 那人 应该就是将他送来者 将雷消心欲封闭的可怕存在 他不清楚那人出自何意 此时见库克捷离米前走 便宁神放出灵魂讯息 前辈何意 他知道那人应该就在附近 可惜那人没有回应 他营造出来的空间缝隙也愈合了 星河重新变得平整 去空乱流中 笛卡罗在绚烂的光束交汇处 两手截出奇妙印记 那印记骤然放大 由库克捷离米冰火之力凝结的膨胀光球 从那印记中忽然显现出来 被笛卡罗以大法力压缩 在很短时间内 那膨胀光球收缩为拳头大小的晶体 晶体内流转着火焰和冰焰 非常奇妙 不菲的能量 炸裂就太浪费了 笛卡罗捏着那晶体 满意地笑了笑 旋即眼眸闪过一道光刃 切开空间 巧向食言的方向 你有吞噬傲益 并不缺少能量 这东西就不给你了 他随手一抛 那晶体便飞旋出去 穿越层层叠叠空间 往一处区域坠落 神恩大陆 无尽海的一座岛屿上 下新年倩影 坐在海边一块礁石上 看着湛蓝海水 美眸中流露出浓浓撕裂之意 他脑海中场景变幻 如时间长河的快进后退 非常神奇地将他和食言 两百多年的景象一幕幕浮现 他似乎捏着一样能穿梭时间的力气 不断递后退 他灵魂穿梭在不同时间段 在追溯过去 一枚晶体忽然从天而降 很凑巧地趴搭落向他头上发迹上 旋即如一滴水液 悄然融入他脑中 他浑身猛然聚颤 经不住抬头看天 美眸满是惊恶不解 一股精纯丰沛的力量 忽然从他体内迸发出来 瞬间令他境界发生变化 躯空乱流内 比卡罗视线如穿过层层臂障 如落向他身上 眼中流露出极为复杂的神色 轻生难难低语着什么 空间 时间 也在此时 他听到食言的灵魂传讯 不过他只是淡然一笑 并未给出回应 雷消心欲中 食言将心间的期待斩断 神情重新恢复冷静 他看向库克 杰里米 莱特卡三人 咧嘴凝笑 他并不担心库克 杰里米能逃掉 如今的雷消心欲 已经被封闭了 如一个密封的笼子 无人能进来 也无人能够出去 在这种环境下 何人能逃过 精通空间奥义的他的追击 尊主 请记得你的承诺 便在此时 那雷动忽然立笑 灵魂计台如火山喷发 肉身神力极速地流窜 远处的季风 哈蒙脸色一变 同时尖叫起来 不要 食言也轰然一阵 果断出手 身影一动 他便跨过空间距离 直接在雷动身后凝现出来 你为雷消心欲做的已经够多了 我要击杀他们 并不需要你的牺牲 他伸手按向雷动后心 雷动身上恐怖的波动 忽然间平稳下来 尊主 雷动低喝 已去帮我将这里的剩余者灭光 莱特卡三人 我一人足以送他们归虚 食言黑黑一笑 手中血剑随手一挥 一条血色天红便在星海内展现出来 他如一抹血影 在那血色天红内忽然消失 雷老 让他应付 他可以的 季风连忙叫道 他们也连声劝阻 好死不如赖活着 你根本不用牺牲 这些年来你为雷消心欲牺牲的太多了 雷动愣在那人 深深看向那一抹血色影子 眼中露出异样神采 沉吟半想 他唯唯点头 以自己他自己的声音低语 那我这条命 便留着 为雷消心欲 也是为你留着 他转身 神情变得无比坚毅 与哈蒙季风一道人 对神族族人展开追杀 那些神族人 都是莱特卡的麾下 境界尾时不够他们的冲击 在阵阵惨叫声中 一个个神族族人神体爆碎 灵魂如烟雾飞散 他们并不知道 那一个个神族族人的殒灭 就是对食言最大的帮助 那一个个残死者 神体驱孩都被食言悄然吸附 扯入那条血色天红 演变成血魂海 恐惧绝望暴力 怨毒种种负面情绪负面波动 一一在血魂海内涌动着 更添血魂海的邪恶 食言惬意地吸收着那些能量 在血海中咸熟运用着死亡之力 将血海变成条条血色溪流 如血红色彩带一般 延伸向莱特卡库克杰里米三人的方向 那三人如被深陷泥沼 在那血色溪流的延伸蔓延下 一个个浑身处处受制 觉得神力仿佛被带上了枷锁 就连计台都变得运转尖色 许多精妙的奥义都释放不出 在不知不觉间 食言的血魂海已影响他们的心灵 渗透向他们灵魂 雷轰天烈 莱特卡暴力地吼叫着 条条雷蛇从他手掌心挣脱出来 是吃尖叫着 在血海内肆虐 要将血海给轰得支离破碎 库克杰里米也纷纷催动神力 使界内火焰如海洋泛滥 冰封座座穿射出来 要和莱特卡一起联手 将食言凝炼地写至世界粉碎 进而将食言击杀 可惜 此时施展出权力的食言 又吸纳众多神族族人死亡时的力量 处于最为巅峰状态 如今能运用出来的力量 已经大大超过莱特卡三人 那血魂海如一个蠕动的血之毒流 将莱特卡三人淹没后 便不断增添力量 源源不绝的负面之力 恐怖的难以想象 直接粘稠地附在他们祭台上 空间巨变 食言在血海中沉喝 那血海骚然炸裂 如玻璃粉碎 化成无数血光溢溢的碎片 被血海裹住的莱特卡三人 身体纷纷爆炸 浑身骨骼粉碎 周身一满鲜血 在粉碎的血海中 食言咧嘴一笑 身体如化身万千 处在不同的血色晶片中 处在库克·莱特卡·杰里米身侧 如在不同的镜子内浮现 如穿梭在真实虚幻之间 这是空间傲益的一种精妙 为空间折射 是他在幻域洞悉领悟 许多食言变换着位置 如蝗虫一一冲向莱特卡 那些幻象却有着生命波动 绝非虚幻之物 那波动由死亡 怨毒恐惧暴力凝炼而成 专门腐蚀心灵 渗透向三人体内 肉身遭受重创的莱特卡三人 在粉碎的血色碎片中 神情全部露出茫然错愕 这神情也最后定格住 三人再也不能动弹 灵魂计台已经失手 失去了神体的主导权 一个葛油负面力量凝炼的食言 一个葛油清晰变得模糊 消失在那三人体内 三人强健的神体如被抽水泵抽掉血肉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 失去血肉精细 没有一丝生命波动 最终被风一吹化为了灰 彻底消散 一同消失地环有他们的灵魂计台 全集 许多消失的食言 一一重新凝现出来 如分散出来的化身 一个接着一个相互融合 最终只剩一人存在 这个食言咪着眼 如保湿血肉的凶兽 舔了舔心红嘴角 满足的黑黑低笑 他知道 这趟战斗结束雷霄心域大局将定 而他 将突破道使神二重天 离不朽更近一步 身旁雷洞三人还在继续追杀神族逃窜舞者 每当一个舞者死亡 便在他神之领域下化为一束血光 直接融入他体内 帮他增进力量 吞噬奥义的精妙 至此 才逐渐地被他摸索出神奥 第1290章薄义 古神心域南方一片心和楚 点点繁星闪烁着 其中一颗生命之星流转着极为绚烂的光芒 这是波拉的利家族独属的星辰 星辰一处神秘山谷中 有座座山川耸立着 其中一个山川的山腹中旋着一颗颗如星辰般的明黄色金球 金球内闪耀着生命焰火 金球为命珠 对应着一个葛波拉的利家族重要人物的灵魂性命 不论那些族人人在何处 只要灵魂归虚 这里的命珠就会熄灭 每一个命珠下方还绢刻着字符 写着对应的名字 此时 这里三个命珠光硕晃荡着 忽然熄灭 常年守候的一名浑身布满灰尘的老者 眼中站出惊骇光泽 旋即身影一晃便消失 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到了一处密室 密室内只有一人静坐着 这人便是波拉的利家族现任 族长拜尔斯 拜尔斯本在苦修中 想要突破现今境境界 迈入不朽 却被那人的消息打搅 可是 拜尔斯审声道 莱特卡库克 杰里米的命珠熄灭 雷霄星域怕是有变了 那人垂首回答 拜尔斯脸色骚然一变 眼中闪过一丝悲痛 他久久沉默 道 莱特卡还是我堂弟 当年他便不愿前往雷霄星域 认为那星域太过贫苦 若非我执意让他过去 他怕是不会坚持这么久 家主节哀 老者微微一叹 他们不会白死 拜尔斯深吸一口气 神情一狠 立即挥手道 传讯长老慧 明白 很快地 神族长老慧得知了 莱特卡库克 杰里米三人殒灭的消息 知道雷霄星域怕是失守 不再是神族的领地 神族各方势力为之震惊 逍遥何光明天王 也自然知道了这个消息 在天神风上 逍遥一脸也鱼 将手中酒杯放在浴石园台上 道 先前如果你听我一劝 和我联手动开雷霄星域避障 他们或许不会有事 之前逍遥怂恿光明天王 和他联手轰碎迪卡罗布置的星域封闭 直接冲入雷霄星域 却被光明天王拒绝 当时光明天王很自信 认为在莱特卡库克 杰里米的坐镇下 雷霄星域会高枕无忧 根本不可能被食言给占到便宜 但现在光明开始后悔 莱特卡三人都是使神二重天 都来自于他们波拉的利家族 可谓是家族内最为精锐的一股力量 一下子死了三人 让光明也心中一疼 他沉着脸 将手中酒壶的烈酒全部引进 旋即站了起来 道 我现在与你一同出手 逍遥淡然一笑 你我联手 最多半月时间 必将破掉星域避障 那星域避障由迪卡罗释放凝炼 星域避障破除 他也会因此受伤 话到这耳 逍遥眼神骚然阴厉 若非迪卡罗半途出手 他早将食言及杀 那是血的三根骨头也该被他得到 欧阳洛双也不会走失 不会有那么多事情 他已将逍遥当成敌人看待 对待敌人 逍遥从不会有一丝仁慈 逍遥和我族走向对立面 会是他最大的不幸 我家族三明儿郎的性命 我便算在他头上了 光明天王神圣道 雷霄星域 天池中央 一句句神族族人尸骸甘别 那些修建华美富丽的宫殿 此时粉碎炸裂 鲜血沾满碎石 雷洞即风 哈蒙这三名雷霄星域的舞者 如三道残影在天池旁边穿梭着 急速游荡着 将一个个漏网的神族族人斩杀 那些人 境界都是虚神 原神这个级别 面对三格使神追击 连逃的机会都没有 雷霄星域又处于封闭状态 此地种种传颂阵全部失效 他们只能一一被杀 这一刻 他们才意识到时代的变迁 意识到万年已过 神族的霸主地位正是被挑战 当最后一名神族族人葬身 雷洞取出音时 舔了舔嘴角 冷笑传话 传话下去 莱特卡已被嗜血尊主击杀 天池所有神族族人全部被吐露 从现在起 所有尚且存活雷霄星域的神族族人 都是我们的目标 全力击杀之 几乎同一时间 季风 哈蒙也各自取出音时 和雷洞一样传出消息 雷洞 季风 哈蒙代表着雷霄星域三股最强的势力 他们都是首脑 麾下有众多忠心耿耿的舞者 当他们同时传出消息 整个雷霄星域都为之沸腾震动 一时间 所有雷霄星域的舞者都清楚地意识到天池的巨大变故 知道雷霄星域变天了 很多分散在星域各个角落 依然作威作福的神族族人 忽然由猎人变成猎物 成为众多舞者围杀歼灭的目标 一场名为诸神的行动 在雷霄星域浩浩荡荡荡地进行着 每一天 每一刻 都有神族族人丧生 各自将讯息传出 雷洞灵魂意识移动 环视周围 发现众多衣着暴露的女子 一个个雀雀的缩在角落 畏惧地看向他们三人 雷洞深深看向那些被莱特卡禁锢多年的各族美女 叹息一声 冲击风道 放他们离开吧 他们 都是我们心欲的人 都是可怜人 季风点了点头 雷洞旋即身影一晃 在天池上方出现 他只是看了一眼石炎 便忽然一睁 石炎处在一片血色烟雾中 周身流落着浓烈的血腥异味 身上绽放出妖异的红光 神体的力量如山红绝体 极为狂暴 但他神情却极为平静 灵魂计台以一种独有的韵律运动着 如何天地星海融合一体 雷洞看向他 如看着浩渺神秘的星海 竟油然而生一种敬畏 他轰然一阵 忽然意识到什么 连忙叫道 封锁周边 任何人不准进入 孙主处于突破边缘 绝对不能受任何人打搅 此言一出 季风 哈蒙都是心神一惊 季风匆匆和那些衣着曝露的女子说了几句 便和哈蒙一道过来 与雷洞一样围在石岩身旁 各自布置结界阵法 来防护石岩 生怕他被人影响而导致境界突破失败 他们都达到了始神境界 深知在这个境界中 每次突破都极为凶险 一个不慎便是万劫不复 雷洞更是处在始神二重天 他当年从一中天突破二重天的时候 差点魂飞魄散 所以他比季风哈蒙的体会更加深刻 三个人将石岩围在中央 将各自力量傲益凝炼 演变成云团 花朵雷电种种不同的场景来 每一种场景都是由精纯神力刻画 拥有不弱的防御力 我们暂时守护此地 静后他突破成功 雷洞到 季风 哈蒙点头同意 劝烂多姿的虚空流域深处 迪卡罗半眯着眼 掌心内神光翼翼 演变成无数繁琐奇妙结界 流荡在道道缝隙口 进而涌向雷潮心域 封闭心域需要持续施加力量 便是达到迪卡罗这个层次 也很难单凭一次布置 就将一个心域彻底束缚住 因此 这段时间他深藏在虚空夹缝内 为雷潮心域的封印后续增加着力量 徒弟 迪卡罗身子为颤 同人类流转出亿万光束 如一格格不同的空间苏颖 他皱了皱眉头 半叹一声 难难道 逍遥光明一并联手 那封印怕是不能维持太久了 顶多能再封闭半月时间 也不知够不够了 他视线穿过层叠空间 投射在石炎身上 不有苦笑 这时候 石炎正处于突破到始神二重天的关卡 他想传讯都不能 他暗生一丝急切 眉头伸锁 我强行干预 也顶多在争取半月 一个月的时间 那小子又要突破到始神二重天 也不知够不够将他复活了 比卡罗神色担忧 他是那人的继承者 对常人来说 始神二重天的突破 可能需要花费漫长时间 对他 或许很快 也只能如此希望了 主人 主人 一声声如梦一般的呼唤 在石炎灵魂内回荡着 那是解灵的声音 他被名号封印后 原本并不能和石炎达成联系 双方的沟通被斩断 但这次石炎处于突破的关卡 心神宁静之极 也不知他如何寻觅到方法 竟然再次传来微弱的训练 助我解开封印 那人所说都是谎言 他是想要取代你 成为我的主人 成为嗜血新人尊主 你万万不可信他 主人 我跟随你多年 你应该清楚我从没有害过你 你应该知道 戒灵的呼唤断断续续 好似要将念头流向石炎脑海 对他来说极为不容易 只是 他选择的时机 却恰恰是石炎突破之际 突破中 绝不能受外物打搅 不然轻则走火入魔 重则自己灵魂殒灭 他趁着此时传讯石炎 要不是逼不得已 就是心怀不轨 生生呼唤如有着魔力 在石炎脑海不断回荡 有轻微变得轰隆隆巨响 令石炎渐渐心生不住 石炎紧闭着眼睛 呼吸渐渐粗重 体内神力流转开始处处凝制 旁边的雷动 季风 哈蒙脸色树地一变 忽视意识到不妙 都围了过来 表情沉重 石炎此时的反应 如要慢慢迷失 在突破中走火入魔 这极为不妙 第1291章自我冰冻 戒灵的声声呼唤 在石炎脑海回荡 如往平静的湖中投入快快巨石 掀起巨浪 滋生层层涟漪 此时为突破关键时刻 戒灵的呼唤直接导致石炎分心 不能将所有精力用在突破的关口 季风 雷动 哈蒙看着他 神情凝重之极 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怎么办 季风眼神阴霾 心境的失守 外人根本不能插手帮助 不然只会越帮越乱 这要如何是好 如果他殒灭在雷消心域 我们这里定会遭受 嗜血一墨的怒火冲击 怕是 不比在神族的统治下好过 哈蒙苦笑 他想得更加远 更加深刻 持炎为嗜血新尊主 此时星海间最为耀眼的星星 俨然成了对抗神族的核心代表 如果他惨死雷消心域 那么雷消心域的舞者 都可能因此遭难 被玄和名号 斐烈特的怒火淹没 如今的雷消心域 已经再也不能承受什么波澜了 雷动 季风 哈蒙之所以放下一切过来 就是为了给雷消心域寻一个希望 可不想因为自己的冲动 给星域带来绝望 冷静 雷动看向季风 哈蒙 轻斥一声 淡然说道 他是嗜血新尊主 是传说中那人的继承者 如果他会在突破之际因走火 入魔殒灭 我想他绝不会冒失地选择 在此地突破自己 此言一出 季风 哈蒙神情为争 然后就觉得很有道理 心情稍稍放松 不错 要是食言没有一点把握 怎么可能在一级杀莱特卡等人后 也不通知他们一生立即进行突破 如果不是有着十足的信心把握 岂敢这么冒失唐突 想明白这点后 季风 哈蒙便深吸一口气 让心神镇定下来 继续默默守护着 暗暗观察着食言 他们并不知道 此时的食言 在心灵是海中 正一边立抗着戒灵的干扰 一边令肉身神力鼓鼠进行蜕变 他们也不知道 食言也没有预料到关键时刻 那戒灵竟然能冲破明昊的封锁 对他以灵魂意识影响 戒灵的声声呼唤 他听得清清楚楚 但对戒灵的那番话 他则是尽量选择无视 他很清楚 如果戒灵心存善意 绝不会在此时打搅他 那戒灵 定然如明昊所言 及早的时候就对他心怀不轨 或许此时 便是想要趁机夺取他的灵魂主导 占据他这具肉身 如果他是戒灵 也会选择这一刻出手 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突破之际心神必须绝对集中 稍稍影响就会导致灵魂巨变 甚至可能直接让灵魂爆碎掉 雷洞 季风 哈蒙虽然在一旁 但根本不能帮到他 因为那三人压根不清楚戒灵的存在 只当他如今神体的异常 是因为突破引起的 在他们眼中 实言自身的问题 只能由他自身解决 主人 助我解开封印 我必会全心全意待你 令你能诛杀那人 戒灵寻寻善诱的不断呼喊着 声声直达他心灵深处 好让他产生一丝怀疑 让他去思考 只要他将注意力转移一点 就不能集中精力完成神体蜕变 就会导致力量的反噬 然后便被自己的力量扑累 直接暴体而亡 他呼吸急促 肉身剧烈战斗 体内神力激荡着 已经处于极为凶险时刻 而此时 戒灵的声声呼唤愈加急迫快速 如瞧见希望 自我冰冻 关键时刻 食言主魂传出一缕心念 穿越虚空避障 直达神恩星 神恩星内部地心深处 那巨大晶体骚然传来 炫目奇光 一束冰寒焰火猛地飞出 那焰火一动 神恩大陆许多冰川 竟然急剧融化 如被瞬间抽取了 恐怖的森寒之力 那冰寒焰火跨过虚空 重重距离 忽然在食言脑海内浮现出来 彻骨炎寒地蔓延 刻刻刻 请刻间 食言全身背后后冰炎覆盖 酷寒弥漫 百物缭绕 往周边渗透 雷霄天池立即受到影响 在那酷寒白雾蔓延时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结成厚厚冰冻 短短促十秒时间 整个雷霄天池 整个周边宫殿天地 一片雪白 一片严寒酷冷 连那雷冻 季风 哈蒙 都成为三具冰雕 身体机能被冻住 三人脸上表情保持着经济 一动不能动弹 只能以灵魂进行交流 浩强的寒力 这寒流 怕是只有那些达到始神三重天境界 苦修冰寒之力者才能释放出来 季风道 他并不修炼极寒之力啊 这怎么一回事 哈蒙灵魂呼喊 这极寒之力 来自于天火 他为本源融合者 为古大陆的主人 这古森寒 来自于古大陆深处 我们别挣扎 只要灵魂计台不被冰冻 就静观其变 这寒力 也不是针对我们 所以我们能忍受 雷冻解释 那针对谁 季风亚然 他自己 雷冻道 为何 季风 哈蒙齐生灵魂询问 我也不知 我只知道他的突破遇到了麻烦 至于什么样的麻烦 我看不出 我想 他应该可以应付 我们能做的只是 不要打搅他 雷冻再次解释 季风 哈蒙一头雾水 却知道雷冻见识一向非凡 只能选择听信雷冻 不敢释放力量解开冰冻 就这么憋屈的默默等候着 食言 被重重冰块裹住 如被冰山镇压封印了 神体精血 灵魂 是海都处于静止状态 那枚有着神秘繁琐血纹的戒指 自然也被冻住 因为极寒之力的渗透覆盖 戒灵再也不能传出一丝气息 不能流露任何意念 因为食言祭台 是海和灵魂 都处于自我冰冻中 时间匆匆 不知道多久过去了 食言一片死急 季风 哈蒙 雷冻渐渐承受不住 那极寒之力逐渐渗透向他们灵魂 他们不得不运转祭台 催动力量 将身上冰块炸裂 从那冰封状态出来 三天了 季风皱着眉头 他一点动静都没有 灵魂停滞活动 没有念头气息 这要如何办 盯着 观察 别妄动就行 雷冻到 季风 哈蒙无奈忽视一眼 继续等候着 看着如成了一块万年冰山的食言 温暗星海中 点点繁星闪烁着 星光渗透下来 照耀在结冻的雷霄天池 微弱的星光 如萤火虫的光泽 在那结冻的冰块中忽闪忽闪 如受着某种力量的牵引吸扯 在冰块中悄悄挪动着 渐渐往食言所在的冰封接近 这片天地都市冰川 结冻的天池和食言连城巨大寒冰区 那星光 就在冰块中移动 很慢很慢 第一点星光 经过一段漫长的移动 融入食言冰柱的身子 如星星之火点燃火源 食言浑身血窍忽然如鸣鑽 骚然绽放刺目金光 刹那间 那天池内无数星光会为溪流 纷纷涌向食言体内 在他肉身隐没 也是此时 季风 哈蒙 雷动猛地惊醒 发现了这奇观 都露出震惊的表情 雷霄天池由一条条神秘星域天河汇聚而成 那天池内有雷电之力 也有星辰能量 那能量 已全部涌向他 雷动睁大眼 悚然动容道 他之前定然遇到了麻烦 但现在我想他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他松了一口气 季风 哈蒙也都露出喜色 惊异地看着无数星流涌向食言 令食言气势暴涨 他们闭目深深感应半想 都暗暗点头 惊奇地发现食言在不知不觉间 已经灵魂趋于稳健 应该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他们知道 剩下的时间便是神力的压缩凝炼 世纪台的洗涤是灵魂的升华 最艰难的时刻 已经过去了 下面食言将会一切顺利 等醒来之时便会迈入使神二重天 我便知道他不会有事 雷动笑了笑 道可以歇息歇息了 看看我们下面的人 有没有将残留的神族余孽全部消灭 三人各自取出英识 询问麾下细节 都露出满意的表情 心欲一角 连起来的矿山楚 陈家的族人聚集在周边 一个个苦皱着眉头 在默默等候着 那人 怎么还没有过来 他是不是欺骗我们 陈戎皱着眉头 压低声音道 讲话的时候 他露出敬畏之色 悄悄看了一眼远处那道白衣倩影 欧阳若霜眉眸清朗 远远瞥了这边一眼 唯唯皱眉 不会的 他一定会过来 这里应该有他需要的东西 陈磊轻声说道 陈家生活在雷霄心欲极为偏僻之地 和外界封闭 此时还不知道雷霄心欲的巨变 天天处于惶恐不安中 生怕神族会再次出现报复他们 他们被神族打怕了 心生恐惧 天天都在提心吊胆 我们赌上了一切 希望能够赌赢 给家族留点香火 陈磊苦笑 轻声叹息 放心吧 我们陈家不会就此被灭门 我们会活得好好的 我相信他 他一定能够给我们一个新的将来 陈磊宽慰道 所有陈家的族人 都聚集在这里 等候着那人的到来 等候着一个希望 第1292章新生 啪哒 天池冰快传来细腻裂纹 阵阵狂暴能量从石炎方向席卷十方 引得空间炸裂 星海飞溅处亿万华光 此时 石炎如沉寂多年的火山 喷发出炙热狂躁 涌出惊天波动 那波动之猛烈魂后 令雷动 季风 喷蒙神色巨变 下意识地后退 远远顿离 这绝非使神二重天境界可以持有的力量 而且他 不过才刚刚突破 季风脸皮则抖动着 露出一丝苦涩 不愧是嗜血新尊主 此时涌现的力量 怕是堪比使神三重天 或许能够和静默那个境界多年者相提并论 可怕 他若是等同一般 岂能将莱特卡三人一并击杀 雷动笑了笑 他们讲话的时候 那块区域冰川纷纷暴碎 一同暴碎的环有空间 只是那空间一旦暴碎一块 便立即愈合 急速恢复平整 仿佛有一只手将洗落平 他们并不知道 因石炎突破的巨大动静 导致迪卡罗的封印都裂开一角 让迪卡罗不得不聚集庞大力量修复 心中大骂石炎捣乱 轰 石炎所处冰封粉碎 他一脚踏出 直接在雷动眼前站定 咧嘴一笑 你做得不错 如果不是雷动的冷静 如果不是他劝阻季风 哈蒙别轻举妄动 石炎可能会多出难以预料的麻烦 戒灵非同小可 要是季风 哈蒙以神识来窥探 灵魂露出一丝破绽 可能就会被戒灵瞬间夺舍 进而以他们的神体力量 将石炎重击 令石炎不但难以完成境界突破 还会被直接破掉祭台 雷动的冷静 让季风 哈蒙冷眼旁观 将一切交给他处理 他成功引附魂本源之力 以冰寒自我封印 以附魂牵引星辰之力 令那天池星河内的星力点燃肉身 以吞噬之力吸纳星光 成功将神力古术蜕变 灵石内解 他可喜地发现神力古术晶莹剔透 茂密的枝叶分叉楚 闪烁着数数弧光 那光则从他小腹丹田穿透出来 隐隐和他浑身经脉连接 浑然一体 如今在他体内 神力古术不但茁壮一倍 还令枝干和经脉牵连起来 心念变幻间 那神力汹涌喷发 直接贯注在他条条经脉中 和他精血混合 令他滋生一股堪称霸道的澎湃力量 这力量精纯浑厚程度 远非使神医重天可比 那莱特卡三人的能量助他直接神力大增 此神二重天境界者 神力古术和浑身经脉贯通 神力能瞬间涌向条条经脉 种种奥义秘法的施展将会快一倍 一点眉心 灿若心海的使界在苍穹浮现出来 磕磕星辰如大钻石 闪烁着明晃晃的光泽 一念起 那些星辰上方出现绿悠悠的植物花草 出现山川湖泊 出现篝祸地震 有春夏秋冬交替 和真实欲发接近 星辰空间 生死三种奥义如奇妙的渐渐走向柔和之路 随着境界提升 这三种奥义如能发生神秘变化 令他使界变成真实 这种感觉非常清晰 突破道使神二重天后 他像是找到了一个方向 一个达到更高层次的方向 使界将会是最关键之处 这一点他已经明误了 他隐隐有种感觉 可能不朽境界的突破 就和使界和灵魂祭台有关 尊主 雷洞 季风 哈蒙略略攻身 一脸敬畏 这种敬畏是发自内心的 如今雷消心欲内 可还有神族族人存在 持言随口一问 根据我们麾下的传讯 已经找不着活的神族族人 这心欲暂时干净了 雷洞恭敬回答 持言点头 陈吟伴想 他说道 雷消心欲暂时封闭着 神族不会跨越而来 你们现在别太担心 神族主要目标是我 一旦我离开了 他们派遣过来的战舰和强者 不会是顶尖 你们放心 此时我会安排 我们的人 在我离开后会开赋过来 帮助你们抵御神族 他知道明浩 玄和 菲列特断然不会将雷消心欲拱手让给神族 一旦能和明浩联系上 嗜血的强者将会过来此地 在血池中 他所见的嗜血传承者绝非所有 那些人都是核心的互从 而他们其中许多人 都还有各自的势力 都分别有着麾下 有着班底 加上明浩暗中掌控的未知势力 石言相信嗜血一墨的真正力量 绝不会逊色神族太多 再加上天妖族 不死魔族 千幻宗 碎电 天水宫等散碎势力 这一战 他们并不是处于很大劣势 多谢尊主 我等必将全力以赴 共抗神族 雷动表态 石言深深看向他 道 你记得便好 请问尊主还有何吩咐 只要我们能做的 一定不会推辞 季风笑着插话 暂时不用 有什么事情我会联系你们 石言摸了摸嘴角 看向周边虚无处 皱了皱眉头 刚刚他从冰封挣脱的那一煞 虚空因他境界的突变 粉碎炸裂 却在瞬间愈合如初 那时起 他便知道那个人还在 以无比奇傲的力量影响着周围天地 继续对心欲采取封闭 前辈可在 想了想 他分成神是意念 忽然涌向虚空缝隙 他一道道意念贯通离开 便没有以为会出现回训 就准备直接离开了 徒弟 一道意识从极远的虚无传来 你还有25天左右的时间 之后心欲就会解封 逍遥天王和光明天王将会到来 在这段时间内 你如果不能将太古雷龙复活 你就独自面对逍遥和光明吧 明浩 玄和 斐烈特他们 已经对神族正式宣战 各大心欲大战掀起 没闲暇来辞找你 你自求多福 你是谁 食言身躯一阵 眼中闪出一道金光 金光穿过虚无 往那方向延伸 我受明浩嘱托 帮忙照看你一下 至于我是谁 等你将我的那老友复活 你自然会知道 那道意识飘忽而来 蒙地截断 食言忽然发现他的神识念头 竟然在南进入虚空缝隙 他马上知道对方连他进入其中的机会都给封住 同为空间奥义者 他深知对方的境界层次 怕是已经远远超过他 这种人物 才是真正的星海之主 能自由穿梭心欲间 在这种人眼中 世间根本没有距离可言 一念动 便能横跨心欲 尊主 尊主 季风见他沉思着 时而皱眉 时而动容 不由轻呼起来 持言行转 看向三人道 整合雷消心欲 为将来作战 他抬手一拉 一扇门忽然显现出来 一步跨出 他就在哈蒙 季风雷动眼前消失 下一刻 他出现在雷消心欲边缘之地 在那堆砌在一块儿的矿山上 陈戎 陈雷众多陈家人 眼睛都猛地亮了 纷纷靠近过来 一个个期待看向他 欧阳洛霜神色清朗 明眸光泽微动 静静看向他没有言语 大人 陈雷过来轻呼 神情露出雀意 有些惧怕他 可是 迟言默然问 大人答应我们 会给我们神族一个安身之地 不知 陈雷小心翼翼道 大人 只要我们陈家留在此地 莱特卡一定会找上来 会派人对我们灭族 还请大人帮人帮到底 给我们陈家一个希望 陈戎功身大败 祈求地看着他 对陈戎和陈家族人来说 莱特卡就是一种难以逾越的凶山 只要莱特卡还在雷霄心域 他们就会寝食难安 会日日恐惧 莱特卡 持言撇嘴 古怪地看向他们 你们陈家不与外界联系吗 我们这里极为偏僻 这些年都是独自存活 确实 确实甚少和外界联系 陈戎老老实实回答 莱特卡已经死了 如今的雷小心翼 再也没有神族族人活动 若是不相信 你们便试着联系外界 持言皱了皱眉头 说道 这雷小心翼是你们的故乡 如今神族族人也全灭了 如果你们还要离开 我会送你们走 你们自己考虑 此言一出 所有陈家人全部呆愣住 下一秒纷纷惊叫欢呼起来 持言不管他们的决定 对欧阳洛双道 你如果要回神恩大陆 我可以马上送你走 你怎么说 我想看看你做什么 欧阳洛双淡然道 持言点头 旋即走向那矿山一条幽暗矿洞 忽然隐没其中 欧阳洛双没有丝毫犹豫 也马上跟了过去 消失在矿洞口 而这时 陈荣则是紧闭双眼 手持一块音时 小心翼翼连接某处 确认道 比诺兄 我是陈荣 百年没联系了 你那边如何 你是陈家家主 你还活着啊 嗯 的确百年没联系了 我这边很好 非常的好 如今神族覆灭 我们已经开始重建家园了 你那边如何 是不是也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了 音时内 传来善意的小声 那是一种解开阴霾的欢快 所有陈家的族人 都看向那音时 听着那声音结束 全集 所有人大笑着相涌在一块儿 喜极而泣 幸何新生 这是他们的新生 是雷霄蒙的新生 也是整个新域的新生 第1293章坦诚相对 雷霄新域边缘之地 一众陈家族人 聚集在那堆砌在一块的矿山旁 欢呼庆祝 那矿山由巨大陨石堆积而成 以前常年积设着雷电 陈家族人不敢靠近 直到最近千年时间内 他们才发现雷电消失 矿山中忽然多了珍贵的风雷石 风雷石也成全了陈家 让平级的周边一下子富裕起来 也让陈家的舞者 有了可观的修炼资源 那里面 究竟有着什么 会吸引他深入其中 陈荣看向矿山 紧皱眉头 不知道 根据我们陈家祖籍记载 里面定然有着奇特 陈雷很放松 忽然一笑 我们或许不用背井离乡了 陈荣点头 玄机下令 暂时驻守此地 等那位大人出来再说 在陈家人讲话的时候 食言已深入矿星内部 沿着一条宽阔 涌道往核心处途径 欧阳若霜一身素白衣衫 仿佛幽暗中的清冷精灵 神态冷立 一双明镜的眸子不时看向他 若有所思 涌道中碎时快快 隐隐传来风啸雷鸣声 很是奇妙 不多时 食言树地停下 脸上浮现出一丝惊异 怎么了 欧阳若霜看向前方 但眉一皱 轻声询问 应该快到了 B主眼食言抬手按向前方 那是矿星内部 周边全是坑坑洼洼的洞穴 地上落着一地碎石 也很碎小的风雷石存在 那风啸雷鸣之音 便是从粉碎的风雷石传来 风雷石蕴含风和雷的力量 但太过碎小的风雷石价值很低 能够吸纳的力量有限 那些破碎的风雷石连指甲大小都没 显然不值得带走 就散落在旁边了 这里就是此处矿山最深处 如果要继续深入 只能自己开开垦道路了 食言以灵魂触探 发现周边并没有强烈的生命波动 也没有澎湃狂烈的力量 但他相信太古雷龙的躯体并然在其中 如今触觉不到 只是证明那躯体被某种结界禁止封闭着 他还没有触及到结界 封印的关键处 烈 食言那只按在岩壁的手 只肩占出炫白锋芒 空间利刃化成明晃晃尖刀 如无间不摧的钻头 猛地刺向岩壁 坚硬堪比金铁的岩壁 在那空间利刃的冲击中 脆弱如腐朽砂石 啪啪地爆碎 一条新的通道短时间行程 往更深处延伸 那通道随着空间利刃的活动穿透 还在变得更加优深 食言收手往内部缓缓跺步 沉着脸端详四周 眼中神光如电 触地 他再次突兀停下 刹那间 从那时到的石壁内涌出 条条手臂粗掌的银白闪电 每一条闪电如长蛇 成千上万之多 带有炙烈狂暴雷击电芒 猛地缠绕而来 啪啪啪 他和欧阳洛霜立即被那条条银白闪电缠住 身体如发了扬颠风般极具战斗 在几个呼吸间 他和欧阳洛霜衣衫化成银白火焰 忽然焚烧成灰烬 倒到银白色闪电 仿佛鞭子缠绕在他欧阳洛霜赤裸的身上 往他们身体内渗透 冲击他们血肉之躯 那些银白闪电刁钻之急 一如他们肉身 便钻入他们经脉中 令他们经脉刺痛酸麻 很难迅速聚集神力抵御 欧阳洛霜霜那雪白晶莹的美妙铜体 此时完全赤裸曝露出来 如一具有白玉雕琢的完美女神像 简直没有一丝瑕疵 隐隐一握的腰肢 羞直比挺的美腿 下到好处的耸立雪峰 白皙的脖颈 一一浮现 在闪电袭身之际 石言声怕他承受不住 不由回头瞅了一眼 他树地呆愣住 虎目站出一丝炽热 他深深凝视在欧阳洛霜 那句堪称完美的铜体上 短暂失神 忘记了回头的目的 他只是看着 就这么看着 在他灼热目光注视中 是裸着曼秒身姿的女子 清冷双毛泛出羞脑 狠狠瞪了他一眼 赤骂道 下流 石言旋即玩耳 失笑道 还能骂人 看来这些闪电对你够不成威胁 嘿嘿 那我就放心了 这么说着 他火辣辣的眼睛 还是贪婪的在那 雪白动人处流连忘返 显然没有立即收回目光的想法 他本能地将其同体身材 和与他有过雨水之欢的女子比较 发现只有下新年的身姿 和其不相伯仲 不由暗赞一声 又深深多看两眼 才恋恋不舍收回视线 道 不是我故意要看 实在是天时地利主动配合 这不 你不也看见我了吗 大家扯平了 和欧阳洛霜一样 他也全身赤裸 身体上快快肌肉线条明显 雄间有力 将男人阳刚雄伟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耻 欧阳洛霜瞥了他一眼 玄机美目视线猛地收回 冷声骂了一句 芳心俱跳 这是他第一次瞧见男人裸身 食言黑黑怪笑 道 我们这也算是坦诚相待了 嗯 赤裸裸的我们 如婴儿出生一样 这才是本来的我们 后天衣衫的遮掩 都是俗世礼仪廉耻的约束 自己给自己套上了枷锁 这样赤裸着感觉 其实也挺不错 哈哈 大笑着 他继续往前伸入 那条条银白色闪电 在他身体上剑射出白色火光 却未能给他更多影响 欧阳洛霜暗暗咬牙 心冷的毛泽犯出一丝恼怒 心间却多出难言的波动 他深深看着食言走向涌到更身处 略意犹豫 悄悄看了一下自己赤裸着的身子 心意横 也洋装神态自若 硬是裸身跟了过来 更多闪电纠缠而来 却被他清冷月华神力抵御住 他一身雪白 如月中仙子 轻盈掠过 轰轰轰 涂地 前方传来密集炸雷 雷声低沉 如肋骨垂急 直达胸腔是海 欧阳洛霜身躯一阵 胸口雪白双风为颤 经不住梦横一声 脸色煞白 他害人看向脚下 神情凝重 在他脚下 是快如丑陋的浓包骨状着 每股杖以下 便有巨大雷轰传来 那雷轰沉闷 专门针对胸腔是海 在那肋骨般的雷轰声中 他心跳醋背的剧烈跳动 仿佛要炸裂开来 他立即停下 运转神力 将奥义精妙加诛起身 道道清冷月光 从他曼妙童体内一出 如一件透明月之沙衣 将他身姿裹住 以月光神力凝炼的罩子 纯透明色 并不能遮掩他一身美妙 他依然赤裸着 却能防止天雷及魂弑星 他下意识抬头看向前方 竟然发现石炎已消失在视野 他尝试着往前走动 发现没走几步 那种雷轰威力便会增进几分 这说明越是深入 那可怕的雷及会越恐怖强大 他俏脸为变 很快猜测出石炎的力量层次 要真真切切高出他一筹来 沉吟半想 他咬着银牙 将神力迅速凝炼全身 化为一道清冷月光 猛地灌射前方 就是这了 前方 石炎在喃喃低语着 两只手摸索着炎壁 那炎壁为神奇的银色 如水叶结成金 闪烁着妖目光泽 炎壁内部隐隐可见细腻的电流 电流如人体经脉般繁琐 充斥在炎壁的每一个角落 似乎还在诡异地蠕动着 他过来后 方才停下 变焦躯聚阵 两只手捂着白皙双峰 眸中露出痛楚 此地雷吉的威力 极为的可怕 已渐渐超出他的承受极限了 那声声雷吉传来 他一颗心跳动得要爆炸般 必须以精纯神力反复震住 才能保持心脏不破 也在此时 石炎停止宁安 回头看向他 看向他修长手指缝隙一出的白腻 道 你太冒失了 这里雷吉之力非你能承受的 你坚持不了太久的 欧阳洛双眼瞳清朗 只是狠狠看着他 没有闲暇答话 他精神意识和力量 已全部用来抵御此地雷吉之力 再也不能分心多言 真不明白你们这些女人的心思 石炎摇了摇头 张口吐出心团 心团带着他的生命气息 若在欧阳洛双两手护着美胸楚 如护心境将他那快苏胸裹住 那不断给予欧阳洛双压力的雷吉 在那心团覆盖心脏后 如忽然间消失了 感受着紧贴苏胸的心团传来的暖洋洋能量 他那刚刚停止剧跳的心 竟有莫名地跳动起来 只是这次 并非因雷吉而起 他美眸显出异样之色 清冷脸颊浮现一丝惊艳的红韵 似忽然胆怯 竟不敢再看石炎那依旧赤裸着的雄伟身体 微微垂下头来 石炎并没有觉察到他的古怪 此时注意力早已集中 冷静的手指倾点眉心 祭台猛烈运转 刹那间 无数细密空间利刃从他使界内飞离出来 如巧匠手中神奇的刻刀 开始分解着这矿星内部 只听卡卡的岩石粉碎炸裂声 这块区域岩壁裂开 炸裂岩快诡异消失 被小小的空间缝隙带走 石炎精神保持高度谨慎 要保证利刃不会碰撞刺到那家伙骨骸 又要将遮掩的石块削掉 极为小心 这时候他忽然庆幸 庆幸之前没有贸然过来 而是先步步恢复神力 即杀莱特卡等人突破自身 以使神二重天境界的造诣 和对神力的精妙运用 重新来开掘出太古雷龙骨骸 他肯定当时若强行出手 可能没有到来此地 就被重重电缠雷击给逼退了 更不可能精妙地分解掉岩石 把那家伙骨骸给完整显现出来 初恋心神 运转奥义法诀 他精妙地驾驭着空间利刃 专心致志地做事 欧阳若双五着胸口 悄悄望向他 眼瞳异味难鸣 那五招的胸口 则是轻颤不止 第一千二百九十四张人性 咔嚓 咔嚓 由醋隔矿星堆砌而成的巨大矿山 堪比一个小型生命之星 体积绝对不小 重量甚至要超出大多生命之星 此时 那矿山内部传来明显的粉碎声 传来剧烈轰鸣 陈家族人 经据不安的看向不断传来变动的矿区 各个都在猜测内部发生着什么 退 都退开 陈戎 陈磊同声尖叫着 让陈家族人远离那矿区 所有陈家人都神情大变 下意识地急速暴退 在他们暴退之时 那矿区内动静愈发可怕 有许多巨大岩石被炸裂上天 却奇轨地消失 众人骇然看去 发现那有几个陨石 矿星堆砌的庞大矿区 竟然在渐渐缩小 仔细去看 他们才发现那并非是缩小 而是许多岩石在消失 就如一个臃肿肥胖的人 被快速抽纸 迅速地消瘦起来 这显然极为的诡异 一切超出了陈家人认知 他们不明所以 只能尽快躲远 声孔受到波及 和那些石块一样莫名消失掉 很快地 本来极为庞大的矿区 体积缩小了将近三倍 而这时 才有许多细腻空间 缝隙依依依从内部显现 隐隐可见许多石块消失其中 陈家人退守百里外 徒弟实言声音响彻出来 语气不容拒绝 陈荣一呆 不由地犹豫起来 家主 那里面 或许有重宝 这肯定是重宝即将出土了 那矿区属于我们陈家 他让我们退开 分明要独霸重宝 一名陈家的贪婪老者 忍不住低呼 眼睛灼热看向矿区方向 听他这么说 更多陈家人怦然心动 看向那矿区的表情都变得何况热 人性就是这样 当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只会想着活命 想着活下去 然而 一旦自身安全可以保证了 心中邪念又会滋生 会发芽 会迷失心智 此时 很多陈家人都当那矿区会有重宝出土 他们都觉得那重宝该属于陈家 陈荣也忽然犹豫不决 犹豫着到底要听话离去 还是留下一看究竟 和食言进行讨价还价 去索要即将出土的重宝 至少 也要分一杯羹吧 他下意识地想 他已经知道莱特卡和神族族人全部被击杀 但他并不知道莱特卡等人都是被食言所灭 因为食言仅仅只是使神医中天 又不曾严明身份 加上他陈家消息一向封闭 导致他错误地认为 及杀莱特卡的另有其人 也是如此 他对食言并没有深入骨髓的恐惧 当性命不受威胁时 那重宝的诱惑 击得他有点不能自己了 退走 陈蕾低喝 那张有着疤痕的脸颊 扭曲着 显得极为急迫 他比陈荣要有眼光 要看得远 他深知食言的可怕 尖叫道 听他的话 若不然 会给陈家带来灭顶之灾 那重宝 应该属于我们陈家 至少 我们也该知道是什么 至少 要分一点点吧 之前怂恿者 再次插话 冷眼看向陈蕾 道 你莫不成看上那人了 别想了 以你的容貌 根本不可能的 此言一出 陈蕾浑身冰朗 不敢相信地看向他 道 红大叔 你竟能这么说 陈红须神二重天 在陈家也是资格很老的一人 他脸色冷硬 道 难道不是 如果你不是看上他 为何处处维护着他 为何没有想过 为我们陈家争取利益 这里 也是你带他过来的吧 很多陈家人 文言也都诧异看向陈蕾 除了那些多年跟随陈蕾者 和此地矿区的那些矿奴 别的陈家族人 都一副怀疑的神色 面色阴郁 他们怀疑陈蕾在矿区 主持大局的时候 早就发现重宝 怀疑陈蕾以重宝为代价 投好食言 这才让食言帮助 他们灭掉神族的看守者 陈蕾看向那些人的脸色和眼神 心如死灰 他最后望向陈戎 有的人 我们得罪不起 为了陈家 我希望你能慎重考虑考虑 我心里有数 陈戎皱了皱眉头 我们只是远处看看而已 看看到底有什么重宝出来 希望能尽力争取争取 能争取到最好 实在不行 也就罢了 陈戎眼神闪烁 本该属于我们陈家的东西 他就算在罢道 也该给我们喝点汤汁吧 陈红舔了舔嘴角 陈蕾绝望了 他不傻 他看出了陈戎也心有贪心 在失去神族威胁后 陈戎也想大展拳脚一番 此地重宝对他就是一个极大的机会 信我的 和我一道离开 他悲叹一声 一脸绝望 掉头走开 很多矿奴还有跟随他的侍卫 一个个沉默着 尾随着他离开 一会儿便走得惊光 陈戎一众陈家人 稍稍撤离了一些 依然远远看向那矿区方向 他们并没有依实言所言退到百里外 家主 陈红贪婪看着前方 重宝出土时 往往有天象一变 那人 只是使神医中天 启动重宝将耗费巨大力量 我们 闭嘴 陈戎轻贺一声 陈红盯着他戏看几眼 心神围动 连连点头肩末 但心中已经有数了 轰轰轰 矿区依然在聚变着 渐渐地 有促促云团从极远处飘幅过来 坐落在矿区上 云团中雷电轰鸣 那矿区内部也有闪电急射 令那区域电闪雷鸣 能量极为狂暴混乱 在雷鸣雷电中 一具庞大的银色龙形骨骸 逐渐地浮现出来 骨骸身上覆盖着的厚厚石块 皆是珍贵的风雷石 全部都粉碎散落周边 石岩和欧阳若双死石都如光团 浑身处在炫目光团之中 瞧不见真容 处在那银色龙形骨骸上方 不断地变换着位置 似乎在仔细勘探着什么 这 这是 这是 陈鸣结结巴巴 看着那庞大龙形骨骸震撼莫名 已经说不出话来 至少十三级妖兽的骨骸 老天 那骨骸内转来的雷电之力 简直 简直惊天动地啊 这绝对是重宝 难以想象的重宝 一名陈家族人 忍不住尖叫起来 家主 陈鸣看向陈戎 眼睛炙热起来 满是贪婪意味 陈戎也怦然心动 目光火热看向太古雷龙的骨骸 忽然审声道 大人 此地是我们陈家守护 我陈家在此数千年时间 那矿山属于我们陈家 请大人看在陈家多年贫瘠的份上 将那腰身骨骸分一点点给我们陈家 陈家上下定将感激不尽 光团中 石炎愣了下 远远看向陈戎 皱眉道 我让你们退到百里外 你们没听见 这里是我陈家的领地 我们难道不能留下一看究竟 陈红清贺一声 石炎愿然 远远看了他一眼 以一种极为怪异的口气道 原来是贪宝 真是可笑 一群好不容易活下来的蝼蚁 竟然立即心生贪念 要和大象去争食 呵呵 他话语一落 一道月光从欧阳落双光团中击射出来 如流星坠落在陈红身上 那陈红顿时如玻璃粉碎 身体直接爆炸开来 他致死 也没想过会死得那么快 陈戎一阵 玄机猛地惊醒 尖叫道 我们这就走 他没想过对方会如此狠辣 他以为还可以讨价还价 以为对方会在启动重宝的时候消耗剧烈 让他有一丝可乘之机 但现在 他后悔了 后悔到了极点 我帮你清理掉 你专心做你的事情 欧阳落双清和一生 深如月光 忽然掠来 玄机无数月之流光如雨见坠落 那些尚且留下的陈家人 一一炸裂粉碎 被他给化成一块块 食言哑然失笑 没多看那些陈家人一眼 随意道 那就谢谢了 也省得我分心了 话罢 他继续运转傲益 将剩余的残留太古雷龙身上的石块 接连的消调 令太古雷龙的驱骸彻底的显现出来 我们知错了 知错了 请你们饶恕 陈戎撕心裂肺尖叫着 苦苦哀求 这一刻他才知道这一生 他都不如他妹妹陈磊的眼光 知道他再次判断错误 可惜 食言没搭理插话 欧阳落双遍不会停手 在他眼中 陈家刚刚的行径简直卑劣之极 将那些留下的贪婪无耻者灭族 乃是明星 净化他心情的必须之事 因此 陈戎他们只能一一去死 极远处 陈磊和一群衣衫蓝旅者 远远眺望那边 看着月光如箭矢飞射 他一脸悲痛 心如刀割 却咬牙交喝 都不准过去 磊大人 毕名侍卫报喝 求你们了 给陈家留点血脉吧 别去送死了 陈磊捂着胸口 这是他们自寻死路 我早就说过 有的人不是他们可以招惹的 他们没一丝感激之心 再心生贪婪的那一煞 结果就注定了 此言一出 这边众人都沉默了 他们都知道陈戎 陈红众人没被神族奴役之前 就不是善查 只是后来被压太久 才慢慢转变心性老实下来 但神族压力一消 他们的本性渐渐恢复 又干起了以前的那些勾当了 只是这次 他们碰到的人 比神族还要狠辣无情 所以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 第1295张雷龙骨骸 不到一时三刻 陈荣一众留下的陈家族人 便全部被歼灭 不留一个活口 时隔多年 欧阳洛双经历了太多艰险磨难 心如尖兵 杀起人来一点不会心辞手软 那果断鲜手的架势 说明他绝非第一次这般下手 陈家族人境界都较为低违 他们生死后涌现的能量很是微小 全部加起来也不及一鸣使神的程度 那些力量 实验压根就瞧不上眼 只是随手将血顿抛出 血顿变化演绎成一张星红巨口 忽然压来 将那些能量禁数吸收 旋即便见血顿上神秘的血色花纹 变得清晰许多 血顿练化后 和他血脉相通 一念动 血顿能瞬间化为甲咒融入其身 这面血顿有着继续成长的空间 吸纳的力量越多 甲咒防御也会随之增强 陈家那些人死亡涌现的力量 也仅仅只是令血顿兼顾一分而已 欧阳洛霜青了毛子 看着那面血顿 神情为争 血顿上血色云团印记非常清晰明显 随着陈家家人力量的渗透 那朵朵血云竟如星辰转动 传来蒙蒙雪光 盯着那雪光深深看了一会儿 他忽然心烦意躁 主魂如沉溺在心风血雨 又要酣畅淋漓大沙特沙的无穷欲望 那欲望逐渐强烈 他那清冷明镜的眼眸 突然变成暗红色 血腥森森 指徒弟 一声炸雷爆喝 猛地响彻在他心灵是海 如天神一吼 将他心神迷乱震碎 他树然恢复清醒 于是他再也不敢多看那雪盾 心有余悸的运转祭台 以冰寒之力洗涤心灵 稳固主魂 疏离狂乱的神力波动 也在此时 那雪盾化成一道血盲 消失在石炎眉心深处 石炎悬浮在太古雷龙如山谷 还龙首部位 神情严峻 眼中其光如电 暗暗凝神观测 他身下 那太古雷龙骨还身上三万米 没有一丝皮肉发湿 只有交错相连的骨骼 骨头的骨质呈银白色 发出淡淡光晕 三万米的骨还极为庞大 堪比一块天外陨石 而内部涌现的雷电波动 却恐怖之极 仔细去瞧 他发现这具骨骸的骨头 有数十处破碎痕迹 许多骨头如被利器劈砍过 有非常明显的深刻划痕 石炎可以肯定 这太古雷龙在生前必然经历过一场惨烈血战 那一战导致他腰身重创 导致他魂魄分裂无数骨 化为雷消心欲臂杖楚促促雷电齐光 导致他腰身灵魂分离 多年不能重聚复活 一缕神念虚空演化 变成一奇经银如红的大手 忽然按向那太古雷龙龙手海骨 刹那间 天雷如锤 闪电如刀 沿着那神力凝结的大手 猛地冲射向石炎灵魂 轰轰轰 石炎脑海中传来炸雷爆裂巨响 神体如被剧垂夯极 连震数百下 拳击 一缕血迹从他嘴角显现出来 他随意抹掉嘴角血迹 神色如常 暗自催动魔血来自欲伤势 逆眼横梁数秒 他神情一动 立即肯定这太古雷龙生前必然达到不朽 否则 不可能单单只是平隐灭的骨骸残力 就将体魄坚韧之极的他重创 也只有达到不朽境界的存在 才能拥有如此恐怖的残留力量 能在生死浑散以后 依然如此的可怕变态 只有不朽存在 才能达到这一步 不朽级别的存在 天妖族的始祖之一 果然是我的运道 他不经反喜 咧嘴黑黑低笑 神色兴奋 他为神恩大陆本源融合者 天妖族则是以神恩大陆为祖星 换种说法便是他的子民 连圣兽青龙那种级别存在 也只能在如此特殊情况下 处处委曲求全 不得不依着他的心念处事 这太古雷龙 真要是复活了 岂非也只能与他并肩一道 从而变成他手中一柄锐锐长枪 明了这一点 他忽然变得兴致勃勃 笑着运转傲逸 以空间重重必胀为龙 将太古雷龙如山谷还束缚住 旋即朝天一声咆哮 周身神力激发 以他为中心星光如海洋泛滥狂暴 顺生一股肛梦无体神力 身长三万米的雷龙骨骸 树然传来卡卡骨骼动弹声 旋即如一骚巨大战舰 缓缓朝着星域金碧处魔洞 食言 则是端坐在太古雷龙龙手之巅 你着眼黑黑怪笑 欧阳洛双略一犹豫 化作一条角结月滑 不急不急掉在那太古雷龙身后 和那条粗长猙獰龙骨尾部靠着 远处 陈磊和剩余存活着的陈家族人 都一脸悲痛酸楚 在哀声叹气 陈荣等人和他们形势一直不合 也是如此 他们才没有生活在陈家主星 而是在那旷星驻扎生存着 然而 不合归不合 大家毕竟都出一脉 当他们知道陈荣等人尽数被诛 心情依然很低落悲痛 尤其是陈磊 她是陈荣亲妹妹 她知道陈荣在某些方面 颇为卑鄙无耻 但对她 陈荣乃是真心疼爱 她摸索着脸上疤痕 眼神黯然 在心中低叹 我并不怪你在我脸上刻下伤痕 这些年来我早已想通 也知道因为这些疤痕 我才能安然活到今天 但你不该那么冲动贪婪 我 我怕是很难为你复仇 她身旁的侍卫 那些陈家族人 和刚刚残死者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情联系 他们中许多人 并不像陈磊这般想 有些人 依然心存报复的念头 只是强行压抑着 没有敢立即表露出来 磊 磊大人 那是 那是什么 徒弟 一个枯瘦如柴的少年 颤抖的指向前方 浑身哆嗦着 结结巴巴的喝道 少年不住后退 脸色苍白 残破的衣衫衣角荡漾着 亦如她内心不安恐惧 众人顺势去望 全集皆是骇然失色 谋中透露着深深绝望京剧 含义从背脊渗透全身 涌入心灵 一具笔战剑红尾壮阔的 庞大银色剧龙骨骸 周身雷轰电闪 在重重乌云浓雾中缓缓迟来 一股洪荒苍古的碧腻威严 笼罩八荒十方 充斥在星海每一寸角落 振折着所有人生灵 龙手之巅 那一道冷峻身影雄伟如山 自有一种星海霸主的气势 让人油然而生沉浮之心 不敢兴起反抗之念 看着那道端坐龙手顶部的影子 陈磊和胜于一众陈家族人 只觉一肚子苦涩 流露出绝望无奈神情 他们忽然明白 终其一生 他们也无力向此人报复 在他们黯然悲叹之时 那庞大龙行海谷亭下 食言视线如流星 远远落向陈磊身上 漠然道 那些对本尊心生贪婪者 已先走一步 但此事非你们之过 我答应你的事情 依然作促 顿了下 他就没问话 是离开此地 还是重建陈家 你可想好如何选择 陈磊亚然 他抿着嘴艰难陈吟半想 心声道 我要留下重建陈家 我不想离乡背景 不想再不属于的心欲 重新开始 食言深深看着他 点了点头 我很欣赏你的选择 话罢 一条星辰淬炼的巨大手掌 树然落向一团漩涡中 在那漩涡中拉扯扭动着什么 不多时 那巨大的星辰手掌 硬生生从漩涡内 钻来众多闪亮炫目之物 忽然在陈磊 众人头顶方向摊开手 全集 并见许多珍惜的金石 精美的甲咒 一瓶瓶香气迷人的丹药 一件件明晃晃的历刃 从那星辰巨掌掌心垂落 那些修炼材料 甲咒 丹药 力气的等级 许多竟达到了神级高阶 令陈磊和一众陈家族人都单如目击 这些东西来自于雷霄天池 我斩杀莱特卡以后 已成无主之物 你一路很配合我 我便将其赐于你 由你来壮大陈家 持言望着他 陈磊了一下 认真道 你 比你哥哥陈磊更适合这个家主之位 以他心性眼光 便是得了这些东西也不能给陈家一个崭新未来 而你却可以 别辜负我的期望 希望下次再见之时 你陈家已是雷霄心欲首屈一指的大势力 这番话落下 太古雷龙重新滚动 在重重乌云烟雾中 是向心欲避障 是向他食言的壮阔未来 神集五品的还魂丹 神集六品的通灵欲 天哪 他竟然给了我们 斩杀莱特卡 斩杀莱特卡 莱特卡竟然是被他所杀 老天爷啊 陈戎 陈红他们真是疯了 竟然敢打他们的主意 活该被杀啊 眼神也太不好了 招惹谁不好 竟然去招惹了这个杀神 莱特卡收刮整个心欲的重宝 全部都是价值连城之物 如今大半落入我们陈家之手 我们陈家兴盛有望了 咦 这 这是万花宁原路 这能让一切疤痕消掉 一名陈家侍卫 小心翼翼拿着一个玉瓶 双手递向陈磊 兴奋道 磊大人 这万花宁原路能令你恢复以前的美貌 以前 磊大人可是我们陈家第一美貌者 有了这东西 磊大人再也不会阴容貌黯然伤神了 然而 陈磊却置若罔闻 眼眸只是凝视着太古雷龙消失的方向 久久沉默 磊大人 磊大人 那人重复呼唤着 取酒 陈磊才深吸一口气 喃喃自语几句 然后说道 从今起 我便是陈家家主 我会给你们 给陈家 给我自己一个崭新将来 陈家 必将成为雷消心欲最耀眼的势力之一 第1296张仲然生命之火 心欲经必处 促促雷电聚集 传出滋滋一响 久久不息 庞大的太古雷龙骨骸 闪烁着银白色光泽 坐落在金币旁边 如一座金银古山 森严雄阔 持炎则是端坐龙首部位 神情沉重 身上灵魂念头动荡不休 运转生命傲益 试图牵引雷龙分魂 凝结在雷龙头骨中 只是 不论他施展何种力量傲益 如何运用生命傲益 都始终无法动弹雷龙分裂魂魄 他以生命傲益为核心 以自身不死魔虚为影子 想要年朝那魂魄牵引过来 然灵魂念头稍一碰触雷龙分魂 便计抬聚阵如药炸裂 那太古雷龙的分魂 有着本能的抗拒 虽意识没有重拒 力量难以发挥时成之一 可依然极为夸张 不是他能够随便尝试的 生命傲益不行 他又去切割空间 以星河为桥梁 要凝裂分魂 结果依旧是失败 一次次尝试后 他发现种种方法都无效 这太古雷龙的复活 简直成了不可实现的难题 让他愁眉不窄 你是想要复活这妖兽 欧阳若霜冷声插话 他默默跟随而来 始终只是静静观看 中途没有多言一句 在时言连续失败 多次露出颓丧无奈时 他才开口 或许你的方向错了 方向错了 时言皱眉 转身瞥了他一眼 审声道 你有什么高见 这些年来我独自在星海游荡 也听说过不少 关于四大种族的秘星 这妖兽分明是天妖族的太古妖族 他妖身 妖魂分开多年 常规方法复活不成 只能试试别的方法了 譬如 本源之力 他冷静如水 缓缓到来 为时言分析奥妙 看来你知道的不少 时言心中一动 我那师父 给我说过不少事情 你既然融合神恩大陆本源 那你应该试试 以本源来实现这一切 他神色淡漠 天妖族诞生在我们的家乡祖星 他们和本源定有微妙联系 你主魂无计可施 父魂说不定能达成目的 有道理 池言微微点头 旋即闭上眼 如老僧入定 欧阳洛霜的提醒 真让他有了新的考虑 他主魂坐镇此地不动 一缕魂念却穿过茫茫星域 直达神恩星 神恩星地心深处 那神奇瑰丽晶体内部 一团无彩火焰悄然飞出 火焰树然演变 化身时炎针身虚影 闪烁了两下便消失不见 天妖山脉一处山谷 圣寿青龙直辅一座山峰 山峰上有数百个幽深石洞 此时 那些石洞内皆有浓郁天地能量流动着 附近海域的精纯天地灵气 被山腹内部圣寿青龙吸纳吞吐着 炼化在妖身谷海藏斧 增强着力量 其中一个石洞口 鬼疗以本体形态蹲在 浑身传来极为猛烈动荡 体内鲜血如沸水滚烫 极为诡异 石炎虚影忽然在山谷浮现出来 突然间 那吞吐着灵气的石洞忽然停滞 那处于修炼状态的鬼疗 也猛低一阵 下一刻 鬼疗变化人形 成一名冷峻僧寒青年 他走向石炎 也谋犯出妖异光泽 深深看着石炎虚影 垂头轻贺一声 石炎 石炎看向他 不由皱了皱眉头 道 你与我之间 以后会是什么关系 第一眼瞧见鬼疗 他便知道鬼疗如今 境界力量层次极为不凡 他这句虚影由本源火焰揉脸而成 对这片土地一草一幕 有着深刻而神奇的认知 他清晰地认识到 此时鬼疗怕是达到 妖族十三级中阶的境界程度 等同于他本体的史神二重天 在不知不觉间 鬼疗已达到一个极其夸张的境界高度 联想起在圣地血海明号的那番话 他内心微动 鬼疗为天妖族 明皇族 不死魔族 三族混血 是现今星海中 在肉身血脉上最为接近嗜血的一个特殊存在 以往相见 鬼疗称呼他为主人 而这次却称呼本名 这中间的意味 他想弄清楚 化身冷峻青年的鬼疗 在模样上和他有着六分相似 鬼疗眼瞳悠悠 沉默许久 道 圣族许诺 我将成为天妖族未来首领 这身份不能作践自己 再也不能为奴为仆 食言眼镜一闪 瞧向一旁 那里圣受青龙也名为人身 沉着脸道 鬼疗体内流淌着世间最神妙玄傲之血 他将取代苍云 以后代替我执掌天妖族大权 为天妖族新一代 族长 他再也不是你食言的作祭 我从未将他当成作祭 食言神色一正 素然对象鬼疗 一直以来我都当你为伙伴 一直如此 鬼疗眼瞳浮现奇异色泽 他略略躬身 垂头道 以后虽非主仆 却为罪坚实战友 如你所言 我们会是伙伴 以前是 以后也是如此 他别投望向圣兽青龙 冷声道 你也不能干涉我的决定 圣兽青龙愣了愣 玄机苦笑摇头 暗叹一声 他不曾想过努力这么久 这鬼疗队食言依然如此的忠诚 那种多年前植入灵魂骨髓的烙印 果非短时间可以抹除的 青龙沉吟数秒 温和地笑了起来 他是祖地本源融合者 我们天妖族的未来和他没有冲突 相反 他的强大 还是会造福整个天妖族 因此 你与他自然会是伙伴 除非他归虚与灭 不然这关系定然不会变 这是命运的安排 食言看向鬼疗 忽然笑了 玄机冲青龙说道 我为正式而来 在雷霄心域中我寻到太古雷龙的骨骸和分魂 有人想让我将其复活 我也的确这么做了 只是 始终摸不着诀窍 你为天妖族圣祖 你可知将太古雷龙复活的奥妙 我本体那边很着急 你要是有方法 立即说来给我听 太古雷龙为天妖族始祖 为天妖族的不朽存在 青龙等天妖族的先辈曾花费无数精力寻觅他 自然会在复活太古雷龙一世上帮他 果然 青龙一听此言 当真欣喜若狂 你竟然能找到他 李竟然能找到他 如何复活他 迟言截断青龙狂喜惊叫 李本源复活 青龙果断说明奥妙 激动到 他与我一样诞生在祖星 受本源点燃生命之火 你融合祖星本源 又洞悉生命奥义 只需为他重新点燃魂火 他分魂自会重聚 剩余事情无需你插手 他自己便能苏醒过来 怎么点燃魂火 迟言恶然 我又没融合过古大陆本源 我如何知道 这点燃魂火之说 来自于那两个家伙 你融入本源 应该或多或少有他们的记忆 你自己想办法 在这一点上 我真不能给你太多方向 因为我不懂本源奥妙 青龙无奈 点燃魂火 点燃魂火 时言难难低语 皱眉苦思了一会儿 然后冲青龙 鬼聊点了点头 我这道魂魄会站立此地 我不在的时候 这大陆一旦被入侵 我很难照顾到 你们多劳神费心 那是自然 青龙傲然道 食言玄机不再多言 这道虚影逐渐变淡 慢慢消失 同时 远在雷消心欲的本体 忽然睁开眼 轻声尼难道 点燃魂火 他看向那雷龙分魂 在他眼瞳深处 一个模糊影子逐渐清晰 坐落在他祭台上方 与主魂并列 那副魂中 簇簇天火从他眼角飞出 化为一溜溜火光 忽地冲向那太古雷龙 在金碧的分魂处 一簇天火巡到一簇分魂 将不同天火精要释放出来 如今 他本源天火经过簇簇融合 只剩四种 分别为 镊氏雷炎 九幽氏魂焰 玄冰寒焰的融合之火 炼玉真火朱雀真火 万年地星火的融合之火 还有便是太古妖火 英灵鬼火 皮绝失火的融合之火 最后则是不曾融合任何的混沌圣火 前三种融合之火 化为簇簇火焰云朵 在太古雷龙分魂处蠕动着 欲咬勾连分开之魂 却显然不对路 导致最后一种混沌圣火 变成一簇火苗 初一碰触太古雷龙分魂 那分魂便猛地聚颤 混沌圣火 天地初开自然形成的火炎 和太古时代的强大生命体一样 能自己修炼下去 能够创造生命 甚至能让死者复生 重新点燃死者的生命火炎 排名第一 他忽地想起混沌圣火的定义 混沌圣火 能让死者复生 能重新点燃死者的生命火炎 他猛然找准了方向 心神一动 其余三种融合之火 尽数重收集台 他灵魂之力忽然渗透狂涌 全部注入混沌圣火 赴魂内的本源 在混沌圣火内如海水蔓延 令那混沌圣火悄然间壮大 迅速覆盖像簇簇 太古雷龙的分裂魂魄 滋滋滋 太古雷龙的分散魂魄 忽然传来一响 那屡屡分开多年的残魂 如忽然先活过来 在混沌圣火的滋养下 如焕发新的生机 一溜溜火光 在那些分魂除显现出来 那便是生命魂火 同时 太古雷龙的骨骸内部 骚然迸发澎湃生命机能 一条条闪电机射出来 裹住那骨骸 旋即便见雷消心欲周边天地能量 远远不绝涌来 那太古雷龙骨骸忽然有血肉从骨骸上生长出来 太古雷龙 被点燃魂火 在本能的进行着自我复活 第1297章雷迪和清霄 在神恩大陆十种天火中 混沌圣火排名第一 得来最为艰难 当初 石岩发现混沌圣火之时 这家伙就在攫取着大陆本源 神恩大陆之所以能量枯竭迅极 除了当年唠罗 借灵动用本源 联手将其从别的宇宙牵引过来外 另外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混沌圣火对本源的悄悄吸纳 若非石岩及早发现 或许混沌圣火能进化到一种难以想象的层次 进而将其与天火全部融合 从而取代石岩 自身化为古大陆源头 成古大陆之魂 这天火 形成的方式无人知晓 据说在古大陆出现的时候就存在了 是古大陆一缕意念的演变转化 具有重燃生命火焰的奇力 如今一看 传言果然不虚 在混沌圣火的神秘火焰下 那太古雷龙分裂的残魂 就像是被重新融合起来 一缕缕夹杂着雷电之力 涌现澎湃灵魂波动的念头气息 在溜溜火光的拉扯下 逐渐汇聚起来 那太古雷龙的骨骸 也传来澎湃生机 皮肉从骨骸上生长出来 太古雷龙在主动进行着复活 魂火被重新点燃以后 他主动吸纳雷消心欲滔滔天地能量 藏入妖身凝练妖魂 他那分魂融合期间释放的雷电威慑 让食言都心惊胆颤 一簇簇混沌圣火如他一道道神念 在他心神呼唤中树然聚拢 化为一团如莲花般的明镜无垢焰火 重入他心田祭台 复魂跳跃着 一种非常安详临近的感觉忽然萌生 他神情一动 本体悄然后彻一劫 也不管太古雷龙的复活 而是全身心洞彻其中精妙 混沌圣火点燃魂火的奇妙 此时如变得清晰起来 随着他心神体悟洞察 欲发明白地浮现他心海 让他精神升华 复魂仿若悟透某种玄妙 此时 太古雷龙那渐渐聚集融合的分魂 则是变成一团璀璨夺目雷电 让人不敢直视 传来恐怖灵魂威慑力 欧阳若霜也不得不退得远远的 他不由看向石炎 清冷的眸子浮出不明惊异 他瞧出清楚 在石炎身上诡异的滋生簇簇火苗 那些火苗如有着生命印记 和石炎气息颇为相似 在滋滋焚烧着 如对石炎神体灵魂进行着某种后天修复 那簇簇火苗如巧夺天宫 名将手中神奇的刻刀 雕琢着石炎肉身血脉 篡改着他神体某些天然印记 以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 填补石炎肉身和生命的某种缺憾 让他更加接近完美 看着这颗的石炎 他心中忽然想起一番话 一番来自于他师父逍遥的话词 更古以来 种族万千 不尽相同 但没有一种生灵能尊称完美 神族也不能 在无数年历史上 志强种族生灵共有四个 分别神族不死魔族 天妖族 明皇族 被公认最高等级生灵形态 这四种生灵更容易洞悉力量真谛 更能将肉身灵魂奥妙释放到最巅峰精妙 然而 这四大种族依然各自有着缺陷 那缺陷是先天的 出生便注定 明皇族肉身较弱 天妖族不擅长灵魂淬炼 神族和不死魔族看似均衡 可灵魂不如明皇族精妖神奇 肉身真比较起来也不如天妖族 这四大种族仍然有不足之处 悠长时间长河中 只有一人生灵形态被称为最接近完美 这个人便是嗜血 任何生灵种族 其实都能通过后天进化修补令 自身更趋于完美 神族不死魔族天妖族 明皇族若有不适机缘 或许也能消掉先天屈悍 让自身生命形态达到更为神妙地步 其实修炼的根本 就是淬炼肉身 打磨灵魂 说白了 就是对自身的进化 对先天生命印记的增强补充 生命形态 肉身结构 都能无限突破增强 甚至能传承向后代子孙 两名强者生下的孩子 肯定比两个凡人生下的孩子 先天具有优势 逍遥的一番话 在欧阳洛霜心间流淌着 让他眼睛闪亮 他睁睁看向食言 呼声明雾 此刻状态的食言 就处在自我进化的神奇道路上 那簇簇神妙火焰 就是他进化的药剂 修补他肉身缺陷 让他更趋于完美 古神心欲 一处于海口 逍遥光明端坐虚空 神情沉重 不远处 众多神族强者聚集着 满脸敬畏 微微躬身 深深看向这两人 阵阵能粉碎星球的恐怖波动 从逍遥光明两大天王神体涌出 如狂暴的能量河流 直达一条堵塞的虚空涌道 那涌道 便是连通雷消心欲的入口 被迪卡罗以大神通封闭着 此时 那涌道如充满气的气球 惊人地膨胀着 如要随时爆裂 来自于逍遥光明身上传来的波动 如渐渐渗透涌道 直达向雷消心欲避障 如果有人能神视覆盖整个雷消心欲外层 会发现雷消心欲成一片星海 外围则是被层层橘黄色波光过扶住 就如被一个巨大的橘黄色灯罩照住的星灯 内部星海星辰意义 代表着一颗颗雷消心欲的生命之星 那星海外层晶亮 则是星海原先的晶币 不满细小雷霆闪电 但最外层 却被一股不属于星欲的力量裹颈 那力量属于迪卡罗 而此时 那橘黄色灯罩般的防御圈 就像是被距离挤压冲刺 明显地变形了 有许多区域像是气球被手指按的猛地伸陷下去 好似很快能被刺破 进而直接暴裂掉 一道那防御圈被刺破暴裂 后果会变得难以想象 被灯罩斑壁战裹住的雷消心欲 将会首当其冲被波及 那些闪烁着异以星光的生命之星 会暴碎 会化为虚无非灰 其上的亿万生灵将顺息化空 一个心欲 很可能因此从茫茫星海抹除 再也不复存在 逍遥光明得知 博拉的利家族族人被全株 动了争火 不惜以一个心欲为代价 也要重创迪卡罗 灭掉石岩 如果他们成功 那和石岩陪葬的 将会是雷消心欲所有生灵 至于欧阳落双 逍遥有法则在心欲覆灭之时 护他平安 保他不灭 不对劲 徒弟 逍遥睁开眼 阴柔俊逸脸上多出几分经济不安 光明天王停守 下意识地宁起酒糊喝了一口酒 到封印已经松动 我也能觉察到外层的微弱动静 一个极为可怕的灵魂波动在跳动着 正以雷消心欲的能量重聚着自身之力 他之前应该重创沉睡 如今 似要醒来了 你还记得迪卡罗那位天妖族的老朋友吗 娇妖脸色忽然一变 光明魁梧身子为阵 玄机果断道 我们该加把劲了 我终于明白那迪卡罗 为何要将那小子送入雷消心欲了 他为神恩大陆本源融合者 雷消心欲 自然便是那家伙的魂集之处 我早该想到 娇妖眼神阴寒 两人心神经济不安 然后再也不保留 以更强力量冲击 从他们神体瞬间涌现的能量动向 瞬间攀升一倍 扑吃 一条无机可循的玉外流光上 比卡罗老脸长红 经不住吐出一口鲜血 那鲜血如宝石 净璀璨夺目 他食指陡颤 指尖流露出十条空间流光 流光全部涌出 再次注入雷消心欲外层壁障 比卡罗神情略显交集 视线跨过重重空间 落下食言的方向 难难自语道 时间不多了 我必须要在封印被冲破之前 率先解除壁障 若不然 雷消心欲将不复存在 这个曾经有你主宰的心欲 不该被抹除掉 这番话刚落下 比卡罗便神情一阵 忽然欣然笑起 不愧是雷迪 他所看之处 那条庞大太古雷龙的骨骸 此时凝练着亿万雷霆之力 充斥在雷消心欲各个角落区间的雷霆闪电 如亿万溪流回归大海 竟然纷纷涌了过来 短短促十秒时间 那太古雷龙便血肉充盈 旋即便见一团巨大雷电落入雷龙龙手中 那雷龙的腰身 忽然间蠕动了一煞 旋即 一股雷灭天地的威慑 忽然间覆盖天地四方 齿间 每一个修炼雷电之力的武者 此时都心间围动 灵魂泛出一种极为古怪的感觉 仿佛有一个生灵 成为雷电规则的一部分 化为雷电奥义的一个符号 代表着雷霆的天威真谛 此时人在巨蓝心域的碎殿之主西泽 一生修雷 此时他神情大动 祭台忽然转动 他沉吟数秒 忽然低喝道 有生灵修雷电 迈入不朽二重天境界 引动奥义极致 据我所知 这是除圣兽青龙外 第二个达到如此级别的存在 不用猜测了 是天妖族的太古雷龙复活了 从迪卡罗迈入雷消心域起 我便知道会这样 巨蓝商会 会长淡然一笑 太古雷龙雷迪和青龙青霄 都是天妖族始祖 同修雷电之力 雷迪侧重雷 青霄侧重电 当年为了争夺天妖族 族长一位 这两个家伙曾较量过 之后雷迪战败 没有在天妖族出现过 反而和迪卡罗走到了一块儿 助迪卡罗成就了今天的境界奥义 雷迪和青霄 一主雷 一主电 为雷龙和青龙 两人其实一脉相承 说他们为兄弟都不为过 可惜 这两个家伙一生都在相互较量争斗 从未真正团结过 我在上一代 会长的秘典中瞧过一句话 那句话 当真让我印象深刻啊 什么话 希泽 林祥 若林同声其问 太古雷龙和圣兽青龙 一胎而出 一雷一殿 按天妖族秘术能合体为一 合体后执雷殿奥义之极致 霸道绝伦 商会 会长宁重道 此言一出 三大势力首领骇然失色 完全被经济注了 第一千二百九十八张老友重逢 天妖族两名始祖 都是时间存活最久的生灵 天妖族族人的力量境界层次 和年岁有着密切关联 据说 天妖族族人的腰身 能随着时间日日脆脸增进 在别的种族 岁数大的和活得久的 不一定多么厉害 但在天妖族 活得越久的肯定越强大 这一点无庸置疑 两名活了十万年的老妖 竟然能够以天妖族秘书融合为一 这要该多么霸道 商会 会长的一番话 让林祥 希泽 洛林争争出神 脑海忠如传来电闪雷鸣 一时间都呆愣在那人 何种天妖族秘书 竟然能融合生灵 怎会有如此奇数 洛林亚然 天邪 在你们商会秘典中 可有这两名妖族融合播的记录 林祥皱眉 天邪 便是聚兰商会 会长之名 在茫茫星河间 知晓这个名字者极少极少 每一个知晓这个名字的人物 都绝对是身居高位 修为境界达到极为精深的高度 那密典只说他们能合体 却没有合体的记录 我想这两个天妖族的妖族 怕是从未进行过合体 不然世间不会没有流传一点传言 商会 会长天邪摇了摇头 这两个妖族争斗了十万年 从没有停过 只有当天妖族遇到灭族危机时 才可能联手一战 他看向希泽 道 按照你的感测来看 雷迪应该跨入了不朽二重天 那清宵 如今也处于不朽二重天的高度 这么一来天妖族便有两名达到不朽二重天的妖族 天妖族势必和那时言一道 神族 又多了一众压力 如此甚好 林祥神情愉悦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更妥善保全实力 神族那四大天王皆为不朽二重天 再加上神主在恢复中 单凭嗜血一方应对太过吃力 加上如今的天妖族 应该会轻松许多 天邪 那迪卡罗 唯不确定因素 我们中只有你熟悉他 了解他 他会不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若灵徒弟神情一鸣 林祥 希泽也看向商会 会长 迪卡罗为现今空间奥义公认最精湛的存在 按照天邪所言似乎该处在不朽二重天境界 修炼空间奥义者达到不朽二重天 这是一个极为可怕的高度 意味着几乎处于永不会被击杀的状态 一鸣达到不朽二重天存在的空间奥义强者 可能比两名其余奥义同击者的用途还要大 这个人如果倾向一方 意味着星海变没了避障 有诸多方便 如果迪卡罗和他们一道人 那么他们这方势力必然大涨 在未来能够给他们带来许多好处 这就是林祥 希泽 洛林会如此关心迪卡罗态度的原因 迪卡罗此人 我看不透 天邪眼神闪烁着奇异光泽 淡淡说道 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他不会和神族走向一道 也不会和嗜血一脉真正联手 他与明昊之间的关系 也很值得推敲 介于敌友间 属于不能确定的范畴 林祥三人听他这么说 皆是神情亚然 不清楚那迪卡罗和明昊间 到底有什么复杂关系 这一点 天邪没有向他们言明 到继续先前话题 你们最近都动起来 去莫特星域 悟动星域 枯骨星域 尽量说服他们 让他们与我们一道 嗯 三人点头表示明白 雷霄星域 食言幡然醒来 一道炙烈雷电徘徊在他身侧 释放着狂暴电流 他眼睛睁开 旋即便见一个雄伟如山的男子 在他身前站定 那人一身银色尽装 视裸着手臂 臂膀上雷电如蛇缠绕 双眸如雷球 只要看上一眼便灵魂巨震 如被雷击一般 欧阳若霜在那男子身旁 露出敬畏神色 冷着脸不吭声 仿佛刚刚吃过亏 看到没有 我已经将他唤醒 他不还是安然无恙 你这女娃真是凡人 非要坚持阻止我 怎么就不信我老雷 那句汗声如雷轰 震得人耳膜简直要炸裂 他自己由不可知 讲话的时候 吐没星子满天飞 欧阳若霜心生无奈 只是悄悄避开他 生怕被他吐没剑到身上 雷狄复活后 很快弄清楚形式 变化为人形要问话食言 却被欧阳若霜拦阻 那时的食言 浑身被天火焰火促促焚烧着 处于一种极为玄妙境地 他怕雷狄的问话 令食言走火入魔 雷狄嫌麻烦 便已移到雷电将其束缚住 如今将食言唤醒后 才为他解除束缚 嚷着嗓子道 他肉身的异变已完成 唤醒他根本不会影响 这种程度的蛆还进化很快 没那么多讲究 李氏太古雷龙 食言一皱眉 看向雷狄 涂地道 你境界突破了 在雷狄身上 道道雷电缠绕着 如许多舌辱动着 这分明为雷电外溢的表现 以雷狄的境界层次 雷电本不会外溢 除非刚刚境界突破 不然不会如此的表现 小子眼光不凡 不愧为我祖星本源融合者 扑你的福 我迈入不朽二重天了 嘿嘿 这趟便够资格和倾销一战了 上次我伴与他守 退出 组长之争 这趟定要讨回来 雷狄咧嘴道 清潇 持言轻呼 就是青龙了 清潇是他的名字 那家伙如今在何处 雷狄审声道 在你们天妖族祖星 持言神情怪异地打量着他 忽然冷笑道 你天妖族如今势力弱小 一直靠青龙来支撑着 才没有被明皇族打压的灭族 你如今重新醒来 想得便是和他算账 没有他 天妖族如今可能都不复存在了 你应该谢谢他 谢谢他当年战败了你 依我看 如果让你容生天妖族 族长 或许如今已经没有天妖族了 也说不定 不是他刻意针对雷狄 这家伙一看便是典型天妖族的脾性 粗鄙 爆裂 不够圆滑 没一丝耐醒心机 不懂得隐忍 雷狄可能乃天生的战士 在战场上会一往无前妖利无匹 但给他执掌一族 绝对会给种族带来灭顶之灾 他融入神恩大陆本源 便将天妖族看成自己的臣名 以更高一层的目光来看 让他选 他也会选青龙为族长 而非这雷狄 这雷狄 只能为天妖族征战四方 只是纯粹的战士 而非合适的首领 嘿 小子说话真不中听 要不是你刚将我唤醒 我定会好好教教你讲话 不过现在 你还是趁早离开雷消心欲吧 逍遥和光明要来了 你留下来一点用处没有 还要劳烦我和迪卡罗照顾 雷狄咧嘴 狠狠道 迪卡罗已经在松开封印 你修炼空间奥义 应该能感应到变化 以你和祖星的关系 你可以随时顿走 我劝你趁早离开 别被逍遥光明给秒杀了 持言听他这么说 立即运转计台 将傲一层空间精妙激发 层层叠叠空间波纹 如水之涟漪 由他全身圈圈扩散 他浑身经脉流动的神力 净传来空间历刃的气息 一身骨骸的骨魔 如附有空剑壁杖的神妙 涌现一种让他神体能适应 任何虚空裂缝恶劣环境的奇妙 以他为中心扩散出来的空间波纹 瞬间勾连雷消心欲 整个心欲的构建图 如一幅立体画卷忽然在他脑海徐徐展开 他如同神是灵觉无限放大蔓延 雷消心欲在他是海触感下 像被缩小亿万倍 变成一个巴掌大星云浮现他是海 他能瞧见一个星海整体的变故 那代表着雷消心欲的星云 外层有橘红色光照 此时光照在剧烈冲击中 主动列开缝隙 他轰然一阵 眼睛占出炫目奇光 心神泛出强烈的感动 雷消心欲 如被缩小亿万倍的沙盘 他虽不能瞧见细微精妙 不能以神是灵魂游荡 每个生命之星上的区间 却能居高灵下斑 将其一览无遗 现在 你才算是达到始神二重天 经过这次灵魂 肉身的升华 你境界才算是稳定 那雷迪哼了一声 铁嘴摇头道 弱 还是太弱 根本支撑不了逍遥光明一击 所以你还是趁早滚开吧 他讲话的时候 一道空间缝隙裂开 那发虚揭白的迪卡罗 终于从中走出 迪卡罗没有去看食言 只是望向雷迪 眼中一满激动神情 能再见你 真好 雷迪咧嘴欣然大笑 小罗啊 你比以前苍老许多 我还记得当年你稍嫩的模样 哈哈 一眨眼 你也达到不朽了 时间过得真快 老友重逢 这两人都没有搭理食言 欧阳洛双 似乎根本不知逍遥 光明即将到来 依然在叙旧 沉溺在他们的世界中 食言 欧阳洛双相识恶然 看着雷迪 迪卡罗如啰嗦的老太婆 在那人碎碎念 回忆着往昔 追忆着过去 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好伴想 那迪卡罗才反应过来 别头看了一眼食言 疑惑道 你还不走 我觉得 我该留下来看看 看看那逍遥和光明 与你们间的战斗 迟言道 你只有使神二重天 你承受不住那余波冲击 我劝你最好离开 免得让我难做 迪卡罗乘喝 有你在 我能随时离开 我要留下看看 不行再再 迟言坚持 迪卡罗皱眉 没有继续多言什么 道 随便你 真不胜死了 也只怪你命不好 说不定名号还会暗中欣喜 迟言亚然 第1299章不朽的对决 雷消心欲虚空如镜 光滑洁净 不染一丝尘埃 这一切 都是因迪卡罗奥义洗涤 以空间神力封闭导致而成 然而 此时封闭一开 因天地能量聚变 引起的狂暴磁场 立即肆虐新海十方八级 皆因太古雷龙的能量攫取 令雷消心欲外层天地产生聚变 使得此时的雷消心欲 极为不稳定 好在迪卡罗看出 不妙 及早撤下臂障 不然给那逍遥光明继续冲击下去 心欲必将粉碎炸裂 那样毁生灵涂炭 亿万生灵归须湮灭 如今封闭裂开 逍遥光明两大神族天王自然能长驱直入 只见两条如星河般的神光 贯穿天地极致 踏轩而来 瞬间便到了迪卡罗 雷迪身前 逍遥脸色阴柔如寒水 一双眸子月光如冰剑 冷忧酷寒 他眉头为皱 立即便有一颗寒月在他后脑勺浮现出来 寒月如水晶冰石 彻骨森寒 将亘古星辰月华晶破淬炼一体 那是逍遥的道 是他实界之根 那无数明月晶和炎魔凝结而成 内部流动着逍遥魂力 演变着月华亦万年的不变奥妙 寒月一出 所有雷消心欲的月星如被点燃 一一爆射清冷月光 刹那间月星如轮盘旋转滚动 一一聚向逍遥身侧 仿若一个葛银色圆盘 透露出滔滔酷寒 逍遥看向欧阳洛霜 神情放缓 柔声道 来我这 欧阳洛霜眼睛清冷 他看向石炎 又看向雷迪迪卡罗 沉吟半想 一言不发走向逍遥 来到逍遥身旁后 垂手轻呼 师父 逍遥一脸欣慰 你没事就好 为师因你之事 已焦躁烦心太久 话罢 逍遥张口一吐 磕磕如碎钻的月之精粹 徒弟落向欧阳落双 顺着他眉心涌入他使界 这是卫师为你寻的月之精宝 能助你突破始神二重天 如今 你应当知晓了为师身份 你虽非我族之人 但你修炼的傲益和融合的冰寒 皆是与为师一致 我的一波 未来也只有你能继承 欧阳落双默默点头 眼神无波 让人瞧不出真实想法 逍遥 也忘了我们来的目的 此时 光明天王插画 他双眸如雪木的光之海洋 他看向食言的时候 食言生出一种被光还给淹没的错觉 灵魂竟有难言的眩晕之感 竟承受不住他眼神注视 自然不会忘却 逍遥再见到欧阳落双无爱后 变得无比轻松 之前的种种焦虑如被瞬间斩 恢复了一贯的冷静睿智 以当真为嗜血一脉奇葩了 明明为嗜血传承者 却领修空间 星辰之力 那星辰之力又脱胎为我们神族光明傲益 真不知你的存在 到底是嗜血一末的骄傲 还是我神族的耻辱 我神族奇数被你融合 也算是益促了 逍遥静静看向食言 那寒月皱然一变 化为一只酷冷眼眸 赫然便是逍遥之童 以数大寒月演变的眼瞳 透露着灭绝人性的冷光 又赋有月之洁净神圣 极为玄妙难测 在那眼瞳注视下 食言浑身站立着 神情扭曲 无数冰寒之力 如森冷尖刀刺入他血肉 刺入他祭台 再肆虐他心灵是海 要斩断他七情六欲 灭掉他灵魂记忆 只是一眼 逍遥的一眼注视 食言骇然 这一刻 他终于领教到不朽存在的神庙 将灵魂傲益展现后 那种无视心灵防御 无视空间距离的渗透 简直无孔不入 不自惊艰 他嘴角流出丝丝血迹 那血迹为不死之血 璀璨如红钻 够了 雷迪暴吼 热身传来霸道的雷鸣 如一格格世界在他体内爆炸 形成狂暴惊天波动 那波动如看不见的暗潮 在逍遥视线和食言之间疯狂滋生 疯狂蔓延 疯狂地冲击着逍遥的奥义精妙 逍遥和食言中间的星空 如被隐形的巨兽碾压 寸寸炸裂 寸寸粉碎 亿万空间乱流内混乱流光 三杂着刚风 冰冻 风暴 无尽的虚无灰暗 如瀑布倾泻出来 胶着再雷消心欲 这片雷消心欲如被硫酸腐蚀的肉 以惊人速度消融 心欲再渐渐消敏 再被流光给渗透坟灭 将其化为空间乱流域的一部分 自古以来有个传言 说有朝一日空间乱流会泛滥 会涌入星海 将星海完全淹没 那一天 唯宇宙末日 所有生命之星 所有旷星 死星 所有生灵种族 都会在顷刻间被席卷消灭掉 此时 看着那来自于虚空乱流内的力量 忽然泛滥在真实星海 看着星海被淹没 被消失 使眼脸色为变 他仿佛瞧见了末日来临 那些域外流光 如智强腐蚀流液 在他和逍遥间飞溅开来 让他和逍遥之间虚空崩塌 变成虚空乱流 虚空乱流扩散着 一席万里 极远处曾被雷迪直伏的矿区 瞬间化虚无 更远处 几个矿星 死星 也在刹那间消失 消失在虚空乱流中 或者说 化为虚空乱流的一部分 若是任由逍遥 雷迪这般战斗下去 任由更多虚空乱流内能量渗透 那这雷消心域必然会逐渐崩塌消失 化成虚空乱流的一部分 食言暗暗心寒 这不朽级别存在的战斗 竟能毁灭一个心域 那虚空乱流倾斜的能量 在倾斜雷消心域之时 也让他心神俱颤 他看向身旁迪卡罗 脸色变得极为沉重 他早猜出迪卡罗的身份 一个修炼空间奥义 达到迪卡罗这般级别的强者 若是为恶 若是主动干预虚空构建 将虚空乱流引入星河 引入一个葛星域 那么就是所有生灵的恶梦 难怪迪卡罗如此受尊敬 连神族最鼎盛时期 也不该主动招惹他 食言豁然明白过来 空间奥义者 达到极深境界后 必将成为每一个势力 最担心惧怕的存在 他们能自由穿梭空间 能轻易将各个心域变成虚无 化成虚空乱流一部分 这样的人物何人不怕 除非 除非有人能将其击杀 茫茫星河间 能将达到不朽二重天的 迪卡罗击杀者 有谁 神主或许能 但要先恢复过来 嗜血或许也能 但他已死 如今的星河 真正能制衡迪卡罗的人 暂时并不存在 还好 还好此人心性不坏 还好此人是有非敌 否则 后果真不堪设想 食言暗暗庆幸 里面神族和嗜血一末的战斗 我不想插手 这趟我之所以要送食言来 雷消心欲 仅仅只是为了让我老友苏醒 仅此而已 迪卡罗皱着眉头 对逍遥光明说道 我救下他 他则是苏醒了雷迪 我欠他一个人情 所以这趟我会保他一命 话罢 层层叠叠空间波纹 从迪卡罗眼瞳内飞翼出来 那空间波纹如神妙之手 将雷迪食言中间崩塌的虚空 重新略顺 那不断腐蚀心海的虚空乱流 如被钻在了 重新塞入虚空乱流 都说空间傲益难敌 今天我便逝世 你若能不逃顿 正面来栗战我 我便给你这的薄面 光明咧嘴 笑容灿烂 他一指伸出 指尖占出一缕光 一缕黄金之光 那黄金光则如晶体 折射出更多光滑 光滑相互间纠缠着 内部都显出光明的一缕魂 那魂为黄金色 如全新生命 光之精灵 以光为载体 以灵魂为核心 富有光滑生灵 这是光明傲益的至深展现 一格格金色光之精灵 如一格格光明的化身 欢呼着 叫嚷着 为光明天王创造出来的生灵 由他使界孕育而出 为光之极 那些金色光之精灵 代表着光之傲益的根本 为本源 为傲益最动人的表现 光之精灵一一涌向迪卡罗 如一格格生命体铺扇着 竟穿过迪卡罗构建的虚空结界 直接渗透向迪卡罗真身 迪卡罗脸色出奇的凝重 你以洞察规则之力 傲益演变生命 这万年来 你果然没有荒废 他忽然紧闭双眼 迪卡罗神体一阵扭曲 只见一个格心的世界 在迪卡罗手臂 脸上 胸口显现出来 那些世界都是虚无 都是苍王浩渺 唯无尽虚空 那是迪卡罗以空间奥义真谛 演变出来的奇观 自创空间 浓缩肉身 在他神体扭曲之后 在他全身浮现了 9900个星的空间 每一个空间都代表着 迪卡罗的空间透彻体悟 和连接一个格真实世界 能连通虚空乱流 那一个格空间 可以一念间 变成虚空通道 可以让迪卡罗任由穿梭心欲间 看着从迪卡罗神体浮现的 一个格无尽虚空 实验浑身俱阵 有一种醍醐灌顶的名物 那一个格迪卡罗创造的空间 似乎给他打开了一扇门 一扇通往空间奥义 更高层次精妙的神门 光明天王放出的光之精灵 渗透向迪卡罗 钻入那一个格无尽虚空 在一个格不同空间活动着 那迪卡罗肉身上的空间 一个接着一个 支离破碎 每破碎一个空间世界 那经色光之精灵便消失一个 比卡罗和光明天王两人的眼瞳 都泛出刺痛之色 这种等级的交战 已超出时延任之极限 只是观战 他便泛出强烈的感动 他知道 通过这一战的端详 他的收获将难以估计 第1300章同出一门 不朽级别强者对决 即是冲击的力量恐怖绝伦 能毁灭一个星域 迪卡罗和光明天王一交战 那逍遥和太古雷龙雷迪 都同时助手 注意力皆是放在 迪卡罗和光明天王身上 连带着 石炎也暂时没了压力 但石炎依然谨慎非常 几乎将所有潜藏力量动用 层层堆砌在神体周遭 以应付可能随时涌来的攻击 他深知和逍遥间境界相差太大 只要逍遥放下身份 忽然暗中偷袭一击 他若猝不及防 必当瞬间殒灭 因此 观战时 他也多存了一个星眼 暗中提防着逍遥 一个接着一个空间 从迪卡罗身体上浮现 被那光明天王光之精灵冲击 一并消灭 那一个个空间 为迪卡罗奥义的展现 能连接苍茫星海间一个葛星域 让迪卡罗能任意穿梭天地镜头 影机不会被捕捉 不会被追寻 如一道幽魂鬼魅般神秘 然而 现在那些空间在粉碎 崩塌 炸裂 何光之精灵同时湮灭掉 每当空间何光之精灵消允 迪卡罗何光明天王都市神情巨震 末日来袭般的冲击力 给雷消心域带来数不尽的风暴 那些风暴不知不觉间扩散 会在以后百年甚至千年时间 化成雷消心域许多生命之星的自然灾难 那些俗世凡人 永远不会知道被他们称为天灾的场景 是因为数百年前两名不朽存在对决时 于颇演变而成 那是他们的悲哀 持言心神震荡 默默看向迪卡罗 如看向自己的未来 同修空间奥义 他知道如果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达到不朽二重天 他也可以如迪卡罗一般 能主宰虚空乱流域 能一面间神势穿梭心域 肉身在虚空缝隙和星海间游荡 迪卡罗肉身表面浮现出来的一个各不同空间 那神妙诡诀的奥义波动 给他打开一扇门 一扇通往空间奥义置身精妙的门 迪卡罗 徒弟 光明天王成何一生 他一点眉心 运转计台 一个灿烂的光海 漠然在他头顶浮现而出 那光海无影无际 浩浩荡荡 光芒神圣炫目 代表着光明极致 蕴藏光之奥义的源头精妙 那光海 为光明天王使界演化 为光之极致 为力量之精魄 光海一出 境界稍低的石炎和欧阳落霜 霜眸一片绚烂 视线立即模糊 什么也瞧不见了 天门 迪卡罗皱眉 两手掌心结出奇妙印记 一扇扇天门从他掌心浮现 重重叠叠 如飞式的门拉出层层幻影 那天门 不知通往何处 不知勾连何处 从中透露出宇宙蛮荒气息 浮现本源波动 光海坐落下来 悬浮在那扇天门上 无数华光冲刺 涌入那天门内 在天门内消失 穿射向迪卡罗灵魂适海 光明天王忽然泛出一丝惊骇茫然 他深深看向那扇天门 脸色悄然一变 够了吧 迪卡罗首次露出一丝胸利 乘声喝道 神主不曾恢复前 神族对我够不成威胁 我一向夺来夺往 真惊我 我便隐虚空欲和入骨神心欲 我倒要看看你神族十二大家族 有多少能幸免于难 逍遥光明悚然变色 两人深深看向迪卡罗 沉默良久 那光明天王收回光海 神情迅速恢复自然 也在此时 食言欧阳落双视线重新恢复 又能看清周围场景 一切如常 迪卡罗 神族和嗜血一末的交锋 你能保证置身不理 光明神情凝重地盯着迪卡罗 我说了 我这趟出手只是为了苏醒雷迪 那小子令我老有苏醒 我欠他一个人情 所以保他一次 迪卡罗冷恒一声 又道 这雷消心欲 是雷迪当年开辟而出 以后也不容许你们神族入侵 名号是你师弟 在伴入嗜血门下前 他曾与你一同修炼空间奥义 你就不念师门之情 逍遥突然道 此言一出 食言眼睛猛低一亮 经不住看向迪卡罗 他忽然记起了当年幽影族的 族长贝洛 那贝洛为始神二重天 修炼空间奥义 这人 被名号御魂奥义束缚心灵 也被名号传授的空间奥义 他身子一震 忽然醒悟过来 暗骂自己迟针 早该联系起迪卡罗和名号的关系 从他再次败入嗜血门下 成为巴护从之首起 他便不再是我师弟 迪卡罗眼睛为冷 老师的殒灭 也和嗜血有关 名号和仇人一道 我自然不会和他走到一块儿 逍遥 光明深深看向他 神色有欲 他们都知道迪卡罗 名号的老师 曾经是新海间 最为了不得的一个人物 此人可谓是空间奥义鼻祖 一生只收下两名学生 便是迪卡罗和名号 当年嗜血横空出世 在茫茫新海间造下粒粒血迹 影的无数强者要出手整治 迪卡罗的老师 就是最为厉害一人 可惜此人成了嗜血 崛起天地最耀眼的一块垫脚石 被嗜血击杀 也是因为他的生死 嗜血一举成为 星海最强者的代名词 之后的许多年里 再没有人胆敢和嗜血为敌 那人死亡后 迪卡罗迎人苦休 始终闭关不出 名号则是寻嗜血报复 结果 结果名号报复不成 反其轨地成为八护丛之手 被嗜血传下欲魂傲义 成为嗜血势力众一股最强悍的力量 给嗜血统筹天地 暗中掌控着众多心欲 关于嗜血说服名号的秘星 至今 依然为不解之谜 无人可知其中的奥妙 比卡罗也不知 或许只有名号自己 才知道为何当日要报复的他 会鬼使神差化成八护丛之手 好 我们就给你这个薄面 光明天王陈吟伴想 果断道 以后雷霄心欲我们神族不会染指 那小子 今次也不碰他 希望你所言属实 在我们和嗜血一战时 能袖手狂观 他看向逍遥 你怎么说 逍遥眼神阴沉 他视线在食言身上游一数秒 忽然阴沉一笑 只是使神境界 要杀他轻而易举 躲得了这趟 躲不了以后 能换取迪卡罗的置身之外 自然值得 迪卡罗 希望你铭记你老师的身死 光明横了一声 掉头跨步走开 一步亿万里 须与歼辩消失 我们走 逍遥轻笑着 与欧阳洛霜一并离去 那欧阳洛霜清冷身子立在那月之金时上 忽然回头 深深看了食言一眼 那眼中复杂难明的意味 令食言心神伟动 逍遥光明霸道而来 本欲击杀食言 本欲重创敌卡罗 然而 带到他们发现雷迪已经复活 并且同样达到不朽二重天 这两人便知道这趟墓地很难实现了 光明天王与迪卡罗一战 刺出迪卡罗战力并不逊色他 立即萌生新的念头 迪卡罗看出他的想法 果断表态 明确严明以后不会插手 是血和他们神族之争 他这立场的表明恰是光明所要 于是就拍板有了定计 两人息冲天煞气而来 虽未能将食言击杀 但却测出迪卡罗的真实力量 知道了雷迪的复活 并且逼迫迪卡罗承诺不会参战 对光明逍遥来说 这结果不好不坏 已经可以接受了 至于雷消心欲和食言的存活 在他们眼中 还远远不及迪卡罗的一个态度重要 李竟然和明浩为师兄弟 逍遥光明相继离开后 食言面色古怪 忽然轻呼道 迪卡罗冷恒一声 冷冷看向他 道 你救了雷迪 我也救了你 如今你我两清了 你要见到明浩 麻烦你转告他一声 以后别打搅我的亲近 嗜血当你将你老师击杀 你理该和神族一道 将嗜血一脉除掉才对 我很奇怪 你为什么会置身不理 不帮嗜血我能理解 你为何不帮神族 食言审声道 你很呱噪 迪卡罗眼中显出一道力光 玄机神力暗吐 结成空间囚笼 将食言完全照住 鼻扇门忽然裂开 食言被迪卡罗硬声声塞入其中 等他眼睛睁开的时候 发现已到了神恩兴 浮在苍茫无尽海云团中 食言抬头看了看天际 眉头伸锁着 有太多的迷糊在他脑海滋生 明昊明明要找嗜血暴富 却鬼使神差成为巴护丛之手 迪卡罗不为师父报仇灭掉嗜血一脉 而选择中立 也不与神族一道人 他到底想什么 这趟他能从逍遥手中逃出 因为迪卡罗 那迪卡罗的出手 究竟是真因为要救太古雷龙雷迪 还是因为明昊 他苦思着 却怎么也想不出各所以然来 他只觉得名昊和迪卡罗之间 应该没光明 逍遥说得那么简单 这两人的恩怨情仇 可能超出他想象的复杂 一道青湖电光闪过 胜兽青龙忽然显现出来 他皱着眉头 道雷迪呢 雷迪和迪卡罗一道 应该还在雷消心欲 他已经苏醒过来 嚷嚷着要和你继续争斗 要夺天妖族 族长之位 迟言淡然道 青龙嘿嘿低笑 我等他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